欢迎你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12集 幕后 一放一收 感觉到大事不好的 不只是陆红战 还有古相国 开完政府常务会议之后 夏祥就前往大学城 协调欠薪问题去了 仿佛刚刚过去的一场大戏 已经完全落下了帷幕 和他无关了 其实古相国清楚 夏祥摆出一副 置身事外的态度 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因为审案是公安机关的事情 他再插手 就会给人留下 干扰司法公正的印象 所以他才将精力 投入到其他事情上面 不管夏祥是假装置身事外 还是真心想为大学城 拉来投资 古相国并不关心 他关心的是 案件进展的情况 让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于剑生 不等陆红站在市局 重新抓拳 一两个回合下来 就招供了 供出了常国庆 而且常国庆 已经落到市局的手中 就差点吓得他跳起脚来 欧纳臣虽然知道 常国庆已经落在夏祥手中 但出于为自身考虑的原因 他并没有向古相国透露 因此 古相国听到之后 顿时惊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麻洋天还心存幻想 以为常国庆联系不上 只是因为常国庆吓得躲了起来 虽然也想过 有可能是被夏祥控制了 但还是帮有一丝希望 没想到 噩梦成真 常国庆的落网 意味着 即将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 古相国第一次感到了担惊受怕 急忙打电话给麻洋天 麻洋天也隐隐地猜到 常国庆多半出事了 但他一直觉得 常国庆狡兔三枯 有时就是自己想找他 也不容易 瞎想想在偌大的京城 找到一个故意躲藏的人 比大海捞针 难上百倍 再接到古相国电话的一刻 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心中的震惊 无法形容 常国庆一落网 他已招供 再加上于建生的供词 足够将他打落尘埃 麻洋天慌了 真的慌神了 意识到严重后果之后 他来不及和古相国 多说些什么 急忙挂断了古相国的电话 匆忙拨出一个救命电话 老领导 快救救我 麻洋天堂堂地京城副市长 声音带着哭泣 如同一个小孩 想家人求救一样 电话里的声音 不耐之中 又透露出亲戚 又怎么了 啊 姚天啊 你却不能老实一点 我说过多少次了 手脚干净一点 吃下文雅一点 你总不听 老领导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麻洋天差一点 就生泪俱下了 事情是这样的 电话一端 听完了麻洋天的话 沉默 长久的沉默 过了也不知多久 才长叹一声 唉 我最后一次帮你了 以后再惹事 你自己擦屁股 虽然话不好听 麻洋天还是松了一口气 老领导心软了 肯定会替他出面求情 只硬撑了一天 常国庆就招供了 供出了麻洋天 至此 于剑生和常国庆 两枚炮弹都已经装膛 准备随时发射 英城表里 将案情呈报给陆红战之后 陆红战知道 事贯重大 他必须拿出应有的姿态 于是就大笔一挥 对于剑生和常国庆 正式提交检察院 请求批准逮捕 案件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 随后召开书记办公会 陆红战汇报了案件 因为事关京城副市长 书记办公会最后决定 上报省委和中央 一旦上报省委和中央 事情就介入了高层博弈 下想也就无法插手了 麻洋天身为京城副市长 是副部级的干部 只有中纪委才有权调查取证 上报省委和中央之后 省委和中央都不约而同地 保持了沉默 没有任何答复 九优给朗是出了难题 是继续渗瓦 还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省委和中央的沉默 表明的是 默认朗氏的调查取证 还是含蓄地表达了不满 上命难猜 朗氏市委 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身为始作俑者的下想 却没事人一样 一门心思 投入到大雪城项目上面 肖五还没有好转 但情况稳定 暂时没有醒来 也没有办法 想想就准备 再观察两天 实在不行 就转到京城的医院 医生不建议转院 认为肖五没有醒来 是身体机能的一种自我保护 因为现在 他身体已经康复 说不定随时就会醒来 凤美美的情绪 也稳定了下来 直到夏夏为了肖五 一怒之下 让整个朗氏风云变色 也很感激夏夏 对肖五的真心实意 因为肖五没有醒来 就由李鸿江代表江山房产 孙县伟代表天安房产 两家房产 联合出资八个亿 正式向市政府提出 投资大雪城项目 八个亿 是老师近年来 引进了最大一笔投资 一下子就震惊了市委市政府 下想的光环 一时无量 就让股像过顿绝的 面上无光 有八亿的投资 市政府岂有不欢迎之力 基本上 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通过之后 提交到书籍办公室 也一致获得通过 同时 杨卫的农业科技公司 也向市政府正式提交了 投资一项书 以八千万的投资 提出 城包廊市北郊千木良田 推广观光农业 市政府 同样以最快的速度 批准了投资一项 并且 在下想的提议下 给予了政策上的扶植 下想一举拿来两笔大项目 成为老师近年来 最大的投资项目 在市委市政府 造成了轰动 下想名声大震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了 省委和中央 还没有什么指示传来 就让老师人心不稳 纷纷猜测 难道说年前 不会就于建生 和常国庆的问题 得出结论了 市委到底 要不要再深入挖掘下去 市局用实际行动 给出了众人答案 案件继续在审问之中 常国庆 不但供出了马阳天 还供出了 他和图云合伙 骗袋的事情 同时提出 愿意吐出赃款 以争取获得宽大处理 常国庆吐出赃款 倒是十分及时 他在京城的公司 第一时间 就将三千万的款项 打到市局的指定账户之上 正好用来归还 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 赃款是吐出了 但市局并没有因此 给他争取宽广的政策 反而继续要求他 深入交代问题 京城方面 一直对常国庆的背部 保持了沉默 马阳天也是照常工作 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朗世侍卫 也没有受到 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 似乎没有人在意 常国庆的供词 向向心里却清楚 其实不是不在乎 而是各方势力 正在背后暗中较劲 正在商讨一个 让各方都满意的 妥协结果 他表面上无动于衷 似乎对常国庆引发的 最终威力 漠不关心 实际上 一直在密切留意 各方的举动 同时 他也在暗中筹划 等各方有了结果之后 他再剪辑行事 不能让一番重大的行动落空 常国庆 必须要将麻羊天掀翻 才不枉抓他一场 否则 让麻羊天逃过以难 以后想再将他扳倒 就难上加难 而且大蛇不死 必被蛇咬 夏想现在知道 他现在面对的对手 级别高 背景深厚 只要给了对方喘息的机会 就有可能被反咬依靠 两天后 朗世的地下势力 开始有一条消息 四处传播 有人出一百万 悬赏夏想的人头 据说是南方某派的 黑社会老大 看夏想不顺眼 要买凶杀人 不管是谁 只要杀的夏想 瑞士银行账号 送上一百万 后面还有备注 美金 百万美金 夏想的命倒是值钱 消息传到市委之中 不少人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 是不是欧那尘的手臂 都想看夏想是什么表现 不料夏想听了之后 只是摇头一笑 百万美金少了一点 如果是五百万美金 还有可能成功 态度之轻松 神情之淡定 就让众人暗暗贪服 不服不行 或那是谁 被人放出风声 百万美金买命 都会吓得失眠 夏想的震惊 可不是假装 而且确实是一副 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想也是 夏想和欧那尘 已经过招数次 还单枪匹马一人 单挑亡命之徒八脸 他何尝退缩过 也正是因为 夏想不但正着手腕高超 还有一身胆气和本领 才大的欧那尘 节节败退 夏想也清楚 所谓南方黑社会老大 不过是莫须有的一个人 幕后的黑手 还是欧那尘 以前也听过 某地有黑社会老大 五百万人民币 买当地公安局长的人头 没想到 也有一天同样的事情 会落到他的身上 他确实没觉得 有什么好怕的 欧那尘 不过是另一种手段 的人生威胁罢了 虽然百万美金的诱惑不小 但在国内 有胆直接杀害一位政府官员的 所谓杀手 基本上并不存在 让夏想没有想到的是 在事关常国庆的问题上 省委没有公开的答复 但案中的压力 还是不期而至 他突然接到省委的电话 要他到省委开会 临近年底 哪里有什么重要会议要开 而且又没有说明 是什么会议 明眼人都知道 基本上 以这种方式 被叫到省委的党政干部 都不会有什么好事 电话虽然是省委办公厅来电 但到了省委之后 夏想才知道 原来是范瑞恒找他 和他预料的差不多 出面说情 或者说是施压的人 又是范瑞恒 或者说 只能是范瑞恒 作为现任省长 和下一任省委书记 范瑞恒的面子最大 他的话 也最有分量 而且和自己 又有多多少少的关系 夏想是和理财员 一起前来省委的 理财员自然不方便 陪他面见范瑞恒 他就让理财员 到领导小组停留一下 方格还在领导小组工作 正准备提副处长 他很热情地 接待了理财员 谷玉也在 前段时间 他请假去赌狱 最后还大有斩获 回来后 也兴高采烈地 向夏想炫耀了一番 夏想此时 没有心思和谷玉多说 正好谷玉 也在忙手头的工作 两人只是微一点头 只用眼神 完成了一次无声的交流 随后 夏想来到范瑞恒的办公室 范瑞恒正在打电话 冲夏想点头示意 让他先坐 电话 一打就是十几分钟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想想很清楚 范瑞恒有故意谅他的意思 心中就多了猜测 范瑞恒的立场 越来越倾向于京城某一势力 而且以后 随着他的辅证 他的政治立场 会越来越鲜明 一省大员 没有自己的主政理念 会让人轻视 但如果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根本就不可能 坐上一省大员的宝座 夏想也清楚 范瑞恒和麻洋天 身后的势力保持一致 并非是现在才走进 而是 一直立场相同 等范瑞恒打完了电话 他才大有深意地 看了夏想一眼 先是起身 来到夏想面前 立上一支烟 然后坐在夏想对面 摆出了一副 平等交谈的姿态 还好 夏想暗想 范省长此举 还是念及旧情 攻心为上 施压为下 双管齐下 总好过简单而直接的施加压力 夏想 有时间帮我劝劝反诚 他年纪真不小了 还不想结婚 总想着再玩几年 年纪大了不结婚 普通人没什么 以他的身份呢 就不太合适了 会让人捕风捉影的猜疑啊 范瑞恒一开口 先从范正的婚姻大事 说了开来 确实是攻心为上 和夏想猜测的一模一样 夏想就笑 好 我觉得反正 该结婚就结了 万花从中过 早晚被刺伤啊 有些刺 可能还有毒性啊 范瑞恒也笑了 还是你们年轻人好啊 我老了 感慨了一句 才切入了正体 老师的环境啊 确实复杂一些 有一个欧奈陈在老师很威风 是不是啊 你收拾他一顿也算出气了 气出晚了 该正常工作 就正常工作 有些事情啊 见好就收 别闹大了 闹大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啊 很是轻描淡写的口气 就让夏想的心中 多少有点不太自在 毕竟于建生和常国庆 都已经招供了 常国庆是故凶杀人 对杀人凶手 还要高抬贵手 法律何在 而且麻洋天 贪污受贿的事实确凿 数额巨大 他已经掌握了一手证据 范瑞恒问也不问 麻洋天的问题有多重 直接就让他收手 也让他对范瑞恒的为人 更多了一层认识 最基本的公正的立场 也要向人情让步 范瑞恒作为即将上任的 下任省委书记 他的做法 让夏夏微微失望 叶史诚虽然性子偏软 但至少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 坚持的一个省委书记 应该坚持的原则 知道一个省委书记代表的是 党和国家的 公正和严肃的一面 夏夏夏低头不语 他沉默了一会儿 才抬头说道 三船长 有句话 我想必须向您说明 根据常国庆的公词 麻洋天的问题很严重 他的涉案金额 高达上千万元 而且证据确凿 事实清楚 五十五不住了 三瑞恒一愣 也沉思了一会儿 忽然摇了摇头 有时候啊 事情可大可小 主要是中央有人发话了 说是麻洋天也不容易 事情 就到常国庆为止 当然 有人也会成你的情的 堂堂的省长 也说出成情的话 也确实给了 夏夏不小的面子 换了别人 肯定会及时收手 既能让背后的 中央领导念好 又能让未来的省委书记 面上有光 为官之人 谁都会清楚 眼前的厉害关系 更何况 聪明如下想者 夏夏夏却还是痴疑了一下 樊社长 事情已经进入司法阶段 言外之意时 他不好直接插手审讯了 赛瑞恒终于面露不约 陆红战虽然是市局一把手 但他现在在市局 已经踢腾不开了 反倒不如你的话管用 你一个暗示 稍微松松手 剩下的事情 就不用管了 直接让陆红战接手就行了 夏夏明白 范瑞恒的意思是 让陆红战接拳 然后再翻供 他心中 隐隐有怒火燃烧 范瑞恒 他也没有一个政治家 应有的客观公正的立场了 为了个人利益 竟然直接以省长的身份 向他施压 确实手段有点不够大气啊 夏夏也就 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 范城长 请您理解我的难处 马扬天 直接从京城派人到老市 想要我死 我到现在 还没有直接通到中纪委 也是想走正常的程序 要给他留一点面子 范瑞恒脸色一变 语气就有些不善 想想 你和范城关系一直很不错 我也当你是一个朋友 所以才语重心长地劝劝你 麻扬天的后台很硬 你惹不起 你现在可以不听我的话 但万一有什么大事发生 我也帮不了你 离开范瑞恒的办公室 夏夏心情不太好 范瑞恒的态度很明确 夏夏不收手 他不强求 但如果京城方面 有压力到省委 他也不帮夏夏 也是看在范征的面子上 否则 夏夏也清楚 范瑞恒说不定 就能当场出台肥火了 到了宋朝渡的办公室 夏夏将情况一说 宋朝渡呵呵一笑 权威夏夏 不要灰心啊 有压力才正常啊 没有压力 才不正常啊 等你的位置再高一层 就会明白了 站得越高 风就越紧 高处不胜寒啊 又起山来到夏夏 面前 拍了拍夏夏的肩膀 你的意思是 要痛打落水狗了 宋朝渡 追穷寇 麻烟天如果不落马 大舍不死 肯定会反受其害 宋朝渡点点头 一脸笃定地说道 别在我面前愁眉苦脸啊 我知道 你肯定已经想好了对策 说说看 准备怎么应对压力啊 夏夏就又笑了 不瞒您说呀 还真没有想好 因为还不知道 对方怎么出招 其实 他也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之所以隐瞒不说 也是暂时不想透露过多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省委 突然就有了 出人意料的变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13集 交易 必胜之局 宋朝都又换了一副 严肃的表情 动作要快一些 否则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谁会接铁催响吗 现在有消息传出 有可能是梅生平 本子调整后 力量的对比 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宋朝都没有直接回答 下想的问题 而是侃侃而谈 讲起了 燕盛以后的局势 燕盛的局势 将会更复杂 各方势力将会更分散 也是中央 有意要平衡燕盛局势 防止一家独大的 重大举措 以和即将替上日程的 大京城经济圈有关 或许是即将接战 省长的缘故 在下想看来 宋朝度比以前健谈了 也开朗了不少 而且还主动向他 透露一些问题 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省委组织部长 可能会有马骁接任 下想确实迟了一惊 马骁是宣传部长 是附加的嫡系 他在宣传部 还好一些 一旦执掌了省委组织部 权力大增 尤其是 在马骁对他 大有偏见的情况之下 对他来说 确实是非常不好的消息 高别宋朝度 下想只来得及回家看了一眼 待了两个小时 就又回到了朗市 现在朗市局势 正处在关键的转折期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 胜利过时 很有可能转眼落空 所以 千万不能大意识青州 现在省委态度不明 中央已经有人出手施压了 形势比他想象中还要严峻 不过对于省委以后的局势 下想并不如宋朝度所想的一样担心 下想有信心 应对马骁 接任组织部长以后的局面 现在傅家在燕省示威 马骁一个人独目难知 何况 又是梅生平接任了副书记 马骁想要为所欲为 他过不了梅生平的一关 因为 他没有梅生平的底气 和政治手腕 省里的局势暂时不提 朗市的局势 却十分微妙 于建生和常国庆 已经被市检察院正式批布 正在进入准备起诉的阶段 当然 这只是表面上的程序 暗中由两人供出的幕后主石 才是案件的重大之处 两人想要判刑容易 但两人的死活 无阻倾重 而由他引发的重大案情 才是所有人目光的焦点 先前由下想引发的一场 声势浩大的抓捕行动 现在基本上 已经不再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 到底如何处置于建生 和常国庆的上面 因为 对两人的起诉和判决 是下想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标志 如果于建生和常国庆 很快就进入公诉阶段 也被判刑 然后没有了下文 就预示着下想轰轰烈烈的行动 雷声大鱼点小 相当于别人打他一拳 他只划了一脚 没有划上一刀 如果鱼建生和常国庆 一直在审讯阶段 因而不发 就证明背后的较量 还在继续 朗世世伪 几乎所有人 都紧盯着下想的一举一动 就看下想 还有什么手腕继续施展 下想却让众人失望了 他全身心地回归到了 本职工作之中 陪同天安房产和江山房产 视察大雪城项目 陪同杨威 视察观光农业的圈地 在他的督促下 两笔投资迅速落实 很快 第一笔资金就到位了 不久之后 下想又做出了一个重大举措 大笔一挥 从市局的专项资金之中 批出200万的办公经费 用来改善市局的办公条件 但眼亮的人都发现 专款果然得到了专用 都落在了 上次重大行动之中 立功的干警头上 凡是陆红战的亲信 几乎没有得到一点实惠 谁近谁远 一目了然 陆红战却只有生闷气的份 全力掌握在夏祥手中 现在市局 又多了一个丽妃副局长 更让他感觉束手束脚 然而 正当众人都等着看 于建生和常国庆的下场时 夏祥和嗷那陈指间 又产生了新的冲突 起因是 因为陈大头 陈大头在巴林跳楼现场被抓 伤众住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伤势见好 就被移送到了看守所 如果是龙孔担任副局长的时候 陈大头肯定可以受到优待 但现在是丽妃主抓看守所的工作 陈大头在看守所中的日子就不太好过 王大臣认为 他送于建生给夏祥 夏祥就应该成他人情 就打电话向夏祥求情 让夏祥高抬贵手放了陈大头 夏祥却没有同意 说是案件没有结案之前 不能放任 一切按照程序走 欧那陈大怒 又找到陆红站 想让陆红站行个方便 陆红站就亲自出面 要求适当给予陈大头一定的照顾 结果 当时所长答应得好好的 等他一走 却依然如故 就让陆红站也怒不可遏 声称要撤掉所长 所长就连呼冤枉 说是首相人办事不力 他确实吩咐了下去 陆红站最后 还是没有将所长撤职 毕竟事情有点上不了台面 容易落人口实 他清楚 他就算能掌控一部分 中层的市局力量 但底层的具体办事人员 都被英诚和丽妃慢慢地收拢了 他身为局长 总不能一个个地去拉拢最基层的感情吧 欧纳臣认为 下乡太薄情 一点面子也不给 就一怒之下 亲自出面邀请下乡面谈 下乡也没有拒绝 欣然赴约 见面的地点 还是在京县区 天字第一号雅间 下乡没有带秘书 却带了杨薇 因为杨薇不放心 下乡的安全 又想亲自见识一下 欧纳臣的为人 就提出 要陪同下乡前往 下乡也没有拒绝杨薇的好意 现在 小五伤重卫性 孙县伟和李鸿江 又不方便出面 他们要是出面的话 打脸就打得太直接了 还是含蓄一点好 杨薇提出 带红依依前去赴宴 下乡想了一想 觉得可以更好的 红妥气氛 也就同意了 所以 当下乡 杨薇和红依依三人 步入京仙居的养间时 拖大没有到外面迎接的 欧纳臣一见 脸色都绿了 挑衅 赤裸裸的挑衅 他请下乡敷衍 商量陈大头的问题 下乡不但带来了外人 而且 还有一个女人随行 明显就是 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做法 就让他十分的不快 下乡看出了 欧纳臣的不快 也没在意 欧纳臣 只派老贼在外面接他 也是白谱 既然有求于他 还要白谱 今天让杨薇随行 并且戴了红依依 还真是走对了一步棋啊 下下介绍了杨薇和 欧纳臣认识 欧纳臣也听说过 杨薇的花名 勉强一笑 哈哈哈哈 原来是四大花哨啊 久仰久仰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 杨薇一边假装客气 一边在红依依的屁股上 用力地拍了一下 冷得虚名啊 冷得虚名 让陈总见笑了 红依依依十分配合地 娇笑一声 讨厌 昨晚摸的一夜 还没有摸够啊 金银茉莉也在场 顿时脸红过耳 扭过头去 欧纳臣的脸色 由绿变清 又不好直接开口说什么 只好附和着一笑 哈哈哈哈 杨总的老师 头子观光农业 眼光朝前啊 预祝杨总成功 杨薇就顺着 奥纳臣的话向下说 哈哈 下是张眼光错不了啊 由他高瞻远瞩的 引领我前进 成功了 是他的功劳 失败了 是我经营不善啊 说话间 他的目光有意无意的 多打量了金银茉莉几眼 嘿嘿 久闻陈总 一对女儿如花似玉 今天算是开了眼界啊 就是全京城 也找不出如此 果色天香的美女啊 寒暄几句过后 欧纳臣有意不想潜入正题 下下知道 他避讳杨薇 就说 杨薇不是外人 杨薇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嘿嘿嘿 不怕陈总知道啊 常国庆 就是我在京城 摸到了他的老地 下想也没想到 杨薇会主动说出此事 他认为 还是隐瞒为好 以免欧纳臣暗中报复杨薇 不料杨薇主动开口说出 也是向他表示了 坚定的靠拢之心 另一层含义是 不怕欧纳臣的报复 果然 话一出口 欧纳臣就脸色大变 冷笑一声 嘿嘿 杨总啊 好手段 好本领 陈某记在心里了 下想见过了几招 见实际成熟 直接切入了正题 陈总 有话直说 今天见面 既不会吃饭 也不会欣赏金银茉莉 还是有一说一好了 金茉莉哼了一声 夏市长 别以为你又帅 又有男人魅力 其实我们姐妹 都不喜欢你 还肯恨你 金茉莉的话 浅显而幼稚 就立刻逗得红依依咯咯直笑 红依依眼光毒辣 一眼看出了金银茉莉 未经人世的清纯 就说 妹妹 你的话是反着说的 一个女人 如果爱上一个男人 一般 先从恨她开始 小心点 你越恨她 以后啊 就会越喜欢她 喜欢她的骨子里 让你白撞闹心 而且我还告诉你 夏市长 可是天下少有的精品男人哦 你一旦喜欢上她 你辈子都放不下 让你痛不欲生 金茉莉大修 谁是妹妹 金胡说 谁会喜欢她 乱说一气 娇羞之态 更胜平常的美艳 让人直觉地满是生香 欧那陈心中那个气啊 夏相真有一手 从哪里吵了一个 极拼女人来捣乱 就是故意来煽风点火 是不是 但她是主人 又必须拿出风度 只好咳嗽一声 小市长 我哥和巴莲 没有什么来往 他就是爱喝酒 和巴莲是酒友 巴莲的事情 他都没有分啊 他的脑子 又有点笨 您说呀 何必折腾他一个笨人呢 您有什么火 都冲我发好了 夏夏呵呵一笑 我是有火呀 但对陈总的火 已经发完了 现在的火 是针对别人了 欧那陈明白了什么 夏市长的意思是 马阳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想想点头 陈总是聪明人 我也就不多说了 如果陈大头 能提供马阳天的一些证据 就有了戴罪立功的表现 宽大处理 也就容易多了 欧那陈半赏不语 眼睛盯着天花板 看了半天 陷入了沉思 金银茉莉平常情况下 都会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除了外套颜色之外 里面的衣服 不管是款式还是颜色 都一样 他们在房间内 就脱了外套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 谁是谁 肯定会认错人 红衣也不知道 怎么就分得清 不一会儿 就和金银茉莉 窃窃私语 凑在一起 说起女人之间的私语 还不时笑上几声 就让夏夏暗暗成奇 红衣衣也有过人之处 至少亲和力不一般 居然能让一向 有点自傲的银茉莉 也一脸好奇地 和红衣衣小声说个不停 夏夏也不理会 欧那陈的沉思 她知道 欧那陈需要时间 消化她的提议 就和杨威边吃边谈 一点也没有拿自己当外人 欧那陈终于开口了 夏市长 我也说一句实话 这一次的事情 我也对马阳天很有意见 他做事情有钱考虑啊 也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果 事先我也并不知情啊 但您的要求 太勉为其难了 我和马阳天 毕竟还是合作关系啊 落井下石的事情 我做不来啊 陈总啊 夏夏知道 欧那陈其实信心动摇了 他继续小致一礼 我也说一句实话 马阳天早晚倒台 早一天和他划清界限 就尽可能地减小损失 你和他又不是利益攸关的同盟 何必为他抢出头啊 先不说先前 遭受的巨大损失 马市长 何曾对你有过表示 现在又是你的亲哥哥 哪头亲哪头重 陈总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 哦那陈目光闪烁 虽未开口 想想却清楚 刚才的话 击中了他的人类 现在马阳天 虽然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 大势已去 但直到现在 于建生和常国庆 还在老实扣留 省委也没有催促尽快解案 更没有给出基调 就证明了 中央在事关马阳天的问题上 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甚至可以说 支持法办马阳天的声音 还是占了上风 否则也不会出现 一直久拖不决的情况 悬而未决 就证明了 反对的声音还是弱了一些 没有上升到 政治斗争的层次 应该还是停留在 人情和面子的阶段 就是说 马阳天的事情 最终还有可能 刮起一场风暴 欧那陈不是官场众人 但对官场上的事情 也是门情 否则 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欧那陈的心思 也越来越沉重 想想太会前锋插针了 一个陈大头 也被他拿来当成交换条件 换 有点屈辱 不换 更屈辱 朗世地下组织部长的哥哥 在看守所受到虐待 他的脸面都丢光了 虽然在先前 下降一系列打击之下 他已经颜面无存了 但顶多相当于一般打脸 亲哥哥再救不出来 就完全等于 在朗世被脱光了衣服打脸 丢人就丢大法 欧那陈足足考虑了将近十分钟 才下定了决心 如果有人打小莫小利的主意 我希望夏市长能伸手拉上一把 还有啊 京城邦和京城邦 最近动作不少 市局如果能出面约束一下 朗世才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啊 欧那陈提出的条件 还不算太过分 夏想就答应了 陈总 如果你多约束一下你的人 京城邦和京城邦 还有某北邦 想在朗世折腾风浪 他们也会被重点打击 见识过夏想的体外 欧那陈相信 在夏想轻描淡写的语气之下 如果出手 将是怎样的雷厉风行 他就唯一点头 纯洁前 夏市长就会得到想要的东西 夏想也点头 明天起 陈大头同志 会得到妥善的安置 只说安置 不说释放 显然 在见到欧那陈的诚意之前 陈大头 别想走出看守所的大门 欧那陈表面上一脸微笑 和夏想碰杯 心中却是咬牙切齿 认为夏想欺人太甚 其中人散 夏想和杨威告辞而去 欧那陈亲自送到门外 金银茉莉也紧跟其后 银茉莉还好 故意落后几步 似乎不愿意和夏想为物 金银茉莉 却躲在欧那陈的背后 一双美目又黑又亮 暗中不停地打量夏想 有好奇 有探究 还有一些 复杂难言的情绪 夏想挥手告别欧那陈 上车而去 他不知道 在楼上的房间里 杨贝正临窗而立 泪流满面 杨贝知道 今天欧那陈宴请夏想 是为了陈大头 他就悄悄地来到金铅居 想看一眼夏想现金的模样 当他看到夏想 比以前更成熟 更沉稳 也更有男人味道时 他心中五味杂陈 想起夏想当年的青涩 想起夏想以前 对他的宠爱 看到现在夏想 成就和风采 不由自主地 泪流不止 是悔恨 还是痛恨 或许都有吧 或者 仅仅是感慨生活的不公 其实生活一直很公正 所有的不公 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真的 怨不得别人 陈大头被抓 杨贝说不上是高兴 还是惋惜 陈大头 虽然经常打他骂他 但毕竟是他的男人 但他 也仅仅是他 法律意义上的丈夫而已 他和他之间 也只有一纸证书 除此之外 既无感情 又没有床帝之欢 只是再怎么着 他也是已婚女人了 已经衰老不堪了 而夏想却正当年 身边美女环绕 如今的他 恐怕早就忘了他的模样了 杨贝回头 对身后的艺人说道 你说 我现在就是主动去献身 夏想是不是 也不会要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一十四集 明朗 人心惶惶 杨贝的身后 站着魏弘卿 魏弘卿见杨贝 一脸痛楚 就劝他 别多想了 也别伤心了 事情都过去了 再说 又不愿下想 谁让你当年没有眼光 就是我也不向着你说话呀 你别说了 杨贝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认命 我也认命 魏弘卿也哭了 贝贝 你说左腾 我也不会有一天良心发现 来认下我和孩子 杨贝摇到摇头 他是禽兽 你怎么对他还有幻想啊 我劝你 不如找夏夏 让他替你出出气 好好收拾收拾左腾 夏夏和杨薇各自回家 他一进门 就发现了不对 直觉告诉他 屋里有人 夏夏先是警觉地 一下站住 随即鼻中传来熟悉的淡淡的响气 再看到地上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地板 以及整理得非常整齐的沙发 心中又一下舒展开来 不用说 是魏欣 魏欣一直听从他的安排 住院观察 本来明天才该出院 却提前一天跑了出来 还不打招呼 主动跑到家里来收拾家 还做饭 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 就让他的心思吵动 有一种前生今世 重叠的感慨 夏夏就懒懒地坐到沙发上 不思不想不说谎 只是静静地品味 此时此刻地温馨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突然被魏欣的声音警醒了 进门也不知道换鞋 我刚擦干净地 你也真是的 多大的人啊 还跟个孩子一样 魏欣半是称怪 半是爱恋 来到夏夏面前 替他脱下鞋 又拿热毛巾 帮他擦了擦脸 还为他拍打身上的尘土 真是无微不至的关爱 任何一个女子 都比不了魏欣的体贴 夏夏再次感受到魏欣之爱 还是感慨万千 吃饭的时候 夏夏将一番劳作之后的魏欣 双甲红润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他不但完全恢复 还更多了 朱元玉润之姿 就心下喜爱 说了一句 往上别走了 留下来住吧 魏欣一下脸红了 低着头不敢看夏夏 粉镜通红 使劲往嘴里扒饭 声音跟蚊子一样 嗡了一声 夏夏就笑了 少吃点 别吃撑了 魏欣就更秀了 一下将碗放到桌子上 连饭都不管饱 我 我不留下了 夏夏响哑然失笑 都是什么话呀 好像他留下来的前提 是要吃饱饭一样 三后 魏欣心不在焉的收拾碗筷 目光偶然一接触夏夏 就立刻面红耳赤的躲闪 娇羞不可放物 夏夏就故意盯着他不放 大胆而放肆地 砍他的胸 看他的腰 砍他的屁股 反正就是看女人最敏感的部位 直看的魏欣 浑身发烧 羞不可疑 等到休息的时候 夏夏却只是轻轻抱了魏欣一把 将他推到了另一个房间 轻声说了一句 晚安 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让魏欣又呆力当场 半晌不知所以 他站在黑暗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开心地笑了 又来到夏夏房间门前 轻轻敲了两下 喂 我先洗澡去了 可能要洗半晌 你别胡思乱想哦 好好睡觉 魏欣真去洗澡了 还真洗了半天 等他围着浴巾出来之后 捏手捏脚地 来到夏夏的房间门前 轻轻听了一会儿 里面的夏夏 睡得十分香甜 是睡着了 没有假装 他不免 微微有些失望 他怎么会对他 一点想法也没有啊 再一想 又理解了夏夏 他最近 太忙太累了 政治斗争的险恶和残酷 就是铁打的人 也会心里焦脆 还是要多照顾他 宽容他才好啊 心思上上下下之间 魏欣也入睡了 离春节越来越近了 各项事务繁忙起来 夏夏忙着总结和视察 也交代英成和丽妃 继续深挖 余剑船和常国庆的问题 努力做到证据充分 英成意识到了 常国庆问题的严重性 知道 只凭常国庆的公词 还不足以扳倒马阳天 就像夏想说出的担心 夏想让英成不必担心 只管将常国庆 本身的案子作死 就可以了 常国庆 作为导火索 肯定可以让马阳天 惹祸上身 只不过 现在火候未到 马阳天倒台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他是京城副市长 牵动着方方面面的目光 夏想心里有数 年前如果没有上头 给出尽快让常国庆一案 结案的指示 那么就证明 年后大有文章可做 如果省委做出案时 常国庆的案子 可以了结了 就证明 马阳天可以逃过一难了 夏想不会让马阳天得逞 他相信 欧纳臣会找到 更有力的证据 而且他也有了 进一步的打算 准备为马阳天 敲响丧钟 常国庆吐出的赃款 用来支付农民工的欠薪 农民工欢天喜地地 回家过年 并且都得到 夏市长的承诺 年后大学程会动工重建 所有的农民工 都可以有一份工作可做 而且保证按时发心 绝不拖欠 燕酒也千恩万谢 对夏市长的为人 无比的敬佩 朗世世伟 有关于建成和常国庆案件的传言 也比以前少了许多 因为临近年头 许多人都忙着过年 对于打听事情的心思 就淡了许多 但不打听 不等于好奇心就没有了 年前的对老干部的慰问和走访 就又闹出了一件 不大不小的新闻 上任常务副市长瑞根 和现任常务副市长夏祥 吵起来了 其实说是吵架 准确地讲 是瑞根对夏祥 语气十分严厉地 进行了一次批评教育 事情的起由是 夏祥代表市委市政府 到瑞根的家中看望他 瑞根还算客气地 请夏祥入座 还让老伴 微笑想泡上上好的茶叶 就开始聊天 聊着聊着 就说到最近的朗诗局势上面 瑞根开始 还保持了平静 说着说着 就突然激动起来 十分严厉地指责下想 年轻气盛 一来到朗诗 就将朗诗搅得天翻地覆 破坏了朗诗 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如果朗诗的经济 因此停止不前的话 下想就是 最大的罪魁祸首 下想确实有涵扬 在瑞根语气不善的 当面指责之下 依然保持了一脸淡笑 不急不躁 一直听瑞根 足足义正言辞地 说了有半个小时 他才开口 瑞市长 朗诗的局势 不是因为我的到来 才打破了 而是 一直就在打破的边缘 只不过呀 所有的人都掩耳盗铃 不敢说出来罢了 就像 皇帝的心意的故事一样 我只不过是 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罢了 瑞根说了半天 简想想一点也不恼 就是有再大的火急 面对一个泥人 也是有力无处使啊 他也大为佩服 下下的涵阳 换了任何一个人 被一个已经退下的 前任常务副市长指责 不拂袖而去 就是好的了 说不定 还会当面回敬他 不知好歹 瑞根用力深呼吸几口 意味深长地 看了下想一眼 夏市长 刚才我的话虽然难听 但也是一番肺腹之言啊 你能听得进去最好 听不进去 就当我没说吧 不过 我还是想再多说几句 年轻人 走路的时候 要一停二看三通过 才能一不被脚下的 绊脚石绊倒 二不会被锅楼车撞上 三嘛 才能在冷室 做好本职工作 瑞根的话 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道理 并无心意 下想也是姑且听之 他也听了出来 刚才瑞根似乎发了一通火 在他面前指桑骂槐 实际上 人老成精的瑞根在演戏 不是演给他看 是演给和他同来的侍卫的 其他人看 所以下想也就很有耐心地听着 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满 和他一同前来 慰问瑞根的友 理财员和市委办公厅的一名同志 还有几个随同人员 想必也是瑞根 故意夸张表演的用意所在 下想点头 对瑞根的话表示赞许 老同志的经验之谈 总有可以接线的地方 谢谢瑞士长的提醒 瑞根呵呵几声 又笑了 年轻人啊 火气大一些也正常呀 我有一个好办法 反正啊 对我管用 不知道对夏市长 是不是有用啊 遇到大事之前 先冷静一下 如果冷静不下来 就较较滑 减减液 坚持半个小时 就能心平气和了 一个人 只有在心平气和之下 做出的决定啊 才最理智 也最正确 离开瑞根的家 下想琢磨着瑞根 画中的含义 悔心地笑了 瑞根在老师 战了一朝头多年 也是弄潮的人物 怎么会一时失控 对前去看望他的 常务副市长 大发起火 肯定是另有用意了 尽管下想早就知道 瑞根并非实权人物 但并不表明 瑞根不是聪明人物 弄花弄草 重点还是落到 办公室的秋海棠上面 看来 瑞根特意留下的秋海棠 肯定大有秘密 回到市委 下想就围着秋海棠 转来转去 看了半天 却还和以前一样 不得要领 心中就像 瑞根也真是的 非要故弄玄虚 却不说明秘密藏在哪里 让人猜谜是什么意思 又一想 或许他有 不得已的苦衷 也未可知 正当下想 准备建议不探究秋海棠的秘密时 他的思路 又一次被打断了 理财员敲门进来 夏市长 有人送了一份材料 说是 手奥的陈索托 夏想一喜 快拿来 理财员将材料递给夏想 见夏想一脸喜色 心中还纳闷 夏市长 一向比较震惊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夏想的高兴 是有原因的 因为欧纳臣送来的材料 肯定是麻洋天的犯罪证据 以欧纳臣和麻洋天之间的密切关系 他出面 寻找麻洋天的罪证 不但详细 而且肯定确凿 夏想打开一看 只简单扫了几页 就信中笃定 由此证据在手 就算不能判麻洋天 一个无期 也肯定可以将麻洋天 陷伞马下 欧纳臣 算是用心了 为了救他的亲哥哥 估计是对麻洋天 制造事段 最后连累他的车祸事件 大为不满 此次出手 他也是下了狠手 夏想拿起电话 打给英诚 英居 陈大头问题不严重的话 就放人 两个小时后 陈大头被欧纳臣派人接走 欧纳臣见陈大头 基本上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 在看守所 也算过得舒坦 虽然他对夏想 借机拿捏他一把大为不满 但见大哥还算受到了礼贷 也稍微平息了一下怒气 当然了 欧纳臣不会因此 对夏想有什么感激之心 他和夏想之间 还是对手 此次被迫提供给夏想 麻洋天的材料 也是为了救大哥 同时 也要暗中报一件之仇 麻洋天确实 没有救被砸事件 对他说过一句抱歉的话 也没有提出什么补偿 甚至连一句宽慰的话都没有说 这就让他十分的不满 尽管他也知道 麻洋天可能因为 常国庆被捕 面临着贪污受贿的指控 肯定焦头烂额 什么都顾不上了 但欧纳臣 还是想听到一句 舒心的话 但就是没有啊 他权衡之下 也认为凭借夏想的手腕 肯定要对麻洋天死缠烂打 不死不休 与其维护一个即将落马的人 还不如背后踢上一脚 既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又救出了大哥 更让欧纳臣感到欣慰的是 不但陈大头被放了出来 随后 短短一天之内 京城邦 京城邦和某北邦 起出据点 就被警察端了老窝 当场抓获十几人 并且收缴了许多 砍刀一列的管制武器 一次出手 就立刻镇上了一些 小谷的地下势力 欧纳臣的势力范围之内 立刻一片风平浪静 就让他还是暗暗佩服 下乡果断 狠辣的一面 同时欧纳臣也接到消息 说是京城某个星 本来已经打算 动身前来冷逝 在得知下乡出手的消息之后 立刻取消了行程 下乡的威名 几乎可以震慑的 连凹的陈 也大感头疼的某个星 望而退步 却是非同一般 几天后 春节的脚步 越来越近了 所有人都明白一个事实 就是年前 有关于建生和常国庆的案情 不会再有什么进展了 最终的结果 要到年后才会水落石出 但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连进放假的前夕 针对于建生和常国庆的案件 省委突然就有了新的指示 省委的指示精神很简短 只有八个字 以法查出 绝不姑息 八个字 虽然简单 但含义丰富 终点落到最后的 绝不姑息上面 就意味着 幕后的较量 大概有一个基调出来 许多人都在猜测 恐怕麻洋天保不住了 因为省委 没有催促尽快解案 也没有暗示 要将事情控制在小范围之内 朗诗世伟 在揣摩省委决定之后 不少人都密集地向京城打出电话 放下电话 古相国摸摸后脑勺 一脸地懊恼 沮丧地说道 今年的年 不太好过呀 何止是古相国不好过年 许多人都是人心惶惶 因为 与省委的指示精神 同时传达出的消息是 已经确定 年后大京城经济圈 将会正式上马 而朗诗 也基本上确定为 第一批试点城市 此举让朗诗世伟 人心浮动 都在寻思 明天的朗诗 除了政治上 有下降的强势进入之外 经济上 又会有什么较大的变动 再加上 悬而未决的长谷庆案 年后的朗诗 估计还会风云激荡 不会太平 然而 让人更加心思潮动的是 又有一股风声传来 有关叶石圣 即将掉离烟上的传闻成真 范瑞衡 接任书记已成定局 宋朝度将是下一阵省仗 同时 据说省委班子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阎省 原先的平衡局势 再一次被打破 省里的局势 也会影响到朗诗的前景 再加上 大京城经济圈一旦上马 省委对朗诗 必将投来更多的观众目光 如果省委 借机插手朗诗的局势 朗诗的前景 将会更加的扑朔迷离 或者 又有精诚方面 也有人想过问朗诗的事物 朗诗就有可能 有以前的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一下子变成了香菠菠 实际上 变成香菠菠并不是好事 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 不会比以前多 但指手画脚的人却多了 反而工作更难开展了 而且还是在下想 一举打破朗诗平衡之后 现今的朗诗 内 有下想和古相国 偶尔那尘之间的争斗 外 有京城和省委 都有一插手朗诗事物 内忧未患 今年的年 不好过呀 就连爱成文 也发出了年不好过的感慨 下想却胜死 闲庭细步 一点也没有年不好过的感慨 是啊 她的年轻还算不错 首先是 小五苏醒了 醒来之后 就立刻生龙活虎了 一点后遗症也没有 如果非要说 脸上一道浅浅的伤痕 也算遗憾的话 小五却说 为她增加了不少男人味道 其次 卫星已经提前回厌室了 并且说好 明年还会再来 到时 她要布置一处温馨的小家 让下想劳累的时候 就过去休息 看着卫星一脸幸福洋溢的青春脸庞 下想也是 心开意气 为她感到高兴 最后 也得到确切的消息 曹永国过年回家 要和下想 好好谈谈牺牲的一些动向 因为据她说 牺牲的煤矿 出现了超乎寻常的热度 似乎有热钱涌入 期望下想能为她分析一下 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如果以上还不算 让下想感到高兴的话 那么 最让她感到期待的是 陈锋过年时 也要回烟室一趟 而且陈锋又有了新的动向 可能年后 就会有新的任命下来 就让她满心欢喜 也不知道陈锋 会是哪一省的省长 年关一到 想想着重安排了一下 于建生和常国庆的保护问题 英诚和丽妃立下了军领状 保证不会出任何差错 丽妃甚至还决定 过年不回家 就在朗市坚守岗位 一定要做出成绩 给领导看 然后 侍卫开始放假 下想正准备动神 返回淹市时 却又突然发生了意外 负责主审于建生 和常国庆的 市法院院长 冷治方 突然渗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15集 事发 隐患埋下 冷治方和古相国 关系莫逆 早在欧那城的土地 纠纷之时 就由古相国出面 冷治方配合 演了一出 狸猫换太子的好戏 而在即将到来的 于建生的审讯节 端 古相国 也和冷治方 提前打了招呼 要求尽可能的 淡化一些 不光彩的内幕 冷治方满口答应 谁也没有想到 冷治方竟然死了 而且死得 很窝囊 很意外 冷治方是被一个人 一拳打死的 冷治方过年的时候 走访老干部 在停车的时候 和一个年轻人 因为停车 未发生的冲突 本来 以冷治方的年龄和级别 犯不着和一个小年轻 一般见识 但因为 是在老干部局的停车场 他觉得 面子上抹不开 认为太丢人了 就大怒之下 对小年轻 横眉冷对 并且 插一点拳脚相向 结果小年轻 更是血气放钢 才不管冷治方是谁 再加上 小年轻有女朋友在一旁 就更是怒火上仗 就和冷治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进而推草 然后 两人都一时火大 开始 你一拳 我一脚的 乱踢乱打 冷治方年近五旬 哪里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 他就被小伙子 一拳打倒在地 无巧不巧 正好头碰到停车位的铁柱上 当场身亡 可怜堂堂的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据说有望 下一步提升为 省高院副院长的冷治方 却死在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中 平常微风扒面的他 居然因为一个可怜的停车位 而命负黄泉 临死之前 连小伙子姓姓名谁都不知道 真是可怜到家了 小伙子 名叫武松 他和打呼英雄武松 同姓同名 纯属巧合 绝对不是因为 他叫武松 才会一拳打死了冷治方 实际上 小伙子力气不大 平常和别人打架 也没有什么胆量 偏偏就今天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挥动铁拳一拳打出 打死了冷治方 也给朗氏 惹下了天大的麻烦 武松打死了冷治方不要紧 顶多判一个过世杀人 但冷治方死后的事情 却引发了一系列闹剧 和惊人的事件 冷治方本来 一直以连接奋公的口碑 筑成 他一向也为人低调 谦虚 在法院的名声相当不错 而且极有声望 还被评为全省 甚至全国的先进工作者 据说年后提拔进省高院 是扮上钉钉的事实 已经通过了考核 只差最后一步了 却被人一拳打死 真是时运不济啊 冷治方一死 武松被拘留 还没有来得及审理案件详情 就先由冷治方的家属 第一时间来市局认诗 办理后事 市局负责接待的正是英成 因为事关一名院长的深厚事 必须有副局长出面 才算慎重 让英成大吃一惊的是 前来认识的家属 他不认识 冷治方的妻子名叫吴凯英 儿子冷共 他都见过面 也算认识 怎么前来认识的女人和孩子 是另外的两个人 女人四十岁左右 孩子是女儿 自称名叫善娜 是冷治方的合法妻子 要求全面负责冷治方的后事 接手冷治方的遗产 英成不信善娜的话 善娜似乎早有准备 拿出了结婚证书 以及她和冷治方在一起的亲热照片 还有一家三口的全家照 种种证据表明 冷治方和善娜婚姻合法 是法定的婚姻关系 而不仅仅是适时婚姻 英成还没有来得及向市委汇报 随后 冷治方的公开的妻子吴凯英 也来处理后事了 也要求接受冷治方的全部遗产 事情闹大发了 两个女人一见面 就怒目而视 要不是英成拦着 早就大大出手了 然而 事情还不算完 正当两个女人都拿出结婚证 声称是冷治方唯一合法的妻子时 都有权继承冷治方的遗产 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又出现了 又有一个女人现身事局 声称也是冷治方的合法妻子 也带着一个孩子 而且 还拿出了结婚证书 三个女人一台戏 闹得不可开交啊 乱成一团 突然 差点让人抓狂的事情 又发生了 又一个女人现身事局 也拿出了结婚证书 也声称是冷治方唯一合法的妻子 要求分财产 四个女人 四份结婚证书 四个孩子 四套房子 冷治方如果权下有之 何尝想到会有事情败露的一天 她一个人如何领到了四份结婚证书 姑且不提 四个女人 四个孩子 全部由她一人供养 她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的钱 关键还是 只简单地了解一下情况之后 应成就大吃一惊 四个女人 不但都有四套价值不菲的房产 而且 每人每月 都要从冷治方的手中 领取一万元以上的生活费 而且 还人人有车 家家生活富足 之所以拼命争夺遗产 是因为 据他们透露 冷治方有上千万的房产 和数千万的存款 他们全靠冷治方养活 冷治方一死 他们就没有了生活来源 争遗产 就是争生存 好一个连结奋工的冷治方 英诚迅速将案情 上报给了陆红战 事关重大 陆红战尽管清楚 冷治方和古相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他也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第一时间 就上报了市委 市委上下 全部震惊 艾成文当即召开紧急常委会 经过讨论 常委会一致通过决定 要求严格控制 冷治方事件的传播 将事件控制在 朗诗的范围之内 朗诗媒体 不得有任何影响朗诗形象的报道 下想观察到古相国的表情 极其复杂 在常委会上几乎是一言不发 一脸阴沉 似乎要滴出水一样可怕 难道说 冷治方的贪污受贿 和古相国之间 还有什么联系不成 下想猜对了 今年的年 古相国在丹京兽帕中度过 因为年后冷治方的事件 引爆之后 让他也引火上身 成为他和下想之间 最大冲突的导火索 常委会一开完 冷治方正式放假 不过今年的春节 朗诗是为许多人都过得梅滋美味的 因为春节之前 埋下了太多的隐患 谁都不清楚 等明年 会有什么样的重大转折出现 一放假 下想就和肖武 凤梅梅一起 返回了烟室 肖武已经完全没事了 休养的一段时间 反而更加精力旺盛了 下想知道 他和肖武之间 上一世是亲辱兄弟 这一生是生死之交 也没对肖武多说什么客气的话 只是告诉他 以后多注意安全 善待身边的人 肖武倒没觉得做了什么 还为他没有保护好卫心 而深感愧疚 下想反而劝慰他几句 给他放了假 让他过年的时候 好好陪陪家人 下想也想趁机好好陪陪家人 到朗世上任 风起云涌 却是比他想象中凶险了许多 现在总算告一段落了 虽然还有许多问题 悬而未决 但显然 麻洋天已经逃脱不了 法律的制裁了 尽管在针对 麻洋天的问题上 上曾有过短暂的交方和犹豫 但下想也知道 一是麻洋天经济犯罪事实确凿 二是麻洋天故凶杀人 虽然此事只有人证 还没有物证 但肯定会引起高层一些人的震怒 国内的政治气候 不容许出现官员之间自相残杀的恶性事件 所以麻洋天必定会受到严惩 但正好赶到过年 也为麻洋天事件增加了一些变数 因为过年期间 都是人情来往最密集的时候 麻洋天有了缓和期 肯定会好好加以利用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活命的机会 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去打动 说服 或者哀求他的后台保他 因此 今年的春节 麻洋天将会度过一个 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是生是死 全在短短几天之内决定 下想手中 有拥有奥奈臣最新提供的证据 就算麻洋天再找到厉害人物 他的证据 也会让麻洋天的处境雪上加霜 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再加上 有意外出现了冷质方的事件 下想也隐隐感觉到 冷质方的事件 极有可能牵连到古象国 他就抱着轻松自若的态度 过一个休闲而放松的年 回到家中 抱着老婆儿子 一颗奔波忙碌的心 终于落到了实处 曹树黎瘦了一些 小脸上写满了担心和想念 就让下想有点心疼 也不顾儿子在场 就用力亲了两口 夏冬不干了 把脸凑了过来 亲儿子 亲儿子 要不儿子生气了 他倒是胖了不少 而且白了许多 又白又胖 十分的喜人 夏冬就在儿子脸上 又亲了一口 儿子 想到爸没有 想了 想的不行 夏冬用力抱紧夏冬的脖子 妈妈说 爸爸天天和坏人做斗争 我就想 爸爸又高又壮 一定能一拳打倒坏人 要是打不倒 冬冬也要帮爸爸 说话时 他还动手动脚 做出了要打人的动作 夏夏呵呵地笑了 哈哈 丑小子 挺有暴力倾向啊 要记住 要文斗 不要武斗 不 我要文武双全 夏冬扬起的小脸 一脸骄傲 夏夏和曹树黎对视一眼 幸福地笑了 俗话说 小别胜心婚 晚上 夏夏和黎丫头 旧梦重温 虽然轻车熟路 却又有取静通幽之妙 更有在熟悉的地方 发现新风景的奥妙 夏夏一番卖地 直折腾的黎丫头 连连求饶 香汉淋漓 才算各得所愿 第二天 大年三十 曹勇国就从西省返回 夏夏就和曹勇国 好好地进行了一番长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西省的煤炭工业向来发达 并且是西省的支柱产业 一直有民间资本的介入 但近来 曹勇国却发现 许多本地人控制的中小煤厂 却逐渐地被外地人购买 其实资本市场的运作 买进卖出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 交易频繁 而且显然背后 有大资本的介入 初步估计 有上百亿的热钱涌入 同时曹勇国还敏锐地发现 热钱基本上 全部来自温州 联想到夏祥在下马区 举及的长期商贸炒房团的先例 曹勇国就意识到 有可能是 另一起热钱炒作事件 在积蓄力量 在经过一番调研之下 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 涌入的热钱 有涉嫌炒煤的嫌疑 其手段和长期商贸的炒房 如出一辙 夏祥虽然不知道 幕后的操作者是谁 但一听曹勇国的话就知道 和上市重合的事 牺牲炒煤事件 却是又一次发生了 夏祥胸中有求和 详细地为曹勇国解释了 如何应对炒煤的热钱 如何先放进热钱的涌入 然后再一点点地 让热钱放松警惕 最后 以政策改变为由 将热钱牢牢地套死在西省 上一世 曾经200亿的热钱 在西省被套牢 直接损失100多亿 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 引发了两个省份之间的口证 尽管事后新闻上 不再报道任何相关的消息 夏祥也知道 事情还是不了了之了 曹勇国对夏祥的主意 大家赞赏 认为确实可行 就让她越看夏祥越欢喜 现在才越想越觉得 有了夏祥这个女婿 不但是她宝贝女儿的福分 也是她的幸运 只有有一个有眼光 有运气的好女儿 才能调来金归婿 年间 夏祥拜访了许多省市的领导 叙旧 交流 增进感情等等 忙得不亦乐乎 人在官场 必须的礼节必不可少 虽然有时也知道 这是麻烦事 但礼多人不怪啊 就算怪 也是高兴的埋怨 但如果礼不到 领导就算嘴上不说 心里也会认为 你对她轻视和忽视 走访过后 夏祥又在淹室 会见了从京城赶来的陈峰 陈峰稍微胖了一些 人也比上次在京城见面时 精神了许多 果然是 人逢喜事 精神爽 陈峰即将外放 自然心情大好 迈入一省执掌的行列 就意味着 离风江大力 只有一步之遥了 以陈峰的年龄和资历 基本上 成为一省的一把手 只是时间的问题 夏祥请陈峰在楚风楼吃饭 作为她和陈峰相识的起点 楚风楼在夏祥心目中 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陈峰一见夏祥 就亲热地握住夏祥的手 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小夏 好样的 在朗世打出的威风和士气啊 组合拳也打得非常漂亮 我很羡慕你的年轻和勇气啊 夏祥就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 呵呵 陈主任过奖了 都老领导了 还这么口是心非地夸我 我都有意见了 陈峰笑骂 呵呵 还跟我耍心眼 你在朗世啊 可不必在阎世 在阎世啊 有我在 有省委领导在 你有底气啊 到了朗世 你一人前去 不带一人 但枪匹马的 能打开现在的局面 确实不容易啊 而且朗世比烟尸环境复杂多了 小夏 好样的 有大将之风啊 陈峰还在夸他 夏祥就急忙敬酒 陈主任 喝酒喝酒 您不会想让我 跟您一起外放吧 陈峰和夏祥干了一杯 呵呵 直到瞒不过你啊 我要去山城担任市长 过上一年啊 想个办法 把你调来担任区长 怎么样啊 山城是直辖市 区长则是正厅级 相当于一般地市的市长 担任山城市长是好事 如果下一步 能在山城就地扶正 是要进政治局的 可谓前景大好 但现在 时值2006年 如果历史 还沿着以前的轨迹的话 明年将会有一位 根正苗红的红二代 担任市委书记 和陈峰搭班子 对于此人 夏祥可以说是 一直十分关注 不关注不行啊 他走到哪里 都是有争议的人物 并且实时做出 引人注目的事情出来 不管是大事 还是奇事怪事 总之 他的性格就是 张扬而激进 关键不是他的为人如何 而是他和陈峰 能不能合得来 他是一个强势的人物 进了山城之后 开始打黑除恶 手段之狠 让人叹为观之 也让夏祥隐隐担心 两个强势人物碰到一起 除非有一方退让 否则 肯定要碰撞出火花 如果陈峰稍微圆润一些 还好 否则 要和他硬碰硬 恐怕会吃亏啊 因为他不但是红二代 而且还颇有手腕和心机 并且是政治局委员 希望陈峰能和他和平共处才好 不过历史 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偏差 因为在上一世的此时 此人正在担任商务部部长 而且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 而现在 他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 但没有担任商务部部长 现在的部长是 异象师 他的名字叫 侯康去 不管如何 希望陈峰能走好每一步 侯康并不是指望 陈峰走到越高 他越有倚仗 从私人角度出发 他也当陈峰是一个 可以信任 值得尊重的长辈 希望他的道路 走稳走好 侯康就含蓄地 点了一点未来的局势 暗示了侯康来 有可能担任下一任市委书记时 陈峰却呵呵一笑 我早就听说了 基本上 就是侯康来了 我在京城啊 还和他接触过 感觉他是一个 很有个性 也很强势的人 和我的脾气 有点不太对路啊 不过我们的性格中 也有相通的地方 就是饥饿如仇 原则性很强 又说笑了几句 夏夏没有再提 跟随陈峰去山城的事情 陈峰也没有再提 事情可为不可为 一时也不好说 只能静观起变了 和陈峰的会谈 相谈甚欢 夏夏也多喝了几杯 有了几分醉意 分手的时候 陈峰说到麻洋天的后台 点了一点夏夏 麻洋天呢 是百足之宠 死而不降 他借过年的时候 到处活动 逃过一切的可能性 还是有的 不能掉以轻心啊 如果想一举 打翻麻洋天 一定要想到 种种的可能 陈峰只待了一天 就返回了景城 夏夏亲自为他送行 原以为 忙碌而充实的春节 会在安稳中度过 没想到 初六过后 眼见年已经过完 夏夏正准备收心 投入到年后的工作之中时 突然 岩石又发生了一件 和夏夏又切实利益的大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一十六集 风暴 平地浪潮 卫星的家中出事了 卫星加载淹市的郊县 原县 离淹市三十公里远 是一个还算富裕的县 卫星家境一般 家中条件一直不好 如果不是下想自主 他还有可能和上一世一样 沦落为卖畅女 但近生 因为下想的插手 卫星从容度过了 大学时的母病危机 又和连若汉成了好友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也算比上市的命运 强了许多 过年的时候 卫星回家看我父母 他的母亲患有糖尿病 需要一直服药治疗 不过 因为卫星现在赚钱多的员工 什么药都吃得起 也算维持住的病情 本来卫星回家看我父母 一切都挺好 也平安无事 他的父母住在县城的老城 正好是规划中的 新县城的拆迁区 卫星本想给父母 在厌室买一套房住 父母却不愿意离开原县 老人都是一样的心理 孤土难离 也可以理解 卫星也就没有勉强 老两口就卫星一个女儿 爱如掌上明珠 卫星过年回家 他们就天天守着卫星 看个没够 本想欢欢喜喜地过个年 但初六刚过 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原县规划中的新县城 要拆迁卫星父母所住的地方 卫星父母还算同情搭理 也签订了补偿协议 答应了年后搬迁 但不知何故 年还没有过完 又遇到了强拆 因为卫星的邻居 是钉子户的缘故 强拆队前来强拆 却拆错了房子 任凭卫星如何解释 两个老人苦苦哀求 也都无济于事 强拆队将老人推开 把卫星的甲 用推土机一推而平 以上还不足以让下想大怒 让下想怒不可遏的是 强拆队不但瞒不讲理 拆错了民房 在得知拆错之后 还阵阵有词说时 早晚得拆 早一天晚一天 有什么要紧 卫星去和他们理论 结果还被人推倒在地 而且还有人 不三不四地 说一些轻浮的话 调戏卫星 下想当即和肖武一行 带领十几个人来到原县 强拆队 自是是县长的后台 对下想等人的到来 不屑一顾 又仗着人多适中 还想动手动脚 强拆队的头名叫强阁 人称强哥 光头 头上长着一块胎脊 他就有了想当戈尔巴乔夫的梦想 他见下相来势汹汹 才不会服气 他是县长的小舅子 在原县一项横行霸道惯了 怕过谁啊 况且他的姐夫刘俊 刘县长 再也是大有后台 下相是那号人物 他还真没放在眼里 他就耀武扬威地 对下相说道 你哪里来的 来到原县 就是一条龙 你也得给我盘着 还想怎么着啊 我告诉你 这个小牛啊 让他陪陪我 我就放你一马 否则的话 来了原县 就别想好胳膊好腿地回去 一句话就惹恼了下相 卫心现在是下相的逆临 刚刚伤口恢复 下相正对卫心 重新疼爱之时 没想到来到原县 还有人敢在他的面前 侮辱卫心 就让轻易不怎么发火的他 顿时勃然大怒 下相一怒 小武立刻就动手了 现在小武 对下相一举一动 非常明了 下相是喜是怒 不必说话 只看他的动作 小武就心中有数了 小武是谁呀 他一动手 快如闪电 一脚就将强哥放倒在地 而且一脚正踹在膝盖上 当即将他的腿一脚踢断 强哥再也不强了 一个跟头翻滚到地上 疼得哭蝶喊娘 满地打滚 就让手下围住下相等人 一个也不能放走 强拆队一群人 足有四五十人 将下相等人围在了中间 众人围住下相等人 但还没有动手 因为他们也看出了下相不好惹 虽然只有十来人 但个个手上有功夫 一个顶三个 真要打起来 强拆队的一群乌合之中 未必是对手 然后就有人打电话报警 不多时 警察赶到了 来了足足有四辆车 近二十个人 将下相等人团团围住 好大的气派呀 下相冲为首的警察说道 交刘先生过来 语气气场很足 为首的警察吓了一跳 下相的口气比县委书记还扭气 就问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老师市委的 话未说完 警察就已经笑了起来 老师 你就是老师市委书记 也管不着原县 装什么大头算 还想找我们刘县长过来 牛皮都吹破了 他一挥手 都抓了 破坏原县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阻挠原县的拆迁工程 先拘留了再说 下相见他盛气凌人的样子 知道没少在强拆中 欺负弱小 就冷冷一笑 哼 无问清楚就抓人 不怕没法收场吗 怕 怕什么怕呀 有刘县长撑咬 我有什么好怕的 为首的警察名叫龙敏 是刘军的亲信 他叫刘县长的小舅子 被人打了 又听下相来自外地 就狗胆包天了 巴不得在县长面前露露脸 表现表现 警察一下子围上去 就将下相当人靠了起来 说起来 这是下相第二次被靠了 他也没有反抗 又冲肖武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让他们不要反抗 下相等人被带到县公安局 还有卫星也被一桶扣下 连同卫星可怜的白发苍苍的父母 两个老人一路上还只埋怨卫星 能忍就忍 何必连累朋友啊 又不是什么大事 卫星却清楚 下相故意让他们抓住 就是想狠狠整治一下 下相最恨拆迁过程中的强拆现象 虽然原县不归他管 但现在他被原县扣留了 原县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下相到了县公安局之后 龙民就去向局长请功 局长王忠贞多了一个心眼 听说了下相一开始 就直接要求剑留去 就猜测 下相是不是有点来头啊 他就亲自来审下相 一见下相的面 王忠贞的心中就一紧 下相端坐不动 一看就是 久在官场之上养成了威严 而且看他沉稳的气势 肯定是级别还不低 最少也是 在复出级级别以上的人物 而且还有可能是复出实质 王忠贞就客气地问了一句 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叫什么名字啊 老师师尾 下相 下相很配合地回答了一句 又问 你是局长吗 最好请刘俊过来 我有话和他说 下相 王忠贞忽然觉得 这个名字很熟悉 好像在哪里听过 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来 就愣而已了 刘县长啊 不是说情就能请得动的 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对我说呀 你级别不够啊 下相直接就呛一句 我想想 你如果是原县公安局长的话 就是王忠贞了 是是是 我是啊 王忠贞一下子忘了有 下相的话 比县长 不 比县长书记 其实都足 他就知道对方有来头 您在老师师尾 担任什么职务啊 野院王忠贞 昨天打麻将睡得太晚 今天大脑转得不够快 他以前 可是没少听过下相的名字 但自从下相 调人到老师之后 依然是刻意淡化了下相 在下马区的事迹之后 不能说是被人遗忘了 至少 下相的威名在阎时 已经成了过去时 下相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刘骏就出现了 刘骏是正好有时来县局 不是什么正事 又是过年期间 他也就没有事先摆布 通知县局大张旗鼓的迎接 不料 刚进县局大门 就见强哥 咬牙切齿的 正和几个警察嘀咕什么 他就问了一句 强哥一见是姐夫来了 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哭诉一顿 刘骏就怒了 他大不留心来到审讯室 一见王忠贞 还跟下相毕恭毕敬的说话 就更来气了 老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审判人呢 还是拉家常呢 王忠贞一见刘骏先生 忙上前解释几句 刘骏听了 上下打量下相几言 他知道下相是谁 心中一阵慌乱 本不敢惹下相 但一想起下相 差不多是被人从淹室赶到了朗氏 也就多少壮了 也就多少壮了壮胆子 咳嗽一声 咳咳 原来是夏市长啊 从朗氏管到原县了 手伸得太长了吧 话虽然说得不好听 但还算动事 一挥手 就让人紧急松了手铐 但刘骏并不怕下相 因为他的后台是 市委秘书长岳明 而岳明又是范瑞恒的人 他能间接和下任省委书记 范瑞恒打上关系 就让他自我感觉 十分的良好 也就不将下相放在眼里 毕竟下相在淹室 已经是过去式了 谁也不愿意得罪 即将上任的省委书记 而且岳明也承诺 将会找一个机会 将他引荐给范瑞恒 想想看 一个县长 如果得到省委书记的青睐 下一步担任书记 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松了手铐之后 刘军还是态度 十分轻松地说道 向市长 要来元县视察的话 要先通过淹室市委 然后再经市委 转达给元县 也不知道 您是以个人身份 还是以什么身份 前来元县 刚才的事情啊 显然是误会 向市长 还有什么指示精神没有啊 轻描淡写的语气 若无其事的态度 一切的一切 表明刘俊既不将下想放在眼里 又没有一丝解决问题的诚意 更不用提就靠人事件向下想道歉了 下想知道刘俊的后台是谁 他今天也被刘俊的态度激怒了 刘俊不是不懂规矩 就算他只是朗世的常务副市长 但也比刘俊官大一级 刘俊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 刘俊是故意拖打 冷落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下想也没生气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一点 今天的事情 可以用来大作文章 埋下伏笔 试探一下范瑞恒的反应 他就将刚才的事情一说 指责袁县强拆 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进 并且存在着 黑恶势力的苗头 刘俊却冷冷一笑 小市长 您还真管不到袁县的事情 再说了 也不怕告诉你 我今天还真认为 强哥没有做错什么 没做错什么 夏夏怒急返校 将老人推倒在地 撞破了头 结果发现拆错了房子 还拒不认错 又抓错了人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刘县长 是原县的治安太差 还是我正好看到了原县 最不好的一面 刘俊脸色一变 小市长 您这样说话就不对了 如果您是以 朗世常务副市长的身份 我可以当做没听见 如果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我也当您看走了眼 行 够气势 夏翔反而又小了 好吧 我打个电话 请便 刘俊一点也不以为意 还亲自将电话递给夏翔 相信市委领导会主持公正的 夏翔也没客气 拿过电话 就打给了高海 高海现在是常务副市长 在阉事的地位日益巩固 他接到夏翔电话 得知夏翔被抓进原县公安局 还差点挨了打 大怒 立刻让刘俊接电话 劈头盖脸的就骂了刘俊一通 刘俊不怕高海 还指教区 说他并不知情 也是一个误会 高海知道 刘俊的后台是谁 直接挂了刘俊的电话 就找到岳明 将情况一说 岳明听了 却没有高海期待中的紧张 只是沉思了片刻 哦 既然是误会 就让夏翔回来就是了 一点小事 不必闹大了 好嘛 三日恒还没有正式上任省委书记 岳明就已经开始拖大了 高海气不过 转身离去 又找到了胡增舟 胡增舟现在在省委的地位 也比以前巩固了许多 和王鹏飞 宋朝度的关系 日渐走近 听说夏翔在原县的遭遇 清除夏翔手腕的他 立刻意识到 此事是一个奇迹 只一想 就清除了其中的关键环节 立刻就打出电话 胡增舟的电话 给了刘俊极大的压力 尽管他自是由岳明作为后台 而岳明是范瑞恒极为亲信的人物 但他也清楚 胡增舟是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 对他的前途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他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 否则就是不会做人做事了 哦 是是是 胡书记 马上放人 赔礼道歉 刘俊只能服软 胡增舟的态度很强硬 要求立刻无条件放人 言外之意 还对刘俊的所作所为 大为不满 刘俊被训斥了一顿 心中不快 不过 也为胡增舟对象想的呵护 暗暗心惊 夏夏已经离开眼神了 以前也没听说过 夏夏和胡增舟的关系 有多近 怎么现在的关系 如此密切 想不通也没有办法 他又和月明通了一个电话 月明也点头同意放人 但有一点 不赔礼道歉 月明知道夏夏大有来头 他刚刚已经请示过了范瑞恒 范瑞恒没有明说如何如何 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一句 夏夏确实手伸得太长了 月明就明白了什么 范瑞恒也是想借此实践 来试探一下和夏夏关系密切的省委常委的举动 好为他接任省委书记 认清各个常委的立场 看清方向 夏夏 再一次成为各方势力较量的支点 其实 也是夏夏的本心 他就是想利用刘俊 敲动一下 省委各方面力量的落脚底 因为范瑞恒接任书记在即 原先和宋朝度关系密切的常委 未必还会和宋朝度保持一心 有可能会向范瑞恒靠拢 因为刘俊能间接和范瑞恒有关系 而且他级别不高 成 则是一个弃之不可惜的牺牲品 但 他有无关大局 却能试探出 范瑞恒是否强势 以及 他是否能顶住 省委庶民常委的压力 随后事态发展 果然不出夏夏所料 刘俊放人 但只字不提裴礼道歉的事情 夏夏就非要求刘俊道歉 否则 不会离开县公安局一步 刘俊硬称着不道歉 说是 原县自始至终 没有一点错误 无需道歉 两方互不相让 就僵持不下 消息 终于传到了省委 宋朝渡 王鹏飞 高锦州 梅生平 纷纷打电话到烟氏市委 了解情况 在得知下想 是在和刘俊较真之后 除了梅生平呵呵一笑 没再多说之外 宋朝渡 王鹏飞 和高锦州 提出 立刻让原县 赔礼道歉 并且向市委 解释清楚情况 让夏夏没有想到的是 和梅生平选择 含蓄而中立的立场相比 一向和他关系疏远的 李延红 也意外地突然打来电话 亲自过问此事 而且 态度也很鲜明 原县强拆 本身有错在先 扣留一名堂堂的 老式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就更是错上加错 有错误还不纠正 最佳一等 胡增周的心思 转了几个弯 将省里的局势 分析了一遍 得出结论 梅生平即将兼任副书记 他的态度 比以前微妙了许多 对夏夏的支持力度 也减弱了一些 但高进周的立庭 和李延红意外高调 支持夏夏 就证明了 夏夏和梅家的关系 稍微疏远了几分 但与此同时 吴家就立刻给予了 足够的支持 夏夏还真是一个不倒翁啊 四大家族势力之中 总能同时和一两家 保持良好的关系 了得聪明 同时夏夏今天 也给他指明了一个方向 要么紧跟范瑞恒的步伐 要么和宋朝杜保持一致 如果和宋朝杜保持一致 那么他就有必要和高进周 李延红以及王鹏飞走进 综合对比之下 在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 胡登周一瞬间下定了决心 直接来到市纪委书记 苏功臣的办公室 开口就问 四叔姐 我最近听到不少群众反映 原县强拆的问题比较严重啊 还接到举报 说是县长刘骏同志 有经济问题 你有什么看法呀 年后的第一场风暴 既没有从经常启风 又没有在老是平地起惊雷 而是由淹尸的一个交线 由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 酿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地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17集 选择两重后果 苏功臣对下想大有好感 因为有几次合作 两人还算默契 他也刚听说到原县的事情 一听胡增珠的话 他就知道 斗争已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要涉及到高层之间的博弈了 全行了一下德师 他就一脸严肃地说道 胡说起来得真好 我手头 刚好有一份反映刘俊同志 贪污首席的材料 正要向您汇报一下 胡增舟一听 就大为信息 苏功臣太上路了 不过他也知道 苏功臣不是看他的面子 因为他和苏功臣 关系极其一般 苏功臣看的是下想的面子 下想想敲动一方的利益 他总有无数事可见 也是他能够看准时机 果断出手的先决条件 换了别人 想成为一个关键的置点 也没有可能 不过胡增舟还是好奇 苏功臣的选择 为何毫不犹豫地 支持下想 他就问 苏数捡 刘俊先生的问题 有多严重啊 苏功臣老奸巨华 一向见缝插针惯了 一听胡增舟的问题 他就知道 想探究他 对下想的支持力度 就假装微一思索 下想同志 在原先遇到的事态 有多严重啊 胡增舟立刻明白了 苏功臣的选择 是因为下想的怒气而定 就说 比较严重啊 苏功臣也立刻点头 嗯 刘俊同志的问题嘛 也十分严重 胡增舟离开苏功臣的办公室 心中还疑惑不解 一直没听说 苏功臣和下想之间 有多深的来往啊 今天一见 他对下想的支持力度 是前所未有的大 难道说 他和下想私下里 达成了什么协议 胡增舟没有猜对 苏功臣确实没有和下想 私下里有什么协议达成 而是 他相信下想会记住他的好 会在适当的时候 给予丰厚的回报 因为他和下想 有过几次合作 下想都完全履行了承诺 几次合作之后 苏功臣就坚定地认为 下想是他所见过的盟友之中 最信守承诺 也最言而有信的人 完全值得信赖 一点也没有别的官僚 出尔反尔的毛病 此次下想出手 苏功臣就多了一个心眼 准备事先预知 给下想一番人情 让下想记在心上 以后肯定会加倍还他 主要也是 刘骏的问题确实很多 早晚会出事 与其以后把查处刘骏的功劳 拱手让人 还不如自己现在就拿到手 可以一举两得 苏功臣来淹使 时间也不短了 还没有查处过什么大案要案 他也想往上升一升了 查处了刘骏 既可以卖下想一个人情 又可以为自己赚一份正绩 何乐而不为啊 当然他也清楚刘骏的后台是岳明 岳明的后台是范瑞恒 但披露刘骏的问题 是他身为纪委书记的职责所在 范瑞恒能奈他何 况且他也看清了形势 此次查处刘骏 已经演变为 沿上庶民常委 向范瑞恒上任之前的一次示威 也是间接地试探范瑞恒 看范瑞恒在从省长到省委书记的转变之上 有没有什么心态上的膨胀和扩张 尽防他走高城松的老路 下下在远向公安局 坐了一个小时 期间 刘骏一直陪着他 虽然没说什么话 但场面上的礼貌必须有 所以刘骏只好硬着头匹配 不过刘骏有耐心 看到下下失望的时候 他相信 下下不会有什么收获 一件小事 能闹出多大的动静啊 刘骏对下下的做法 很不以为然 以前听说下下 很有政治智慧 今天一件下下 有点无理取闹的手段 刘骏就觉得 以前的传闻夸大其次了 他相信岳明 肯定已经和范省长 打过招呼了 范省长 应该已经做出相关指示了 未来的省委一把手的暗示 谁会不给面子 想想啊 别硬撑着了 最后没法收场的是你啊 正当刘骏一副耐心十足 坐等下下出丑的时候 突然就从外面 进来两个一脸严肃的人 一看他们板着脸 黑着面的形象 就知道 他们来头不小 刘骏还以为 是市委前来解决麻烦的人 见他们一脸不快 心想 估计也是在生下想的气 就忙迎上前去 两位同志是 然后用手一指下想 这位就是夏市长 夏市长面子大呀 我请不动 只好麻烦两位同志了 两人都不看下想 目光直直盯着刘骏 看到他心里直发毛 心想 难道出了什么差错了 当前一人冷冷地问 你是刘骏同志 刘骏心中的恐慌 更大了 我是 找我什么事 刘骏同志 市纪委接到举报 有关你的经济问题 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 协助调查 两人说完 不由分说 就将刘骏一走 已又夹在中间 请吧 刘骏一脸灰白 怎么会啊 怎么可能 他垂头丧气地 看了下想一眼 心中多少明白 是下想的手臂 但还是不敢相信 下想居然能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 让纪委出面 直接将他请走 这是何等惊人的能量啊 而且 今天还没有正式上班 下想也太能 翻云覆雨了吧 刘骏心中的恐慌 难以言说 他也知道 自己有事 一旦落到纪委手中 绝对跑不了 市纪委能在短短时间内 出动人员 前来原线抓他 从下想打出电话 再到人员赶来 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 而从烟室开到原线 至少也要四十分钟 也就是说 书记办公会 只用了半个小时 就通过了抓他的决议 完全就可以证明 市委出手力度之大 根本就不给 范瑞恒插手的机会 难道说 范上仗也震不住场了 刘骏的心 沉到了谷底 初七下午 夏祥就回到老师 严实问题所带来的后遗症 他已经不再关心 只留给 需要暗中较量的人 去过招好了 夏祥也从侧面 知道范瑞恒的反应 和他预料 稍有偏差的是 范瑞恒听到 刘骏被视纪为双轨之后 先是亲子打电话 到侍卫过问了一下情况 得到胡增舟 证据确凿 事实清楚的答复之后 他没有给出任何知识 但夏祥也清楚的是 范瑞恒此次 退让了一步 并不表明 他立场不坚定 态度不强硬 也有可能是 他故意示弱 当然 也不排除范瑞恒 认清了形势 直到在省委之中 还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事后 在常国庆事件进展之上 也证实了下想的猜测 范瑞恒低调了许多 在京城方面 有人出面 让他向老师施压的时候 他一口婉拒 刘骏事件产生了深远影响 直到范瑞恒上任省委书记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都没有消除 就连下想也没有想到 一个刘骏的倒台 让范瑞恒的心中 留下了一丝阴影 不过 也间接地让范瑞恒 对下想的成见加深 尽管他也知道 下想此举 一是为了向他示警 二来也是 间接地让他 不要再过多地插手 于建生和常国庆的案件 但他还是在内心深处 不太舒服 从此 与下想渐行渐远 一上班 下想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大学成项目重新注资开工 观光农业 也要赶到春天来临之前 全地兴建 开始平成场地 一年之际在玉春 人物第一时 地物人一年 一系列繁忙而琐碎的工作 安排妥当之后 大学成如期动工行建 艾成文亲自参加了奠基仪式 盛赞下想 为了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下想在随后的讲话中 着重指出 在世卫市政府的领导下 尤其是在艾书记的亲切关怀下 大学成才重新吸引了投资 起死回生 艾成文满面红光 对下想的发言十分满意 古相国借故未来 但在听到下想讲话之后 一脸的不满 杨威的观光农业项目 也完成初期规划和工作 确定了设计方案 并且初步完成了前期工作 老师在春天来临之际 展现了勃勃升级 不但市民赞颂下想的功绩 就连欧纳臣 也佩服下想 尽心尽职的一面 虽然他也同恨下想 害人的一面 但和别的官员不同的是 下想做起实事和正事 也是很有一套 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啊 就让欧纳臣感慨万千 年后不久 魏欣也来到老师 不再住在下想的房间 而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 并且布置得十分温馨 下想去的之后 就不得不惊讶 命运的惯例 还真是大的惊人呢 魏欣精心安置的小屋 和后世 他和他同居时的布局 几乎完全一样 不管是沙发的摆放 还是床的位置 甚至是一些边窖放置的花瓶 餐桌上的桌布图案 都无一不再提醒他 魏欣是最爱他的女人的事实 下想还是难免 声发感叹 但由于事情众多 下想一直没有在魏欣的家中流宿 因为转眼到了三月份 老师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随着省委的换界 开始浮出了水面 不管是冷知方之死 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余建生和常国庆的案件 都该有一个结果出来了 三月中旬 叶石胜正式调任京城 同时 中央宣布范瑞恒担任省委书记 宋朝渡担任省长 高晋州担任常务副省长 同时 谭国瑞副省长正式进入常委会 成为常委副省长 随后 崔向调往京城 任正部贤职 相当于直接告别了实权生涯 进入了半退休的状态 梅生平接任省委副书记 马销游宣传部长 转任组织部长 新任宣传部长李丰田 中央空调 由此 完成了一系列的认识调整 省委人士调整一落幕 老是被压下的葫芦 都开始依次显示出爆炸性的威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冷质方事件 因为省委换机的原因 并没有对外公布 压了下来 谁也不敢在省委换机的当口 找不自在呀 现在换机完成 该点燃的火焰 总要点燃 冷质方事件要放到最后 首先引爆的是 于建生和常国庆案件 朗氏市委将审理的结果 以及相关材料 以及涉及到的所有人名 都上泡了省委和中纪委 与此同时 中纪委又接到一份举报 以详实的证据 列举了麻羊天的犯罪事实 中纪委震怒了 经过研究 当即决定双轨麻羊天 两天后 麻羊天就在开会的时候 被直接带走 麻羊天被双轨 震惊了京城市委市政府 随后不久 于建生和常国庆 被中纪委来人进行提审 在获得大量证据之后 回去之后 就上报了中央 中央有关领导 很快做出指示 严肃党纪国际 一查到底 一周后 麻羊天被正式披补 速度之快 让人瞠目结舌 其实下想清楚 麻羊天案件 之所以在如此快的时间之内 就有了一个结果出来 其实是因为 早在年前和过年时 已经在背后达成了一致 他也听到了风声 中央有关领导做出的指示精神是 就地免职 不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下想 再次提交 奥纳臣提供的证据 给中纪委之后 中纪委知道事件重大 再次提交到中央之后 有关领导 才重新做到新的指示 新的指示精神 就为麻羊天的前途 敲响了丧钟 或者可以说 是奥纳臣提供的证据 在关键时刻 成为了 压倒麻羊天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让麻羊天 在过年期间 走人情关系的努力 付诸东流 如果让他知道 在紧要关头 是奥纳臣出卖了他 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起得跳脚 不过麻羊天是不会知道的 他将会在狱中 度过他的余生了 麻羊天一到 已经复闲在家的图云 又受到了影响 他的事情被人重新提起 尽管没有对外公开 但阎上省委 还是又给他一个双开的处理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图云以后想东山再起 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 本以为满怀希望 还以为能够有一天 再重入官场的图云 在受到麻羊天落马 和他前途近回的 两重打击之下 一击之下 住进了医院 麻羊天的下场 已经可以预料了 算是为下下上一次 兴师动众 给出了完美的助脚 也让下相 在朗世世卫之中的威望 上升到了最高 明白人都知道 在麻羊天和下相过招之中 最终以麻羊天的惨败而受伤 下相的重拳出击 还是集中了对方的要害 不但力度其准 而且威力无比 下相 手腕高超非凡 连麻羊天也能扳倒 果然是厉害角色呀 不能小瞧 老是世卫不少等着 看下相笑话的人 坐等下相无法收场 使得尴尬 没想到 真的一举让麻羊天 落马了 就让众人都暗暗心惊 尽管不知道下相 是如何疏通了关系 收获了果实 但都知道 没有一定的手腕 没有足够的证据 是不可能掀翻一位 腹部级的高官的 况且又是引人注目的 京城市副市长 而随着麻羊天的落马 朗氏的气氛 偷然紧张起来 本来下一步 就该对于建生 和常国庆选判了 但因为院长 冷知方的意外死亡 为案件平白增加了 一层迷雾 迷雾不是案件本身 而是冷知方之死 所引发的后果 和连锁反应 还有冷知方死后 谁会接任法院院长一职 以及冷知方的身后事 如何处理 又会将谁牵连在内 朗氏市伟 所有人都谨笑甚微 不敢多说话 因为最近的氛围很奇怪 也很微妙 爱书记和股市长之间 矛盾加深 股市长不但近来 一直没有笑脸 还经常无故发火 发火也就算了 股市长还常走神 有时开会的时候 也会一下愣在当场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连喊几声 才会清醒过来 这就让人暗中嘀咕啊 到底股市长 有了什么问题啊 难道说 股市长有可能受到 冷知方之死的牵连 和众人的猜测 八九不离十的时 股相国在和下想交手以来 从来没有过惊慌 和失落的感觉 一直认为他 始终还是胜券在我 即使下想有一时的胜利 他的根基还是很稳固 伤及不了根本 但冷知方的意外深思 并且遗留了棘手的后事 就让他第一次心惊胆战 因为冷知方贪污受贿的背后 他在其中 也有摆脱不了的感性 如果下想 顺着冷知方的案子 追查下去的话 冷知方经历的许多案件之中 都有他的影子 他不干净的手脚 肯定会或多或少的 留下脚印 古相国的心中隐隐担忧 真要是因为冷知方的意外 死亡而翻船 也太窝囊 太没用了 他就不由地 暗暗责怪冷知方 行事不讲究策略 为什么非要和四个女人结婚 并且都领了结婚证 骗就骗了 何必在意一个证件 现在好了 铁证如山 虽然人已经死了 但既然下想遇上了 不死追烂打才怪 是该到省委活动活动的时候了 听后台说 范书记以后 会是他在省委最大的仪仗 此时 还得范书记出面 让冷知方人死为了 改观定论 不再追究身后事为上 如此 才能将冷知方的事情 永远掩藏在黑暗之中 不见光明 古相国主义既定 就拿起电话 准备打给范瑞恒 也是自范瑞恒 兼任省委书记之后 他打出的第一个 正式的汇报工作的电话 刚拿起电话 就听到秘书在外面说道 古市长 夏市长来汇报工作了 早不来晚不来 下想这个时候来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古相国还真猜对了 下想的出现 给他带来一个 让他既惊又恐的消息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 评论 第818集 变化 潜移默化 下想一进门 就一脸沉痛地说道 古市长 冷院长的事情比较麻烦 很棘手 不好处理 四个女人闹个不停 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来看 冷院长问题很严重 市委 再瞒下去 估计不好交代了 市委本来已经达成了共识 说是 尽可能将事情 控制在老师范围之内 当然 省委肯定是隐瞒不了的 但还没有正式提交书面报告 因为古相国不同意 而艾成文也是犹豫不定 拿不定主意 到底是能拖就拖 还是有选择性的上报 冷知方是法院院长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不但要报给省委 还要报到省高院 事情很繁琐 不管是省委有指示 还是省高院有意见 市委都得听 所以上报的话 肯定会有很多麻烦 但不报的话 上头会是什么想法 市委又不好猜测 因为省委刚刚换节 许多省委领导的执政思路 还没有落实 再有 又有新的省委领导加入 烟上的局势 还在磨合之中 此时贸然上报 不一定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 但不报的话 万一时候省委哪个领导不满 指责老师故意遮丑 也能让省委 或者省高院抓住小辫子 给老师出难题 所以艾成文很纠结 再加上 孤相国坚持认为 现在省委局势未定 不宜此时上报 事情就暂时拖了下来 其实都知道 省委已经听到了风声 年前就已经知道了 冷知方又不是一般人 他的意外死亡 不可能省委无人知晓 省委不但知道 估计还很清楚 其中一些细节 之所以省委无人主动过问 还是和省委的局势 和老师的现状有关 更深层的原因 老师也无人猜测 反正只需要知道 现在老师 在省委和京城眼中 就是一个是非之地 只要老师不上报 省委就算知道 也不会主动过问 谁过问 谁惹是上身 所以小小一上来 就忧心忡忡地提出 事态严重 摆出一副 要上报省委的态势 就让古相国又惊又恐 立刻出言反驳 小市长 市委都有决议了 暂时不适合上报省委 而且现在 局势还很不明朗 你又是什么意思啊 在他没有做好 充足的准备之前 如果在下想提议之下 正是上报省委和省高院 上头肯定会做出反应 给出指示精神 因为有些事情 可以掩耳盗铃 但一旦以市委的名义 公开之后 就正是进入了 两级党委的目光之下 就必须做出正面的 符合规则的指示精神 他就完全被动了 古相国大有深意地 看了下想一眼 猜测下想的用意 肯定是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就像下想 在扳倒麻洋天之后 现在好像和欧纳臣 进入了短暂的平和期 却还不安分 想借冷之方事件 来向他开刀了 事可忍 孰不可忍 想想对顾相国质疑的目光 一点也不畏惧 反而呵呵一笑 顾市长 我的意思是 现在拖得够久了 如果再一直拖下去 恐怕会有不可预料的后果 现在四个女人 闹得很凶 天天绕着 要到京城告状 要到最高院打官司 他们一上最高院 老师市委的脸就丢尽了 倒是最高院一震怒 省委和省高院 就会完全将过错 退到老师市委身上 老师市委 要是承担责任的话 艾书记和您 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 当然了 我只是说出我的看法 具体意见 还得艾书记和您拿呀 想想说完 白白手 若无其事地走了 下想是若无其事了 古相国 却又心思不定了 下想说得对啊 法院院长 有四个老婆的丑闻 一旦闹到最高院 最高院一怒 想都不用想 省委会完全置身事外 将罪责 推到朗师身上 朗师要承担责任的话 不是他和艾成文 又能是谁啊 古相国 一犹豫 先想 要不要提议室伟 正是通过决议 将事情的始末 提交到省委和省高院 他一琢磨事情 就暂时 没有再给范瑞恒打电话 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和下想对话的时候 艾成文却抢先一步 向范瑞恒 拿出了汇报电话 因为下想 在前来古相国办公室之前 已经先去了 艾成文的办公室 并且说服了艾成文 将冷脂肪事件公开化 因为冷脂肪事件的严重程度 远远超出下想当初的预想 本来下想只以为 冷脂肪是普通的贪污受贿 然后包养情人和小三 比别人更多的就是 他更大胆 更有男人的担待 和每个女人都领了结婚证 并且生了孩子 虽然大概清算了一下 少说也有上千万的赃款 但就算他贪污了一个亿 也是人死世了 按照官场上不成文的规定 人死为大 就算贪污受贿 也一死了之 基本上 不会再追究身后事了 冷脂肪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般情况下 就算他人已经死了 如果有贪污受贿 被人揭发之后 捂不住的话 也要追回赃款 但现在的问题是 一堆老婆孩子 需要冷脂肪贪污受贿的赃款养活 比如说房子 如果收回的话 四个女人四个孩子 得住到大街上去 也不符合人性 下想其实 也动了不了了之的心思 如果不是他意外发现 冷脂肪事件的背后 竟然和古相国有牵连的话 英诚很细心 丽妃很用心 两人以调查 武松意外打死冷脂肪为借口 详细查实了 冷脂肪事件背后的问题 越查越惊心 英诚到底不如丽妃 熟知下想的心思 他还没有来得及神思 丽妃就已经敏感地捕捉到了 其中可利用的巨大价值 丽妃发现 冷脂肪许多贪污受贿的经过 隐隐和古相国有间接的关系 古相国是现阶段 下想在朗世最大的政敌 也是下想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就算下想不出手 对付古相国 古相国也和下想之间的矛盾 不可调和 早晚会发生重大冲突 与其被动地被古相国压制 还不如及时出手 为古相国挖好一个大坑 和英诚表面上 查找冷脂肪贪污受贿的证据不同的时 因为冷脂肪已经死亡 就暂时没有纪委介入 只让市局以普通的案件进行调查 丽妃就暗中搜集了不少 冷脂肪和古相国之间交往的证据 当他将材料交到下想手中之时 下想震惊了 在震惊之余 下想就非常庆幸 将丽妃调来身边的决定 英诚年纪大了 不可能十分清楚她的想法 而丽妃既年轻又有眼色 同时又非常清楚她的所思所想 以后大力培养的话 有望成为她的左膀右臂 想想到是手中拿着材料 就陷入了沉思 他也没有想到 冷脂肪和古相国之间 勾连得如此直深 尽管他也清楚 古相国和冷脂肪之间 肯定有猫腻 但没有想到 差不多冷脂肪贪污受贿的背后 都有古相国插手的影子 两人简直就是 一条绳上的蚂蚱 当然 证据虽然指向到古相国 但也比较隐晦 没有太直接有力的证据 想要借冷脂肪之时 给古相国迎头一击 也不可能 不过借此事件 给古相国一次警告 或者进一步来说 给他脖子上套上一个夹锁 还是大有可为的 因此经过一番斟酌 想想决定 要将冷脂肪事件公开 不仅仅是为了 压迫古相国就范 也是为了更好的整肃 老师的政治氛围 市委市政府 现在差不多风气有所改变 市公安局相比以前 也好了许多 但市检察院 和市法院存在的问题 还是让老师 如同一个脸上有黑的人 一部分洗白之后 留黑的地方反而更黑了 当然夏强也多了一个心眼 现在省委的局势比较复杂 好在他已经事先利用刘俊事件 试探了范瑞恒的底线 范瑞恒虽然担任省委一把手 但步伐还没有卖得很大 同时骨子里的薄情 也没有改观 因此 别看一个小小刘俊事件 似乎无足轻重 就让夏强明白了 以后把握事情的尺度 所以 他才在试探古相国之前 先试探了艾成文 结果不出他所料 艾成文惊他一说 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第一时间向范瑞恒汇报了工作 尽管说起来 艾成文和范瑞恒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十分密切 甚至还有某种敌对的潜在因素 但艾成文主动向范瑞恒汇报工作 一是符合规矩 二是 也是示好的表示 观察上的表面文章必须做足 艾成文在放下范瑞恒电话之后 就又向宋朝度做了汇报 省委震惊了 说震惊 只是对外的说辞 实际上 他们已经震惊过了 也早就知道了 冷脂肪问题的严重性 并且已经和沈高院 进行过私下里的协调 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但在朗世世卫正式上报之前 谁也不会主动地去过问此事 不是没有担待 是现在阎神大局出定 谁也不愿意主动去揽事上身 主动揽事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谁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现在都处在观察阶段 想看范瑞恒的施政岗领 想看宋朝度的执政风格等等 冷治方 虽然身为市法院院长 但能无则无 谁会在意 只要不事关自身利益 肯定无人理会 省委一帮人 解脱了官场中的阴暗时 冷治方的事情 虽然离奇 但也在可以接触的范围之内 不过艾成文亲自汇报了上来 就意味着朗氏要公开此事了 省委就必须表态了 范瑞恒多少清楚 冷治方和谷相国之间的前连 艾成文汇报工作时 并没有直接提朗氏市委的名义 显然并非是 以正式的市委的名义 但艾成文毕竟是市委书记 他本人出面和朗氏市委出面 没有什么区别 省委就在范瑞恒的提议下 召开了紧急书记办公会 进行协设 同时邀请省高院的院长 列席了会议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宋朝度对冷治方的事情 也早有耳闻 此次事发 他也心中有数 在来书记办公会之前 已经接到下响的电话 知道是下响有意为之 书记办公会 一共五人参加 范瑞恒 宋朝度 梅生平 和马骁 和省高院院长 杨林青 三日恒先是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就说 同志们 冷治方同志的问题很严重 但他毕竟是一个 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同志 而且还不幸神亡 如果再追究他的责任的话 就有点不见人情了 人死为大嘛 既然朗世侍委抱了上来 我的意见是 内部处理就可以了 补出赃款 但要保证 极为身后人的生活 法律不外乎人情 是不是啊 范瑞恒的意见 完全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 连高高举起都没有 就轻轻地放下了 宋朝度看了梅生平一眼 目光有点复杂 作为新的省委班子 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要的书记办公会 讨论的事情 就是朗世的一场意外 多少让宋朝都有点感慨 下想被人搬到朗世 用意就是 让他前去撬动朗世的局势 下想还真是不负众望啊 不但让幕后人物满意 也让他和许多期望下想 快速成长的人 都比较满意 此次下想 有意拿冷脂方的事情 大做文章 宋朝度并不是十分清楚 冷脂方的身上 到底有多少东西可以挖掘 但他知道 下想做事自有分寸 现在就是需要他 在省委出力的时候了 同时 又是第一次 和范瑞恒的正面过招 宋朝度在执政思路上 和范瑞恒有冲突的地方 但因为新班子成立不久 还不太明显 但肯定会有矛盾 有人的地方 就有矛盾 何况是 省委这样的权力高度集中之地 今天 就是第一次小规模的正面冲突了 呃 爱诚文同志 也向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提到冷脂方统治的 四个妻子的问题 影响十分恶劣 在老实干部和群众当中 产生了无法挽回的影响 虽然冷脂方统治 已经意外死亡 但人死了 事情却还在啊 必须要有一个处理结果出来 给党员干部和老百姓 一个交代啊 宋朝度先看了眉生平一眼 目光寒意复杂 又看了马骁一眼 先想 今天的书记办公会 他一个人 孤掌难鸣 马骁肯定是会赞成 范锐恒的提议 而眉生平的立场 有点模棱两可了 似乎因为和下相 有过一次冲突之后 他的态度 就有了微妙的变化 眉生平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也没理会宋朝度的目光 眼睛望向了窗面 似乎在想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才说 这个事情啊 五十五不住了 朗世离京城太近啊 只要有些人想散播 京城方面肯定会知道 如果惊动某个中央领导 省委又没有什么举动的话 就太被动了 眉生平的话 比宋朝度的话力度更大 含义更多 意思是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想让中央领导知道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说不定 有人会故意散播消息 范锐恒就立刻意识到了 想想在京城 也有方方面面的关系往 心中就是一条 他维护冷知方 倒不是有自身利益在内 二是 一是出于维护朗世的稳定局面 二是 也怕牵连到古象国 因为有人特意交代 要他适当照顾一下古象国 交代他的人 对他有提携之恩 再加上 此人在中央 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他的话 范锐恒必须认证听 而且还要慎重对待 不过梅生平说的也很有道理 范锐恒就左右为难 一时拿不定主意 马肖也看出了形势 有点对峙的倾向 他也在犹豫该如何开口 以他的立场来说 冷知方事件也该妥善处理 才符合省委的利益 但他也知道 冷知方和古象国有交集 另外 傅家虽和古象国有过合作 但并非密切的同盟关系 他是否帮着古象国说话 也在两可之间 但有一点 古象国和下想不合 他也看下想不顺眼 帮助古象国就相当于 打击下想的企图 他还是愿意阻挠下想的计划的 不管下想的计划是什么 只要不让下想顺利地完成 就是好事 只是 马肖微微犹豫的是 他也知道 宋朝度虽然表面上不怎么强势 但为人极有手腕 当年曾经扳倒了高承松 现在他成了一省智障 还是轻易不要得罪他为好啊 否则在阉省 他也不好开展工作 尽管宋朝度也管不到组织部 说实话 马肖从内心深处 有点惧怕宋朝度的沉稳 和声不可测 在他看来 别看犯人横是一把手 但未必震得住宋朝度 迟疑了片刻 马肖就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我的意见是 要多听听杨院长的意见 沈高院院长杨林青 略协了会议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他就一直坐在一旁聆听 法院系统虽然独立 但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 任命程序也是由党委提名 然后由人大表决通过 杨林青对于冷治方的为人 多少了解一些 在推荐冷治方担任沈高院副院长时 他也是持赞成意见 冷治方在他的眼中 也说不上有多恶劣 但也没有多大的好感 他和冷治方之间的关系 也不算密切 沈高院提拔冷治方 是因为冷治方符合了提拔条件 倒也并非是他特意照顾 他也看出了书记办公会上的气氛很微妙 马霄最后将球踢给他 也是马霄犯难了 冷治方案件确实棘手 不管是隐瞒还是公开 都可能会有不可预料的后果 关键是 谁也不想承担责任 谁也不想 万一在事情闹大之后 成为替罪羊 在座的几人 都是阎省举足轻重的任务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次书记办公会的决定 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给老师 一支烟生的局势 带来了怎样的惊心动魄的变化 听听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19集 暂停 木然心惊 杨林青大概犹豫了半分钟 才不敢肯定地说了一句 一个法院院长 有四个老婆四个孩子 传的出去 绝对是丑闻 会让燕省的公检法系统 面上无光啊 但不处理 闹成了事件 就更让燕省丢脸了 他从公文包中 翻出一份文件 简单翻看了几眼 根据以往其他省份 对类似事件的处理来看 再加上 燕省特殊的地理位置 我认为 事情不宜闹大 同时 还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 挽回影响 杨林青的话 还是倾向于保守的处理 意思是 内部处置 不对外公开 基本上 杨林青的意见 和在场众人的看法一致 省委必须端正态度 拿出处理问题的正面立场 但还是要求 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最后就形成了共识 要求老师 严肃处理冷职方的遗留问题 赃款务必吐出 但要尽可能考虑到 家属的生活问题 同时 要以办公开的方式 进行调查 还有一点 一定要谨防事态的扩大 防止任何媒体的采访 最后的意见 还算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相当于 取了折中的意见 也算达到了宋朝度的满意 本来今天的会议 应该由纪委书记李延宏参加 当李延宏出差未回 就在事后 有电话征求了他的意见 李延宏表示 尊重书记办公会的决议 省委的意见返回到市委之后 朗世市委也第一时间 召开了书记办公会 艾成文 古相国 吕一可 夏祥 以及 市法院副院长 李小敏 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艾成文主持 他先是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 提出现阶段 先以市局的调查为主 如果涉及到其他的人和事 市纪委再随时介入 众人都没有什么意义 毕竟事情已经到了现在的地步 想兜也兜不住了 不过古相国也知道下相在背后 肯定动了手脚 心中大不舒服 不由多看了下相好几眼 下相才不理会古相国的不满 他已经达到了目的 也就满意了 主要是 冷脂肪的一些事情 如果揭露出来 绝对是一桩天大的丑闻 谁让古相国手脚不干净 牵涉过深呢 怪只怪自己 做事没分寸 不能怪别人下手狠 本来书记办公会 也应该由陆红站参加 但陆红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年后就身体一直不太好 最近 又刚请了病假 说是要休养一段时间 也不知 他是真心休养 还是借休养的名义 好掩人耳目 然后暗中布局 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下相并不担心 毕竟天要下雨 人要抓权 你有初一 别人就有十五 书记办公会后 有了确切只是精神之后的事局 在英城的主庄之下 继续深入挖掘 冷职方案件的幕后事件 古相国难免提心吊胆 就和陆红站上议 让陆红站的亲信 在市局 时刻留意事态的发展 陆红站一口答应 修养中的陆红站 确实是人修心不修 他和古相国商议之后 觉得正面和下想对抗的话 胜算太小 不如采取迂回之策 表面上不在其位 暗中将以前的亲信 全部召集在一起 进行全方位的谈话 试图重新控制市局大局 夺回大权 陆红站的亲信 自然愿意让陆红站 再重新恢复 在市局输一不二的地位 都答应 要全力配合陆红站的指挥 一步步地重新在市局 争取应有的地位 密谋之后 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暗中布局 准备再在市局开展一场 悄无声息的夺权运动 老师 表面上除了冷脂肪事件之外 似乎暂时风平浪静 没有什么风云激盪之事 一切都步入了正轨 好像是古相国保持的低调 欧纳臣暂时认输 下想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但下想也没有趾高气扬 而是完全投入到了 日常的工作之中 老师在经历了一系列 风云变幻的大事之后 也确实应该有一段平和期了 实际上 平和的下面 还是隐藏了不少变数和隐患 下想心中有数 古相国心中有数 艾成文心中也有数 由丽妃暗中调查 下下很放心 她也没想到能一蹴而就 樊舍兮从长记忆 而且老师 如果不断地出现纷乱事件 不但省委会不满 中央说不定也会不耐烦了 时间转眼进入四月份 天气转暖 大地回春 朗世的郊外 开始有了些许绿色 与大学城项目 如火如荼的施工一样的事 杨威的观光农业 也初见欣欣向荣的景象 下想站在老师的郊外 看着一望无际的田野之中 各种现代化的设施 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 整齐的田笼 移植的树木 规划中的大型庄园 无一不显示出 即将有一座 即观光 游玩 采摘为一体的 现代化的农业基地 正在兴起 在基地的一侧 又圈起了围墙 围墙之内 就是观光农业的辅助项目 有机生态基地 既包括有机农作物 又包括有机养殖 杨威一脸兴奋地 站在下想身边 为下想介绍前景 他从决心更定下想的一刻起 就认定下想 能够在朗世站稳脚跟 并且肯定还会大有作为 到了现在 他就非常佩服自己 当初的英明决定 杨威曾经研究过下想的履历 当然 他能看到的 只是公开的部分 不能公开的内幕 他也无法得知真相 但杨威研究的 不是下想的升迁之路 而是下想 在每一任上的经济成就 越研究 就越让杨威感到惊讶 越惊讶 就越佩服 他在京城 从小也耳濡目染了不少官场中士 尽管他不是官场中人 但也知道 在中国 想要发财 就得和官方合作 否则赚钱很难 他一开始 就从研究各地官员的履历入手 看哪个官员最有手腕 哪个官员最有经济头脑 结果发现 有政治手腕的官员很多 真正有经济头脑的却很少 虽然不少官员 在任上做出了不少实施大事 但实际上都是面子工程 或是政绩工程 真正落到实处 带来实惠的不多 同时 也有真正的 有经济头脑的官员 也确实做了不少大事好事实施 但在事成之后 却被他人窃取了胜利过时 就证明了一点 光有经济头脑是不行的 为官之人 还要有足够的政治手腕 才能在官场上自保 最后他研究发现 下想是他视线之内 不但政治手腕高超 而且经济头脑过人 是少见的 几乎全能式的人物 一开始他还不相信 仔细研究之后发现 还真是如此 下想确实处处显示出 惊人的准确的目光 以及非同一般的政治手腕 杨薇才在赵小峰的引荐之下 决定跟紧下想 迈出他人生之中最关键的一步 他以前一直浪迹花丛 认为人生就是 吃喝玩乐和泡妞 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但随着年纪的增大 他越来越觉得 人生一世总要做些什么 才不枉为人异常 而并非只是单调的美女和金钱 因此他才下定了决心 要背靠下想这棵大树 在下想还没有长成参天大树之前 先靠拢上去 等有朝一日 下想成为遮天蔽日的巨树之后 他作为早就靠拢了亲信 肯定可以在下想心目之中 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下想果然没有让杨薇失望 经过一系列事件之后 杨薇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下想不但可以信赖 以后肯定也有大好的前景 他就暗暗清醒 为自己能够早早地认识下想而大感自豪 也就格外卖力地投入到观光农业的项目之中 渴望做出一番成绩 来赢得下想的好感和认可 他也清楚 下想现在对他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但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 隐为亲信 他还在下想结交到圈子的外围打转 想要进入核心层 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下想多少也能猜到杨薇的心思 他并不多说 也不暗示 要杨薇去做些什么 每个官员的身边 总会聚集不少大大小小的商人 有些是朋友可以交心 有些是黑手可能害人 以他的判断 杨薇有交心的可能 但不是现在 日久见人心 他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中午 下想在杨薇的陪同下 吃了午饭 杨薇也没避讳下想 又换了一个女朋友 和红依依的小鸟依然相比 新任女朋友名叫小萌 确实很萌 戴一副红框眼镜 年纪之小 让下想怀疑他可能是高中生 顶多大一 小萌说话时 也萌得可以 十分轻音 非常罗利 下想就对杨薇 不免高看了一眼 虽然杨薇有点风流 但又不是烂爱 每个女友都各具特色 绝不重复 因为是周六 下午没有什么事情 午饭后 下想就准备回宿舍 却接到卫星的电话 要他来家中 下想就直接来到卫星 租住的温馨小屋 一进门 卫星就送上了拖鞋 又帮他换了衣服 然后 就又有一杯热茶 送到他的手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下想微微感慨 卫星的细心 总是让人沉迷而留恋 本来他以为自己能够克制 但自从卫星在老是安稳之后 他来过两次 以后 每到下班时 总会不由自主地 想来卫星的小家休息 毕竟太温馨 太舒适 也太让人难以释怀 尤其是每天都很劳累 自然愿意下班之后 能在家中安然地吃饭和放松 而卫星 显然也在刻意营造家的氛围 卫星在老是的投资已经确立 虽然投资额不是很大 五百多万 但卫星做得很用心 也很投入 也有要在老是扎根的想法 因为老是距离津津很近 电子信息产业 确实也大有可为 夏祥也赞同卫星的观点 尽管说实话 他对电子信息产业的研究 不是很多 不但比不上连若翰 也比不上卫星 既然卫星有信心做好 他也就尽可能多地 在政策上扶植了 说到连若翰 夏祥确实有点想念连若翰了 他有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他的连妹妹了 连若翰忙着公司上市的事情 忙得不可开交 不过眼见就要尘埃落定了 乐观顾忌的话 上市之后 连若翰的身价将会积增十几倍以上 保守地说 尽管他的股份一上市就稀释了不少 但他名下少说也有上百亿美元的资产 连若翰将会在国内成为 名副其实的超级富翁 再多加一个定义的话 就是隐形的超级富翁 当然 一些所谓的国内国外的富翁排行榜 是不会搜集到连若翰的资料的 就算有内部人士知道 也没人敢公布 除非他的杂志不想继续开办了 想想同时想念的 还有小连下 当然 也有梅婷和萧家母女 想想坐在沙发上 喝着香茶 心思浮沉不停 一方面 沉浸在卫星的温馨之中 前程往事重合 让他恍然若梦 另一方面 又想到一些政治问题 近来和梅小林联系不多 或许是因为 和梅家稍有疏远的缘故 梅小林主动和她打电话的次数 明显减少 再想想看来 梅小林现在和以前相比 成熟并且理智了许多 以和梅若汉不同的是 作为一个官场人物 如果在家族利益 和个人私情的选择面前 她相信 梅小林会逐渐地 向家族利益倾斜 毕竟梅小林 越在官场之上如鱼得水 她就走得越远 位置越高 考虑的问题就越多 相比之下 个人的喜好和取舍 就会让步给大局 梅小林的细微转变 瞎想也心知肚明 她也不好说她什么 梅小林是被她劝上的从政之路 同时 她和梅小林之间 又没有多少感情纠葛 更没有什么约定 所以 她拿梅小林没有办法 就像最初 她认识梅小林的时候 她就曾经一直拿她没有办法 因为她最有个性 又最有主见 从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 她对她最是无能为力 只是下想 也不想和梅小林 最终走向队里面 成为敌人 就算她和梅小林 不再同意战线 也不要成为 完全敌对的阵营才好 政治上的事情 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更多的时候 是整个风向 导致了政治立场的不同 不知不觉想她入了神 连卫星和时坐在她的身边 她都没有发觉 直到卫星的小手 捏住了她的鼻子 她才恍然清醒 伸手推开卫星的小手 不许同手同脚的 要注意形象 注意什么形象 说得跟真事一样 卫星一脸翘笑 在家里还端着坐 多累啊 我其实 你早就发现了一点 就是 你在淹湿的时候 很少板着脸 到了老师之后 沉思的时候多了不少 其实在淹湿的时候 夏祥也经常沉思 不过和卫星在一起的时候少 所以 在她眼中就少 不过也必须得承认 来到老师之后 步步惊心 确实比在淹湿 少了不少的笑容 现在 有了卫星陪在身边 还是让她比以前 熟悉了不少 当然 也和她现在 在老师的位置 逐渐稳固有关 夏夏没有盲目乐观 认为她已经完全 在老师打开了局面 其实还远远没有 古相国根基牢固 陆红站 还牢牢把握着 市局的大权 欧纳臣 虽然元气大伤 但根基还在 百族之宠 死而不降 想要彻底将 欧纳臣连根拔起 现阶段还没有可能 除非她在老师扶正 否则 以她常务副市长的身份 不可能在老师 全面开展一次 大规模的 打黑除恶运动 但她能在老师 就地扶正吗 不仅仅是资历问题 还有幕后人物 是只想让她 打破老师的局势 然后就将她调走 还是 有意让她在老师 历练成长 并且 一步步走向高位 夏想心中没底 也不愿意过多地猜测 古往今来都一样 上命难测 但她有一点 可以肯定就行了 就是 不管如何 只要她成功了 就没有坏处 吃午饭的时候 夏想就和卫星 一直讨论 电子信息产业的问题 也说到了 莲若汉可能会在 五六月份返回国内 然后来老师 准备也买下一块地皮 建造一处 人工的花海草原 在草原的正中 干一座别墅 卫星无比羡慕地说 我最羡慕你和莲姐姐 在草原上的相遇了 太浪漫 太动人了 可惜 我和你认识得太晚了 人生总有无数的无奈 错过的 就永远不能追回了 卫星的语气 有些伤感 说完之后 突然没有征兆地 咳嗽了几声 夏夏就关切地问道 好好的 怎么咳嗽了 到医院去看看 有病不能耽误啊 卫星摇摇头 可能是风吹着了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没有那么娇气 又不是什么大小姐 一点小病小灾的 打不倒我 话虽如此 只是当夏夏的目光 停留在卫星脸庞之上时 忽然心中一阵莫名的疼痛 不知何故 他一下想起了上一世 卫星的离去 当时卫星就是 一脸悲怯的离去 说是 他要嫁给别人 当时根本没有多想 但现在想起 卫星一直和他在一起 从未离开他半步 他有谁可嫁呀 夏夏现在一想 忽然打了一个机灵 再仔细回想 以他对卫星的了解 他是一个固执到极点的人 就算他不娶她 他也不可能会嫁给别人 就像今生 他宁肯没名没分地跟着她 也不接受一个 深爱她的男人的追求 难道说 上一世卫星的离开 另有隐情 或者说 他身患了什么重病 只是为了一个人逃离 而故意以嫁人为借口 让他忘记她 夏夏怦然心惊 不行 一定要到医院 好好地检查检查身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二十集 特例 不可复制 第二天 夏夏亲自送卫星 离开老师 让他前往京城医院 做全面身体检查 他不放心 唯恐卫星 有任何不测 刚送走卫星 却意外接到 王强威的电话 约他到九号公馆一续 夏夏状犹豫一下 就答应了 却是很久没有 和王强威见面了 有些事情 也该谈谈了 却没有想到 和王强威的见面 又引出 老师两大势力之间的机缘 并且还有此波动了 老师刚刚平静的局势 初春的九号公馆 比起冬天的时候 漂亮了许多 迎春花四溢开放 桃花土红 梨花漏白 处处繁华似锦 绿色出露 黄绿相间 煞是好看 至深期间 夏夏夜心情舒展了许多 尤其是 当他的目光 落在王强威身上之后 就更是不得不佩服 王强威的焦际花之名 名不虚传 初春的天气 炸暖还寒 王强威下穿健身裤 上穿宽松衣 上衣的下摆 正好半遮住臀部 走路的时候 挺翘的臀部 欲遮海漏 给人无限瑕疵的空间 有些女人 最善于利用身体的优势 故意给男人 似是诱惑 又如是保守的感觉 就让男人 既心痒难易 又担心摘花刺手 所以 越是越越欲识 越是认为 充满了种种可能 男人对女人的追逐 到推倒为止 推倒之前 暧昧和情调至上 推倒之后 肉欲和情欲第一 王强威深暗男人心理 而且 他所用的香水 显然是精心挑选的 淡香 却又自有一股 让男人情欲冲动的魅惑 就连经历不少 极皮女人的下想 也难免会有 短暂的诗神 更不用提起他 以追逐女人为乐 并且 不知克制的男人了 他们一见王强威 就如贪婪的狼 见到猎物一样 垂险三尺 色狼一说 却是形象的 极为贴切 从侧面望去 王强威身姿婀娜 三十多岁的女人 却有二十岁女孩的身材 又有二十五岁女孩的甜美 更有三十岁女人 应有的风韵和成熟 当真是 几万千魅力于一身 不让人叹服都不行啊 有身体优势的女人不少 但懂得合理利用自身优势 并且无限放大 同时 又不让男人觉得 她有故意隐忧的嫌疑的女人 少之又少 王强威的手段 已经将女人的心思 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恰如古代 卖艺不卖身的异计 越是欲赢还剧 就越是符合男人 偷着不如偷不着的心理 一路上 王强威只是闲谈 提到赵小峰 自年后就很少来老师了 神色之间 还有些许的落寞 下下就知道 王强威平常在人前 假装惯了 她的口气 既是庆幸 没有被赵小峰得手 又是惋惜赵小峰 不再追逐于她 对一个周旋在男人中间 喜欢时刻成为 众人焦点的人物来说 无视她 忽视她 就是对她最大的打击 下下没接王强威的话 观光农业项目上马之后 赵小峰和她联系见手 也正常 两人之间 本来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而走近 并且是有着切身利益的朋友关系 暂时的同盟 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散 就如赵小峰 可能在追逐了王强威一段时间之后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厌倦了 也就不再经常出现在王强威的身边 这也很正常 同时下想也知道 可能赵小峰最近很少露面 也和赵全新近来的工作不顺有关 传闻赵全新可能提前病退 具体原因未明 但想想清楚的一点是 赵全新身体很健康 完全不存在 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胜任工作的问题 此时 他也没有过多的关注 毕竟和他较远 只是 王强威提到了赵小峰 就又让他想了起来 王强威请下想到了一处茶室 茶室取名 魏丰 颇有诗经的意味 下想在王强威的引领之下 进入茶室之内 茶室不大 雅致而宁静 王强威请下想落奏 然后亲自为他泡茶 是名前龙井 浅笑清拙 淡然精密 茶室虽然茶相似意 但因为王强威 刻意流露的女人风情 有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还是有暧昧的范围在流动 下想品了品茶 就直接切入正题 不给王强威 再营造暧昧气氛的机会 强威请往前来 肯定有钥匙行上 现在啊 茶也品过了 就说正是好了 王强威 却无比忧愿地看了下想一眼 似乎是埋怨他不解风情 好端端的氛围 被他一句大厦风景的话 给破坏殆尽 真是一个让人爱 让人恨的男人 但见下想对他的魅眼 没有任何表示 他就只好正容说道 夏市长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十分有必要 向您汇报一下 他停顿一下 有眼带笑意地 看向了下想 既有挑逗之意 又有魅惑之情 下想却一脸浅笑 对王强威 总是有意无意间 流露的诱惑姿态 心中稍有不满 就将茶杯一放 茶凉了 茶凉的意思是指 王强威太绕弯 以至于 茶水都温吞了 王强威还从来 没有在男人面前 释手过 就不由地脸一红 心中微微有些愤怒 但又不好 在下想面前 表露出来 只好微带尴尬的一笑 让夏市长见像了 我马上续睡 一边续睡 一边说出了 请下想前来的本意 王强威在朗市的生意 以垄断行业为主 涉及电力 烟草和石油 朗市供电局 采购电表 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全部由王强威垄断 其他诸如 烟草和石油行业 他也涉足极深 除了房地产业 在垄断行业里面 他差不多可以说是 和欧纳臣平分天下 垄断行业利润高 市场竞争压力小 只要前期工作做足 后期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毕竟垄断行业的特点是 进入难度高 后期省市省心 不过因为终究是垄断行业 有唯一性 所以王强威就不可避免地 和欧纳臣发生了冲突 如果说王强威和欧纳臣发生冲突 不足为奇的话 但王强威和欧纳臣之间的冲突 是因为站住期 就不得不让下响 心生警惕之意 站住期是日本期 暂且不提 站住期的日方总裁佐藤 和欧纳臣的关系莫逆 也可以忽略 但佐藤和魏红卿之间的恩怨 就让下响始终对佐藤此人 大有成见 事情是由陈大头引起的 王强威第一句话 就又让下响心中一惊 涉及到了陈大头 就又有杨备牵涉在内 一件事情 一下与他的两位故人有了牵连 多少让他有点不安 在王强威的轻声细语的叙述之中 下响听明白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站住期不但垄断了中国油漆的 大部分市场 而且价格很高 因此站住期的利润十分可观 但由于日资企业的压榨性 和欧美企业不同的是 对待中国员工一向可可 不但工资不高 而且节假日也少 各项补助和加班工资 都按最低标准执行 当然 以上只是企业行为 就是下响 身为常务副市长 也不好指责站住期什么 不过站住期 为了牢牢控制市场份额 不但有影响制定行业标准的能力 还有 阻止其他国产品牌 进军国内市场的手段 尤其是在朗市 严格控制任何外来品牌 在朗市的销售 几乎朗市所有的建材市场 销售的油漆 全部是站住期一个品牌 其他不管是国产 还是进口品牌 想要进入朗市市场 极难 要么是无法取得 合法经营的场所 要么就是 取得了完全符合条件的手续之后 开好了专卖店 也会被各种纷扰和麻烦 弄得疲于应付 最终只能关门大吉 否则人身威胁 站住期经销商的联合排挤 以及各种明目繁多的检查等等 绝对会让一家外来品牌的经销商 承受不了压力 而狼狈地逃出朗市 因此 多少年来 没有一家其他品牌的油漆厂家 在朗市打开局面 王强威 并非是想带领油漆品牌 他有一个工程 不想用站住期 想用别的品牌 没想到 刚刚从外地 拉来一车油漆 在半路上 就被人拦下 然后 就被砸了个稀巴烂 王强威明知道 这是欧纳辰的所为 欧纳辰和佐藤狼狈为奸 他和佐藤之间有利益纠葛 肯定是他暗中所为 他就找到欧纳辰 要求欧纳辰不要太过分了 至少要大面上过得去才行 欧纳辰却失口否认 对王强威的指责全部承认 反而还说 王强威无理取闹 王强威一弄之下 转身离开 又调了一车祸从南方运来 这一次 他请了不少人重点保护 不料一进老师 还是着了道 先是他的人 被人故意暴打一顿 然后火车爆胎 一车祸 又全部倾倒在路边的水沟之中 王强威忍无可忍 再次上门 找欧纳辰理论 欧纳辰不但不承认 还说王强威污蔑他的清白 他又不涉及油漆生意 何必截留他的货车 也是 王强威没有真凭实据 最后只好兴兴离去 但他也清楚 是因为他最近 抢了欧纳辰一笔垄断生意的缘故 欧纳辰一方面是为左腾出手 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也是借机报复他 王强威也有势力可以借助 但因为两车油漆 而将事情闹大 也不划算 他就想到了 请下想出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陈大头几乎垄断了老是站住期的所有经销渠道 我从外地进来有期 触及到陈大头的利益 他是欧纳辰的大哥 欧纳辰阵阻挠我也很正常 还有一点就是 我刚刚从烟草局 又分享了几个新的烟的品牌 又抢了欧纳辰的市场份额 王强威也是演习惯了 说着说着 眼圈就红了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摆出了我见幽怜的姿态 夏市长 看在我们也算是朋友的份上 您帮我一帮吧 王强威是不是 借机想将外来品牌 引进老师 想想不得而知 但也清楚 他的一项大工程 如果全部用别的品牌的有期 不但象征意义重大 还真有可能打破 占助期在老师 垄断95%以上市场的局面 也正是让佐藤 担惊受怕之处 站在政府的角度考虑 夏祥也希望 占助期继续保持霸主地位 毕竟 占助期的效益越好 老师的获益就越大 出于狭隘的地方 保护主义的出发点 任何一个地方政府 都希望当地产业 成为全国行业的龙头 但想想清楚的一个事实是 占助期的垄断地位 很快就会被打破 而且市场份额极剧缩小 在国产油企业 兴起大潮的冲击之下 损失了50%以上的市场 实际上 从市场经济角度考虑 如果想长远的良性发展 就不能一家独大 或者说 不可能一直一家独大下去 要为与筹谋 先做好了迎接市场挑战的准备 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大潮之中 不被冲击的七零八落 所以下想在听到 王强威和欧纳辰 陈大头 以及站住期之间的纠葛之时 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 要插手此事 不管是于公于私 他都有必要 将站住期的立场立顺 不让佐藤和欧纳辰 勾结并且控制市场 为所欲为 整顿市场秩序 既是政府应有的公正立场 也是基于长远的考虑 为站住期的前景着想 当然 佐藤是否这么认为 欧纳辰是否接受他的建议 还未可知 离开了九号公管 回到办公室 下想先打电话到市局 简单了解一下情况 得知 确实接到报警说是 两卡车的油漆 中途出了事故 警察也到了现场盘查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 不了了之 下想明白 欧纳辰在老师的地下势力 还是十分庞大 尽管他已经控制了 市局的一部分力量 但许多底层的警察 还是不敢得罪欧纳辰 因为底层的警察 和欧纳辰的基层势力 接触最多 也最容易 受到收买 或者威胁 下想就能完全理解 底层警察的无奈 想了一想 他决定 还是先礼后兵 先从正面和欧纳辰 接触 看能否说服欧纳辰收手 如果他收手还好 不收手 就得采取必要措施了 刚刚拿起电话 还没有来得及打出去 丽妃就来汇报工作了 领导 目前案件进展不大 冷知方一死 许多线索都断了 有些关键的证据也找不到了 比较难办呀 丽妃搓着手说 表情有点不自然 丽妃也清楚 想想调他来身边 肯定指望他派上用场 丽妃从下马区分局副局长 一步声道 老是公安局副局长 小小的前进了一步 当然要感谢下想的提携了 他也想借冷知方的案子 好好地立功 万一能扳倒谷相果 岂非是下市长 就一下附争了 没想到 办法都用尽了 案件 却还没有太大的进展 就让他难免有些沮丧 觉得辜负了下想的期望 下想知道丽妃的心思 有一个能从自身找原因 并且不推卸责任的属下 也是一件幸事啊 他就劝慰丽妃 不必在意一时的成败 有时候 事情往往会有 流暗花明的转折 丽妃一直是下想 为他生命中的贵人 因为自从认识下想以后 他才开始了 一步步扎实地上升 因此 在他的心目之中 只有下想 才是他前途的保证 当然更主要的是 他对下想信赖 并且坚定地认为 下想是他从政道路上的 良师益友 在听了下想的劝慰之后 丽妃离开下想的办公室 在回去的路上 还一直想 想一个什么办法 从别的地方找到突破口才行 否则案子进展不下去 还真是对不起领导的信任 一边想 一边走 不知不觉 丽妃就来到了 大雪城项目的工地之上 忽然就眼前一亮 心生一击 以前夏市长 经常和工人们打成一片 工人们 是掌握第一手线索的人员 和他们走近 说不定会另有收获 丽妃就迈不来到工地之上 正好有一个人迎上前来 他就打了个招呼 聊了几句之后得知 原来此人名叫燕九 是工地的负责人 丽妃和燕九一见如故 越聊越投机 夏想在丽妃走后 琢磨了一下眼前的局势 他也预计到了 冷脂肪案件的难度较大 毕竟人死之后 许多线索一断 而且贪污受贵 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 当事人一死 送礼者谁会承认呢 多还来不及啊 但有困难 也必须克服 冷脂肪不仅仅和股相国关系密切 和欧纳臣 暗中也来往过密 查冷之方的身后事 也能涉及到 欧纳臣的利益 想要在朗世将欧纳臣彻底打翻 必定会牵连到股相国 也就是说 除非股相国倒台 否则 由他力挺欧纳臣 替欧纳臣 在市委市政府遮掩的话 他一个常务副市长 很难遇过股相国 向欧纳臣全面开刀 上次的胜利 只是特例 不可复制 以后的较量 才更艰巨 更有不可预知性 因为现在 欧纳臣低调了许多 股相国也改变了策略 变得更加谨慎 两人都在 麻洋天事件之后 收起了锋芒 同时 陆红战也已退为进 以请病驾休养为由 暗中重新组织势力 对手 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也在争取时间 重新布局 相信用不了多久 欧纳臣 股相国 和陆红战之间 就又会重新建立起一套 全新的机制 以应对他在老世 站稳脚跟之后的 新的局面 所带来的挑战 还是有必要 再和欧纳臣面谈 夏祥打定了主意 拨出了电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21集 危机 别有用意 陈总 最近忙不 有件事情 我想和您面谈一下 夏祥的语气 不卑不亢 但自有一股 不容质疑的威严 凹纳臣似乎 犹豫了一下 随后 却说了一句 让夏祥 大吃一惊的话 如果夏市长 是为了王强威的事情 出面的话 我可以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王强威的车被砸 和我没有一丁点关系 欧纳臣的话 斩钉截铁 很干脆 虽然我大哥代理的是 站住棋 但没有必要 飞逝出下坐的手段 实话实说 夏市长 事情是左堂自己干的 下小的心中 木然声腾起一股怒火 如果是欧纳臣做的 还好说一些 但如果真是左堂的所为 左堂也太嚣张了 一个日本人 还敢在中国行不法之事 还想随意欺负中国人 关键是 老是正常的市场秩序 不能由一家日企说了算 如果让站住棋一直一家独大下去 国产油棋如何兴起 如果都是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之下 还好说 但左堂效仿欧纳臣 按下黑手 就让下想按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会一会左堂了 说起来 一直想和左堂会面 但因为种种原因 未能成形 而且左堂显然也很傲慢 从未主动和他联系过 凡是直接和谷相国借助 甚至在涉及到他分管的范围之内 也是越过他 直接向谷相国汇报请示 堂堂的常务副市长 在左堂眼中形同虚设 下想也并非非要争一口气 想要一个什么日方总裁的尊重 他想要的是 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 打破站住期 独霸了是许多年的局面 给国产期 一个发展壮大的机会 朗诗的站住期场 是站住期在国内投资额最多 年长量最大的 一家海外分场 生产的油漆 不但占据了整个华北市场 还面向全国 销量极大 在站住期初期投资国内十几年前 站住期利用种种手段 官方的也好 市场上的策略也好 总之 无所不用其极 来维护一家独大的局面 涉及到国际民生的行业 必须要垄断 才能行得通 但油漆行业 并非特殊行业 不需要垄断和独占 是到了该向站住期动刀的时候了 本来还找不到下手的切入点 左腾倒好 采取了非正常手段 破坏市场 还真以为 他可以在朗诗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 机会来了就不容错过 想想沉吟片刻 对欧那陈又说 那就麻烦陈总 转告左腾先生一句 下不为例 再有下次 后果自负 下想也没有什么客气 说话说的 也强硬了一些 欧那陈沉默了 也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过了半赏才说 夏市长 站住其实冷是 目前最大的优势产业 市委市政府保护还来不及 不能自毁长城啊 欧那陈出于自身考虑 必然会站在 站住期立场之上说话 而且还和他的大哥 有切身厉害关系 他也清楚 夏侠语气不善 可能要对站住期动手了 身为常务副市长 虽然不是市政府一把手 但也有足够的手段 对付一家企业 哪怕是外企 地方保护主义 其实才是真正的 自毁长城 夏侠也不过多解释 只说一句 就挂断了电话 下班的时候 他和理财员 汤话来 出去吃饭 刚走到门口 迎面走来了 金银茉莉 金银茉莉 各穿一件暴风衣 在初春的傍晚 如同水边 初露鹅黄的杨柳 被微带清风的春风一吹 摇曳生姿 令人心醉 吹面不含杨柳风 杨柳之风 哪有金银茉莉之姿 轻舞飞扬 风吹散了头发 两人一起抬手去拢 露出了光洁的手腕 散发出 触目惊心的光泽 夏市长 首先开口的是 银茉莉 她的笑容有点勉强 但声音婉转动听 还是让人心旷神怡 我和姐姐 想单独请您吃饭 不知道您是不是赏光 单独 夏夏不接话 只是意味深长地 看了金银茉莉一眼 金茉莉 微微低头 忍着笑 在偷看她 银茉莉一脸倔强 强颜欢笑 在指示她 姐妹花出面 演的又是哪一处啊 夏夏不用想也知道 又是欧那辰的主意 想和她面谈 欧那辰 肯定还是担心 站住其事件 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欧那辰在其中 不仅有经济利益 还有政治诉求 同时 她肯定也有更深层次的想法 或者可以说 她是左腾在朗时的 代言人的角色 隆重推出姐妹花出面 欧那辰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让夏夏 不免心生警惕 难道说 站住其独霸市场的背后 还有什么不能见光的内幕不成吗 四寸片刻 夏夏笑了 我已经和彩云换来 约好一起吃饭了 两位美女的心意就心领了 下次吧 荧幕里脸色就变了 夏市长 我们姐妹一起出面请您 您不能不上光 言外之意时 她们姐妹在老世 是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金茉莉则更直接 一脸羞红 却又大着胆子向前一步 不顾理财员和汤华来在场 一把挽住夏奖的胳膊 笑嘻嘻地说道 夏市长 求求您啊 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好不好 我们有好多问题 想向您请教 您要不去 我会很伤心的 说不定 还会哭鼻子呢 她的眼圈还真的红了 可怜巴巴的样子 像是一个 得不到宠爱的 恋爱中的少女 夏夏是何许人意 眼前的金茉莉的手腕 虽然令人怦然心动 但不外是当年 李丫头手腕的翻板 甚至还不如李丫头的手腕 浑然天成 不着痕迹 她也不躲开 而是用手 医治理财员和汤华来 呵呵一笑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啊 夏夏从来都不是一个 重色轻友的人啊 一下就闹了 金茉莉一个大红脸 她就松开夏夏的胳膊 跑到一边 脸红过耳 不再说话 银莉剑刺情景 不知为何 心脏不争气地 突然加快跳动了几下 因为刚才下想的样子 确实不是假装 而是一点也不为所动 在她的印象中 大部分男人 不管是高官还是富翁 一见到他们姐妹 别说拒绝了 都恨不得凑得进前 冲他们大显殷勤 难道说夏夏 还真是一个自律的男人吗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 哦 好吧 既然夏市长 确实有事 我们就打扰了 不过上次 听杨阿姨说过 她好像也想见见您 如果不是提到杨备 今天金银莫莉 和夏夏会面的一处 也不会在她的心中 留下什么波澜 直到金银莫莉 走出了很远 夏夏还微有失神地 站在原地 心思不定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但如果人生 真要相见的话 又是人生 无处不相逢 让夏夏没有料到的是 杨备还没有见到 第二天 莲若翰意外来到老师 而且还是突然袭击 事先没有打招呼 莲若翰不是一人前来 他连连下也带来了 夏夏可是有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莲夏了 作为他的第一个儿子 他对莲夏的感情最复杂 也最惦念 一见莲夏 就紧紧抱在怀中 亲个眉口 莲夏却挣脱夏夏的怀抱 用手一指莲若翰 亲妈妈 亲妈妈 夏夏就愣住了 小小年纪 就懂得男女之爱 这还了得 不料莲夏随即又说 电视上演的都是 爸爸一亲妈妈 就有了小宝宝 爸爸快亲不亲妈妈 莲夏 想要一个小妹妹 夏夏无语 瞪了莲若翰一眼 莲若翰还一脸委屈 最近没时间叫管她 她就看了不少电视 被电视剧教会了 正好 邻居家有一个小妹妹 她就和人家一起玩 就想要一个妹妹了 莲若翰的眼睛 眨动可不停 夏夏就明白 她心动了 一算日期 还真是她的危险期 难道说 莲若翰有母性大动 想再生一个女儿了 夏夏就忙岔开话题 美国的事情忙完了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在宾馆的房间内 莲若翰一边收拾行李 一边和夏夏说话 弯腰转身的时候 浑身上下 散发出成熟的女人气息 让夏夏再次沉迷 一个男人 一生之中 用情最深的 也没有几个女人 往往最初的 让她最难以忘怀 想想最先爱上的是曹树梨 最动心的 却是莲若翰 每每想及 在国际大厦的初夜 她依然亦乱情迷 莲若翰 留给她太多 或美好 或温馨的回忆 而卫馨 留给她的更是一种 淡淡的哀伤和遗憾 卫馨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夏夏收回了心思 问起了卫馨的状况 卫馨到了京城检查身体 由莲若翰安排了医院 结果出来后 医生却没有公布 说要进行研究之后 再进行一次复查 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夏夏的心 就一下悬在了空中 还不知道 莲若翰也是一脸忧色 我问过医生了 医生说 卫馨的情况很奇怪 现在不好确定 所以还是不说为好 省得为病人增加心理负担 夏夏叹息一声 唉 但愿她平安无事才好啊 她才不到三十岁 莲若翰也是十分怜惜卫馨 我会请最好的专家会证 国内技术力量达不到 就带她去国外 莲若翰的美国公司 已经成功上市 她现在是名副其实的 超级隐形富翁 为了带好孩子 她基本上辞去了公司的职务 只定期参加董事会即可 算是有了不少空闲时间 也难怪她又有了想要一个孩子的心思 晚上 夏夏留宿宾馆 好不容易等连下睡下之后 她和莲若翰才成就了好事 莲若翰肌肤如雪 滑腻疑人 夏夏难免流连往返 一时澎湃之下 就没有收住 全数精华奉送 夏夏新满一足之后 才一下子惊醒 糟了 别再怀上了 我还没有做好 再当父亲的心理准备啊 莲若翰却故意缠着夏夏 不放她下来 再生一个又何妨 反正也养得起 不是养得起养不起的问题 而是夏夏 现在子女有好几个了 她真的有心理上的观不好过去啊 虽然她身在朗世 离京城很近 但和萧家之间 见面不是很多 女儿萧夏越长越漂亮 完全结合了萧家 和夏夏的优点为一身 比梅婷还更有美人的气质 但因为繁忙和事物众多 夏夏去京城的次数不是很多 当然 在麻洋天倒台之前 也有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主要也是 现阶段和欧纳臣之间的争斗 因为情况复杂 环境险恶 涉及到台前幕后多种纠葛 夏夏就不想因为她的出现 而让萧家成为目标 又和连若翰缠绵了一会儿 两人都没有睡意 就开始说话 说着说着 连若翰忽然提出 吴若天准备涉足油漆行业 看中了朗世的地理位置 想在朗世上马一家油漆厂 他受吴若天之托 特意咨询下下想的意见 吴若天是吴才和的儿子 今年33岁 现任发改委副司长 副厅级 虽然吴家现在 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吴才阳 还有一个正部级的吴才将 另外因为老爷子影响力还在 有不少省部的一把手 都是老爷子的门生 因此 吴家底家族的地位 还是明智实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吴家现在如日中天 但吴家的危机已经显现 因为吴家三代之中 没有接班人 吴才将孩子还小 没有从政的愿望 吴才阳只有一个女儿 连若翰 连若翰更是远离政治 吴才和的儿子吴若天 虽然一直身在官场 但在父辈的庇护之下 33岁时 才在发改委 成为一个并不重要的 部门的司长 还没有在地方上 从政的经历 基本上可以说 前途比较暗淡了 吴才和就更不用说了 一直任贤职 早就边缘化了 可见 并非只要有出身 就有光明的前途 自身不过硬 再有人扶上马送一程 也走不远 吴若天 夏祥也曾经见过 在邱许峰结婚典礼之上 他和吴若天 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也没有怎么说话 只隐约记得 吴若天神色忧郁 不善言谈 怎么就突然之间 想起了 要进入油漆行业 夏祥也是微微惊讶 想进军油漆行业 也不是不可以 但却选择在朗世开办 就不仅仅是 出于经济上的考量了 肯定还有政治因素在内 更何况 他还是吴若天 是吴家人 难道是老爷子的主意 吴家人做事 不仅仅只考虑 经济上的着眼点 更多的 还有政治上的考量 老师本来就是一个 三地交界之处 地理优越 地缘政治十分重要 尤其是 借此大经常经济圈 提上日程之后 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 吴若天此次 突然向老师渗手 又是最为敏感的 游戏行业 看来 其中定是大有深意 但究竟是谁的手皮 和向向猜想的一样 连若汉并不清楚 他只负责传话 才不会过问 事件背后 有什么猫腻和文章 大部分女人 对政治不感兴趣 连若汉也是一样 尤其是现在的他 真的很想再要一个女儿 结果 向向就只好一夜之间 又劳累了几次 第二天 向向一上班 就接到欧纳辰的电话 欧纳辰正式邀请向向赴宴 他作动 同时出席宴会的 还有佐藤 佐藤闻风而动 立刻就做出反应 还真是一个 精明过度的日本人 现在知道慌乱了 早干什么去了 向向暗暗摇头 他还没有放出风声 要整顿老师的油漆液市场 佐藤就露面了 而且还不是亲自打来电话 却是委托了欧纳辰出面 架子还是很拿大 夏夏就一口回绝了欧纳辰的邀请 说是最近事情太忙 脱不开身 下午 召开了一次政府常务会议 古相国主持的会议 说到两件事情 第一 先是着重指出 占助期是朗氏的支柱产业 不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理由和借口 影响到占助期的销售和生产 否则就是朗氏的罪人 第二 因为大学成的兴建 朗氏东开发区 临近郊外之地 市政府 逆规划一座大行李礁桥 以缓解 由于人口激增 带来的交通压力 两条提议一经跑出 会议上 顿时一片议论之声 按理说 在重大提议提上常务会议之前 古相国有必要 和夏夏夏提前沟通一下 毕竟夏夏夏身为常务副市长 有极大的发言权 但显然古相国 有意忽视了他 根本就没有和他打招呼 夏夏夏见少丁一脸笃定 就知道 少丁肯定实现知情 又见王闹和柳仙炳 也并没有多少惊讶之思 心中多少就更明白了几分 古相国又再次拉拢了王闹 和柳仙炳 行事 再一次向古相国倾斜了 也可以理解 古相国毕竟是政府一把手 只要他稍微许下利益 在没有重大分歧之时 副市长向市长倾斜是常态 但下想担忧的 不是王闹和柳仙炳的态度问题 而是古相国的提议 根本就没有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之上 也没有为老师的利益着想 退一步讲 就算他所说的 维护站住期的独霸地位 还可以理解 但突然提议 在东部上马一座大行立交桥 换了别人 也许不知道古相国的良苦用心 夏强却是对他的心思 摸得一清二楚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22集 敲打 矛盾奸杂 不用多久 顶多两年后 远景规划中的一条 由京城通往台北的铁路 将要兴建 正要穿过 朗世的东部 也正好位于 古相国提议中的 兴建大型立交桥的地方 现在上马兴建 建成之后 铁路也差不多开始动工了 到时 刚刚建成的立交桥 就必须拆掉 一建一拆之间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市政府的投资 就会打了水漂 但有人会稳赚不赔 就是成建商 下想甚至已经可以猜到 工程肯定会落到 欧那臣的手中 他必须要制止 古相国的 假公济私的行径 因为 市政工程向来是政府投资 是政府行为 因此 花的是老百姓的钱 一进一出 初步估计 要损失几个亿 当然损失的是政府 是纳税人的钱 不是古相国的钱 也不是欧那臣的钱 兴建的时候 政府会投入 等到拆迁的时候 政府会补助 进出之间 开发商 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还会赚得盆盈钵满 这是一条 稳赚不赔的 官商结合之下的 生财之道 别的副市长 是否清楚 夏夏不愿意去猜测 她清楚 其中的门门道道 她就不能让 古相国的计谋得逞 顾市长 兴建立交桥的 建议不可行 夏夏也就单刀指入 直接提出反对意见 伊朗市的规模 上一座大型立交桥 是浪费人力物力 做不到物尽其用 我认为 没有必要上吗 夏夏的反对意见 很直接 一点也没留情面 就让古相国的脸面上 有点挂不住 其实古相国不知道 夏夏还是给她 留了情面 没有直接说出她的用意 否则肯定会让她 更加的颜面扫地 李交桥的项目 经过规划局专家的论证 不但气势可行 而且还十分有利于老师的经济发展 对提升老师的整体性效 十分的有用 夏市长太武断了 一口否定 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啊 古相国很不满地说道 颇有理直气壮的意味 古相国气势上占上风 就是为了要压夏夏一头 毕竟她是市长 同时 也是为了掩盖她的心虚 她以为夏夏不清楚其中的内情 却不知道夏夏是什么人 夏夏对建筑行业的门道很清楚 还有 她具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 前瞻性 陈志杰发言说道 我认为啊 夏市长说的有道理 以阎市现在的规模 一共才两座立交桥 而且利用率很低 阎市市政府 也在反思立交桥工程 有没有误尽启用 是面子工程还是 再结合阎省和国内其他城市的经验 以老师目前的生产总值 和人口密度来说 基本上 建造一座立交桥 就相当于摆设 我的意见是 不如将有限的资金 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比如 刑建一座大型会议中心 也比一座立交桥 更有实际意义啊 古相国当然清楚 会议中心 会比立交桥 更有利于老师的经济建设 但却不利于他的精明打算 所以 对于陈志杰非常偏袒地 向着下想说话 反驳说道 老师 确实有建造会议中心的远景规划 但会议中心是会议中心 立交桥是立交桥 不能因为上马会议中心 就不顾市民的出行方面 相比之下 立交桥对老百姓的实惠最大 也最能体现 市政府为百姓做实事的决心 往往贪官 都会有冠冕堂皇的一面 就像想亲眼所见的贪官 以及后世 不少落马之后 被揭露的贪官 差不多 各个道貌黯然 人前人后 大将特将反复畅联 而且还要口口声声地 为国为民 等到落马之后 不但百姓不相信 他是一个贪官 大贪官 就连平常在一起的同事 也是十分惊讶 真人不露像 贪官也不露像 少丁就及时附和了古相国的话 呃 我觉得 古市长的提议还是非常符合 朗诗的现状的 随着私家车的普及 同时 涌入朗诗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 而且东开区一带 又有占助七场 人流十分密集 迫切需要一座立交桥 缓解交通压力 我赞成古市长的提议 认为 完全有必要上马一座立交桥 呃 是的 确实如此 王闹也及时表态 表示了赞成 古市长和邵市长 说的都很有道理 当然了 夏市长的说法 从出发点也是好的 就我看来 立交桥 还是有必要上马的 王闹虽然赞同了古相国的意见 但也含蓄地 向夏向释放了善意 就引来古相国 大含深意的目光 王闹急忙低下头 假装没看见 柳仙炳的态度很坚决 不比王闹 还一副唯恐得罪下向的态度 他十分慷慨地说道 立交桥项目 必须上马 不上马不行啊 老师马上就要成为大京城经济圈的试点城市了 连一座立交桥也没有 太优算老师的形象了 我认为 立交桥不但要见 而且还要尽快上马 柳仙炳气势十足 说话时配合着挥舞的手势 大有大将之风 武若兰不无比仪地看了柳仙炳一眼 先是轻轻敲了敲桌子 等柳仙炳扭头过来看向他的时候 他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柳仙炳 说话不要太大声了 会议室也不大 吵得耳朵嗡嗡响 容易失眠 朱瑞乐正在喝水 扑得一下 吐了一地 忙笑着摆手 不好意思啊 呛了一下 吴市长请继续发言 朱瑞乐明显是讥笑之意 柳仙炳岂能看不出来 他想说什么 却又被吴若兰的话给打断了 我觉得 吴市长的体态仓促了 立交桥不是不能兴建 但不是现在 现在老是规模还小 以后的发展 是向东部清晰 还是向北部清晰 现在还没有定论 再说了 大京城经纪圈上马之后 省里对老师的定位 肯定会有所调整 现在就仓促的上马力焦桥 万一和省里政策不符 岂不是在做无用功吗 不得不说 吴若兰的发言 最有现实意义 也最具说服力 他的话音一落 就连古相国也微微面露惊讶之色 显然没有想到 吴若兰会有这么深刻的见解 尽管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不少 但古相国就是 想抢时间 先在政府班子达成共识 然后再提交常委会讨论 因为政府班子 如果意见不统一 在常委会上讨论的时候 会很尴尬 毕竟现在政府班子 一共占了三个常委名额 分量很重 时间不等人 等铁道部批文下来之后 所有人都清楚地 有铁路穿过立交桥的话 他的用心就会昭然若接 亮相于众目睽睽之下 现阶段 消息还没有正式对外披露 但他已经通过特殊渠道 得知了内情 所以才会打一个时间差 联手大转一笔 毕竟 政策上的变化 也怪罪不到他的头上 钱要赚 但要赚得合情合理 并且还要没有后议证 所以就要利用 对政策的先知和敏感 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 赚钱 古相国就决定 充分发挥市长的权威 要强压下响一头 我看 暂时就先这样 尽管有些同志有不同的意见 但还是请同志们 以大局为重 不要只是一味的反对 有意见的同志 就先保留一下意见 我的态度是 有些项目 必须上嘛 有反对的诚意也要上 古相国大手一挥 市政府一把手的权威流露无语 显然是不想再给下响等人发言的机会 下响见此情景 直到古相国 决定孤注一掷 要强行提交到常委会讨论了 古相国是市长 可以在政府常务会议上 拍盘决定 那力娇巧 是关系到 朗世整体利益的大事 必须要经过常委会讨论 他就双手一伸 既然股市长支持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上常委会讨论好了 不过 忽然语气一转折 他又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 我想事前提醒古市长一下 有些背后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 说到明面上比较好啊 藏在背后 反而会受到相反的效果 至此 下响更明白了一点 李娇乔的上马 不但会及欧乃臣和古相国 而且因为 涉及到要采购大量油漆 还可以为站住漆 带来丰厚的收入 真是一举三得的好手腕 唯一的输家就是 市政府的财政收入 如果想想没有什么原则性 反正又不涉及到 他的个人利益 他抬抬手也就过去了 政府的钱 从来不缺少 被有意无意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甚至是某些内幕工程 瓜分的显力 但下响不能容忍 在他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好听一点是 官商结合的腐败工程 说难听一点就是 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 进行高质上的经济犯罪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本来 最近下响的注意力 被牵到老冷职方的身后室上面 但因为案件进展缓慢 它也正好加大了 对大学城的监管力度 以及对观光农业的支持力度 准备好好的 为老师的经济建设 做出应有的贡献 不想 先是王强威的尤七事件 现在又出了利交桥事件 两件事件 都直接和欧纳辰有关系 间接和左腾有关系 站住期的问题 再一次 以一种多种交织的矛盾的形式 展现在下响面前 再有因为 陈大头 是站住期的总代理商 下响就清楚 他和左腾之间第一次会面 恐怕不会轻松 政府会议结束后 谷相国留下了王闹 柳仙禀和少丁 继续开会 研究细节问题 下响 陈志杰 朱瑞乐 和武若兰 就都离开了会议室 政府班子 明显分成了两派 下响没有回办公室 而是 直接来到艾成文的办公室 先就 古相国提议的 李娇乔的问题 和艾成文 交换了意见 艾成文表示 也听说了此事 他还没有就此事 进行深入的研究 初步看法是 有一定的可行性 下响也没有 向艾成文透露过多 而是含蓄地指出 仓促上马 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 劝说艾成文 不要轻易做出支持的决定 艾成文见下响 郑重其事地提出 也就表示 要慎重对待此事 下响之所以 没有向艾成文 直接说明 古相国的动机 一时 他只凭猜测 就将古相国 一下拍死 也不合适 二时 他还要再向京城方面 求证一下 铁路的具体上马事件 是不是和他所知的一样 只有综合分析之后 得出的结论 才能验证 古相国的用心 就算古相国 真的没有私心杂念 只要铁路穿越城东而过 立交桥就不能上马 否则就是 劳民伤财的工程 下响也不耽搁 随即 就向京城方面求证 他先是打电话 问过了异象师 然后 又打给陈锋 陈锋已经正式到山城上任 但之前发改委的决定 他也是清楚得很 从两人口中 得到一致的答案 不用多久 就会正式宣布 由京城 到台北的铁路立项 如此 古相国的用心 已经不言而喻了 晚上 欧德成再次打来电话 邀请夏祥赴宴 夏祥再次拒绝 第二天 夏祥市场的大雪城工地 指出 在建材的选用上 要本桌实用为主的原则 尽量选用 至优 价廉的产品 不一定非要用名牌建材 毕竟大雪城 不是高档住宅和会议中心 以兼顾 实惠至上 随后 夏祥就针对具体建材 又发表了看法 指出 可以适当选用 其他过产品牌的有期 不一定非要用本事的有期 要经过综合比较 再做出决定 不要因为 盲目追求品牌 而忽视的节约成本 肖武病好之后 就一直在老师负责 大雪城项目的建设 准备立足大雪城项目 然后扎根老师 肖武现场表态 决定从南方的厂家 购进一批国产油期 响应夏市长提出的 节约成本的号召 江山房产随后 从南方一次性购进 上百万元的油期 一路顺利地运到了老师 顿时在老师引起了轰动 多少年来 在老师的再建工程 从来没有用过别的品牌的油期 不管是政府投资 还是企业行为 基本上 不用站住期 就别想顺利竣工 有时甚至政府 也会出面说服 无法说服 就在政策上控制 总之 老师的所有建筑 只要需要外墙 或者内墙期的地方 全是站住期 大雪城项目 在市民中的知名度极高 一举一动 都受到不少人的关注 大雪城项目 破天荒的 没有采取站住期 而且 还是在夏市长指示之下 高调地构建一家 国产品牌的油期 正是在国内 和站住期竞争 最激烈的国产品牌 就给许多人 传递了一个 含义复杂的信息 不少人纷纷猜测 难道说 政府对站住期的 支持力度减弱了 风向改变了吗 佐藤也真能沉得住气 在下想 借大雪城项目 敲打他之后 他愣是顶住了压力 还是没有亲自 打电话过来 就让夏小 也暗暗佩服 日本人的死硬 好 硬称实了 看你能称到什么时候 两天后 吴若天的代表 雷延 从京城前来朗市 直接到夏想的办公室 正式向夏想提出 有一在朗市 兴办油期场 消息传出 一片哗然 就让市委 市政府 连同许多市民 都纷纷猜测 夏市长此举 完全就是 断绝站住期后路的做法 步步紧逼 所有人看到的 只是外表 至于雷延私下里 和夏想谈了些什么 坏人自然并不知道 夏想却在和雷延深谈之后 得出结论 吴家确实是要借 投资油期场的机会 正式插手 老式事务了 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 一个老式的经济收益 还不被吴家放在眼里 而是 有着深层次的政治企图 究竟建制何处 夏想也不敢肯定 因为雷延 只是受吴才阳所托 特意向他交代了几句话 一是 让夏想尽可能地 让吴若天的油期场 开办成功 如果顺利上马 吴家欠他一个人情 二是 告诫夏想 老式一些人 远比表面上复杂 主要是 他们背后的势力很庞大 让夏想 小心再小心 吴才阳的话很有意思 既直接又含蓄 却并没有具体点名 让他防范谁 但不管如何 吴家借油期场事件 介入朗式 首先 有矛盾冲突的就是 谷相国和欧纳辰 在朗式有可能新增一家油期场的消息 传出之后 佐藤只坚持了一天 终于坐不住了 主动给夏想 打来第一个电话 佐藤的中国话 说得很流利 如果不是他自爆家门 夏想一点也听不出来 他是日本人 中国话说的流利是好事 但他的口气很有点声音 第一次接触 就给了下想不太好的感官 小市长 您好 我是佐藤之一 佐藤吐字是标准 但语气 也不只是故意 还是无意 十分的僵硬 我想和您谈谈 请问 您什么时候有空 平心而论 站住期 作为老师引进的 最大一笔外资项目 理应受到市政府的礼遇 但礼遇 不等同于低声下气 市政府渴望投资是不假 投资却不是 低头哈腰换来的 而是要对方自愿 本周互惠互利的原则 佐藤或许是 在市政府其他人面前 高姿态惯了 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 和下想说话 就让下想对他 想要会谈的诚意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佐藤先生 稍微斟酌一下语句 下想的口气 散淡而疏离 最近比较忙 抽不出时间 再说 我想不出来 我们之间有什么 要会谈的必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23集 意外 各有安排 下想回绝的态度 也不算委婉 甚至可以说是 很直接 就让佐藤感觉 大失颜面 他一向姿势过高 认为在老时 就应该绰绰受到尊敬 没想到 下想一个常务副市长 还敢给他脸色看 就让他十分的不快 下市长 我平常很忙 一般市委市政府 经常邀请我 出席一些会议 我都要推掉的 言外之意是 他主动打电话 已经给了下想 天大的面子 想想笑了 我也知道 佐藤先生事务繁忙 最近我也是 杂事缠身 确实脱不开身 先是有王强威的生意 遇到不正当的竞争 现在 拥有投资商准备来老时 投资油漆炒 忙得不可开轿 就只能谢谢你的好意了 佐藤先生 既然有事要忙 就先忙别的钥匙好了 佐藤碰了一个 不软不硬的钉子 又被下下引伤了几句 差点发作 要是别的服势着 他说不定 早就摔了电话 但下下威名太盛 他还不敢放肆 就只能忍了又忍 最后说了一句 好 既然如此 有机会再说了 佐藤以为下下会挂了电话 没想到 下下又突兀地 说了一句题外话 佐藤先生 中国有一句老话 有所为 有所不为 男人 做事情 要有担待 敢做就要敢当 电话断了 佐藤一下愣住了 下想的话 含义丰富 肯定是在影射什么 难道是 他双眼转来转去 最后 坐回到椅子上 拉开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张 四四方方的白手卷 手卷的正中 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红 落红 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 颜色已经暗淡了许多 佐藤捧在手中 忽然就想起了 几年前的狂乱之夜 魏红卿的怯生生 惊恐的表情 再一次 闪现在眼前 下想三次拒绝 欧纳臣 一次回绝佐藤 立场十分鲜明 就是在对方拿出 足够的诚意之前 他不会坐下来谈判 当然他也知道 对方办法有很多 找他面谈 只是众多手段中的一种 还有更多的逼迫手段 还没有实战 果然 下想刚刚想到 对方就有动作了 爱成文召开书记办公会 重点讨论 李娇乔的建设 和京城投资商 准备投资游击厂的 两大议题 与会人员有 爱成文 谷相国 张英吉 和下想 陈志杰 因为涉及到市政建设 政府班子成员 占了大多数 三名常委 全数到齐 和下想预想的一样的是 爱成文刚刚抛出 以上两个议题 谷相国 就大力支持 立交桥的上马 并且强力反对 再老实 再建一座油漆厂 不但不利于 占助其进一步 占领市场 也是重复投资 资源浪费 不符合 现阶段老实的规划 完全是 头脑一热的产物 得 明明谷相国提议的 立交桥 是浪费资源的投资 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 反过来 却指责它的油漆厂 是重复投资 油漆厂是不是重复建设 先不下结论 至少立交桥项目 绝对就是 假公济私的工程 夏夏和陈志杰 坚决反对上马立交桥 理由自然就是 现阶段并不需要 一座立交桥 而且是浪费财力物力 张英奇暂时没有表态 只是一脸沉思 手中把玩着一支钢笔 转来转去 还一不小心转到地上 他就歉意地一笑 从地上捡了起来 立交桥啊 汽车要在上面绕来绕去 万一掉下来就麻烦了 当然了 如果驾驶技术不错的话 还可以保证 不被转晕 万一司机有私心杂念 难免就会失手啊 古相国眉毛动了几动 张英奇话里有话 似乎另有所知 他就多看了张英奇几眼之后 又看了夏夏一眼 夏夏短坐不动 并没有因为刚才的争论而恼怒 一脸平静 似乎并不在意 立交桥项目是否通过立项一样 古相国的心中多少有些不解 夏夏立足立交桥项目的上马 到底是出于私分 还是因为他看出了什么 夏夏不可能未卜先知 也不应该有超人异等的洞悉能力 他心中虽有疑惑 但也更愿意认为夏夏只是出于私分 不管如何 他相信 艾成文出于大局观上的考虑 应该会赞成立交桥的上马 艾成文的态度 有点模棱两可 他先是认为 油气场的投资是重复建设 不宜仓促决定 应该经过详细的论证之后再下结论 而立交桥项目也有点超前 和老师现在的经济发展不是十分相符 而且也不是迫切地需要一座立交桥 他的看法是可上可不上 等于是各打五十大板 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书记办公会最后没有形成共识 油气场和立交桥项目都暂时搁置了 既有点出乎下想意料 又让古相国有点郁闷 在他看来 下想提议油气场 纯粹故意没事找事 而他的立交桥 却是立国立民的大事 怎么也能搁置下来 下想却看出了什么 恐怕艾成文含糊不清的态度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油气场的前景 也不是他和左腾关系密切 而是他清楚 油气场背后的政治较量 艾成文肯定收到了 来自京城方面的授意 至于他将立交桥项目 也一同搁置下来 下想也不好猜测 是基于什么考虑 难道说 艾成文也看出了 古相国的真实目的 当然 以艾成文的政治智慧 看出什么也不足为奇 不过很多时候 在一些原则性不强的领导眼中 一般轻易不挡别人的财路 就像许多地方 发生特大贪污受贿案件 身为一把手的书记 会一点也不知情吗 书记就是书记 大权在握 耳目众多 主动来打小报告的也不少 但别人赚钱 是别人的事情 只要不妨碍到他的利益 一般也不会出面阻拦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罢了 艾成文虽然没有明确反对 不过也搁置了古相国的提议 确实让人难免有所猜测 关键是他 同时搁置了市长和常务副市长 两人的提议 这在书记办公会上 十分的罕见 三回后 不少人以为下想 会和艾成文再深入交流一下 不料却是张英吉教主的下想 下想就随他 一起去了办公室 大概谈了半个小时之后 才出来 具体说了一些什么 就无人得知了 四月中旬 省政府正式和京城方面签订了协议 大京城经济圈隆重上马 朗市作为环绕京城的十三个市县之一 因为是距离京城最近的地级时 就有了桥头堡的作用 省委省政府提出了 围绕京城建设三个新城的远景规划 提出要加快推进城市化进城 要构筑环京城新型城市群 以武堂 湘江 小家 三个县城为基础 建设京东新城 以竹州市为基础 建设京南新城 以淮安县 竹路县为基础 建设京北新城 对于朗市的定位时 以房地产 观光农业 电子信息为主 着力打造全新的京东新城 据观光 旅游为一体的休闲之地 基本上和上次在引进新兴农业 和观光农业之时 夏夏提出的对朗市的前景设想 如出一辙 一般而言 提议被搁置之后 短时间内不会再重新提交讨论了 除非经过修改 夏夏不关心古相国的提议 他只是将朗市的动向 反馈给了雷延之后 雷延很快就回话说 不会放弃投资 会继续想办法打开朗市的市场 估计会有幕后较量了 夏夏也不再多去想 尽管他还是不是十分清楚吴家的用意 但吴家想敲动站住期的利益 符合他的立场 他就是乐观其成的态度 冷制方案件 一直没有找到新的突破口 夏夏也不急着催促立飞 因为有时案件的进展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陆红站十分低调 让人一点也挑不出毛病 凡是英城和立飞经属的案件 他绝对完全放权 从不过问 摆出了真正的 指身事外的态度 陆红站这么做 就让他似乎从众人视线之中消失一样 其实也正是他的聪明之处 不让人抓住他的把柄 他才好暗中做手脚 陆红站的抓权行动 夏夏也心里有数 他并非没有应对之策 不过 他不是只为了斗争而斗争的政客 只要在大师大飞面前 陆红站不插手 不寻思 他也不会故意和陆红站过不去 对于古相国也是如此 但对于欧纳臣 夏夏的态度很明确 要不遗余力地打击下去 一直打得他没有还手之力 黑恶势力 不能在老是一直猖獗下去 出乎下想意料的是 丽妃在调查冷制方案件之时 没有发现更多的新的证据 却意外发现了古相国的问题 丽妃是从工人的口中 了解到一条线索 古相国在卓越小区 有一套住房 住房面积大概有200平方米 精装修 家具齐全 估计市场价格在60万元上下 如果仅有一套住房 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就算是收受别人的礼物 几十万的数额 也不能说明什么 更搬不到古相国 虽然严格来说 收回几万元就可以坐牢了 但国情自有网开一面的人情 一套住房也拿出来说事 上头一句话就能让古相国逃过以难 反而会打草惊蛇了 问题在于 房子里面还住着一个女人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丽妃也从工人口中摸得一清二楚 女人名叫许珊珊 是大学城的在校女大学生 年仅21岁 当然了 如果仅仅只有一个女人和一套房子 就想拿古相国怎么样 也不现实 但丽妃发现的问题 让夏夏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 一直以来夏夏认为 古相国可能贪污 和欧纳辰联手中饱私囊 数额肯定十分巨大 但她一直以为 古相国在女色方面 还算自律 没想到 古相国还常年包养了女大学生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呀 夏夏就勉励了丽妃几句 让她再继续 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看有没有新的收获 丽妃很高兴 顺藤摸瓜 第二天 就又有了全新的收获 徐珊珊 是冷知方第四夫人的妹妹 所谓第四夫人 是市局 为了区分冷知方的四位遗孀 按照年龄大小 在市局内部的一个 不成文的叫法 好一条 柳暗花明的线索呀 夏夏就要丽妃 继续顺着线索查下去 她不便介入到其中 只将心思用在了 如何进一步更好的领会 省委的指示 将老师作为京东新城的前景 建设得更加美好 老师的八大支柱产业 电子信息 会展旅游等线导产业 汽车摩托车配件业 农序产品及加工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 一刷包装 新型建材 房地产等等 其中 大电子信息 正呈现新兴笑容之事 而汽车摩托车配件 有点西洋产业的味道 其他几大产业 虽然也号称支柱产业 但实际上 只是相对 老师本身而言 放到全国 甚至只是燕省 优势有 但也不是很大 农序产品及加工 因为有了杨威的投资 下一步 应该会更好地发展壮大 其实 作为燕省的桥头堡 老师的成功 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联想到 他当年在产业结构 调整领导小组的经历 下想就隐隐明白了一点 有人让他来老师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二是 经济建设的需要 两者相辅相成 他必须找到一个 完美的契合点 才能算是 真正的成功 否则 只有政治斗争 没有经济建设 在革命年代还行 在现在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时期 只能是 一个跛脚干部 路走不稳 也走不远 平心而论 下想也不是一个 只为了斗争而斗争的政客 只是 他一来到老师 就被人步步紧逼 其实 如果按照他的意愿来 他倒愿意一步步地 利用经济建设的杠杆 慢慢地 在市场规律之内 打败欧纳臣 但欧纳臣 屡次动用黑社会手法 拥有古相国 屠云和陆宏镇的联手 下想必须奋起反抗 一一扳倒 不掌权 就别想有什么作为 没有发言权 还想有经济建设 只能是痴人说梦 向来都是谁说了算 谁就有功劳 谁就有政绩 但有一点 吴家的立场 又倾向于哪一边 站住期的背后 是不是 也有京城高层的支持 想想差不多 根据吴家 突然插手游击行业的举动 猜测到一点什么 他在办公室中 转了几圈 目光又落在秋海棠上 忽然就有了一丝鸣雾 秋海棠 到底有什么隐含的秘密 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 秋海棠 应该和瑞根 古象国 以及欧纳臣 都有联系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秋海棠就是一根线 线头是古象国 线尾是欧纳臣 而瑞根位于中间 或许重要 或许不重要 但绝对不会 没有丝毫的用处 电话突然响了 是京城来电 夏夏没有多想 漫不经心地拿起之后 刚轻轻围了一声 还没有来得及问好 里面就传来一个既熟悉 又遥远的声音 夏夏 很久没有联系啊 是不是觉得 吴家忘了你了 夏夏一下子 就屏住地呼吸 吴老爷子 是啊 自从他来到老师之后 吴旦和梅家 秋家之间的关系 少有疏远 和吴家的关系 也淡了许多 梅秋两家还好 联系不多 但也时有联系 和吴家 几乎断绝了联系 当然 连若汉除外 唯一让夏夏 感到意外的是 虽然和梅秋两家 稍有疏远 但和傅家之间的关系 稍有缓和 自从傅仙仙事件之后 和傅家之间 没有再发生过任何冲突 当然夏夏也心中有数 只是暂时的和解 他和傅家之间 有着巨大的鸿垢 不可能握手言和 但和吴家之间 包括一向还算不错的 吴才将 也联系极少 也让他的心中 多少明白了一点什么 吴家不希望他来老实 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 他目前所选的立场 和吴家渐行渐远 不符合吴家的根本利益 吴家所追求的 是家族利益的最大化 但相比之下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站在了 家族势力的对立面 肯定会引起 吴家的警惕之心 是啊 就连梅家和邱家 都心存警惕了 何况吴家呢 尽管说来 他和吴家之间的关系 最为密切 但凡事都是有两面性 因为连若汉的缘故 又最为疏远 吴老爷子很久没有打过电话 现在突然打来 所谓何事 老爷子 夏夏犹豫了一下 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只好笑了一声 我知道 其实您应该 一直在背后关注我 其实我一直在心里 十分感谢您的关爱 言不由衷啊 吴老爷子也笑了一声 笑声中有点淡然 不说这些了 说点正事 游器厂的主意 是才何处的 让小天着手去操作 我不插手 由他们折腾去 不过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说是要听他的看法 其实还是试探他的立场 夏夏痴迟一下 才说 上马一家新的游器厂 有利于打破垄断 就我本人来说 是持赞成的态度 但爱书记和股市长 恐怕不会同意 阻力很大呀 阻力肯定有啊 站住气在国内 垄断了多年 不是没有原因的 吴老爷子点到为止 没有再往身里说 而是又回到老师的局势上 老师的环境啊 是比较复杂 而且可以说是险恶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过 你不需要知道过多 也不用操心太多 只管做好 老师的事情就可以了 老爷子的话 暗示很明显 就是 明白无误地告诉夏夏 高层之间的较量 夏夏不必顾虑 只管一心在老师 好好打磨即可 夏夏听出了 老爷子的言外之意 忽然 他想起了一件 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正好借此机会 一定要亲口问一问老爷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二十四集 初见 不欢而散 老爷子 有一件事情 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夏夏的语气很恭敬 有话就直说 相比以前 老爷子的脾气 是前所未有的好 跟我就不用客气了 不客气不行啊 尽管老爷子已经退了下来 但余威还在 听连若翰说 过年的时候 大大小小 共有十余名省部级高官 去看望老爷子 就证明啊 他的影响力还在 还有足够重的分量 吴家的威名 并非只有虚名 而是 有实打实的实力 我不明白的一点是 我在老师怎样 才算通过考验呢 要是让我打破老师的平衡 打黑除恶 一个常务副市长的身份 又不够分量 如果只是让我在老师 打开局面 现在老师的局势 也算建立了一种 微妙的平衡啊 但眼下来看 我的道路 似乎还很长 矛盾就出来了 只谈经济建设 不搞政治斗争 在老师也行不通啊 双手都要抓的话 我又只是副职 哈哈哈哈 老爷子开朗地笑了起来 让你来老师啊 你就安心待下去就行了 哪里来的那么多的 杂气杂巴的想法呀 胡思乱想可不好啊 影响正常的工作 好了 不说了 继续按照你自己的思路 开展工作吧 等哪一天水到渠成了 你就知道前面 会有一条什么样的 金光大道了 得 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 夏夏无奈地笑了 等老爷子挂了电话 他才轻轻地 将电话放回远位 心中反而一片平静 前路看似一片迷茫 实际上 还是露出一丝曙光 至少吴家的插手 就让夏夏夏明白了一些什么 老师从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正要转变成一个香菠菠了 不仅仅是经济力上的纠葛 还有地缘政治的需要 或许更深层次地说 老师就是高层斗争的缩影 胜负决定到以后的战队和归属 步步惊心哪 夏夏夏摇头 达人在官场之上 又必须站队 并且级别越高 越要旗帜鲜明 否则 难逃无人提携的下场 要么随波逐流 要么逆流而上 总之 在重大选择面前 必须要用实际行动 做出表示 一方满意 肯定另一方就不会满意 世界 永远是二元对立的世界 官场也是如此 尽管也有 求同存异的时候 但总有在重大利益面前 互不相让的时候 官场之上的竞争 最为激烈 毕竟一把手 永远只有一个 夏夏一个人 关在房间中 沉思的许久 两天后 连若汉回来京城 然后传回消息说 卫星的病情 国内不好确诊 需要到国外诊治 夏夏就有一种 头晕目眩的感觉 卫星到底怎么了 她难道 她难道 真的得了不治之症吗 虽然连若汉说了 要亲自陪 卫星去美国 夏夏 我心中 还是有深深的内疚感 作为唯一一个 两世都深爱她的女人 本来她刚刚下定了决心 今生要好好对待 卫星 不承想 天不作美 卫星竟然得了 不治之症 一个如此细心周到的 完美女人 为什么上天 对她如此不共呢 夏夏 平生第一次 深深陷入的沮丧之中 情绪低落之下 对于欧纳辰 再一次提出的 见面和邀请 夏夏一口答应下来 她倒要看看 佐藤到底还能有一副 什么样的嘴脸 会面地点安排在了 凯撒酒店 最富力弹簧的宝间 让夏夏没有想到的是 陈大头也在场 陈大头经过一段时间的秀养 状态好了许多 她一见下想 神色之间 还多少有点不自然 有胆怯 有畏惧 还有一丝 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佐藤倒是和夏夏 想象中 相差不多 个子不高 小眼睛 一脸精明和傲慢 见他进来 只是欠了欠身子 连站起来迎接 都欠缝 夏夏又不在一些虚拟 他很客气地 和欧纳辰握手 也和陈大头握手 最后 在欧纳辰的介绍之下 才和佐藤握了握手 佐藤站了起来 弯腰点头 小市长 您好 逼人佐藤之仪 请多关注 日本人的彬彬有礼 是一种养成的习惯 不一定代表 他一定尊重你 夏夏就笑着 拍了拍佐藤的手 佐藤先生 我来老是快半年了 我们今天才见面 过程有点曲折和漫长 左藤甘笑了一声 小市长 公务繁忙 我一直不好意思去打扰您 您也可能对我有点意见 上次 请晨总出面邀请了几次 您都不肯上官 记得我请艾书记吃饭的时候 第二次 艾书记就上脸了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影射下想架子大 下想笑了 左藤先生 艾书记 主持老师的全面工作 我就不同了 有自己的分工啊 所以啊 不是我对你有意见 而是我们之间 有共同语言的地方不多呀 左藤一边请下想入座 一边就直接提出了 今天会面的主题 夏市长 占主期 是老师唯一的优势产业 市政府应该大力扶持 并且想放下发 扩大优势才对呀 而不是 再引起一些不入流的厂价 搅乱市场 最后受到损害的 还是老师啊 总不对老师以后的经济环境 不太看好了 可能后继资金的坠价 就不乐观了 上来就给下想一个下马威 意思是 如果下想再鼓吹 上马另外的油漆厂项目 占助期 可能会收缩投资 或许 将本该投向老师的资金 转投他处 因为 占助期在国内 有好几家分厂 并非只有老师一家 想想去清楚 左腾的威胁底气不足 老师有其他地势 所没有的便利条件 比如 距离京津最近 比如 成本低廉 相比 占助期 在南方省份的工厂 老师的生产基地 成本控制得最好 利润也最高 同时 销量也最大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但于朗师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是密不可分的 商人追求的 是利润最大化 不会做出任何赌气的举动 在商人的字典里 利润永远排在第一位 从来不会在利润面前 做一起之争 左腾之言 不过是下午 没有见识的地方官员的 常用的策略 在下想面前 根本行不通 下想白白手 依附无所谓的态度 哈哈 占助期总部的决定 我不予评论 商人追求的 是利润的最大化 所以 如果你们评估 老师的经济前景 不符合占助期的 长远发展 我认为 市委市政府也不必勉强 在商业之中 人情是最没有价值的体现 所以啊 我也不多说什么 再说了 我和左腾先生之间 似乎也没有什么人情可谈 你说是不是啊 陈总 下想不但避重就轻地 直接掠过左腾的话 还将球 提给了欧娜陈 欧娜陈一直在一旁 默不作声 脸上挂着 若有若无的笑容 其实心里也清楚 此次会谈 肯定不会轻松 前几天 继大学成项目 全面采用国产品牌的油漆之后 王强威的几处工程 也顺利地 从南方运来挤车油漆 因为下想一出手 风声大紧 欧娜陈就力劝左腾 及时收手 不要在暗中使坏 否则 撞到了枪口上 是自讨没趣 左腾难得听了欧娜陈的劝 也没在暗中阻挠 大学成项目的影响力之光 不用宣传 就闹得满城皆知 就让有心人猜测 站住其 肯定得罪的重要人物 才造成了 现在的局面 而后的王强威的工程 也高调宣布 采用了国产品牌 同时 还有意无意地宣传 国产品牌的油漆 价廉物美 以后凡是他的工程 必定采用国产品牌的油漆 为国产品牌的崛起 贡献一份力量 完全就是 间接地攻击站住其的左派 就让左腾大为恼火 也让欧娜陈十分不满 站住其在朗世独霸多年 离家独大的局面 一直没有丝毫地动摇 下想一出手 就让站住其的形象 在朗世世民的心目之中 有了不好的负面影响 欧娜陈虽然也清楚 不管是艾成文还是古相国 在站住其的问题上 肯定是坚决维护的态度 不会和下想持相同的看法 但下想此人 不仅仅有政治头脑 还有商业手段 他如果一心 想打破站住其一家独大的局面 谁知道他会使出什么 让人防不胜防的手段呢 凡是仪合作 不宜对抗 何在下想对抗之中 吃过几次亏的欧娜陈 雪聪明了 出于替陈大头考虑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为了他和佐藤之间 一直密切地合作关系 他几次三番地劝佐藤妥协 不要硬来 本来佐藤很轻视下想 并不认为下想一个 常务副市长 能有什么本事 让他犯难 不料下想不动声色之间 侧面出手 就让他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也是啊 下想只是在正面 提了一提油漆厂的事情 并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但风声已经传了出来 市场已经在第一时间 给出了反应 占助期的销量 减少了10%左右 倒不是说 真的减少了销量 而是经销商的提货 不如以前积极了 显然是下想发出的风声 以及大雪城项目 和王强威的工程 成功打破了朗氏工程 必用占助期的惯例 动摇了经销商的信心 相当于 硬生生在占助期的大本营 撕开了一条裂缝 经销商 就是销量的保证 是市场份额的保证 如果经销商的信心动摇 占助期的根基 就不稳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无数对老师市场 虎视眈眈的其他品牌的油漆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哪一个没有乘虚而入之心 说实话 佐藤心中 确实产生了一丝恐慌 因为 他找欧纳辰也好 找谷相国也好 两人暂时都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 因为下想 一切都坐在明面上 而且还合情合理 一点也让人挑不出毛病 未曾谋面 佐藤就已经感受到了 下想刚柔并激的手段 他信奉的观点也是 和气生财 也就接受了奥纳辰的建议 准备和下想好好地谈谈 谈是谈 但佐藤对下想不打招呼 就对站住其按下黑手的做法 还是十分不满 对下想也就没有什么好气 所以一见面 还是想在气势上压下想一头 只不过过了两招 现在的场面就多少有点尴尬 下想太极推拿的手腕也很高明 直接将球踢给了欧纳辰 就让佐藤对下想又多了一层认识 奥纳辰见佐藤不听他的劝告 还想和下想在正面过招 不由心中也是十分懊恼 佐藤此人 刚愎自用 而且 有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认为日本人 就是高中国人一等 有时连他也不太喜欢 他的傲慢自大 但不喜欢他的性格 并不意味着不和他合作 他可以忍受佐藤的傲慢的态度 下想却是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 其实下想的性质 还是偏向眉里藏真 很能容忍一些人的无力和傲慢 但下想的性格 也有水一样的特性 欲圆则圆 欲方则方 他在阎世和傅先锋过招之时 都以虚实结合的手腕应对 但在朗世 面对奥纳辰的黑恶势力 除了正面打击之外 还有简单而直接的 以暴制暴 所以下想才不会对佐藤 假以颜色 更何况他知道佐藤的伟人 知道他的阴暗心理 欧纳辰勉强笑了一笑 哈哈 小市长和佐藤先生 初次见面 还不太了解佐藤先生的伟人 其实啊 佐藤先生很好打交道的 说不定 也能和夏市长 成为不错的朋友啊 夏乡摆了摆手 不说了不说了 先吃饭 显然 是对奥纳辰刚才所说的话 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 奥纳辰和佐藤交换了一下眼神 他见佐藤脸上 隐隐有怒气 就用眼神暗示佐藤 要止怒 不要发作 日本人好酒 佐藤也不例外 几杯酒下肚 佐藤建下想 若无其事的样子 再也不提油气事件 引起的误会 他压在心中的火 又发作了 唬得站了起来 小市长 我敬您三杯酒 奥纳辰的脸色 立刻沉了下去 中国官员 最讲究场面上的事情 最重身份和面子 别人敬酒 敬一杯是尊敬 一下气势汹汹的 连敬三杯 就不是敬酒了 是挑衅 奥纳辰以为下想会发怒 不料下想 只是笑着白了白手 一脸轻松地说道 三杯酒是小问题啊 只要佐藤先生敢回答我三个问题 我就和你联合三杯 佐藤酒尽上涌 好 没问题 下想只是佐藤的眼睛 佐藤先生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认识魏红卿啊 佐藤端着酒的手 举在空中 半晌都没有放下 他一脸惊恶 愣了足足有十几秒钟 才将杯中酒 一饮而尽 认识 我曾经的恋人 下想见他回答得爽快 也就陪他喝了第一杯 然后又问 那你当时 是不是真心喜欢他 佐藤倒满第二杯酒 一脸醉红 是 我当时很喜欢他 下想就又喝了第二杯 第三杯酒 下想没有端气 一字一句地问道 那么请佐藤先生告诉我 你有没有做过对不起魏红卿的事情 佐藤本来站着向下想敬酒 下想此话一出 他一屁股 坐回到座位上 双眼发直 不敢直视下想的眼睛 低头半上 终于又说了一句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下想冷笑一声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 都会想办法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更何况 自己伤害过的女人 还对他一往情深 一个没有担待的男人 还想向我敬酒 还要和我面对面的谈条件 对不起 他不够资格 下想说完 站起身来 陈总 我还有事 久不久留了 说着 也不等欧纳陈开口 转身就走 欧纳陈使了个眼色 陈大头忙起身理送下想 随后 他对佐藤耳语一句 见佐藤没有反应 只好摇摇头 也起身要送下想 下想也没想到 今天会闹成这样的结局 也不怪他发火 本来他就对佐藤 没有什么好感 一见面 佐藤还十分傲慢 处处流露出优越感 再想到 魏红卿的凄惨生活 他的火 就不可一致地发作了 作为一名政府官员 不应该感情用事 对佐藤身为日本人的事实 有什么成见 但有时 还是难以压制骨子里的血腥 一想起佐藤 强健了魏红卿 还死不承认地无赖罪恋 下想就有一种 朝他扁脸上 踹上一脚的冲动 他快步如飞 也不理会身后的陈大头 和欧纳臣的送行 对于陈大头 他谈不上什么厌恶 只是觉得 他的形象 有点过于猥琐了 配不上杨备 话又说回来 世界上的婚姻 有多少是般配的 他也不愿多想杨备 有什么难处和苦衷 路都是自己走的 怨不得别人 刚走到门口 因为走得过急 差点和一个人 撞个满怀 还没看清来人是谁 一股熟悉的幽香入鼻 下想就木然一惊 是杨备 果然是杨备啊 面前站立的 一脸欺容 双眼无珠的女子 不是杨备 又能是谁啊 他退后几步 愣愣地看了 夏夏几眼 夏 夏市长 夏夏知道 他想知乎自己的名字 但终究还是没有喊出口 本来他也以为 在见杨备之时 还会心潮澎湃 不料人生之中 第二次意外相遇 他心中平静如水 只是微一点头 淡淡地回应了一句 杨备 你好 杨备的眼泪 一下就涌了出来 他知道 一句简简单单的你好 从夏夏嘴中 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地说出来 就意味着 他和夏夏之间 隔着山 隔着水 隔着天南地北 当然他不知道的是 在夏夏的心里 还隔着两世的沧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二十五集 默契声东击西 夏夏见身后的陈大头 和欧那陈都愣在当场 知道杨备的事态 落在他们眼中 就有了意味深长的猜测 他也不过多地解释 冲两人挥挥手 上车而去 夏夏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杨备的事态 因为他和杨备之间的旧事 被陈大头得知之后 加以利用 他和欧那陈 以及陈大头之间 因为杨备的介入 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 两天后 李娇乔的提议 正式提交常委会进行讨论 会议一开始 争论就非常激烈 古相国亲自上阵 陈述厉害关系 夸大立交桥对朗世的巨大作用 提出 如果不上马一座立交桥 朗世就没有一个地级师 应有的气象 古相国自从失去 图云这个极限风之后 再加上 在市政府班子 有了下想的牵制 许多时候都必须亲自上阵 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分量 给别的常委施加压力 不得不说 下想的到来 确实让老师原有的平衡秩序 全部重新组合 下想并没有亲自担任主力 和古相国对抗 而是 由陈氏接触嘛 一对一的 和古相国针锋相对 两人各输几件 争论得十分激烈 有几次 陈智杰言语疾风 几乎逼得古相国 没有还手之力 就让陆红站 暗暗感慨 真是风水轮流转 想当初 图云咄咄逼人 把不少人呛得无话可说 现在 下想不用亲自出马 只凭一个陈智杰 就能和堂堂的市长 唇枪舌剑较量一番 让古相国 险些下不来台 确实是 让人无奈呀 陆红站就只好 披挂上阵 讲了一番大道理 又和陈智杰 争论了一番 前戏演足了 终于轮到主角上场了 下想还没有发言 他一挺着腰身 所有的常委 就立刻哑雀无声 目光也急急地投来 下想的威望 由此可见一斑 就更让陆红站 暗暗心寒 下想既没有一脸冷峻 也没有一脸严肃 而是一脸浅消地说道 其实啊 你老是现在的局势 上马一座立交桥 也并无不可 嗯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陈智杰是下想的极先锋 他的发言 肯定代表的是下想的意思 下想怎么反着说话了 岂非让陈智杰 刚才的努力白费了 下想只是微一挺顿 就又接着说了下去 老师确实需要一座立交桥 尤其是城东交通密集的地方 有一座立交桥 不但能大大缓解交通压力 对于提升城市形象 也大有好处 其实啊 我也赞成 在条件合适的时候 上马一座立交桥 就连古相国也大获不解 下想耍得什么把戏啊 上次开政府常务会议的时候 还慷慨激昂 列举了无数事实 陈叔立交桥 劳民伤财 现在怎么 突然就转变了口吻 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尽管下想风向改变 古相国却没有一点期待和兴奋 反而更加担心 因为他知道 下想必定还有厉害的后手 不料下想说完之后 却又没有了下文 而是江秋提给了张英吉 我上次和张书记 谈到立交桥的事情 张书记提出了新的见解 我听了之后啊 受益匪浅 就请张书记给讲讲他的看法吧 不少人都隐隐猜到了 是怎么一回事 基本上 在市委之中 持中立立场的张英吉 此次立交桥事件 看来是要和下想坚定地站在一起了 果然和众人猜想的一样 张英吉不慌不忙地拿出一份资料 慢条思理地说道 我和夏市长的看法一致啊 李交桥应该上嘛 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说不是现在呢 具体原因呢 可能有些同志心里清楚 大部分同志就不明白内情了 我就要在会上 把重点给大家点出来 是关于铁道部的一份规划书 古相国的心 顿时提到嗓子眼里 糟了 难道说 他的用意 被人察觉了 不料张英吉高高抬起 却又轻轻放下 先将立交桥的事情放到一边 随即又转移了话题 在讨论立交桥 是不是应该上马之前 我想多插一句话 就是关于上一次 夏市长提议的 兴建一座国产品牌的油漆厂的提议 我认为啊 站住器 作为一家合资品牌 虽然为老师带来的经济利益 也是老师龙头企业之一 但在老师一直走的是垄断的路线 不利于以后的长远发展 而且 根据我和夏市长进一步研究发现 南方不少地市 都新建了国产品牌的油漆厂 对站住器在当地的销售 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啊 由此可见 油漆行业的多样化 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所以我认为 很有必要再在老师 新建一座油漆厂 一号促进站住器 改进生产工艺 提高营销水平 以便更好地迎接 新的机遇和挑战 夏想就及时补充了一句 张书记的见解很深刻呀 要竞争 不要垄断 站住器在老师 养成了一家独大的作风 以为一拖金金就可以占领全国市场 其实 在南方不少地方 站住器的市场份额下降了很快 只有竞争才有活力啊 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谁都看了出来 夏想和张英吉一唱一喝 两人在联合挤兑股相国 但还有不少人 不明白 为什么正在讨论立交桥的问题 却突然又把话题跳到了油漆厂的上面 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啊 到底暗藏了什么玄机呢 当然有玄机了 否则 以张英吉的政治智慧 和夏想的政治手腕 两人联手 肯定不会无地放逝 也不会漫无目的地乱说 刘依林不清楚夏想和张英吉之间 有什么内幕 难能猜到 立交桥项目和油漆厂之间 肯定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他目光闪动着疑问 先是打量夏想几眼 然后又意味深长地 看向了张英吉 先想 张英吉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他做事只从他的立场出发 不符合他的立场的话 就是艾成文的面子也不会给 他此次肯为夏想出面 就说明夏想说服了他 张英吉一直都是 艾成文和古相国最想争取的人 张英吉偏向谁 谁就会实力大增 只可惜 张英吉基本上一直持中立立场 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就让艾成文和古相国 都拿他无可奈何 但张英吉最大的优点就在于 刑事只凭原则 凡是符合大局利益的 他都会支持 反之就会强烈反对 因此 艾成文和古相国尽管对他没有办法 也不得不对他礼让三分 还不时地要拉拢一二 在刘依林的印象中 好像张英吉还从来没有非常坚定地支持过艾成文和古相国的时候 更不用提和其中之一暗中配合 在常委会上一唱一鹤了 刘依林就非常佩服夏想的本事 能让张英吉支持他的立场并不是很难 难得是张英吉肯主动出面替他打先锋 艾成文也对张英吉和夏想之间的默契大感惊讶 现象 如果张英吉再坚定地和夏想站在一起 夏想作为另一支力量 在世卫之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稳固 他心中 隐隐有一丝担忧 在担忧之余 更对夏想到底和张英吉达成什么内幕交易 大感兴趣 艾成文也清楚的一点是 丽娇桥和游七场两个项目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实际上 古相国和夏想双方 各有重大的政治利益在内 所不同的是 古相国是为了一己之私 夏想四心杂念相比之下 还是少了许多 至少在他的眼中 还没有看出夏想是出于私分 才要在朗世打破占主其一家独大的局面 从根本上讲 就算引进一家游七场 夏想也无力可图 难道说 夏想真有一颗大公无私的为民之心吗 诚然 就艾成文本人来讲 也知道 现在游七行业正呈现蓬勃向上的取势 站住期在朗世 一直处于垄断地位 并非是站住期 有价格和质量优势 确实也是 与市政府明里暗里的地方保护主义 密不可分 还有 奥纳辰的地下势力的配合 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说实话 南方许多国产品牌的游七 对朗世的做法十分不满 曾经向省委或行业主管部门 多次反映朗世 过于浓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 但朗世顶住了压力 还是将许多品牌挡在朗世的大门之外 下想是有意打破目前不太健康的市场了 艾成文的目光 在下想的脸上停留了片刻 又收了回来 如果说 下想此举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他肯定不会相信 政治人物 一举一动 都摆脱不了政治上的诉求 但下想的落脚点 究竟在哪里 下想的后台 从表面上看是 陈锋和宋朝渡 实际上 艾成文心里清楚 下想前来朗世 并非是陈锋和宋朝渡的手臂 而是 经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意思 但与此同时 下想又和四大家族之间 有着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 就让他不免猜测 下想在家族势力的反对者 和支持者之间 到底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线 是向左 还是向右 或者说 直走中间路线 直走中间路线 肯定性不同 如果下想不坚定立场 不向一方表明 完全靠拢的态度 他绝对迈不过 由副厅 跨越正厅的门槛 因为 任何一个正厅及实质人物的提拔 都是省部及以上高层 在陪着中间力量 肯定不会让一个 试图左右逢源的人 得到一个宝贵的关键位置 全国一共没有多少个地级士 每一个地级士的一二把手 都是以后省部及高官的后备军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本来下想初来朗世之时 在和农业部推广新兴农业的对抗之上 旗帜鲜明地表明了 他反对家族势力的立场 但在游戏场事件之上 下想的立场突然又模糊了 艾成文再清楚不过 下想支持游戏场的上马 如果只有打破站住期 在朗世的垄断地位为出发点 理由有点勉强 但有一点 可以非常完美地回答下想的动机 游戏场的背后 是吴家的插手 下想力挺吴家插手朗世事务 难道说 他有意担任吴家的先行军了 如此一来 岂非说明 他和吊太莱老师的幕后人物的立场 背道而驰了 因为当时立足下想 莱老师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正是家族势力的坚定反对者 下想啊下想 还真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年轻人 艾成文的心思浮沉半天 始终不能理解下想的所作所为 到底基于什么考虑 不过即使是涉及到上层的较量 在老师 该怎么走形势 还必须怎么走 作为一级党委 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艾成文就抱了静观其成的态度 看下想 如何撬动古相国的利益 他在立交桥和游戏场两个项目上 没有太明显的倾向性 当然也并非没有一点倾向 本来他是稍微偏向古相国的立场 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他更愿意让下想再一次比古相国让步 古相国的威望降到极低 他在世卫之中的权威就越高 最近一段时间 古相国低调了许多 形势也圆润了不少 就让他隐隐担心 如果古相国和下想之间没有了争斗 就无法彰显他作为侍卫一把手的声望 现在好了 下想和古相国之间 还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艾成文就决定最后一个发言 小市长和张书记的发言 确实有独到的见解啊 我得承认 对于市场经济的问题 我研究的不多 所以啊 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只说一句好了 我支持张书记的提议 吕一可人老成精 他在世卫一向持中立立场 现在和下想的关系越走越近 基本上 只要不涉及到他自身重大利益时 一般都符合下想的提议 也是下想来到老师之后 给他带来不少的好处 在查处图云案件 以及查办笼孔问题时 正是因为下想的手脚 才让他立了大功 也让他受到审理的表彰 最主要的是 吕一可非常认可下想的为人 觉得下想有原则 有立场 也有应有的血性 刘依林犹豫一下 尽管他和下想之间 沟通不是很多 但也多少有一点默契在内 一般而言 如果就算有内幕交易 他宁愿相信 下想和张英吉之间的交易 更透明 更公正 油气场确实该上马 刘依林还是一成不变的 漫不经心的强调 但态度却很坚决 立交桥的问题 我就暂时不发表看法了 总觉得 现在上马一座立交桥 似乎有点操之过急了 不少人的目光 都落在古相国的身上 古相国的心中 逼得难受 别人或许会有点迷糊 张英吉为何转移话题 从立交桥 一下跳到油气场的上面 他却是心里有数 下想和张英吉连起手来 一个躲在背后暗放冷枪 一个站在台前 声动击息 不错 就是声动击息 是在向他暗示 或者说是在威胁 如果他不同意油气场的上马 对方就会跑出 强有力的证据 铁道部的规划 铁道部的规划 只是可以让立交桥的上马暂缓 但古相国做贼心虚 他甚至已经猜到下想 肯定已经知道了他的用心 如果被下想当众揭穿 就算他失口否认 也容易给人造成 继承事实的错觉 下想还是给他留了情面 所以张英吉才是 只提了一提铁道部的规划 并没有深说 其实也正是下想高明之处 给了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古相国胸闷 气短 有点喘不过气 被人逼到绝路上的感觉 确实不好受啊 不上不下地掉在半空 他不想认输 但又无路可退 古相国看了下想一眼 下想一脸平静 他又看了张英吉一眼 张英吉一脸严肃 将手中的资料翻来翻去 翻出了一副 准备随时抛出的架势 古相国犹豫了 真的拿不定主意了 他现在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只好说道 李娇俏项目 经过规划局专家的论证 确实切实可行啊 我的意见是 希望市委常委会通过决议 下想暗暗摇头 古相国不就是下了台阶 还在应称 就让他对古相国大感失望 张英吉就立刻说道 古市长的话 我不同意 我也经过一系列研究和论证 同时 征求了不少省力专家的意见 他们的看法是 老师确实是需要一座立交桥 但不是现在 也不是在城东的位置 刚在开会之前啊 我还咨询了一下京城方面的专家 他们给出的意见是 在城东上马一座立交桥 完全是 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啊 张英吉的话 力度之大 几乎没有给古相国留多少情面 就让不少人都暗暗吃惊 其实夏夏知道 张英吉还是给古相国留了余地 没有将内情合盘拖出 陈志杰健壮 也知道 是该火上浇油的时候了 就再次发言 从国家有关部门得到的消息是 最近会有一系列的 规范建材市场的政策出台 所以上马油漆场 是大势所趋啊 还有 国家在严格控制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的方面 也做出了相关规定 警方党政领导在大型工程项目之中 以全谋私 中保私囊 张英吉也趁热打铁 再次将铁道部的文件 举在了手中 朗生说道 而且啊 丽娇桥项目仓促提出 我认为 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两人联手 步步紧闭 谷相国终于着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26集 险胜 局面失控 不等张英吉说完 谷相国就一阵激烈的咳嗽 似乎是被呛了一下 然后就忙伸手 打断张英吉的话 英吉和志杰两位同志 提议很不错呀 经过认真考虑 我觉得 丽娇桥项目现在上马 确实太仓促了 我决定再换 至于油漆厂项目 回头 我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然后再做决定 包括艾成文在内 许多人都大跌眼镜 谷相国出尔反尔 直接在常委会上 否决了自己的提议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 太惊人了 谷相国也意识到了 众人目光中的质疑 他没法解释 有口说不出来呀 但心里明白 夏想在幕后 陈志杰和张英吉在台前 对他前后夹击 如果他再不让步 肯定会遭受更加猛烈的攻击 以夏想的手段 以张英吉的阴柔 以陈志杰的强攻 三人联合 非把他劈得体无完肤不可 就算他死不承认 也肯定要坏了名声 有些事情 就算人人都知道 但也不能说到名面上 以张英吉刚才的架势 显然是想摆到名处 谷相国不紧张才怪 所以 他必须及时收手 有时候 妥协 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谷相国以为 他退让一步 夏想就会放过他 不料 他的话刚一出口 夏想就说 谷市长 立交桥项目可以暂时搁置 油气场的投资 还有必要继续讨论 因为 投资商提出的投资额是 两个亿 常委会上 顿时一片议论之声 两个亿 不是一批小数目啊 老师规模不大 轻易没有上亿的投资啊 立交桥是政府出钱 油气场的投资 是为老师创收 一进一出 差距巨大 为什么不要讨论呢 就是啊 为什么不继续讨论 油气场的投资啊 两个亿不是小数目 能拿来两亿元的投资 很不容易 如果老师 很轻易地就拒之门外 损失就太大了 刘依林抓住时机 再次发言 我认为啊 开一次会议 就要决定一些实际问题 不要开了许多会 却只是讲来讲去 说空话 既然夏市长 有能力为老师 拉来投资 我们不但要赞成 还要举双手欢迎啊 油气场项目 不但要上马 而且 还要轰轰烈烈地上 才能表明市委市政府 拓宽市场的决心 同时 也适当要给站住期 施加一些压力 省得他们总是向市里 提各种各样 不正当的要求啊 市委秘书长李小亮 在刚才的争论之中 一直保持了沉默 此时 却又迫不及待地 跳了出来 站在下想立场之上 对油气场项目 大唱赞歌 李小亮 是艾成文的代言人的角色 他的发言 就意味着 艾成文的默许 古相国快要崩溃了 他也没有想到 今天的会议 会开到这样一个 骑虎难下的地步 他退了一步还不行 下想紧逼 艾成文落井下石 如果他再不点头 张英吉和陈志杰 在穷追猛打的话 他就不是现在尴尬的处境了 而是肯定下不了台了 只迟疑了片刻 古相国就很明智地 做出了英明之举 他轻轻地 合上手中的笔记 同志们的提议很不错呀 我接受同志们的建议 同意上马油气场项目 具体工作 由下想同志负责 其实古相国会错了意 李小亮主动发言 并非得自于艾成文的手艺 因为艾成文 在是否上马油气场 项目的问题上 还没有拿定主意 他还在犹豫 到底要怎么安排 才能达到一种 最佳的平衡 李小亮的突然表态 也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艾成文目光闪烁 一脸疑问地 看了李小亮一眼 李小亮没有回应他的质疑 只是 目光始终落在陈志杰的身上 艾成文明白了 肯定是陈志杰 说动了李小亮 他心中 隐隐有点恼火 上马油气场项目 不是一件小事啊 李小亮没有事先打个招呼 就自作主张 让他的心中很不舒服 但是 现在形势所迫 李小亮一开口 又有几人附和 再加上 下想的支持者也不少 主要是 古相国妥协了 全面妥协 就让艾成文也无可奈何了 他是一把手不假 但也不可能将所有常委的意见 都否决了 他可以借助古相国的力量 压制下想 也可以借助下想之手 撬动古相国的利益 但不能完全凌驾于 古相国和下想之上 好高明的手段呀 尽管艾成文不清楚 下想是如何说服他张英吉 又如何在最后一刻 迫使古相国妥协 他很清楚的是 古相国败了 败得很惨 而且 他也败了 在他还没有决定 支持油气场项目上马之前 就被逼到了不得不表态支持的地步 厉害呀 几乎就是翻云覆雨的手段 艾成文尽管心中大不痛快 不过 还是最后拍板决定 上马游七场 具体是以 游下想全权负责 并及时向市委 汇报事件进展 好一场出人意料的常委会 好一次 别开生命的常委会 所有常委 都对此次会议 波折不断 大感震惊和好奇 印象中 这还是朗氏的常委会 第一次几乎出现 失控的局面 当然了 话又说回来 失控的是古相国 不是下想 下想一直在暗中 控制着局面 会后 艾成文将下想叫到办公室 密谈了半上 会谈结束之后 艾成文 亲自送下想到门口 显然会谈进行得很愉快 也很成功 下想回到办公室 刚坐下 就接到京城来电 让他大为惊讶的是 竟然是吴才阳亲自来电 想想 没想到 你自己竟然办成了游戏场的事情 我还没有从上面着手操作 你就在朗氏打开了大门 不得不说呀 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啊 吴才阳的语气之中 大有赞叹之意 实属难得 在下想和他接触以来 还是第一次听到他 正面的称赞 下想也就客气地打道 吴部长过奖了 在我看来 新上马一家油漆厂 确实有利于打破站住期的垄断 同时 也会促进站住期 更好更快地 适应市场大潮啊 呃 这么说吧 吴才阳似乎迟疑了一下 才说 油漆厂项目得以上马 吴家欠你一个人情 你以后啊 遇到什么难处 随时可以找我 我会帮你解决一个过不去的坎 虽然吴才阳的语气 立前强了一些 但还是只谈交易 不谈交情的口吻 挂断电话之后 下想摇头笑了笑 平心而论 他其实 并不是出于帮助吴家的立场 才立足上马油漆厂 确实是有意打破 站住期的垄断和傲慢 站住期在国内 压制了国产油漆的兴起 足足有十几年 除了有老师的原因之外 也因为站住期 在高层也有市场 作为站住期的 主要生产基地的老师 如果再新建一家油漆厂的话 就算是不知名的品牌 也可以借站住期的名气 一举成名 而且象征意义重大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在朗市 再上马一家油漆厂 相当于破冰之举 打破的 不仅仅是站住期 独霸国内市场的尖兵 还有站住期背后 高层的尖兵 影响深远 不管是经济层面 还是政治层面 绝对都有非凡的意义 自然 话又说回来 在下想看来 是意义深远的事情 但站在站住期的立场之上 就又是另外的事情了 消息传到佐藤的耳中 佐藤勃然大怒 立刻打电话给欧纳臣 提出 在油漆厂动工之时 要千方百计 阻止油漆厂顺利完工 欧纳臣含魂不清地答应着 没敢给佐藤一个肯定的答复 他被下想打怕了 已经轻易不敢再开启战断 对付别人 可以用人身威胁 或是按下黑手 但对付下想却不行 下想太强势了 也有太多力量可以借助 两次对他出手 两次打到他疼 他现在可不敢再让下想抓住把柄 但下想的做法 也确实损害到他的利益 也让他十分的不爽 如果真能对占助期的销售影响巨大 陈大头的生意 势必会受到牵连 而陈大头 一年能赚 差不多上千万元的利润 欧纳臣忧心忡忡 决定找陈大头好好商量一下 让欧纳臣没有想到的是 情况远比预料中严重 在市委常委会 刚刚过去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几乎老师都传遍了 要欣赏一家油漆厂 一时之间 整个老师差不多要沸腾了 因为多少年了 老师人习惯了 站住期在老师的一家独大 习惯了全老师所有建筑物 全部采用站住期的惯例 更习惯了 老师的建材市场 销售的油漆全部是站住期的现象 突然之间 就要在老师多了一家 另外品牌的油漆厂 就让人一下子 不能接受这样的转变 市民是一下转不过弯来 经销商却反应够快 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观望的姿态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站住期的提货量 锐减三成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不止如此 闻风耳动的其他品牌的厂家 纷纷打电话 给站住期原有的经销商 提出了十分优厚的条件 邀请他们加盟 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站住期的经销商 人心浮动 想要转投别的品牌油漆的怀抱 因为一直是陈大头作为总代理 垄断了站住期的经销权 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 陈大头将经销商的利益压到最低 基本上是他吃肉 只让别人喝一口汤 而且还是很小的口 经销商敢怒不敢言 一是因为陈大头是唯一的总代理 二是他的背后站着欧那陈 所以想做站住期的生意 那就只能任人宰割 现在机会来了 经销商被压抑太久的情绪爆发出来 纷纷推迟体货 站住期遭遇了第一次滞销危机 同时陈大头也感觉到了撤苦的寒冷 尽管老师已经春回大地 在他的心中却是冷风阵阵 办公室中陈大头坐立不安 先是背着手在地上转了几圈 实在是无法可想 就又打电话给欧那陈 明明刚刚欧那陈打来了电话 说马上就到 他还是六神无助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局势 忽然电话响了 他拿起电话 重重地围了一声 喂 哪一个 是我 杨贝的声音很小很轻 你 你中午还回不回来吃饭呀 吃 吃你个大头鬼 陈大头没来由的一阵厌烦 忽然想起了杨贝见到下想时流泪的一幕 就更是怒从心头起 你马上来公司 我有事要问你 不等杨贝说话 直接就扔了电话 欧那陈正好进门 听到陈大头的话 不由皱了皱眉头 上次送下想的时候 杨贝泪流满面的对下想的情景 他也看得一清二楚 他当时就有了怀疑 后来一查猜清楚 原来杨贝竟然是下想的同学 欧那陈一想就明白了七七八八 后来他又突然一打听 果然杨贝以前和下想曾经有过恋爱关系 就让他多了一个心眼 或许杨贝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筹码 欧那陈就对一脸怒气的陈大头说道 不要动不动就乱发火 发火有什么用啊 发火有用的话 大家都去吵架好了 谁的火大谁说了算 世界就太平了吗 陈大头挺怕欧那陈 立刻就熄了火 我是想起了下想 不但骑在我们头上撒尿 还玩过我的女人 就让我咽不下这口恶气啊 着急上火也没有用啊 要想办法 对付下想 又不能硬来 欧那陈用手指着脑袋 语重心长地告诫陈大头 其实他也心里清楚 何尝没有自说自话的意思 他也正在想办法 但让他头疼得实 竟然暂时无法可想 怎么办才好呢 欧那陈的目光 欧那陈的目光看向了窗外 窗外的楼下 杨贝挺好奥迪一丝 下车之后 宽宽地上楼 他的眼睛就生动了起来 哥 你让嫂子过来 有什么事啊 我 陈大头一向噎住了 他不敢直接向欧那陈说出他的想法 担心被欧那陈痛骂一顿 就说 也没什么事 就是让他从家里送一个文件过来 欧那陈岂能不知道陈大头的用心 他就无所谓地说道 让嫂子出面 去找夏祥 也是一个办法 不过 万一嫂子和夏祥旧情复燃 大哥就吃亏了呀 陈大头脸上的青筋暴起 一脸痛红 我 我 我要杀了夏祥 欧那陈轻轻拍了拍陈大头的肩膀 哥 你再向神里想一想 如果嫂子 真和夏祥发生了什么 夏祥就有了把柄在我们手中啊 他心里清楚 陈大头和杨备之间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要感情没感情 要同床没同床 就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 无非是给外人一个假象 证明陈大头的正常 但即使如此 陈大头也是一个男人 男人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 都是一样的独占心理 不允许别的男人 有任何的染指 哪怕他没有能力 但欧那陈的话 显然也打动了陈大头 他对杨备 却是没有太多的感情因素在内 尤其是当他得知杨备 竟然和死敌夏祥 曾经有过一腿之后 心中总觉得 有一只苍蝇 恶心的不行 所以最近 杨备没少挨他的打骂 如果牺牲一个杨备 弄得夏祥灰头土脸 让自己一方反败为胜 然后 他在一脚踢开杨备 不幸不能再找一个 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 也算是 一举两得的妙计啊 陈大头低头想了半天 想通了 与其天天见到杨备 就想起夏祥 就心烦意乱 还不如让杨备 当一枚糖衣炮弹 能一炮将夏祥轰倒最好 轰不倒 也要让夏祥 弄得名声扫地 陈大头就看了 嗷的陈一眼 然后拿起电话 打给张成时的医院 我是陈大头 你有红密的医药费 缓一缓再结算 拿杨备母亲的病情 要挟杨备 屡试不爽 也是陈大头 可以随意摆布杨备的 最大筹码 哦那陈不说话 只是会心地笑了 杨备一进门 就知道没有什么好事 刚刚上楼的时候 他就接到母亲的电话 医院暂停用药 说是陈大头不再支持 医疗费用 他就知道 陈大头又要逼他 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了 他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说吧 想让我做什么事情 本来陈大头 不当着外人的面打杨备 尤其是在凹那陈再长的情况之下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一见杨备一脸笃定 他的火就一下点燃了 一阳手 就是一个清脆的耳光 妈的臭婊子 还敢跟老子横 你就是一个卖逼的货 要不是老子养着你们全家 你们一家人早都死逛逛了 我是你们全家的大恩人 而且我还没有用过你 你他妈的就知足吧 再不知足 你就诸狗不如了 杨备的脸上 顿时出现五颗血红的手指印 他捂着脸 强忍着泪水 咬着嘴唇 一字一句地说道 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你有什么事情 要我去做吗 刀山火海我也愿意 不上刀山 不下火海 是让你去上下响的床 什么 杨备愣在当场 不敢相信地看着陈大头 你 你还是一个男人吗 竟然说出 让自己的老婆 少别的男人闯的话 陈大头 你不是个东西 欧纳辰本来一直在杨备面前 还假装闻名 一听杨备怒斥陈大头 也怒了 杨备啊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你和下响之间 谁知道都做过什么了 别再装了 实话告诉你吧 你只有和下响上创一条路可走 否则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二十七集 风声 不破不立 两个大男人紧逼一个女人 杨备一下瘫软在地 泪雨纷飞 你们 你们都不是人 嘿嘿嘿嘿嘿 陈大头一阵冷笑 嘿嘿 行了 别演戏了 你心里不一定多高兴呢 能和夏夏上创 让你旧梦重温 是人生美事啊 而且还可以赚到钱 何乐而不为啊 我告诉你杨备 你不但要和夏夏上上床 还要想办法拍下照片 事成之后 不但你的母亲 有钱治病 我也会额外给你一大笔钱 放你走 如果不同意的话 你清楚会有什么后果 我不会答应你 你就死了心吧 杨备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勇气 从地上站起 杨手将车钥匙 扔给了陈大头 汽车还给你 我精神出门 马上离婚 陈大头断神恼羞成怒 上前左右开弓 打得杨备眼冒进行 还不解气 有一脚将杨备踢倒在地 杨备被打得趴在地上 他还不放过 有一脚踩在杨备的后背上 脚下用力 恶狠狠地说道 答应不答应 杨备浑身疼痛 依然咬牙 我死也不答应 陈大头更是怒不可遏 拳打脚踢 只打得杨备死去活来 欧纳辰在一旁 奔向阻止 男人打女人 也确实太丢份了 但一想到 杨备是现阶段 能够给下想带来 麻烦的唯一人选 也就假装没看见 扭过脸去 杨备心如死灰 两个大男人 想死里打他 还是亲兄弟 他算是看透了陈氏兄弟 本来他想宁死不屈 但陈大头 确实下了狠手 打得他疼痛难忍 再想到母亲的病情 确实不能耽误一份 羞愤和无奈之下 他终于屈服了 我 别打了 我答应你 贱女人 陈大头吐了一口 早早答应 也不会受皮肉之苦了 真是人头猪脑 你想和我作对 你凭什么 臭女人 吃我的喝我的花我的 我还管着你妈 你还跟我讲条件 又不是让你去死 是让你去享受我 你还装什么轻狗 欧纳臣就及时查话 嫂子 你别怪大哥享受狠 他也是被逼的 没有办法了 想想印尽了新的有气场 大哥的生意 损失了三成以上 接下来说不定 还会损失更多 好歹大哥是你法律上的丈夫 你也应该帮他呀 也不一定 你非要跟夏小上床 只要能拍下他的照片就行了呀 欧纳臣脸皮再厚 也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尽管在内心深处 他也没有当杨备是他嫂子 但毕竟也有人情理法 他就适当地表演了一番 杨备从地上 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 目光从陈大头 和欧纳臣的脸上掠过 阴冷 绝望 并且充满了仇恨 他紧咬牙关 我有一个条件 嫂子尽管说 欧纳臣一生经历无数大杀 还是被杨备的目光 看得心中一惊 我要一次性父亲 我妈以后全部的医疗费用 还要再签订一个协议 要分三分之一的财产 离婚 陈大头看了欧纳臣一眼 刚要拒绝 被欧纳臣用眼光置之 欧纳臣沉思片刻 好 我答应你 但有一点 一定要有 下想和你在床上的照片 否则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而且 别想迈出陈家的大门一步 死 也要死在陈家 杨备擦干了眼泪 一言为定 对下想来说 取得初步的胜利 并不值得欢欣鼓舞 当然他也知道 佐藤肯定会暴跳如雷 但已经不是他所需要操心的问题了 独占和垄断 总有一天会被打破 物极必反 历史从来都是一种 不停的重复 没有例外 下班后回到家中 看到空荡荡的房间 忽然就有了一种失落 以前从未觉得 卫星有多重要 他在 他习以为常 他不在 他司空见惯 如今卫星病情不明 下想却平白增加了无数的担心 卫星已在连若汉的陪同下 飞往了美国 现在还没有消息传来 下想看看时间 正是美国当地时间的早上 他就拨通了卫星的电话 喂 卫星略带沙哑的嗓音传来 沙哑中有疲惫和感伤 你最近好不好 有没有注意身体 要记得多喝水 多运动 别总坐着 还有 要多喝玉米粥 知道不 以前下想总觉得 卫星的关怀太细密 太烦人 现在听来 却有着浓得挖不开的情意和伤感 他鼻子一酸 差点落泪 都什么时候了 卫星还时刻挂念着他 一句也没有说到他的病情 他对他的爱 已经鸣刻到了骨子里 无需记起 因为从来不曾忘记 我没事 我在关心你 下想的声音 是前所未有的温柔 似乎是上一世 对卫星亏欠的爱 重新涌上心头 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啊 到底是什么病 卫星感受到的下想 发自内心的爱意和关怀 心中一暖 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 真的没事 就是觉得浑身没力气 做什么事情都无精大才 提不起精神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也没关系 只要你记得我的好 就算没有了我 你身边 也不缺少照顾你的人 只要你好 对我来说 就胜过一切 下想的心情格外沉重 他忽然大声喊道 不行 卫星 我要你好好的回到我的身边 听到没有 嗯 卫星挂断了电话 气不成声 下想望着窗外的夜色 夜空月如沟 如同一颗残缺的心 三天后 从站住期传来消息 本来今年还有第二笔 五百万美元的追加投资 现在无限期的延后 是向市政府施压了 下想没有任何反应 古相国却拿来大作文章 在会上大奖特奖 要讲政治 雇大局 要站在战略的高度上 看待问题 引进一家 名不见经传的油漆品牌 损害了老师的整体利益 是得不偿失之举 以后要避免 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很明显 是在寒沙摄影的影射下想 下想才不和古相国 做无谓的口舌之争 目的达到了 古相国在常委会上惨败 也要允许他过过嘴瘾呢 好歹他也是市政府的一把手 投资确定了 但油漆厂的悬置等一系列问题 遇到了麻烦和阻力 下想也清楚 是古相国故意刁难 他也不急 反正有的是时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站住期也不可能一个月就打败 再说 也没想到要打败站住期 只是要从市场分一杯羹而已 无意到了 放下后 下想和丽妃一起回了一趟烟室 路上 丽妃又介绍了一下 冷脂肪案件的进展 初步查明 冷脂肪贪污的数额 在一千万亿上 除了近十套房产之外 还有大量的存款和礼品 主要是一些案件的当事人的送礼 但因为死无对证的原因 大部分赃物和赃款来路不明 主要不是查证赃款的来路 查也查不清楚 主要的着眼点还在于 冷脂肪和骨相锅之间到底有多少牵连 随着调查的渗入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冷脂肪和骨相锅之间 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证据虽然有很多 但都不是很明确 也不好拿出来 但丽妃可以肯定的是 冷脂肪贪污受贿的背后 绝对有骨相国不干净的手脚在内 只是 苦于没有直接证据 据保守估计 骨相国至少参与了 冷脂肪受贿的大部分事件 涉案金额在八百万以上 如果仅仅是 以权某私的工程上的贪污 还好说一些 主要还有不少是 案件之中的受贿 就是说 很有可能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想想就隐隐有些怒火 本来平头老百姓 就被各种有关部门欺负惯了 轻易不打官司 一旦打起官司 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但如果在法律的层面上 还得不到伸张正义 相当于 完全堵死了生存的希望 也让他们 完全对社会绝望 法律如果不公 社会就完全失去了公正 没有了一个公平的秩序 也就让普通百姓 失去了最后一次希望 下想要求丽妃 务必继续追查下去 哪里再难 再有阻力 也要尽可能查明 在冷职方案件的背后 到底有多少冤假错案 到底有多少人 有冤无处身 如果说 下想一开始是想借 冷职方案件的机会 找到古相国的漏洞 然后扩大化 从而借此打击古相国的威望的话 现在 他又改变了主意 就是想借冷职方的问题 如果能纠正一批 冤假错案的话 善莫大言 在燕士待了三天 陪丽妖妥和儿子春游了一圈 又和故人见面 和宋朝度吃饭 和宋亦凡也坐了一坐 说笑半天 随后 下想就返回了老师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燕士的局势还算平静 下马去也基本上 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省里的局势有点微妙 赛瑞恒尽管没有表现出太多的 大权独揽的欲望 但却迅速和马骁走近 而梅生平和范瑞恒之间的关系 似乎也有了一点小小的突破 就让整个局面 有向范瑞恒倾斜的取势 当然 范瑞恒作为一把手 掌握大局也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梅生平的态度 在叶士生时代 他就十分的特立独行 现在却有了和范瑞恒走近的表现 就不得不让人猜测 他背后的动机 宋朝度辅政以后 成为燕省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 他虽然不是一把手 但团结在他周围的常委也不少 一是有下想的功劳 王鹏飞 胡增舟 都是下想牵线搭桥 两人才慢慢地和宋朝度走近 二是 也有宋朝度的个人魅力在内 宋朝度沉稳有度 行事方正 而且他还很年轻 官场之上 历来是七老莫七少 以宋朝度五十岁出头的年龄 就坐上一省支掌的宝座 稳扎稳打地走下去 他六十岁之前进政治局 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是可能性很大 相比之下 三瑞恒比宋朝度大了好几岁 他以后也未必有宋朝度走得远 除了王鹏飞和胡增舟 明显和宋朝度关系密切之外 常务副省长高锦舟 纪委书记李延宏 也和他关系不错 虽然是偏向中立的立场 但在大势之上 基本上也会倾向于支持他 新任的常委副省长谭国锐 立场并不太鲜明 但听宋朝度所说 他应该是偏向范瑞恒 总体来说 省里大体上维持的一个平衡 当然也有隐患 就是宋朝度在人事方面的发言权太弱了 省委副书记是梅生平 组织部长是马销 相当于范瑞恒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 人事问题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宋朝度如果没有人事上面的发言权 将会受到很大的牵制 好在下想对宋朝度有信心 相信他能够从容应对 慢慢地扩大优势 下想之所以 十分关心省里的局势 实在是 省里的一举一动 都会影响到老师的平衡 如果范瑞恒一改一前省里对老师不闻不问的态度 经常插手和过问老师的事务 老师必须得停 再如果范瑞恒支持谷相国的话 谷相国的底气就十足了 不管在京城再有后台再有关系 想直接撬动老师的局势 还必须经过阎省省委 因此省委对老师的态度至关重要 果然和下想设想的一样的是 五一假期还没有过完 就有风声传出 说是 他的位置 有可能要动上一动 好厉害的一招啊 竟然想出了 要调他离开老师的办法 好一条 伏地抽薪之计 消息的真假暂且不论 风声一传来 下想就感觉到了 他的处境 有了明显的不同 尽管还没有上班 但是委 有许多人在值班 没有放假的常委 至少有半数以上 不少人看下想时的眼眶 都带着疑问和疑惑 甚至还有幸灾乐祸 想想很清楚 他才来老师不久 不可能现在就调走 但也不是绝对 观察之中 还真有不可能的事情 就真的发生了显力 不管是不是真有此事 放出风声的人的用意 很明显 就是要向他示警 告诫他 小心一点 再不老实的话 直接扳开你 其实他更明白的 深层含义是 如果他估计不错的话 应该是谷相国 和范瑞恒联手 对他做出了一次 含蓄的警告 因为人事大权掌握在省委 掌握在省委书记的手中 现在的组织部长是马肖 是他曾经的对头之一 马肖对他有好印象才怪 三个关系着 人事决定权的重量级人物之中 只有梅生平 和他的交情稍微深一些 但现在 也有逐渐疏远的趋势 不过夏想并不认为 他就得任人摆布了 在如何借势借力 撬动各方利益的问题之上 他还是有足够的信心 也有充足的手段 不会让马肖故意刁难他 也不会让范瑞恒任意摆弄他 夏想就对传闻采取了 不闻不问的态度 甚至在刘依林的追问之下 也只是一笑置之 还有两天就过完假期的时候 出乎夏想意料的是 古玉来到了老师 自从夏想来老师上任之后 古玉还是第一次来老师 五月的老师 正是初夏的气象 方和日丽 晴空万里 春光已经到了深处 初夏正在来临 老师的郊外 田野一片绿意 放眼望去 一望无际 全是喜人的壮家 杨薇的观光农业 已经初见初行 形势大好 夏想和古玉站在田间 向远方眺望 两人并肩而立 古玉比夏想矮了半头 一身清凉打扮的她 亭亭玉立 站在田野之中 就如一朵 出泪拔萃的清新之花 妖艳过人 清新喜人 一身碎花裙子的古玉 清立如出水芙蓉 脸上没有任何纸粉 就清清爽爽 素面朝天地站在夏想身边 扬着小脸 一脸热切地看着夏想 在等待夏想的回答 夏想还真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古玉 古玉比以前风雨了一些 表现为 臀部更挺翘了 胸前的波涛更怒放了 同时 虽然脸庞清纯 如未惊人似的少女 但却已经隐隐有了 风情的气象 女人 一旦上升到了风情的高度 就是 成熟和风韵的流露了 夏想轻轻地 将古玉揽入怀中 说实话 古玉确实惹人生怜 如花生香 如玉生暖 让人只是简单地沉迷在 她的芳香之中 古玉此来老时 一是看往夏想 二时 传递了来自老古的暗示 看望的缘由 自然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她确实有一段时间 没有见过夏想了 想念也是正常的 她替老古传的话 却有点 让人摸不着头脑 夏想啊 中央有人对你赞不绝口 有人对你全盘否定 你现在争议很大 我的看法是 继续高调下去 别怕惹事 就怕没事 老古的话 就让夏想犹豫不定 既然中央有人 对她十分不满 老古还让她继续高调 不是朝枪口上撞吗 老古平常显示 并不张扬 都是低调的风格 为什么 要让自己大张旗鼓下去 是何用意 问古裕 古裕才不知道呢 别问我 我才懒得关心爷爷的事情 什么军事了 政治了 我想都不要想 我就是想你了 来看看你 夏夏无语 她认识的几个 出身政治世家的女子 连若汉对政治是莫不关心 美小林 虽然现在比以前热衷了许多 但以前也是不感兴趣的态度 古裕就更别提了 完全就是局外人一样 估计她的政治头脑 甚至还不如一个 底层官员的女儿 古裕忽然想起了什么 又补充了一句 对了 最近不少爷爷的部下 都来看望她 差不多 每天都有人来 他们就坐在一起 神神秘秘的样子 好像在商量什么大事 想想一下惊醒 难道说 部队高层要大话写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28集 低调 准备过招 仔细一想 差不多还真是如此 再联想到老谷的交代 恐怕此次军队大换鞋 老谷的底细比重 又会有所增加 因此 老谷才会如此 底气十足地支持他 继续在老师大力开展工作 恐怕 也有借此向某些人物 示威的意思 政治上的事情 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吓想笑笑 他现在想低调都不行啊 如果冷制方的事情 真的引爆的话 再涉及到了古相国 绝对是老师官场上的大地震 不但能让省委大卫头疼 还会惊动中央高层的目光 甚至有可能 引发中央高层之间的争执 老谷既然气势十足地 让他继续高调 可见老谷对控制局面 还是很有信心的 夏想心中十分行为 他身边的人来来去去 可以借助的关系 也是一患再患 曾经的夜市生 现在也很少再有联系 曾经和范瑞恒也合作过 现在更是渐行渐远 政治上的借力 他最坚定的后台 并且是他认为可以长久地关系网 只有宋朝渡和陈锋 曹永国作为他的岳父 虽然也可以借助 但以他对岳父的了解 估计有可能当一届省长 或许没有担任省委书记的可能 但宋朝渡和陈锋 前途不可限量 他们也将会是他 官场之路 最明亮的引路明灯 而军方的力量 只有老谷一人 是他最大的仪仗 因此 老谷的得势 让他心中大地 有理由相信 随着他的步子越迈越大 还有他正着理念的形成 总有一日 要不可避免地 和家族势力发生矛盾 只说眼前吧 他就和梅生平 邱旭峰 联系见少 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 更不用提以后 在关系到站队 和更高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纷时 梅生平和邱旭峰 关键之时和他划清界限 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事情 甚至连吴家 也有可能和他翻脸 因此 他必须确保 有足够的 可以仰仗的力量 作为他最后的靠山 比如宋朝渡 比如陈峰 比如老谷 在关键之时 如果没有人力挺 没有人保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谷玉在老师只待了一天就走了 他虽然心思不在从政之上 但毕竟 人还在领导小组工作 就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则 不过谷玉到底不是受得了约束之人 他对夏夏说 他想出国了 想在欧洲找一个喜爱的国家定局 一个人过安静而悠闲的日子 夏夏没说什么 他和谷玉之间有感情 但不是刻骨铭心的爱恋 有依赖 也不是缠绵 而热烈的感情 他对谷玉如此 谷玉对他也是如此 谷玉单纯而可爱 他的心中装不下太多的忧伤 简单是他的优点 也是他的缺点 但夏夏并不会自私地认为 谷玉对他越依恋越好 而且 谷玉也说过 如果有一天他厌倦了 他会独自飞走 谷玉并没有厌倦他 也许 什么都没有厌倦 他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地生活 夏夏也不会找理由留下他 会给他高飞的自由和空间 谷玉走后 卫星的消息 就及时从美国传了回来 消息不是好消息 卫星的病情还是没有确诊 但医生说是 一种罕见的病情 似乎是大脑某种机制 失去了活力 有可能会慢慢地萎缩 也有可能会没有事情 因为没有先例 医生也不敢肯定 最坏的结果就是 卫星有可能会在某一次睡眠之中 陷入梦境之中 再也无法醒来 因为大脑无法分辨 是梦境还是现实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 就是 卫星的自我控制能力很强 病情始终不会发作 一直平安无事地 活到终老 医生的话和梅说没有两样 就让下想心中 始终悬着一颗炸弹 她的心情就无法舒展 卫星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一碰就疼 下想第一次难以释怀 难以排遣胸中的郁闷 她和卫星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卫星没有苦 也没有低落 情绪出人意料的平淡 她只是告诉下想 哪怕只有一天寿命 只要能和她在一起 她也知足了 下想在神神的夜里 守护来自大洋彼岸的电话 泪水悄然滑落 油气场还没有动工之前 就在选者问题上 出现了许多纠纷 现实 原先答应提供地皮的人 忽然返回了 说是 将地皮转让给了别人 宁愿多付一大笔违约金 也不愿意再提供长纸 与此同时 大学城项目工程 多次发生 工人和当地村民之间的 矛盾冲突 甚至还出现了商人事件 大学城的项目 也陷入停滞之中 对方的反击 虽然简单而粗烈 但也确实击中了 两大项目的软肋 历来外来的投资项目 在落地之时 和当地的冲突 在所难免 而当地村民 最容易被人鼓动出来闹事 让人防不胜防 又不好找出幕后主事 不过 对于类似的事件 夏强有丰富的经验 他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准备让萧武 着手去实施的时候 没想到 吴若天 就突然亲临朗世了 吴若天是来到老师 在一家酒店落脚之后 采电话通知夏强 说他想见他一面 夏强微微有些吃惊 不明白吴家 到底为什么如此重视一个 并不能创造多少经济价值的 油漆厂 油漆厂 虽然投资有两个亿 但对吴家来说 还不至于 行尸动众到如此地步 吴若天 虽然级别不高 但他毕竟是吴家第三代中 唯一的男人 他亲自前来老师 代表的不是他本人 也不是吴才和 而是吴才阳的认可 吴若天没变多少 一脸白净 显得很年轻 很清爽 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不费心机的人 因此 才能保持住年轻态 心机深沉之人 多半脸色阴晴不定 容易未老先衰 吴若天仕途不顺 也未尝没有好处 宝剑之中 吴若天一脸浅浅的笑意 并腿站立 姿态十分友好 就等向下主动伸手 向下伸手和吴若天握手 先想 理下于人必有所求 以吴若天的身份 虽然不一定 非要是高高在上的姿态 也不一定 非得是十分低下的态度 他如此谦向 若非有人特意交代 就是他自有分寸 有事相求 寒暄过后 各自落座 吴若天就一脸淡然的笑意 夏市长 游记场的事情 还是要谢谢你啊 我这次过来 就是要当面向你 表示一下感谢 夏夏白白手 吴司长太客气了 对老师的经济建设有利 我当然是要大力支持的 吴若天心想 有利于经济建设的投资多了 但许多都因为政治原因 而被无法落实 他虽然没有地方上执政的经历 但也清楚地方上的猫腻 虽然现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在实际的运作中 还是有大量的人情工程和项目 在政治因素的牵引下 有许多不合理的投资 和重复建设 更何况 游记场项目本身 也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 吴若天 先是向夏夏转达了 吴老爷子和吴才和的问候 话题一转 又说 游记场项目 虽然赚不了什么大钱 但我也希望能够赚钱 不要赔钱才好啊 要不 也没法交代呀 但在经商方面 我又不太懂 希望夏市长帮帮忙 找一个合适的人选 来管理游记场啊 夏夏没有打话 而是沉默了 夏夏明白吴若天的心思 吴若天是想借此事 来表明他的能力 向家族证明 他有经商的才能 或者有别的想法也未可知 但以上 都不是夏夏考虑问题的重点 夏夏的出发点是 如果他在替吴家出头 落实了游记场项目之后 又帮吴家安排管理人员 一举一动 落在有些人的眼中 就成了他和吴家关系密切的表现 甚至会让一些关键人物 产生误会 认为他和吴家 在迅速地走近 说不定 还会怀疑他的政治立场 有所改变 朗世离京城太近了 尤其是 他现在的举动 肯定有人密切关注 他必须谨慎 再谨慎 况且劳谷也说过 中央高层 有人对他十分不满 他现在已经成了争议人物 如果再向吴家靠拢 争议就更大了 吴若天看出了下想的犹豫 他就一副笃定的表情笑道 高层之中 有些正义也正常 争论是永远都有 爷爷说 你不必过于担心一些人 对你的不满 有人对你不满是好事 证明了 你有能力触动他们的利益 他们才会重视你 才会对你有非议 爷爷还说 你不要怕 有吴家作为后台 至少可以保证你 能走到省部级 如果说 吴若天动之以情 下想或许还会稍有动心 但吴若天上来 就许之以利 就让他的心中隐忧不快 他不是屈立之人 否则也不会坚守原则而不动摇 怪不得吴若天在仕途之上 前路不太畅通 也不怪别人 全怪他自己 说话办事还是把握不好分寸 虽说吴若天并没有大家族子弟 惯有的傲慢和气势 但他说话间 还是不由自主地 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姿态 他在内敛上面 做得远不如秋许峰和梅生平 下想直到直身子 轻描淡写地挥了挥手 安排油气场管理人员的问题 我不方便出面 否则就显得我长手太多了 再说了 对于如何经营等问题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就不多发表意见了 至于老爷子的话 替我谢谢他老人家的教诲 吴若天脸色大变 下想的话很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不但全面回绝了他的好意 还一点也没有将吴家的善意 当成是一回事 相当于一点面子也没有给他 吴若天的脸面就有点挂不住 他就将手中的筷子一放 夏市长 先不说你和吴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就是吴家对你也多有照顾啊 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 还拒绝吴家的好意 是不是 有点太早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夏夏笑了 吴司长 我在老师推荐游击场的上忙 不是因为游击场是吴家的关系 也不是因为游击场是你主导的项目 而是因为游击场有利于 老师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的出发点 完全是站在老师的落脚点上 没有其他方面的顾虑 请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 吴若天愣了半上 才一脸无奈地叹息一声 唉 看来 我们今天是谈不妥了 夏夏没有接他的话 只是一脸浅笑 心中却替吴家惋惜 吴老爷子一生精明过人 大局观极高 而且一生算无遗漏 吴才阳虽然有些刚毙自由 但也很有政治手腕 否则 也不会在势头之中 披荆斩棘 凭借一起之力 一路走到省部级的高位 吴家二代之中 吴才和虽然不才 但还有一个吴才将 也是一省大元了 只是三代之中 竟然没有一个人才 可惜了 吴若天太不成器了 君子之责 五世而展 吴家之传的三代 就后续无力了 在细想之下 梅家三代之中 也只有一个梅小林 邱家三代之中 还好 又一个邱绪峰 傅家三代之中 傅仙峰虽然为人不怎么样 但至少也有正着手腕 脸厚心黑 说不定以后 还能有所成就 反倒是四家之中 最有实力的吴家 三代之后 没有接班人 不得不说是一个 非常尴尬 但又必须正视的 严峻问题 下想一经想通 脑中忽然就灵光一闪 想起吴老爷子 一直对他的照顾 和阴阴叮嘱 还有此次意外出手老师 非要在老师 投资一家油漆厂 并利用油漆厂 将他和吴家之间 若寄若离的关系 又重新建立起来 而且 还让吴若天亲自出马 来说服他 一切的迹象表明 吴家的用心 十分令人玩味 吴家三代之中 也只出了一个连若汉 在经商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 而他作为连若汉最爱的人 实际上 也相当于吴家 不能公开的女婿 莫非吴家已经在背后 达成了一致 要培养他为 接班人的想法 再看吴若天一脸激愤 还想向他问个清楚 下想就摇头 吴若天在官场打磨了这么久 还是打不到内敛和含蓄 以后的仕途基本上可以断定 不会走得太长远了 他就摆摆手 谢谢吴司长请我吃饭 下次我一定会请 吴若天明白了什么 还想再说什么 想了一想 还是没有说出口 让下想没有料到的是 三天后 他前往大学城项目 解决工地纠纷时 不知从哪里又传出风声 说他有可能会调往京城部委任司长 相当于上升一步 和上次悄然流传不同的是 此次风声来得突然 而且声势浩大 还传得有鼻子有眼 说是 下想来到老师之后 工作做得非常不错 深受上级领导赏识 正好京城一个部委 空缺一个司长的闲职 京城就有人 看中了下想的能力 想调他入京 传闻中 下想要去的部委 是一个并不重要的部委 而且传言中的司长 也是一个十分清闲的部门的司长 相当于被边缘化了 就是说 名声暗叫 不管传闻来自何处 是什么人有意传播 有一点想想心里很清楚 就是 要给他带来负面的影响 造成他随时会被人扳开的错觉 到底是马销掌握了组织部啊 慌了以前 没声凭一个电话 就能让风声平息 现在省委组织部 一言不发 既不出面反驳 更不澄清事实 结果 就让不明真相的人 更加猜疑 难道下想调走 是真实吗 下想在工地上 一面让人先负责协调纠纷 一面直接给宋朝度 打了一个电话 谣言止于智者 宋朝度目前在省委的处境 虽比预想中要好 但在人事方面 还是感到了束手束脚 所以他也只能劝慰下心 省里没有任何要调动你的提议 再说了 就算有人要动你 也要先过我的一关 你就安心工作吧 省里有人 想借撬动你的机会 来试探我的手段 有机会啊 我也要好好地给他们一个惊喜 听了出来 宋朝度隐隐有了一些怒气 宋朝度的气氛 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 他在省里确实明显地感觉到了 范瑞恒和马骁联手的压力 在人事方面 几乎很难插手进去 梅生平表面上还是肿力 实际上 还是偏向了范瑞恒的立场 就让他很是头疼 另一个就是 也确实 有人故意两次放出风声 要扳开下想 下想是他的嫡系 谁不清楚啊 动下想 就和当面打他耳光 没有区别 一次也就算了 还有两次 他就明白 有人不想消停 估计也真先想将下想 从老师一脚踢开 同时 也是为了进一步 打击他的威望 宋朝度决定 采取反制的策略 下想也决定 开始反击 政治上的事情 本来就是 你来我往的利益冲突 尤其是现阶段 表面上看 他和古相国之间 似乎暂时打传了一种平衡 但实际上 矛盾暂时积压了下来 再等待一个临界点 就会爆发出来 毕竟他和古相国 陆宏战之间 积怨极深 而且 有着太多的利益冲突 不管是从上而下 还是政治理念上的不同等等 基本上 不会有和解的可能 丽妃在暗中调查冷制方的案件 古相国不会不清楚 陆宏战也是心知肚明 两人现在表面上看 没有任何反击的手腕 其实也是在暗中备战 在一点点的夺回阵地 当然了 还有欧纳臣和左腾 他们也是在伺机出手 说起来 下想在浪时 虽有盟友 但也差不多算是四面树敌 必须走对第一步 才能不被一直紧定他的对手 找到漏洞 大学生项目的纠纷不难处理 下想很快 就让双方都达到了满意 然后正好到了下班时间 他就没有回侍卫 直接回家 到了楼下却意外发现了一个人 杨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尝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二十九集 契机 将计就计 此时天色渐稳 杨贝站立在夕阳的余晖之中 光芒照在他的脸上 让他就有了一种 惊心动魄的沧桑之美 如果不是他脸上的瘀青 和藏在巨大的墨镜背后的伤痕的话 眼前的杨贝 还算是一个至少可以让人多停留几眼的美女 其实此时已经是处下 今年夏来早 天气热的 可以穿短袖了 尤其是爱美的女人 早就穿上了或长或短的裙子 展现身姿 杨贝却不 他长衣长裤 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内 生怕露出一寸肌肤 夏夏知道 他不是为寒怕冷 而是在遮丑 尽管说来 他对杨贝早已经没有了感情因素 但一见杨贝的欺容 立刻就猜到了什么 心中还是难免怒火中烧 是沉打头打的 杨贝低下头 声音如蚊子一样 习惯了 我也认命了 谁让我没本事没眼光 人又肤浅 都是命 不怪别人 夏夏深吸一口气 如果你不想离婚的话 可以提出让傅连介入 我让傅连的同志 做做沉打头的工作 如果他敢再打你 就在全室 给他树立一个反面典型 杨贝急忙摇头 不用了 谢谢你的好意 我来找你有别的事情 不想再提他了 夏夏请杨贝上楼 他看在杨贝的身后 看着杨贝 平平平平的身姿 想起曾经的往事和纯情 却心如止水 再也激不起半死涟漪 他不愿去猜测 杨贝此来的目的 只是在想 哪怕只是站在 普通同学的立场之上 也应该帮他一帮 让他早日脱离苦海 陈是兄弟 一个是简单的暴力 一个是阴险的心机 在两人阴影之下生活 如杨贝一样 并不坚强的性格 不崩溃就已经不错了 一进门 杨贝就明显一愣 眼神中流露出落寞的神情 房间之中的摆设 依然是卫星风格 他走之后 瞎想一直没有动 谁都可以一眼看出 房间之中的温馨 出自一个女人的手臂 杨贝心底一声叹息 他接过想想 为他倒上了茶 轻轻喝了一口 又牵动了嘴角的伤势 不由疼地 轻声身影的一声 下想皱得皱眉 想说什么 却见他 闭过脸去 显然是 不想要他的关心 下想只好 将话咽了回去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同学一场 能做到的 一定帮你 下想也就恢复了 淡然的口吻 杨贝站了起来 将手中的手包 放在桌子上 正对着他和下想 然后他就开始脱上衣 下想 我欠你的 今天就全部还给你 不管是上大学时 你对我的爱和呵护 还是在霸现时 你对我的忍耀 都让我永远难忘 虽然在你之后 我谈过一次恋爱 又嫁了一个男人 但我要告诉你 我的身子 还是干净的 现在 我就将干净的身子给你 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就是死 我也没有遗憾了 下想上前一步 伸手阻止了杨贝的举动 杨贝 你不用这样 我们之间 就算没了感情 也有友情 你毕竟是我的同学 你也知道我的脾气 不是一个有便宜就真的男人 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 如果想用身体换取什么 对不起 你打错主意了 反而会更让我看不起你 杨贝一下愣住 呆了半生 忽然哇的一声 放声大哭 以前杨贝一哭 想想总会将他 揽在怀中 用心呵护 而且还会小声地劝慰 但现在 他只是递过一方纸巾 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欠缝 直觉告诉他 杨贝现身并非出自真心实意 他太了解杨贝了 知道杨贝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人 她的性格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容易被人左右 杨贝此来必定另有目的 夏夏为杨贝披上衣服 然后走到窗前 打开窗户 窗外的清风徐徐吹来 让人一阵清爽 眼见就是剩下了 他的思绪乱飞 想起了许多杂乱的事情 也不知道杨贝哭了多久 终于止住了哭声 他先是打开手包 从里面拿出一个摄像机 举在手中 夏夏 我是来回你清白的 夏夏转身 回头 一脸平静 我能猜到 他经历过从分的诱惑 直到主动送上门的好处的背后 绝对会有一个巨大的陷阱 世界上还真没有天下掉馅饼的好事 就算有 馅饼虽然好吃 但肯定有毒 杨贝将摄像机关掉 将里面的袋子取出来 一脚踩碎 对不起 夏夏 我在害你 就真不是人了 夏夏明白的是怎么一回事 是陈大头 用你母亲的病情来威胁你 对不对 还有 离婚后 可以分到三分之一的财产 杨贝深深低下了头 陈大头三分之一的财产 是一笔巨大的数字 说不动心的是假的 但我又想通了 一个人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活着 我要创立自己的事业 自己要活自己 夏夏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发现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你和洪晴 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到全美油漆厂工作 吴若天的油漆厂 命名为全美品牌 前期工作 已经完全准备就绪 就差最后落地了 但现在地皮的纠纷 还没有完全解决 夏夏正打算 下一步全力推进 全美油漆的工作 让杨贝和魏红卿 加入全美油漆 既能让吴若天满意 又相当于 给了陈大头和佐藤 当面一刀 杨贝只迟疑的片刻 就点头应下 都听你的 杨贝的背影 消失在夜色之中 夏夏站立在窗前 久久无语 形势越来越复杂了 他也没有想到 陈大头和欧纳臣 扫心病狂之下 竟然能想出 利用杨贝来色诱他的计谋 也许在他们眼中 是一条妙计 但在夏夏看来 完全是败笔 夏夏无疑去别的杨贝什么 但他对杨贝 实在是 再也提不起任何男女之情 只是出于同学的情意 和可惜的心理 愿意出手帮他一帮 当然 来而不忘非离也 夏夏 也说服了杨贝将计就计 第二天 全美游击场的地痞纠纷 愈演愈烈 吴家的代言人雷延 在出面谈判的时候 差点被人打了 想想就拍案而起 亲自来到现场协调 现场一片混乱 雷延在几名工作人员的掩护之下 十分狼狈地躲在车上 不敢出来 数十人围着汽车 不停地推丧 还在高喊 还我家园 拒绝污染的口号 现场还有不少调伏 群情激愤 眼前就要演变成群体事件 夏夏处理同类事件经验丰富 他很清楚 其中是有真正的失去土地的农民 也有借机捣乱的搅饰者 营城随同想想一起前来 见形势不妙 立刻组织警力 将人群分开 并且按照夏强指示 将为首的 闹得最欢的几人当场抓捕 采取了强制的制服措施 果然有效 几个领头的人一被抓获 人群立刻就老实了 控制了闹事者之后 夏强就亲自来到人群之中 大声说道 乡亲们 你们的地皮本来就是政府要直接征用 但全美游戏场 出于对乡亲的爱护和照顾 提出要商业征用 商业征用 比政府征用 要多出一倍的补偿 如果你们还不知足 还要闹事 那么就是 逼政府采取强制的手段 有时候 不得不声色俱力 才能占住纷乱的人心 果然 夏强的话已出口 现场断食一片安静 见火候到了 夏强就又缓和了口气 这块地皮啊 被占住气污染了许多年 基本上不能生长庄稼了 闲着也不值几个钱呀 现在 有全美油气厂出资收购 本来是一件大好事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却故意来闹事 我想提醒一下 如果你们再和他们一起反对征用 政府不但要采取强制措施 还会严惩闹事着 到时候 不但你们拿到的补偿金会少一半 还有可能会坐牢 哪头轻哪头重 你们要掂量清楚在折腾啊 没有了几个领头者的闹腾 夏强又是软硬见识 不少人都打起了退堂股 先是一个人转身离去 最后 人群纷纷四散离去 几分钟的时间 现场只剩下三五人 嬴城站在夏强背后 见夏强三言两语就驱散了人群 暗暗佩服夏强的镇静和水平 能不能镇得住场 是一个官员基本素质 但能不能摸透闹事者的心里 抓住守恶之人 就是一个官员 水准高人一等的具体表现了 剩下的三五人之中 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老头狗搂着腰 目光呆滞 他颤抖着来到夏强面前 先是抬头 看了夏强几眼 然后又低下了头 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我的 儿子是冤枉的 夏强站立的地方 离农田不远 旁边不远处就有一个土堆 他就扇手扶过老人 搀扶着他 来到土堆前 他先是一屁股坐下 对老人说 老人家 来 你也坐下 我们坐下聊聊天 老人长得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如夏强一样 不拘小节的市长 市长也好 书籍也好 在下面看望市民时 都是一副平易近人的姿态 但大部分一看都是在表演 只有夏强 和普通人一样 泥屁股坐在土堆之上 他的举动 一下赢得老人的好感和信任 夏市长 我叫焦大 是南村人 焦大就半顿半坐的 挨着夏强坐在土堆上 他自己卷起一支烟 用力抽了两口 我儿子 被胖了死患 他是冤枉的 您一定要救救他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夏夏伸手叫过英诚 英诀 焦大爷来喊冤 你来听一听具体情况 英诚心里纳闷 怎么明明来处理土地就纷 就一下子变成了深冤了 但不解归不解 下想发话了 他就必须拿出姿态 英诚也参与了冷脂肪案件的审理 他和丽妃想法不一样 认为冷脂肪一死 肯定不会有什么可以查明的真相了 国内的事情就是 人死伟大 一了百了 再说 死无对证 就是查到了 谁给冷脂肪送礼 谁会承认呢 丽妃在暗中调查一些什么 英诚只知其一不知其啊 他也没有多问 因为他也清楚 相比丽妃 是夏夏的亲信 他虽然 也得夏夏信任 但毕竟 还不是夏夏的心腹 同时还有一点 英诚也清楚 他年纪大了 离退下来没有几年了 他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想要再拼搏一把 再向上冲一冲什么的 只想最后安稳地退下来 如果最后能立个大功 当然更好 如果不能 他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不过对于夏夏 结尾生智 主动和交大交谈的做法 他还是不以为然 现在喊冤的人多了 有些人明明是故意杀人犯 为了活命 还颠倒事实 甚至还诬赖别人 从事公安工作久了 他见多了 无理取闹的刁民 或许是职业养成的惯性 在他眼中 喊冤的人 实际上 没有几个是被冤枉的 英诚就抱着 无所谓的态度 来到近前 就听交大说些什么 随着交大的叙述 英诚的心情 由轻松到沉重 最后震惊了 案件发生在一年之前 当时交大的儿子 交电和杨蒙 在谈恋爱 两人深挨着对方 已经到了谈婚论家的地步 交大家情一般 交电却很争气 大学毕业后 在银行工作 小伙子又长得一表人才 所以 有人介绍他和杨蒙认识时 交大认为高攀不起 不料 杨蒙一眼就看上了交电 两个人迅速来了电 陷入热恋之中 就让交大又高兴 又担忧 不担忧不行啊 杨蒙的爸爸杨福 是老师有名的 卫生纸大王 自家不但开办了一家卫生纸厂 还几乎垄断了 全老师的卫生纸市场 老师所有商场 超市 甚至一些商谱出售的卫生纸 全部要从他手中进货 差不多 全老师市民 每天消耗的卫生纸 百分之八十 都要经杨福之手 保守顾忌 杨福的个人资产 在千万以上 杨蒙和交电认识半年以后 就到了谈论婚事的地步 杨蒙人长得漂亮 家境又好 杨福已经放出了话 杨蒙出嫁 要陪嫁三家卫生纸专卖店 价值二百万元 交大也乐开了话 自己儿子 也是因为各方面条件十分优秀 才得到杨家的认可 他身为父亲 也面上有光 交大拿出全部寄许 为儿子布置新房 婚礼定在了五一 一切都顺顺当当 即将成就好事的时候 突然就发生了意外 交电杀人了 事发当天 交电正在上班 突然就接到杨蒙的电话 说是 他的店铺被人砸了 就是杨蒙陪嫁的 三家店铺中的 其中的一家 而且 现在还被人围攻 交电心急如焚 立刻请假赶到现场 一见 果然有几个人 正在现场气势汹汹的 拿着东西要砸店铺 杨蒙在 杨蒙的弟弟杨明也在 但对方人多势众 杨家人少 就占了下风 交电血向上涌 拿出一把铁桥就冲了上去 抡圆了胳膊 一铁桥排在地上 顿时向着对方变了脸色 都后退了几步 事情的起因 当然是因为竞争 对方仗着有后台 有来头 想打破杨福在老师的垄断地位 就在杨蒙店铺的旁边 也开了一家 卫生纸销售店 就引起了杨蒙的不满 杨蒙也不是省油的等 几次三番上去 威胁对方 就终于 惹恼了对方 对方就纠结了一帮人 要和杨蒙对峙 交电的出现 虽然震慑了对方 但对方不肯 善罢甘休 立刻又卷土重来 将交电 杨蒙和杨明三人 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交电还保持了一丝理智 让杨明赶紧报警 让杨蒙通知杨福 但疑问之下才知道 电话被对方抢走了 对方又开始动手砸电了 其实在现在的情况下 好汉不吃眼前亏 电被砸了 人没事就行 不料杨蒙自小欺负别人惯了 现在被别人骑在头上 顿时盛怒之下 上前又是抓又是咬 有人就推了杨蒙一把 慌乱之中 也没有注意地方 一把就推在了杨蒙的胸上 杨蒙大叫有人耍流氓 就激怒了交电 交电怒吼一声 拎着铁锹又冲了上去 他的本意是想吓唬对方一下 没想到 拍在对方身上 不料铁铅刚刚举起 杨蒙就从身后冲了过去 来到那人面前 杨手就是一刀 据事后查明 杨蒙开车的时候 经常随手挟的一把刀 杨蒙的一刀 正扎在对方大腿的主动脉上 当即血如泉涌 等救护车赶到的时候 对方已经因为失血过多休克了 随经医生抢救 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一期普通的迷事案件 因为人命的关系 上升到刑事案件 就由刑警介入 经验伤 得出的结论是 死者伤口是顿器所伤 意思是说 在铁锹和小刀之间 致命的伤痕 是铁仙造成的 当时现场一片混乱 谁也没有看清 到底是谁下的手 于是 验伤结果 就成了最重要的结论 意味着 焦店和杨明 谁生谁死的重大定论 明明焦店的铁线 没有打到人 明明是杨明 上去一刀扎伤了对方 最后的结论 却成了他行凶伤人 而在关键的证人 杨蒙的证词中 也一口咬定 是他伤人 焦店知道 在爱情和亲情的选择面前 杨蒙选择的亲情 抛弃了他 他由杨家的女婿 转眼之间 就成了杨家的替罪羊 英诚看了下想一眼 心中一惊 意识到了什么 他在想 本以为是一件不起眼的案件 没想到 竟然牵扯了无数人物 是啊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一件不起眼的案件 竟然成了 山洞老师官场风暴的 蝴蝶翅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三十集 留言 再起硝烟 如果只是一般的刑事案件 杨明的案子 就算是冤假错案 英诚也不会多感兴趣 杨明的案子他还记得 当时不是他主审 也没有过多的介入 但现在交代就是重提 就立刻让英诚 就立刻让英诚意识到了一个 十分敏感的关键点 杨明的案件 冷知方是主审法官 还有一点 杨福之所以 在老师 能够垄断整个卫生纸市场 是因为他和古相国关系密切 主审法官是冷知方 当事人又和古相国有关系 案件又似乎是一起冤假错案 英诚就知道 肯定大有文章可做了 现在 焦店被关押在老师监狱 他被判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按理说 一般如果表现良好的话 在缓刑期间 基本上都会减轻为无期徒刑 大一年过去了 焦店没有争取到任何减刑的机会 也就是说 暂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如果还没有任何减刑的话 焦店有可能会成为国内 极少数被判了死还 还被枪毙的犯人 当时 其实朗师中院判了焦店死刑 按焦店不服 上诉到了省高院 省高院 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最后 才由改判为死缓 后来焦店 又多次上诉 无果 下想也不是 听风就是雨的性格 听完焦大的话之后 站了起来 老人家 回去后 我让英居好好查一查 当时的卷送 如果焦店真的是被冤枉的 一定还他一个公道 下想的话 是基于凡事必须经过调查的公正立场 但在焦大的耳中就成了敷衍 自古观观醒乎 哪里会有真正为民做主的好官呢 他也不多说 摇摇头 叹了口气 转身就走了 别说焦大没有想到 焦店的案件会引发什么样的渲染大波 就是下想一开始 也没有意识到 一起在所有人看来都司空见惯的冤假错案 最终会带来怎么样的一场老式的官场风暴 三天后 全美游戏场的场址正式尘埃落定 开始动工 意味着在明里暗里的一次重大的较量 以下想的全面获胜而收场 与此同时 大雪城项目的一些小打小闹的纠纷 虽然还是不断 但已经无关大局 行不成气候 基本上可以说 因为游戏场 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击 差不多已经落下了帷幕 但另一场战役 正在悄然地 拉开了序幕 首先是 谷相国在政府常务会议上 提出了 重新调整副市长分工的提议 将原本属于下想和陈志杰管辖的几个摊子 强行划分给了少丁和柳先兵 两人都是和谷相国关系最密切的副市长 尽管下想和陈志杰表示反对 但谷相国毕竟是市长 在政府班子之中 还是有说一不二的权威的 在他的立主之下 强行调整了副市长的分工 虽然说分总的几个摊子 都不是什么重要的部门 但象征意义重大 尤其是现在 有关下想将要调动的风声 还没有消除之前 就让不少人更多了猜疑 还好 仅仅两天后 就由省委组织部出面 向朗世市委 下发了内部通知 就有关下想通知 调动的传闻一时 做出了澄清 声明是 有人散播谣言 没有事实依据 省委组织部的出面 立刻让流言烟消云散 同时 也让别有用心的人 意识到一个问题 宋朝度在省委 并非和表面上所见的一样 没有一点人事上面的发言权 虽然不清楚 宋朝度采用了什么手段 但省委组织部 肯出面发表声明 就证明了一点 宋朝度的权威 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展现 相当于 省委里面一次不见出手的过招 宋朝度取得了胜利 也意味着 下想在省里的考审 依然牢固 然而事情 还远远没有结束 随着全美游戏场的破土动工 占助期 采取了一系列降价促销措施 不但提高了经销商的利润 还降低了入门的门槛 同时 给予经销商更大的发展空间 用意很明显 既然政治手段上 无法压制全美期的崛起 就要在经济上打压 将全美期扼杀在摇篮之中 如果以上还不算让人震惊的话 在下想调动的风声 刚刚消除影响之后 又有一股流言 在世卫大院悄然流传 下想生活作风有问题 和别人的老婆上了床 还被人拍了视频 此流言一出 世卫上下 无不震惊 如果真有视频流出 恐怕下想将会抢在陈冠西 验照门之前 成为国内最先以布亚照 和视频出名的名人 再加上 他年轻英俊的常务副市长的身份 更是让人叹为官职了 幸好 流言传得沸沸扬扬 但一直在世卫之中 小范围的传播 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即使如此 也让下想感受到了 莫名的压力 只要走在世卫大院之中 就会有人投来 好奇或者探究的目光 他更知道的是 还有人对着他的背影 指指点点 以上还不算什么的话 吕可私下里告诉他的一句话 就让他知道了 事情的严重性 纪委副书记张瑞涛 收到了相关举报材料 直接就上报给了艾书记 艾书记非常忠实这件事情 要直接召开书记盘工会 进行讨论 举报材料 我还没有看到内容 恐怕对你很不利 张瑞涛 是纪委排名第一的副书记 一向和吕一可不合 他直接越过吕一可 而上报给了艾成文 做法不合规则 吕可生气也是正常 但让夏祥也感到失望的是 艾成文在关键时刻 没有表现出 要袒护他的意思 反而直接要召开书记办公会 其用心 显然是想借机 给他一个警告 艾成文作为市委书记 有强烈的掌权欲望 可以理解 但他想在自己和古相国之间 左右逢源 谁有问题 就打压谁 如果说 站在公正的立场之上 也勉强可以接受 但作为和他 一路走了很远的同盟 在帮他削弱了古相国 不少力量之后 没有收到他 一点友好的表示 就让夏祥的心中 颇不舒服 刚和吕一克交谈了几句 就接到通知 要召开书记办公会 下想和吕一克对视一眼 现象 来得好快呀 两人也没有避险 一前一后 差不多同时来到 艾成文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 除了艾成文之外 还有古相国 张英吉和刘依林 张瑞涛 作为一手证据的掌握者 也列写了会议 夏祥和吕一克 并肩走进会议室 让不少人 都目光复杂地 看了两人几眼 因为在此时 吕一克身为纪委书记 还不避险 他的举动 就有了意味深长的暗示 尽管众人也清楚 既然召开书记办公会 讨论此时 而且又让夏祥参加 就意味着 还是不想将事情闹大 只想内部解决 但身为纪委书记 吕一克在此时 必须和夏祥保持距离 他却故意和夏祥 一起蹬着众人的面走进来 就是故意做给别人看 尤其是张瑞涛 张瑞涛的脸色 就十分难看 看了吕一克一眼 紧抿着嘴 没有说话 目光中 却流露出不屑的神色 吕一克看也未看张瑞涛 静止坐在古像国的旁边 冲艾成文艺点头 艾书记 想想通知到问题 我还不掌握具体情况 今天的书记办公会 开得有点仓促 上来就是质疑的口闻 而且语气中 表现对张瑞涛的强烈不满 就让艾成文和张瑞涛 都有点脸上无光 古像国就说 一克同志不要激动 瑞涛同志 既然掌握了一手证据 他亲自交给艾书记 也符合程序 是对侍卫的信任 不是对你个人 有什么意见 刘依林却说 本来是机委内部的事情 连吕书记都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举报材料 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我觉得张瑞涛同志 做得有点过头了 会议还没有召开 就已经全是火药味了 个人互不相让 就让艾成文大感头疼 直到今天 他算是走错了一步 得罪了下想了 本来 他也想事先通知一下下想 但古相国的一句话 让他改变了主意 亦是认为有机可乘 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下想同志的视频太不雅观了 给朗世世伟脸上抹黑呀 我建议世伟立刻采取措施 严格控制消息的传播 同时 要对下想同志 以思想教育为主 尽量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 来处理他的私生活问题 孤相国的话 按时 要将事件控制在 朗世范围之内 并不想扩大化 同时 只是想对下想 进行思想教育 并不想上报省委 进行处理 就让艾成文 多了一个心眼 认为可以借此事件 打击一下下想的威望 让下想 刚刚在世卫 站稳脚跟的努力 复制东流 还可以彰显他 作为视为一把手的控制力 不但可以利用下想之手 打击古相国 还可以借助古相国之力 打压下想 一把手 要的就是 有掌控大局的手段 艾成文 想充分将手中的权力最大化 并且达到一种 翻云覆雨的境界 所以 才有了今日的会议 只是没想到 吕一可 还是坚定地和下想 站在一起 还有刘依林 也是不遗余力地 维护下想 他们为什么 就这么相信下想 倒是张英吉 没有说话 脸色殷勤不定 谁也不看 目光只盯在天花板上 就让艾成文 多少又有了一点底气 就算得罪下想 如果因为下想的不检点 而争取到张英吉的支持 也算是大有收获了 艾成文就咳嗽一声 今天的会议啊 却是召开得有点仓促 但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瑞涛同志 收到的举报材料 让人非常震惊啊 出于爱护想想同志的考虑 我决定 第一时间召开书记办公会 先研究一下事情的严重程度 然后 再决定对想想同志 是以批评教育为主 还是 再采取其他措施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刘依林对于下想 有不雅视频流出 虽然不尽小心 但也不是完全不信 因为下想太年轻了 也确实有英俊的外表 和过人的魅力 吸引年轻漂亮的异性 也再正常不过 被人偷拍的照片或者视频 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他也清楚 也有可能是 有人借机整治下想 如果是下想意识大意 掉入了桃色陷阱 就太可惜了 他不免微微替下想担心 张英吉就事实插了一句 夏市长 有什么话要说吗 首先感谢神尾对我的爱护 其次 我想说一句 我行的正战的直 不怕别人捕风捉影 诋毁我的名声 最后 有什么证据 就尽管拿出来 如果真是我做的 我不会不承认 下想很干脆利索地 回答了张英吉的问题 一点也不心虚的样子 爱成文有些不解 下想底气十足 是死不认账 还是张瑞涛弄错了 不对啊 刚刚明明他也大概 看了几眼录像的 画面上的人物 分明就是下想 他还能怎么抵赖啊 既然下想态度强硬 爱成文心中的一丝不安 也全部消失了 好 既然下想同志 认定自己没有做过什么措施 现在 就当着大家的面 播放一下视频吧 下想同志是不是同意啊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下想的脸上 因为 只要录像一公布 只要画面上的人是他 只要有什么不雅的事情 就坐实了他的问题 想要抵赖 是绝对不可能了 而且相当于 在市委内部公开了 与会的几人 都是市委之中 最有分量的人物 就算不给下想任何处分 下想以后 想在常委会上 有什么发言权 想要再推荐什么重大的项目 就失去了公信力 别看是一次内部会议 其实威力 也非同小客 完全可以扼杀下想 在市委之中的地位 当然 前提是 录像之中 确实有下想的不雅画面 在座的众人 无一例外的 都直直看着下想 就看下想如何回答 张英吉的手指 轻轻敲起大腿 显示出内心的紧张 她不想毁掉 心目中下想的形象 但眼下的形式 又让她 不得不重新 审视下想的为人 刘依林的一颗心 也提到了嗓子眼里 在她的心目中 虽然认为下想身边 应该不缺女人 但不缺女人 和私生活不检点 是两回事 虽然说 实际上 可以说成是一回事 但人都有一个 掩耳盗铃的心理 眼不见心不凡 如果真是亲眼所见 下想不检点的一面 她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还能再支持下想 和下想统一展现 女人 都有非理性的一面 别说刘依林的心中紧张 就连坚信下想没事的 刘依可 也不免心中忐忑不安 万一下想 真被人抓住的大把柄 该怎么办呢 她还要不要 坚定地和下想站在一起 或者是 处于明哲保身的考虑 和下想保持一定的距离 古相国心中笃定 她在前来书记办公会之前 已经得到奥那尘的暗示 录像带中 有能让下想身败名裂的画面 让她在示威里面 大胆而放心地 全面推进 对下想的打击 录像带的全部内容 古相国没有看过 只看了开头几分钟 她就可以断定 下想 要名声扫地了 她心中一阵狂喜 在和下想一系列过招之后 她甚至有点害怕下想 现在有的一个 可以让下想身败名裂的大好机会 使她重新全面掌握 是政府班子 并且 在示威扬眉吐气的大好时期 绝对不容错过 艾成文的心思最复杂 她既想让下想受到打击 又不愿让下想完全威望扫地 因为 如果下想失去威望 没有了分量 古相国就没有了牵制 对她的掌权大计 也极其不利 她需要的是一种平衡 在下想完成一系列 针对古相国的胜利之后 她希望天平 稍微向古相国倾斜一下 不让下想做大的速度过快 而张瑞涛 作为古相国的同盟 作为欧纳臣的盟友 她很清楚 她就是马前卒的角色 成 则有可能获得政治资格 败 说不定会成为牺牲品 但她没有退缩 政治向来就是一个投机的场所 尤其是 像她一样 没有太强有后台的人物 只有有担任炮灰的勇气 才有成为炮手的机会 她也研究过不少 高层人物的简历 都有在关键时刻 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 她们都成功了 诚然 张瑞涛也清楚 比起有限几个成功的高层人物 更多的 在重大选择之时的失败者 都是历史的尘埃 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但她依然不后悔 愿意赌上一赌 一个小小的书记办公室 一共七个人 人人心思各异 都期待着上演一场大戏 不管是好戏 还是坏戏 总之 肯定是一场肉戏 夏夏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脸无奈 似乎 还有一丝退缩 我坚信我的清白 不过既然同志们都不相信我 那就让世事说话好了 语气不是很有底气 表情也有些不太自信 有人失望 有人欣喜 艾成文就微一点头 请瑞涛同志 播放光盘 张瑞涛打开大公室的电脑 放入一张光盘 郑重其事地 按下了播放键 一时间 会议是哑雅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 都紧盯着电脑屏幕 画面一开始显示的 是一男一女的背影 女的是谁都不认识 但男人的背影 依稀是下响 两人好像在说话 说什么 声音很小 听不真气 大概过了半分钟 男人开始脱上衣 女人也开始脱衣服 一边脱 一边大声说 想 想 快点 我等不及了 嗲声嗲气 极尽媚态之能事 难道真的是下响吗 背影像 女人又亲身地喊她 想 不是下响 又能是谁啊 众人都看向了下响 果然 下响的脸都照红了 接下来 让众人都面红耳赤的一幕出现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三十一集 风起 前赴后继 只见画面中的男人 一下脱掉上衣 一把抱住女人 然后 用力地亲了起来 女人也热烈地回应着男人 嘴里还不停地 发出呜呜的声音 场面之香艳 镜头之开放 让老师的主要党政领导 都觉得脸上发烧 耳根发痒 主要是 有女性在场 刘依林不但年轻 还颇有气质和女人味 就连爱成文 也有点坐不住了 尴尬地咳嗽了几声 然后就是 男人一下将女人 扑倒在床上的镜头 两人在床上滚在一起 虽然身上衣服还在 但场面肉色生香 让人看了 眼热心跳 会议室内 落针可听 寂静的惊人 就更听得画面上的两人 纠缠在一起的声音 迷一迷入声 淫乱不堪 突然 画面一变 男人又站了起来 开始脱裤子 至此 刘依林终于忍不住了 算了 不要再看下去了 画面中的人 到底是不是像市长 现在还不能肯定 一定要确定清楚之后 才能下结论 刘部长 你作为一名女同志 可以回避一下 古相国即使向刘依林 释放了善意的信号 用意很明显 意思就是 如果她对下想 完全失望之后 可以向她靠拢 刘依林一咬牙 算了 我不亲眼看到她是谁 你也不甘心呢 她的话中 就有了一丝 赌气的口气在内 倒是下想 始终一脸平静地 看着画面 不动声色 张英急盘地 一直紧绷着脸 等看到画面之中一闪 露出了一个 十分经典的镜头时 她忽然一脸放松 欣慰地笑了 微笑之余 还不忘大有神意地 看了下想一眼 眼神之中 流露出戏虐的神色 下想回应了张英急的眼神 不过 还是一脸严肃 仿佛在心上 什么艺术片一样 张英急步由强忍住笑 暗暗覆飞下想 得 以后谁也别想 对下想下黑手 她黑人的手段 与众不同 你以为挖坑 让她向下跳 还美滋滋地以为 黑了她 等落地之后才发现 原来折腾了半天 你为她挖的坑 最后都成了自己的陷阱 男人终于脱光了衣服 铺在女人身上 并且开始撕扯 女人的衣服 撕到一半的时候 裸体男转过身来 终于让所有人 看清了他的正脸 长得确实挺像下想 你只能说是挺像 绝对不是本人 就和某日本人体艺术片之中 有一个男艺人 长得和毕老爷差不多一样 甚至可以说是 有七分像像 但就算有九分像像 也让所有人 都明白了一个事实 画面上的男人 不是下想 古相国一脸灰白 无比沮丧 心情极度失望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居然不是下想 欧纳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艾成文也是 一脸失望 牵易地看了下想一眼 他很清楚的一点是 他今天失算了 而且还是大大的失算 不但得罪了下想 还闹出了一出 大大的乌龙 刘依林被过脸去 因为害羞 尽管罗体男 没有全部露出身体 也让他感到十分的不适 不是下想啊 就让他大大的 输了一口气 心中还是有些不解 他什么时候 对下想的关心 已经超越了一个 普通同事的程度啊 吕一可 差点笑出声来 谁闲得无聊啊 闹出这么一场好戏上演 好嘛 老是几名重量级人物 汇集在书记办公室之中 集体观看色情片 传了出去 不让省尾笑掉大牙才怪 要是传到外面 说不定还会乱传 老是视为集体淫乱 吕一可只是想想而已 毕竟他年纪大了 老成了许多 不好意思说出口 但张英吉 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在画面之中的男人 终于开口说话 说出一串日语之后 他排案而起 怒气冲冲地说道 张瑞涛 你干的好事 你弄完一张色情光盘 日本的AV片 放给艾数据和股市长 还胡说八道 说成是下市长的不雅视频 你到底还有没有党性啊 你到底是 出于什么目的啊 张瑞涛满头大汗 他更奇怪 为什么奥那陈说得十分肯定 里面绝对有下想的不雅视频 放出来之后 竟然成了日本艺术片 此时画面还在播放 躺在床上的女人 一下子站了起来 她的眼睛都直了 我的娘类 原来她不是别人的老婆 而是苍敬空老师 艾成文虽然也有看艺术片的经历 但可能经验没有张英吉丰富 听张英吉 直接点名的是什么片子 顿时火冒散张 一把关上电脑屏幕 用手指着张瑞涛的鼻子 张瑞涛同志 你必须向在座的市委领导 说个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下想还是一脸平静 只是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句 瑞涛同志 有些个人的爱好 就不要拿到大庭广众之下 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艾书记和股市长 公务繁忙啊 没有那么多时间 和你一样 可以欣赏日本的艺术片呢 张瑞涛无敌自荣 低下头 冷汗直流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吕一可明知故问 呃 什么是AV片啊 赵书记 别解释解释吧 刘逸林实在忍不住了 想笑 又觉得笑点太冷了 就夺门而去 对不起 我还有事情要忙 没有时间后扯 古相国的脸色 要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他不敢和张瑞涛目光对视 唯恐让人怀疑他 和张瑞涛 串通仪器 来整治下乡 他心中 将奥乃臣 骂了不下几十遍 痛恨欧乃臣办事不力 差点让他陷进去 成为笑柄 再看下想不动如松的表情 犹如妖孽一样的镇静 他心中 打了一个冷战 难道说 事件的背后 也有下想的手段 或者说 自始至终 都是下想故意设的一个局 但不管幕后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的情景是 必须要牺牲掉张瑞涛了 否则 事情无法收场 对吕可的问题 张英吉一点也不闹 反倒一脸轻松的呵呵一笑 日本人当色情是艺术 他们拍的色情片子 在国内都称之为 AV片子 不少人都看过 瑞涛同志 珍藏一些AV影片 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拿出来在书记办公会上播放 就是胡闹了 施雅 夏夏漫不经心的插话说道 幸亏爱书记持终 要是直接上报了省委 让省委领导看到了 整个老式市委的脸啊 就都丢尽了 现在 虽然省委领导没有亲眼看到 但万一走漏了消息 让省委领导知道 老式市委集体观看日本色情片 就丢人丢大了呀 夏夏的话 暗示的意味很明显 省委领导是不是知道 全看在场的人 是不是透露消息 同时更有强烈的质疑 警示爱乘文 以后凡是想按下黑手的事情 都要三四二后行 否则容易引发无法收拾的后果 爱乘文尽管是书记 是一把手 但还是惊吓出一身冷汗 流言就是流言 明明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传得出去 说不定就成了市委 组织老师主要党政领导 集体观看色情片 真要是传到省委和中央领导耳中 他这个市委书记 能不能再当下去 还要量数 挪挪地方是轻的 直接警告处分 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又羞又怒 再看张瑞涛 只知道低头不说话 他能猜到 张瑞涛找到别人的道 但现在 是他抽身而出的好机会 张瑞涛 只能是牺牲品了 当然 心中的怒火还是无法压制 他取出光盘 仰手扔到张瑞涛的脸上 大怒 张瑞涛 你向夏市长道歉 然后向市委 做出书面检讨 说着 他又看了吕依可一眼 依可同志 市委建议张瑞涛同志 停止反省 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有 吕依可也是一脸怒气 啪的一声一拍桌子 我会向省纪委建议 免去张瑞涛同志 市纪委副书记的职务 开出党纪和公职 有好机会不能错过 能趁机扳开张瑞涛这个绊脚时 吕依可才不会手软 吕依可扔下一句狠话 直接拂袖而去 不给张瑞涛任何变白的机会 也不给艾成文打圆场的机会 态度很坚定 就是对今天的事情 对所有人表示不满 包括艾成文 艾成文的脸色极为难看 今天的会议 开得十分糟糕 让他书记得威望大减 先是刘依林不等散会 叫自行离去 又有吕依可丝毫不给他面子 摆明了要绕过他 直接上报省纪委 就是要不置张瑞涛于死地 恃不罢休的姿态 他身为朗世一把手 基本上颜面大事 都是因为古相国和张瑞涛啊 艾成文圣怒之下 就更迁怒于两人 张英吉也站了起来 目光冷峻地 看了张瑞涛一眼 他的话 直接耳犀利 瑞涛同志 不管你是受人指使 还是自作主张 反正今天的事情 你必须拿出姿态 给侍卫和夏夏同志一个交代 我的建议是 别当吕书记上报省纪委了 你自己啊 也就辞职好了 说完 张英吉冲艾成文威仪点头 又大又深意地 拍了拍下下的肩膀 也是转身离去 艾成文被三位常委甩在当场 再有度量 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也终于发作出来 相国 关于张瑞涛同志 如何处理的问题 你是什么意思 他的语气十分不善 是在埋怨谷相国 故意挑起事端不说 还弄到一地鸡毛 无法收场 艾成文威仪 艾成文威仪 我要请假一周 夏夏脸色不变 让人看不出他的心理变化 身体不太舒服 又被人诬陷 心理压力很大呀 希望艾成文威仪 和顾市长批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艾成文以为夏夏 真是心理压力过大而请假 眼下的形式 也确实有必要 给夏夏放一个长假 让他调整一下 就一口答应下来 好 你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呀 侍卫啊 会还给你一个公证 好好休息一下也不错呀 侍卫批准您的请假 对了 相国统治 没什么意见吧 古相国气得蹊跷声音 艾成文变脸之快 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转眼间 就摆出了一副关怀下想 并且直接将他 亮到一边的姿态 过河拆桥 也要留一点情面才好啊 那气归气 他也没有办法 艾成文是一把手 一些小事 他可以一言而定 别人再反驳 就是不失去了 况且今天 他当缩头乌龟还来不及 哪里还想在请假的小事上阻挠 古相国就只有点头的份 下想请到了假 也离开了书籍办公室 今天的闹剧 比他想象中更精彩 也来得更有戏剧性 他也没有想到艾成文 会急不可耐地 邀请一干常委 到书籍办公室组织观看 更没有想到 杨贝也有恶趣味的一面 竟然拿了一份 日本的AV影片来唬人 至于杨贝 是如何骗取了 欧纳辰和陈大头的信任 让他们相信 是他和杨贝的床上肉洗 杨贝没有多说 下想也没有多问 他和杨贝之间 还是保持恰当的距离为好 不过对于杨贝和魏宏卿 答应加入全美尤妻 也让他大感欣慰 艾成文和谷相国如何善后 下想不再操心 他请假一周 其实身体和心理都健康得很 没有任何的不是 之所以请假 是因为有要事要做 第二天 朗世市委传来两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市纪委副书记张瑞涛 因为个人原因 向省委 省机委提出辞职 如果说 大部分人都隐隐猜到 张瑞涛辞职背后的事件真相的话 随后 下想请了病假 休养一周的消息 已经传出 就顿时在市委 引起了更大的议论 昨天还见下市长 生龙活虎 今天怎么就请了病假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时 都以为下想是在装病 不料下市长 真的坐车 去了京城的医院疗养 现在政府班子事务繁忙 下市长 真能放下手中的权力 安心去休养 怪事 天大的怪事 正当众人都大惑不解的时候 下想商务刚走 下午 就在市委之中 又开始新一轮的流言飞语 这一次 处在风头浪尖的人物时 冷志方 冷志方意外身亡之后 四位夫人大闹市局的一幕 不少人都有所耳闻 而且 有关冷志方身后财产 超过千万的消息 早就不禁而走 人人皆知了 冷志方死后 也有半年时间了 尽管上面的只是精神是 继续追查 但直到现在 还是没有一点结论 就让不少人觉得 冷志方事件 肯定还是雷声大 雨点小 最后不了了之 没想到 就在几乎所有人 都遗忘了冷志方的时候 突然 就有了新的流言 流言关乎的 不是冷志方的贪污受贿 而是一起冤假错案 案子因为距离现在时间还不长 而且当时还轰动一时 所以不少人都记得 焦店杀人案 当时案件一拨三折 先判死刑 又改判死缓 又加上涉及到了杨府 几乎老师人都知道 当年的焦店和杨蒙的先情人 后仇人的离奇故事 流言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 不得而知 就如风局情平之末 反正流言一起 就让侍卫不少人大吃一惊 焦店是被冤枉的 是驱大成招 现在有人替焦店翻案 而且听说 省高院也介入了案件 准备重新审理 更让人期待和不安的是 传完事局 已经重新掌握的证据 可以证明焦店的清白 杀人凶手 另有其人 古相国在听到流言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 认惊加错愕 第二反应就是 暗角不好 立刻意识到了 下想请病假的原因 不是故意拿捏市委市政府 也不是撂挑子耍脾气 而是有意置身事外 要利用焦店事件 掀起一阵大风大浪了 焦店事件的背后 隐藏着太多的秘密 古相国也具体参与其中 他很清楚焦店的清白 真正的杀人凶手 就是杨明 当时杨福上门 求他保住杨明一条小命 他拿了杨福不少好处 爱与情面 就答应下来 为了嫁祸给焦店 他和冷职方密谋多次 还暗中指使陆宏战 在侦查阶段伪造证据 又在检察院公诉阶段 做了手脚 最后在冷职方主审之时 判了焦店死刑 此时被人就是重提 而且还故意散布出了流言 可以肯定的是 对方已经掌控了主要证据 古相国惊吓出一身冷汗 他当年经手的时候 基本上没留下什么证据 想要直接将脏水 泼到他的身上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想利用此时拉他下马 更是没有可能 哪怕就是最后焦店翻案 查到他在其中 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最后充其量 也只是一个警告处分 但古相国担心的是 连锁反应 冷职方究竟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 他不清楚 但他清楚 冷职方至少贪污了四千万以上 其中大部分 都是受害者的血泪和生命 如果因为一个焦店的犯案 而引出许多以前的冤假错案 冷职方人死之后 顶多是身败名裂 但势必会将他牵涉在内 只要查实 有三起人命案子与他有关 他就不仅仅是 身败名裂那么简单了 肯定就是一败涂地了 而且还有可能沦为阶下囚 古相国慌了 急忙打电话给陆红战 要求陆红战 随时掌握市局的所有动向 不让表里 英成和丽妃 继续做大 不让陆红战的回答 更让古相国气急败坏 古市长 现在市局都在乱说 您和冷职方是连禁 古相国的情人许珊珊 和冷职方的四夫人 许莉莉是亲姐妹 她和冷职方被人称为连禁 显然说明了一点 就是 她有小秘的事实 已经被有心人 查得一清二楚了 古相国又气又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三十二集 底线 政治理念 古相国才明白 原来不是一次指钩拳 而是一套组合拳 如果他敢再插手阻挠 进一步挖掘 冷职方背后的案子 那么 他包养情人的事情 将不再是秘密 也会成为市委大院 人人茶余饭后的笑饼 怎么办 古相国放下 露宏战的电话 一头大汗 他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还击 才能保住 现在手中拥有的一切 对了 他一拍脑袋 上京城 自上而下的施压 古相国却不知道 下下去京城 明是休养 实际上 却是先踏一步 属同关系去了 因为下想很清楚地知道 下一步 会因为有一个焦电案件 而在老是 引发怎样的渲染打波 实际上一开始 下想并没有想到 焦电案件的背后 会涉及到那么多人 更没有意识到 焦电并非是孤立的典型 而是无数冤假错案的缩影 下想从英城和丽妃的调查 取证中得知 经过近半年的明察案房 以及焦电案件 引起了新一轮的调查取证 在有丽妃 通过各种渠道 从冷治方的四夫人 徐莉莉 以及古相国的情人 许珊珊身上 挖掘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之后 终于汇总查实 冷治方贪污受贿金额 至少在四千万元以上 如果说以上 还不是让下想愤怒 并且下定决心 要将古相国扳倒的 决定因素的话 关键点在于 冷治方四千万赃款的背后 全是无数冤魂 血淋淋的呐喊和不甘 全是有冤无处身的 底层百姓的生命和血泪 想想不是冲动的正义 也不是莽撞的激情 微观多年 他也清楚 一个人在官场之中 不可能做到官清如水 但收受一些不法商人的礼品 他勉强可以接受 如果贪污的钱财 是循私枉法 草菅人命所得 他是一点也不能忍受 作为老百姓最后的公正 法律 如果失去了公信力 社会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百姓还有什么希望可得 人心 还有什么凝聚力可言 尤其是当下想 看到一桩桩 一件件 明显是证据不足 但依然宣判的案件 他就难免怒火中烧 几乎无法抑制 心中冲天的努力 四千万的赃款 背后是多少家庭 家破人亡的悲剧 是多少人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的凄惨 而古相国 躲在冷之方的背后 助纣为虐 或暗中出面 或间接出手 总之为了一己之私 残害了无数家庭的幸福 说不定还有不少人 已经被处决 成为枪下冤魂 再由古相国 作为奥纳臣在老师的最大靠山 明里暗里 损害了多少老师 正常的商业秩序 又因为他为虎作伤 让奥纳臣在老师 为所欲为 也是导致老师的局势 复杂 而经济局面 无法打开的罪魁祸首 古相国不倒 老师不得安宁 奥纳臣 就无法被连根拔起 因此 在各种因素综合之下 在焦点安静的激发之下 夏强终于决定 全面向古相国开战 也并非开战 说好听一点 是黄老师一片晴天 说难听一点 就是要扳开他在老师 打开局面 立足老师的前进道路之上的 最大的一块半角石 既然上面对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还没有任何表示 就证明 他目前在朗师的动作 还没有让幕后人物满意 既然如此 夏强就必须再接再厉 继续推进他在朗师的执政理念 现在 他隐隐有一种感觉 他在朗师的道路上 还有一段路要走 前面挪开图云 并且借机掀翻了马阳天 只能算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 将会确定他 在幕后人物心目中的分量 光有政治斗争的手腕 还是不行的 还必须要有经济建设上的成就 必须有政绩 但他只是常务副市长 不是市长 再有政绩 也会被书记和市长拿走 政绩是为政治服务的 同样 也只有政治上有的发言权 才有可能做出 有利于朗师人民的史实 古相国不像图云一样 表面上张扬 他很有内涵 也不像凹那臣一样 阴冷并且黑暗 他也有光明正大的一面 他隐藏最深 又最小心 所以 很难让人抓住他的把柄 此次交电的冤案 意外的 又将他牵扯在内 同时 又被英城和丽妃查出 竖起冤假错案 每一桩都是 血淋淋的人间惨剧 就终于让下校 再难压抑心中的愤怒 决定 必须用一系列的雷霆手段 让古相国翻船 他也清楚 古相国背后的势力 十分庞大 万一准备不够充足 打折不成 容易反被蛇咬 这也是下校 一直在古相国的问题之上 小心 再小心的原因所在 本来 以现在手中掌握的证据 虽然不至于让古相国落马 但给他背上一个处分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下校担忧的是 如果仅仅只是给了古相国一个处分 而因此惹怒了古相国背后的人物 他不是受到古相国和欧乃臣的连番攻击 就是有可能被人挪开位置 前两次放出的风声 不仅仅是故弄玄虚 也是一次目的明确的警告 此次前往京城 下校就是要抢在古相国之前 在京城先机布局 谨防在事情进展到紧要关头之时 古相国身后势力的反扑 让他前功尽弃 下校的本意是 来到京城先建老谷 毕竟很久没有和老谷畅谈了 他也有许多问题 要请教老谷 不料车刚到京城 就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 有一个美女要和他见面 是傅仙仙 傅仙仙自从上次劫持事件之后 就如消失了一样 一直没有音讯 下校也魂不在意 知道傅仙仙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丫头 也懒得去想 他在哪里又在做些什么 傅仙仙和电话来得很突然 他的话也很突兀 你在哪里 我想见见你 下校虽然已经习惯了 傅仙仙天马行空的思维 但一上来就要见他 还是让他有点适应不了 我在京城 正要见一个人 很紧急 在京城 太好了 傅仙仙直接忽略了 下校说的 他有事情紧急的话 而是兴奋地说道 我在全聚得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赶来见我 如果晚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哼 看着办吧 然后电话就断了 下校刚刚进入四环 幸好还没有和老虎约好时间 否则还真不能赶赴傅仙的约 下校不相信傅仙的威胁之话 但也知道 他有时 虽然表面上看很闹腾 实际上也不是美谱的人 去就去 谁怕谁啊 反正来到了京城 再说 他也正好想看看傅仙仙 现在是不是完全恢复了正常 别在心里上留下什么创伤才好 一个小时的时间 夏祥总算赶到了会面地点 到了房间一看 傅仙仙一身长裙 一头长发 又戴了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 坐在桌前 沉静而优美 犹如芝兰 他似乎还换了香水 因为扑面而来的香气 与他以前的香味截然不同 以前热烈而奔放 现在则是淡雅而幽远 恰如质子花香 夏祥就是坐在傅仙仙的对面 还没开口 傅仙仙就撅起了嘴 离我那么远 什么意思吗 夏祥笑笑 就起身坐在他的旁边 他才又笑了 将手中菜单一放 拍了拍手 点好菜了 我点什么 你吃什么 有意见没有 有 不过 还是先保留好了 夏祥在吃的上面 最不挑剔 他对吃什么没有意见 却对傅仙仙 突然出现 并且 不说缘由地 要和他见面 小有意见 仙仙 到底找我什么事啊 傅仙仙身手 挽住了夏祥的胳膊 声音无比温柔 我就想见见你 难道不行吗 你也真是的 你见面 就不耐烦地问我有什么事 难道不会问问 我现在好不好 有没有想你累的话吗 夏祥的心思 不在温柔上面 再多情的男人 也有不多情的时候 他也知道 有点忽视了 傅仙仙的情感需求 就伸手 轻轻拍拍他的后背 看你现在的精心打扮 我就知道 你已经走出了阴影 换了心情 虚伪 言不由衷 傅仙仙嘴上 说得不满 眼中的笑意 却充满了他的情绪 他还是舒展了许多 抱下枪的胳膊 就更紧了 夏祥 你说我现在的样子 是不是比以前更养眼啊 必须承认 傅仙仙是一个养眼的美女 非同一般的养眼 也曾经让夏祥怀疑过 他和傅仙峰 到底是不是亲兄妹 因为傅仙峰一脸的阴沉 也看不出 有什么帅气之处 而傅仙仙 有着小魔女一般的狂放 和阳光 当然 也可能和两人的性格不同 大有关系 夏祥就实话实说 夸了傅仙仙几句 说她漂亮 说她有气质 说她有迷人的一面 原以为几句话后 傅仙仙会咯咯指笑 不料话未说完 傅仙仙却阴阴地哭了起来 直哭的梨花带雨 直哭的眼泪纷飞 完全打湿了夏祥的胳膊和衣衫 怎么了 夏祥轻声安慰傅仙 没事 没事 傅仙仙少见地慌乱起来 一把推开夏祥 急忙擦干了眼泪 勉强一笑 今天我找你 确实有正事 听说 你和谷香果不太合得来 夏祥点头 傅仙仙是傅家人 肯定知道一些什么 再说 又是公开的秘密 她没有必要否认 傅仙风手中 有谷香果的证据 我上次偷听到的 恢复了正常的傅仙仙 一脸狡黠之色 眨眨眼睛 要不要 我帮你弄到手啊 夏祥也不得不眨眨眼睛 傅仙仙不是在骗她 她的表情告诉她 她确实是 想做一件事情 来回报她 但她要去暗中 偷谷香果的证据 于她来说 又有点 不合乎她的原则 夏祥就想拒绝 傅仙风的手中 有谷香果的证据 也不足为奇 傅家和谷香果之间的合作关系 并不密切 也不牢靠 不管傅仙风 是有意还是无意 她拿到谷香果的证据 又有什么目的 都不在想想考虑范围之内 唯一让她感到担忧的是 傅仙仙一个 曾经纯真无邪的小魔女 也因为她的原因 开始一脚迈入 政治的是非漩涡之中 让她于心难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傅仙仙看出了夏祥的为难 她突然一把抓住夏祥的手 就让我为你做一件事情好不好 要不我一辈子也不会安心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 我就 我就永远不让你见到我 傅仙仙的威胁 毫无力度 但却有情意 夏夏被她湿湿的小手抓住 感受到掌心的温柔 知道她动了情 女人一旦动情 就会双眼如水 手心出汗 神色紧张而羞涩 眼前的傅仙仙 分明是一个 情意绵绵的小女生 嗯 谢谢仙仙 有心了 如果你愿意做的话 就由你好了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虽然她是在自己家中 偷偷下手 但万一被傅仙峰发掘了 再让傅仙峰误会 是她只是傅仙仙所为 玩笑就开大了 傅仙仙一下跳了起来 飞快地 在夏夏脸上亲了一口 我一定会做到 神不知归不去 让傅仙峰和爸爸 爷爷 全部知情 哼 气死他们 傅仙仙从不喊傅仙峰哥哥 而是直呼其名 也有意思啊 夏夏被强轻的一口 不觉尴尬 嘿嘿一笑 谢谢 最近去哪里了 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啊 哪里也没有去啊 连瑜伽 健身 关门看书 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想做点什么 又不知道 又不知道 该做什么 想联系你 又怕打扰你 反正就是 一个人的荒原了 傅仙仙还是变了许多 以前单纯而狂放 现在多了心事 多了沉静 也多了生活的沉重 她想劝为傅仙仙几句 却又无从开口 只好轻轻地摇头 一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 本来一直好好的 临告别的时候 傅仙仙突然又哭了 她又是一把 抓住夏夏的手 如果有一天 请你为我做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愿意啊 夏夏没有迟疑 重重地点头 只要我能做到 傅仙仙一身白衣长裙 挥手告别 一洗一衬的表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定格在 下下脑海之中 直到某一天 午夜惊醒之时 她才知道 傅仙仙心中的苦楚 到底是什么 时隔半年多之久 再次在京城的 深宅大院之中 见到老谷 已经接近了中下 知凡夜冒的院落 格外静谧 夏夏的心情 终于放松了下来 老师的势头之路 不但波涛起伏 而且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让人身心俱疲 临近决战了 反而终于在内心 有了一丝平静的祥和 说来也怪呀 或许就是 大战来临之前的宁静 和黎明之前的黑暗 是一样的道理 老谷的精神十分不错 相比以前 反而更加绝说了 她一见下相 就开怀大笑 一把拉住下相 哈哈哈哈 小夏 蔡老师的工作 确实不错呀 有声有色 有起有落 太精彩了 就像一出大戏啊 哈哈 下相无语 大戏是好看呀 但只是 相对看戏的人而言 对于戏中人 对于戏中人 因为身在其中 被剧情牵引 或哭或笑 体会到的不是精彩 而是紧张和刺激 还有 不足为外人道的险恶 下相就说 您在台下看戏 我在台上演戏 身在其中 五位俱全呀 老谷 我可笑不出来呀 老谷依然是开朗地笑 哈哈哈哈 该笑的时候啊 就要笑 人嘛 都是要在摸爬 滚大中前进呢 摸了一手泥 滚了一身水 才叫有意思呢 哈哈哈哈 下相的性格 不是没有开朗的一面 但现在大局未定 还真笑不出来 和老谷说笑几句 就坐下喝茶 老谷也没扯线片 直接就切入了 目前的局势 高层的局势啊 你不用担心 大体上 还会维持一个平衡 军队的动向 你可能也了解了一点 行事还算有力啊 阎省的局势 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在阎省影响力有限 也帮不了你什么 得全靠你自己了 有一点必须提醒你的是 吴家的出手 大有深意 有利用你 撬动老师局面的用意啊 吴家的用心 下相自然心智肚明 老谷的提醒也是好心 他就虚心点头 我也清楚 但利用都是相互的 吴家可以利用我 我也可以借吴家的事 老谷摆摆手 我完全相信你 可以借吴家的事 也相信你 不会和吴家走得过近 但有人 会担心你的立场会改变啊 所以 我有必要提醒你 还是 适当和吴家保持距离才好啊 下相理解老谷的善意 老谷是坚定的 家族势力的反对者 他和吴家关系一般 和富家梅家 以及邱家 都没有什么来往 老谷或许对他了解较深 但有人对他不放心 下相也清楚 如果他想扶政 想执政一方 不再担任副职 就必须站队 不能忽左忽右 更不能走钢丝 平心而论 下相对于 如何处理家族势力的崛起 以及他到底和家族势力之间 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甚至更长远的考虑是 等他身居高位之时 到底要坚持 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心中一直有一个底线 他的原则性很强 就是不管是家族势力 还是别的势力 他都不是坚决支持 或坚决反对 而是随机应变的立场 就是不管哪一方势力 只要做出的是 为国为民的好事 他就支持 反之他就会反对 但眼下看来 有时候在选择立场之时 必须要无原则的 反对家族势力 也是让下相颇感头疼 但政治就是如此 也许战队之后 还可以有妥协 但在战队之前 必须一时一 二时二 像当年 国内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 父子反目 夫妻成仇 全因政治理念的不同 现在虽然形势变了 但也不外乎如此 夏夏就明白 今天和老谷的会面 并不轻松 他必须明确表态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833集 风洞 试探口法 如果仅仅是他和老谷之间的对话 还好说一些 但现在老谷代表的是一个势力集团 气氛就有点凝重 老谷也没有了以往的随意 而是端正地坐在沙发之上 一脸严肃 只等夏夏 明确地回答 夏夏就有点左右为难 如果他说出 他的政治立场 势必会让老谷不满 让幕后人物不快 但如果不说 又有说谎的嫌疑 夏夏不是不会说谎 是不想对老谷说假话 他一直对老谷十分尊敬 因为自始至终 老谷从来都是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而他从未给过老谷任何回报 甚至还将谷欲得了手 老谷见冷了场 也不说话 伸手自顾自地倒茶喝 他先将自己的茶杯倒满 然后放下茶壶 轻轻抿了一口茶水 好像才响起一样 又伸手 为夏夏续的水 老谷的举动大有深意 是在提醒夏夏 喝水 勿忘倒茶人 中央现在 大概分成三戏 夏夏的回答 出过老谷的预料 并没有直接说出他的立场 而是大而化之 讲起了大局 一系是家族势力 一系是平民势力 一系是团系 三系之间并不是完全孤立 而是互有影响 互有借鉴 除了一定分歧之外 共同点也不少 夏夏虽然还没有明确 他的政治立场更接近那一系 但实际上 在内心深处 他还是认定自己是平民一系 尽管说来 他有机会接触团系 更有机会融入家族势力 但现在 他反而和平民一系 走得最近 但派系之间 也并非完全是对立关系 共同点 还是远大于分歧 就如当初团系的政胜 也不必会和家族势力的代表人物 梅小林走近 就证明了 实际上 各派系之间 既有竞争和分歧 又有合作和互助 总体上还是一种 求同存异的状态 当然了 各个派系 在渴望自己一派壮大的理念上 又是完全竞争的关系 毕竟官场之上精英并不多见 偶尔有一两个人 攒露头角 必定会有派系盯上 在梅家和邱家 和他稍微疏远一点之时 吴家就趁机而上 就证明了 吴家一直没有放弃 拉拢他的努力 但说到底 还是老师离京城太近 也是因为 他前来老师 是因为平民势力一系的布局 幕后人物 不容许他的努力 为吴家做了嫁衣生 何况现在 他已经在老师 初步打开了局面 正是要收获胜利果实的时候 因此 才有了老谷 挑明立场的一次重要会面 老谷对于夏强的分析 只是微一点头 不说话 还是自喝自茶 夏强就感受到了 来自老谷沉默如松的威压 老谷在军队之上 委居高位 平常虽然和他说话很随意 但要流露出危言的时候 也能给人一种莫名的压力 夏强就端起茶水 轻轻喝了一口 我的立场是 比较倾向于平民一系 但也并不完全排斥 团系和家族势力 在我看来 不管是哪一系 只要一心为民 坚持一个还算公正的立场 就有可取之处 夏强的回答 显然并不能让老谷满意 老谷将茶杯 重重地放在茶几之上 门声说道 不要因为吴家的一点 小恩小惠 就被蒙蔽了双眼 吴老爷子人老成精 他的手段呀 让人防不胜防 你不要被他红片上当了 家族势力 是站在百姓的队里面 怎么可能一行为民呢 老谷的话也不无道理 以前下想也是如此认为 认为家族势力 和百姓利益 势不两立 绝对没有共存的可能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 以及在理论方面的研究 他多少改变了一点立场 认为家族势力壮大 并非一无是处 即使是标榜最民主的美国 其实也是家族势力 最为昌盛的国度 几大家族集团 变相地介入政治 资助他们的人 竞选参议员或众议员 甚至直接竞选总统 说到底 其实美国才是 完全的家族势力的政治 每一个总统的背后 都站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 换言之 每一个总统 都是家族势力的代言人 不止总统是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 一众议员们 背后都有 或大或小的家族势力撑摇 而他们上任之后 总是不遗余力地 为家族势力摇起呐喊 为他们争取 更大的经济利益 但没见到百姓的利益 受到多大的损害 而且美国依然强大 诚然 凡事不可一概而论 并非说在美国适用的制度 来到国内 就是灵丹妙药 就能包治百病 但下想就想 既然家族势力 在国内已然形成 就证明了 有了一定的政治土壤 想要直接铲除 也不可能 打压和排挤 也并非上上之策 唯有合作和求同存异 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 虽说到目前为止 限于他的地位和层次 还没有在心目中 完全形成 如何更好地处理好 家族势力的垄断 对国民经济的伤害 但他相信 肯定可以找到 一条合作之路 让家族势力 在正常发展的状态之下 既能为国民经济 做出应有的贡献 又不至于失控 成为民怨沸腾的对象 下想也不想对老谷 隐瞒他的真实想法 他对老谷一想尊敬 而且他也认为 有必要和老谷 进行友好的沟通 就一五一时的 说出他的所思所想 家族势力 有保守和垄断的一面 也有进取和开放的一面 不能完全否定家族势力 家族势力的形成 既有历史原因 也有现实的客观原因 应该以宽容和引导的心态 来看待家族势力的崛起 我认为 打压和排挤不是首选 如何更好地引导家族势力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 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才是政治之上的介事之道 就如大雨治水 一输不一赌 下想滔滔不绝地 阐述了半个小时的政治理念 期间 老谷一直静心聆听 不发一言 脸上也没有流露出 任何情绪的波动 直到下想讲完之后 房间那一片寂静 静到 可以听到两人的呼吸声 院子中 也传来风声 吹动树叶 哗哗作响 但相对而作的两个人 却都是一言不发 若是别人 恐怕会在南沿的寂静之中 坐立不安 下想却想 他说完了心中所想 反而一片轻松 有些事情 早晚会面对 与其以后让老谷埋怨 还不如现在 就将他还不太成熟的 政治理念抛出 成或不成 他已经看开了 虽然他来京城 确实有想借助老谷之事的意思 但就算老谷的路堵死了 他还有其他路可以走 他追求的是 政治理念上的契合 不是单纯的战队 而且下想不无自傲的想 如果他想向家族势力战队 想向团系战队 都会受到欢迎 关键是 政治理念决定一切 理念不合 站在一起 也是面和心不合 反而会有更大的隐患 也不知过了多久 老谷终于站了起来 起身向外走去 想想也就默默地 跟在老谷身后 来到院子之中 记得上次来 还是冬天 现在到了种下 院中一片清脆之色 格外喜人 绿衣盎然自不用说 甲山之上 水流潺潺 甲山之下 无数条鲸鱼 不是疲倦的游来游去 就和云云众生 没有两样 不过鱼在水中游 人在苦中乐 老谷扔了一把鱼 使下去 总算开口了 人在喂鱼的时候 总会想啊 鱼多傻呀 一点鱼食 就强迫了头 其实换为想一想啊 人也是一样啊 他拍拍手 还是小了 我发现 虽然我认识你很久了 但对你一直看不透啊 有人说啊 你不会痛快地答应战队 我还不信 没想到还真是啊 别说 你的想法挺新颖 有可取之处 年轻人啊 我被你说动了 老谷拍了拍 吓响了肩膀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我可不是有意吓唬你啊 而是故意考验考验你的耐性 如果你连我这一关都过不去 你就是一个花架子 重看不重用啊 还好啊 没让我失望啊 想想大汉 老谷和他都这么熟了 还要考验他一把 说实话 刚才他心里也是有些惶恐 有时人在考场 原则问题要讲 妥协也要讲 只身不屈是条虫 能身能屈 才是龙 老谷的一关过了 相当于 幕后人物的一关也过了 下想就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 当然下想不知道的是 他的不算成熟的政治理念 被中央高层采纳之后 对国内的政治形式 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从而 让他在以后的从政之路上 经历了数次 有惊无险的坎坷 在老谷家中 一直待到晚上 吃过晚饭 下想继续和老谷畅谈 说出了 他准备在老师的下一步的重大举措 一直以来 下想在烟室也好 老师也好 所作所为都是先点火 最后 实在无法灭火之时 才会自上而下地 请求帮助 此次却恰恰相反 在老师的火还没有点燃之前 他就实现 来征求老谷的意见 摆出了 希望得到老谷帮助的姿态 显然 他对此次出手 是甚至又甚 老谷对下想出手之前 第一个向他征求意见 大感高兴 给了下想不少建议 当然 忠心思想就是 支持下想大展手脚 搬开前进道路上的 所有的绊脚石 只要事态的发展 超出了朗师的范围 到了京城 他就会暗中出面周旋 老谷是军人出身 军人的风格就是 雷厉风行 对敌人毫不手软 相信老谷能走到今天 也是一路过关斩将 将许多政敌展露马下 才有了现在的地位 有了老谷的亲口保证 下想也是大感欣慰 晚上八点左右 谷玉赶来了 谷玉是在下午听说了 下想来到了京城 就匆忙从燕市 开车前来 一见下想 他就如小女生一样 不顾老谷在场 就缠着下想不放 要下想 给他好好讲讲 老师的观光农业的进展 自从上次 在老师亲眼目睹了 观光农业的雏形之后 谷玉就对田园风光 念念不忘 一只梦想 在一片绿意傲然的田野之中 建造一座 世外桃源一样的别墅 和下想开心地住在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谷玉并没有盗窃连若汉的创意 他也是自然而然的 就想到了一幅唯美的场景 与连若汉的创意不同的是 他梦想中的别墅 是小木屋 并非连若汉想要建造的 三层建筑 老谷对于谷玉和下想的亲热 视而不见 借口又是离开了 下想就陪着谷玉 先在老谷的院落中散步 然后又走到外面 在整个军区大院之中 随意行走 下夜的凉风 舒适而宜人 身边的谷玉 清新可人 下下难得地放松了心情 心境一片成名 良辰美景不可多得 能惬意的时候 一定要紧紧抓住 眼前的幸福 因为快乐的时光 往往转瞬即逝 果然正当谷玉 窃窃私语 向他叙说不尽心事时 手机却不合时宜地想了 本想不接 但不接不行 他现在虽然是在休假 但只是打了一个掩护而已 是李财源打来的电话 李财源也知道 下想现在 可能处于不易打扰的状态 但非常识趣地 只说了一句话 领导 谷市长 动身前往京城了 谷相国也来了 来了好啊 下想早就料到 谷相国会闻风耳动 只是 没想到 他的动作会如此之快 这也证明了一点 他放出了风声 踩到了谷相国的尾巴 谷相国忍不住 立刻就跳了出来 老师的局势果然险峻啊 和阴士 下马区 完全不同的是 在以前的两地 可以先点火后放炮 但在老师 则完全不行 必须要上面点头才行 否则就有可能一脚踢到铁板上 伤了脚趾头还是小事 说不定还会伤筋动骨 下想想了一想 就分别打出两通电话 一通打给丽妃 一通打给了张英吉 是的 此次出手 下想说服了张英吉 作为他在市委 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张英吉表面上淡定 实际上 也是极恶如仇的性格 得知下想 有意彻底清查冷治方 遗留的冤假错案 当即表示支持到底 老师的局势还在控制之中 也不知京城的夜晚 会因为谷相国的到来 增加多少的变数 晚上 下想住在老谷的宅院之中 宅院很大 房间很多 他和谷玉的房间 隔了几十米远 半夜三更 谷玉捏手捏脚地 摸上了他的床 着实吓了他一跳 正想告诫谷玉 莫让老谷抓了现行 还没开口 嘴就被谷玉的香唇 堵了个严实 下想了房间 离老谷的房间 只隔了一个房间 稍有动静 就有可能让老谷听见 两人细细缩缩的拖椅 尽量不发出声音 但激情之下 还是难免有令人遐想的声音传出 遐想就有点刺激 又有点冲动 男人都有冒险的天性 而且无人不喜欢偷情的诱惑 此时月光大号 透过窗户照进房间 谷玉全身赤裸 味着寸驴 被玉光一照 美轮美欢 犹如一座汉白玉 雕成了仙子之像 所谓 看美人的四大境界 第一是 玉后看美人 第二是 灯下看美人 第三是 花下看美人 第四是 月下看美人 谷玉显然是刚刚处于 头发未干 油油水滴 房间之中虽无灯 但外面的灯光朦胧 再有 花影婆色 月光渺渺 谷玉当前一站 几乎 全身笼罩在一层光韵之中 奇美惊心动魄 无法形容 下下和谷玉的厨业 慌乱而荒唐 快感有余 美感不足 但今夜完全不同 美感十足 又有偷情的刺激和魅惑 再者 又有谷玉 完美身材的展示 下下第一次 沉醉在谷玉的芳香之中 是夜 窗外书影摇动 房内 暗箱浮动 并非是一夜鱼龙舞 却有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妙处 天未亮的时候 谷玉悄然离开 便如春梦了无痕 幸好谷玉离开得早 天刚亮 老谷就敲门进来 说她有事要外出 让下下自便 下下看着还不算 太凌乱的房间 努力保持了震惊 没有露出尴尬的神色 但老谷的目光 似乎在床上 都停留了几眼 而且鼻子还嗅了几嗅 好像发现了什么 却又摇了摇头 留给下下一个 意味深长的背影 转身离去 下下一阵汗眼 上午 下下在京城和异象 是见了一面 下午 又见了正好 进京树指的吴才江 和吴才江 许久没有见面了 最让下下感到欣慰的是 她和吴才江之间 虽然远不如 和梅生平之间 接触得多 但此次见面 让她意识到一个 十分有趣的问题 就是 人与人相交 经常在一起 也不一定达到 交心的程度 但有些人 你也许 平常想不起她 但一见面 却有格外的亲切感 吴才江就是如此 下下和吴才江之间 一见面 就没有任何圣树感 嘻嘻哈哈地说笑一通 就说到正体之上 吴才江在宁省 担任省长 和马万正 一直还算合拍 两人是少见得 矛盾较少的一而八手 当然 政治理念上也有分歧 好在两人 都有宽容的一面 也没有闹出太大的不愉快 据吴才江说 他有可能 借满之后 再到一个大省 担任一切省长 才有可能当上省委书记 虽然他没有名说 下想也清楚 其中的安排 有避嫌之意 再细先一想 不由心中一惊 难道说 在三五年之内 吴才阳 有望成为几巨头之一 正猜测间 吴才江又说的一句话 就让下想 腾染心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三十四集 明朗 获起萧强 傅家和梅家 在即将到来的 新一轮省部级干部调整中 得到了不少好位置 尤其是傅家 实力大增啊 已经超过了邱家 排名第三了 新一轮的 省部级干部调整的方生 下想也有所耳闻 但具体名单他还不得而知 当然了 就算他知道 谁是谁的关系网 他也不太清楚 毕竟他级别未到 层次不高 远不如吴才江看得透彻 但傅家为何突然得失 吴才江说出了问题的关键之处 傅家很聪明啊 很有投机取巧的手段 他们表面上是家族势力的代表 暗中和平民势力接触 成为了平民势力和家族势力之间的缓冲 所以在缓冲的时候 傅家靠出卖家族势力的地盘 换取了自己的利益 在平民势力的支持下 顺利地取得了自己想要的位置 吴才江脸色还算平静 显然并没有因为傅家讨巧的手段而恼怒 本来也是 政治上的事情 从来都是 各凭本事 争取利益 胜者就算胜之不武 但想要的好处到手了 就是成功 夏夏心思煽动 怪不得最近邱许峰和他联系很少 估计也是心情不好 邱家和傅家表面上关系最近 有联姻 但实际上 两家之间的竞争最激烈 因为两家排名最靠后 实力最接近 哪一家损失最大呀 现在 夏夏对于高层的局势十分关心 因为 虽然他才是副厅级别 还远远不到可以影响到中央决策的省部级别 但也必须承认 中央的人事调整 省部级的人事变动 将直接影响到厅级干部的任用和提拔 说句不好听的话 也许有不少从府厅到政厅迈进的官员 眼见就要扶正时 就因为省力领导的调整 而永远断绝了向上之路 邱家 吴财江和夏夏夏碰了碰碑 邱家损失了几个关键的省份 整体实力大减啊 不过 也有收获 一是 邱仁理会外访 担任省委书记 二是 海德常可能会进京 担任副总理 邱仁理在京为官多年 一直在部位担任一把手 此次外访 直接担任省委书记 也算是顺理成章 总算小劲的一步 为日后进入政治局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德常 由岭南省委书记 进入国务院 也算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他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 如此 就为他以后进入常委会 埋下了伏笔 但现在 国务院四位副总理的位置 没有空缺 他会替代谁呢 如果夏夏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赵全新下 海德常上 上一次 关于赵全新身体不是 有可能请假的传闻 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赵全新 肯定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而放弃的高位 肯定另有内情 赵总理 怎么会突然下来呀 夏夏还是问出了口 他相信 吴才江肯定知道内幕 吴才江意味深长地笑了 哈哈哈哈 有些事情啊 你现在打听清楚也没有用啊 知道的太多了 反而不好啊 哈哈哈哈 话虽这么说 他还是告诉夏夏一些内情 赵全新因为一桩 巨额的亏损案牵连 难辞其咎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政治局 一致通过决议 要求他请假休养 但赵全新一开始并不服气 认为还有人牵连在内 为何只追究他的责任 而主要当事人 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 他提出 他只能接受留职修养 不接受请假修养 同时修养 留职修养和请假修养 区别很大 留职修养 政治地位不变 所有权力保留 随时可以并育 而请假修养 则直接摘掉关闲 想要并育 也几乎没有可能了 基本上相当于 请了长期并假 赵全新强硬的态度 让不少中央领导大为不满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 赵全新被迫接受了辞职的要求 将于近期宣布并退 国内政局 想来求稳求递进 但也从来不乏意外事件 赵全新的意外并退 比起下想上一世 所在的时空 有一位常委突然病故 还算是让人容易接受多了 随后 随后又谈到燕神和老师的局势 下下就含蓄地指出 他有可能对古相国出手了 吴才将不置可否地笑了 哈哈哈哈 动手就动手吧 只要有足够的证据 就算他的后台 是天王老子也不管用啊 当年的高承松就是例子 吴家是什么态度 就不用我说了 尤其场 就是一个信号啊 不过 吴才将又想起了什么 郑重告诫了一句 出手就狠啊 不能给古相国喘息的机会 古相国有点来头 要是让他有了还手的机会啊 会很麻烦的 夏祥点头 正要再说几句什么 不然吴才将的思维跳跃太快 一下子又转到别的方面 说了一句 让夏祥大感汗颜的话 吴家三代 没有什么人才了 四代之中 也是人定不太兴旺啊 如还想上一个女儿 你就拥一下心吧 别人这么说还没有什么 吴才将毕竟是连若汉的叔叔 夏夏就尴尬地咳嗽一声 三叔啊 老爷子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吴才将哈哈一笑 挺好啊 见老得好 还能在乎二十年啊 足够扶你进政治局了 又话题一转 我也听说了 谷相国来京城了 谷相国作为 沿上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市长 他一来京城 就能惊动吴才江 肯定不是因为 谷相国名气够大 而是因为 谷相国身后的人 威名够想 到底谷相国的后台是谁啊 夏夏一直怀疑 梅生平的化妆有水分 谷相国的后台 不可能是某个顶尖人物 吴才将不以为然地挥挥手 一脸豪气 你管他的后台是谁呢 他有事 你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不要疏手疏脚的 只要你站在有理有据的一方 他的后台 就算是天王老子 也能拉他下吗 不要忘了 你的后台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的身后 也站着一群说话有分量的人呢 夏夏其实很少用心 去想他身后的力量 到底有多大 因为人情总有用完的时候 不用的人情 才是最有力的保证 就像当年 石老为了助力 钉山破壳提拔 将人情用尽 从此 手中就没有了利剑 有些人情 就如核武器一样 只是一个象征 而不是 真的非要动用 才能显示出威力 不过仔细一想 夏夏也欣慰地笑了 真到关键时刻 其实 他可以动用的力量 也确实不小 不提老谷 宋朝度和陈锋 就是吴家 也会不遗余力地保他 还有邱家 也欠他一个人情 以邱人礼的为人 必定会偿还 不知不觉中 夏夏发现 他虽然不敢说 已经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但谁想轻而易举地动他 就算中央 有些高层法化 也要费一些周折才行 夏夏在京城 待了足足四天 其后 他又和杨威见了面 杨威介绍了一些 京城的工商界人士 和夏夏认认识 并且恰谈了一些项目 因为夏夏的商业头脑 和对市场准确把握的眼光 让不少人都认定夏夏可教 简单接触下来 就达成了不少的合作意向 也让杨威大感面上有光 杨威也私下里表示 他也会在京城 暗中搜集麻洋田遗留问题之中 有没有和古相国有牵连的证据 以便随时可以助夏夏一臂之力 夏夏对杨威表示了感谢 他现在越来越接受了杨威的靠拢 觉得杨威为人可靠 办事牢靠 值得信任 再后 夏夏和赵小枫 在京城饭店见了一面 赵小枫的状况不太好 赵全新的事件 给了他致命的打击 他神色萎靡不振 见到夏夏时 也是强颜欢笑 夏夏就劝慰他几句 其实 此事离赵全新正常退下 也是只有两年时间了 赵全新得以保全生育 平安隐退 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就算再勉强再为两年 说不定 倒是会有一个内部的处分 也许连退下后的待遇 都难保了 夏夏的话切入实际 确实给了赵小枫莫大的宽慰 也让他对夏夏的认知 更近了一层 知道夏夏为人的可取之处 赵小枫决定 以后将全部精力 投入到生意之中 他就和夏夏 谈起了他的设计 夏夏也和他谈论了 朗世的局势 为他以后的投资方向 出谋划策 因为有过杨威成功的先例 赵小枫最后决定 向朗世投资三亿元 进军家具业 朗世的家具制造业 是朗世八大支柱产业之一 欧乃臣也有设计 赵小枫的投资 势必会对欧乃臣的生意 带来冲击 夏夏在京城的几天 不但会见到他想见的人 同时又结识了一批工商界的人士 为老师拉来将近七亿多的投资 要有政治手腕 也要有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 夏夏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古香国在京城 也待了两天多 至于他暗中活动一些什么 夏夏并不清楚 他也不想知道 他只需要知道的是 不管在京城的介事 还是在朗世的布局 都已经接近了尾声 即将收网 不过夏夏离开京城后 并没有直接回朗世 而是先回了一趟烟世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回烟世不仅仅是看望家人 还要和宋朝度见面 进行密谈 夏夏和宋朝度的谈话 持续了两个小时 从宋家出来后 已经是深夜了 他漫步在烟世的街头 心中有一种期待 也有一种兴奋 是大战来临前的不安 也有即将扳倒对手的激动 不用说 夏夏获得了宋朝度的力听 宋朝度对夏夏宗审视多事 在出手之前 先自上而下的包围 大家赞赏 称赞夏夏 比以前成熟了许多 宋朝度的承诺是 省里的局势 不用夏夏担心 只要夏夏在老师点火 只要证据充足 他将会不遗余力地 在省里周旋 不让省里对老师的局势 干涉过多 作为燕省第二人 又见识过宋朝度 过人的手段 宋朝度的保证 让夏夏吃了一颗定心丸 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 夏夏犹犹豫片刻 拨通了胡增舟的电话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是他第三次 在深夜打扰胡增舟的休息了 每一次 意义都不同寻常 这一次也是 胡增舟没让夏夏久等 三声之后 就接听了夏夏的电话 声音之中 透露出亲切和关怀 小夏 半夜三更又来打扰我的休息 你得想个什么办法 补偿我的宝贵的睡眠时间啊 胡增舟一上来 就开了一句玩笑 就让夏夏大感欣慰 他相信胡增舟已经听闻了什么风声 但态度依然不变 也说明了一点 胡增舟在古相国的事件上 也是持支持他的态度 至少也会在神威里面 还是坚定的和宋朝度保持一致 夏夏夏就没有再客套 含蓄地说出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胡增舟大概沉默地有半分钟之久 才微微叹了一口气 唉 诚治贪官啊 就应该毫不手软 本来是极为应该做的事情 却要你暗中推动 不得不说 是一种悲哀啊 我的态度是 手脚不干净 可以容忍 但上天害理 草菅人命 就必须严肃处理 第二天 夏夏又和王鹏飞 高进州通了电话 最后在离开淹市之前 又和李延红有过一次会面 本来夏夏只想和李延红 通过电话了时 不料电话一打通 李延红就提出了 见面的要求 他自然不能拒绝 而且李延红提出的 见面地点很有意思 是楚风楼 估计也是有点醒夏夏之一 和李延红的会面 还算轻松 基本上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虽然李延红 并没有详细问夏夏 要如何做 夏夏也没有主动说 两人甚至很少 谈到古相国的问题 但心照不宣的是 李延红画里画外的暗示 已经说明了一切 省纪委随时会介入古相国指案 当然前提是 夏夏的火烧得够旺 证据够充足 一周的假期转眼几过 夏夏还真是 足足休息够一周之后 才又回到老师市委上班 一上班 夏夏就向市政府提交了几个投资意向书 当时就在市政府会议之上 让不少人十分震惊 有人清楚 夏夏的休假是 嘴翁之意不在酒 有人不清楚 不管是清楚还是不清楚的人 都没有想到 夏夏休假期间 还未老师拉来投资 包括古相国在内 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心情了 更说不清 夏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古相国很清楚 夏夏在暗中针对他的布局 当然 他也有了反制的手段 也准备好的应证 没想到 夏夏在布局之余 还能从容地拉来投资 一心计划着老师的经济建设 就让他也不得不佩服三番 能在政治斗争之外 始终不忘为国为民之心 夏夏已经初步摆脱了 一个政客的范畴 有了政治家的风范 佩服归佩服 古相国更清楚的是 夏夏政绩越多 他的个人权威就越加强 就让他身上的光环越耀眼 就会让别人的光芒越暗淡 古相国的信中打定了主意 只要夏夏出手 他就借其反击 将夏夏打得不能翻身 他和夏夏之间 现在是一场零和游戏 必有一方会输 没有握手言和的可能 因此不能有一丝的心词面软 对于夏夏提出的投资意向 古相国全盘接受 表示欢迎 并对夏夏的工作提出了表扬 戏都要演足 场面上的事情 也要哗哗叫自众人台 表面上看 夏夏和古相国之间 可可欺欺 一团和气 不少人却知道 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 到了一处即发的边缘 风 起于清平之末 到底第一剑 会先从哪里射出 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等待着第一枪的打响 出人意料的是 夏夏上班后三天了 一点事情也没有发生 风平浪静 甚至连传闻中 焦点案件翻案的消息 也烟消云散 一点也没有了夏文 难道说 雷声大雨点小 所有的较量 都在幕后完成了吗 正当所有人 都大获不解的时候 一件似乎和古相国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意外发生了 陈大头被人告上了法院 提出离婚申请 原告当然是杨备了 许多人并不知道 杨备和夏夏之间隐性的关系 所以杨备提出离婚的消息 传出之后 大部分人都当成笑话来看 但不管是当事人陈大头 和欧那陈 还是古相国 都清楚地认识到 杨备的离婚起诉 很有可能是一次 有预谋的 重大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上次陷害夏夏计划失败之后 欧那陈被古相国一顿丑骂 很是丢人 事后一想 才知道 着了杨备的道 被杨备戏耍了一番 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杨备和夏夏之间 达成了共识 妈的 头还不成 凡十八米 欧那陈大怒 陈大头更是怒不可遏 不但停了杨备母亲的医药费用 又将杨备 暴打了一顿 但杨备不和以前一样 逆来顺手 而是奋起反抗 在陈大头的脸上 抓了无数道指甲伤痕 让他眉脸出去见人 然后杨备就和陈大头分去了 具体住在哪里 陈大头不知道 欧那陈也找不到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杨备消失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就请了一名京城的律师 要和陈大头打离婚官司 不但提出索要一半的财产 还控告陈大头家庭暴力 而且还向复联反映了问题 据说 还涉及到陈大头的隐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拿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三十五集 开场 无风起浪 陈大头气得暴跳如雷 欧那陈也是火冒三丈 但欧那陈毕竟见多时光 他冷静下来一想 杨败离婚官司的背后 也许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 到底是真正的开局 还是只是下想的虚晃一枪 欧那陈一时犹豫不定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杨败的问题 是动用各种手段将杨败拖死 还是破财消灾 离婚分家产了事 陈大头却不同意 分一半家产给杨败 还咬牙切齿地说 见到杨败 非要将他打死不可 欧那陈和下想交手几次 确实知道 下想出手 向来又出人意料之处 所以他很是担心 如果在杨败离婚官司上面 投入太多的精力 会中了下想的计 让下想从侧面入手 损害他的利益 欧那陈的担心不无道理 就在他还没有决定 是否快刀斩乱麻指时 风雨在起 王强威突然出手 分别从石油 烟草 电力等几个行业 抢走了几笔 本来属于他的几个项目 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一亿元 欧那陈发怒了 王强威趁虚而入 让他怒不可遏 本想气势汹汹地 直接找王强威面谈 不料 王强威的电话 先打了过来 陈总 我想和您商量一个事情 声音很温柔 但温柔之中 透露出一股高高在上的姿态 欧那陈气不打一出 王总 吃香不要太难看了 小鞋噎死 话不能这么说呀 陈总 老师是大家的老师 有生意 就要大家做 是不是 也正好啊 我有一个项目想和您合作 不知道 您有没有兴趣啊 欧那陈也是被杨备的事情 牵扯了经历 一下子没有醒悟过来 王强威的真实意图 还傻乎乎地问道 哦 先说说 是什么项目 我和江山房产 刚刚洽谈成功一笔项目 就是联合在一起 在武堂市拿到一块地皮 用来投资房地产 你也清楚啊 我在房地产上面 没有太多的经验 而且 资金也有点困难 如果陈总感兴趣的话 我愿意将我手中的项目 和您共享 有钱大家赚 尽管王强威的话 似乎很真诚 但听在欧那陈的耳中 就是赤裸裸的炫耀和讽刺 因为他在武堂市 也刚刚拿到一块地皮 准备上马一处 二十栋高层的小区 没想到 王强威居然和江山房产联手 要翘他身为老师房地产老大的墙角 王强威哪里是诚意合作来了 根本就是打脸来了 可恶啊 太可恶了 王强威得了便宜又卖乖 刚挤掉他的几笔生意 还拿出和江山房产的合作 来羞辱他 还真以为他虎落平阳了 他还是欧那陈 还有雄厚的实力和根基 不是任人欺凌的小人物 他就一把摔了电话 王强威 别得意得太早了 沉默以后 必有后报奉还 王强威的娇笑 肆无忌惮地 传入到欧那陈的耳中 就让他终于隐忍不住 羊手摔碎了 心爱的水晶振齿 水晶振齿 击中了落地窗 声声将剥裂击出一个 触目惊心的裂痕 欧那陈心烦一乱 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江山房产 不正是投资大学城的 来自阎市的房地产公司吗 很明显 其中又有下想的影子 难道说 又是下想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欧那陈 一直提防下想 对古相国的动手 不知道会从哪里引发 所以 凡是他都多了一个心眼 但也正是因此 才让他 事事束手束脚 不敢放手一搏 唯恐中了下想的计 现在倒好 先是杨备离婚 又有王强威出面搅局 到底哪一出戏是序幕 哪一出戏是开场呢 别说欧那陈大火不结 就连古相国也是十分郁闷 他天天 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就等下想出手 同时 也在暗中打听焦点案件的进展 得到的消息却是 焦点一案 表里 英成 和丽妃 都收手不理了 目前没人跟进 等于是 再次搁置了 而表里和以前一样 整天在机关之中 处理日常琐事 很少外出 英成和丽妃 也各司其职 并没有异常举动 怪事了 想想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难道 他想拿杨备离婚案 和王强威 抢占欧那城地盘一类的小事 来折腾起什么大风大浪 简直是开玩笑啊 根本就是瞎胡闹 但想想 不管是开玩笑 还是瞎胡闹 他不直接出手 就让顾向国 时刻提心吊胆 很不好受 就好像一个 裤裆漏风的人 走路的时候 要一刻不松的武警裤裆 紧防走光 不但心里压力大 身体也受不了 怎么办 难道 要抢在下想前面出手吗 古相国犹豫不定 他手中 也有下想一些不光彩的证据 但不足以对下想致命一击 万一下想知难而退 不再准备对他出手了 他在主动挑逝 岂非自讨没趣 古相国被下想 虚虚实实的手法 逼迫得左右为难 恨不得揪住下想的领子 问个明白 你到底还要不要出手啊 当然要出手了 仅仅几天后 下想就用另外的举动 回答了古相国 时至七月 盛相 全美尤其在老师的工程 已经出具处行 厂房和围墙大体建成 开始了承招代理商和经销商的前期工作 全美尤其给出了十分诱人的优惠条件 对代理商的复制力度 比站住期多了数倍有余 相比之下 站住期所有的加盟条件都成了苛刻的代名词 全美尤其的条件一经跑出 就引起不小的轰动 尽管站住期在之前 就已经加大了对经销商的复制力度 但因为陈达头作为总代理 享受了多年高额利润的幸福生活 他才不肯让手中的好处拱手相让给下游的经销商 还严格控制着利润率 因此不少站住期的经销商都纷纷改弦一张 转头到全美尤其的阵营 不过还好 转头过来的经销商 大部分是经营不善的一小部分 大部分站住期的经销商还是持观望的态度 毕竟事关重大 谁也不肯冒险将鸡蛋全部放到一个 还不算牢固的新篮子里面 但全美尤其的招商工作只进行了三天时间 差不多就拉走原站住期五分之一的经销商 关键是全美借助的站住期 费时多年才建立起的市场渠道 虽然只拉来不成气候的一部分的经销商 但也直接接手了站住期的销售网络 至少要比站住期少走三年以上的弯路 直气的佐藤大骂下降 面后心黑 甚至还扬言要以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和下想决斗 欧纳臣虽然也是父辈首帝 但他毕竟比佐藤更深知国内的官场形势 反而劝佐藤息怒 反是从长计议为好 欧纳臣刚刚劝完佐藤 扬背的事情又闹得他肝活两望 头疼上火 因为法院就离婚仪式进行调解 陈大头听取了凹了陈的建议 退了一步 提出最多可以接受划分三分之一的财产给杨备 再多的话坚决不给 杨备不肯让步 拿出了医院的验伤报告 指责陈大头实施家庭暴力 并且还有师父连的统治现场证明 陈大头确实酗酒成性 并且有暴力倾向 刑事对陈大头极其鼓励 最让欧纳臣恼火的是 杨备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胆子比以前大了许多 还敢主动给他打来电话 威胁说 如果再闹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如果陈大头不能进人事的隐私 传遍老师的大街小巷 别说陈大头不能抬头 就是欧纳臣也没法在老师耀武扬威了 一个男人 连男人的基本功能都丧失了 还威风个毛啊 男人的威风 一是体现在权力上面 二是体现在美女上面 缺一不可 欧纳臣从来没有被一个女人 气得不知所措 现在他被杨备气得满地打转 看谁都不顺眼 就连金银茉莉在一旁 和声细气地说话 听在他的耳中 也是无比的烦躁 家事最难理清 也最让人头疼 欧纳臣现在体会到了 被麻烦缠身的痛苦 陈大头的一半财产 少说也有三千万以上 真的拱手送给杨备吗 别说陈大头能气得疯掉 他也会肉疼得要死了 但不给杨备又不行啊 杨备真的撕破了脸皮 公布了陈大头的隐私 陈大头颜面扫地 他也受不了别人指指点点 陈是两兄弟 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地位 都成了成功人士 再被人揭开以前的伤疤 一个是性无能 一个是结巴 那么他在朗世多年苦心经营的形象 将会毁于已淡 罪独莫过妇人心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欧纳臣痛心疾首 才知道 平常软弱可欺的杨备 真要发作时 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毫无疑问 肯定是夏夏在背后 鼓动扬背 好一对狗男女 欧纳臣本来一头黑发 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地方 自从上一次 被夏夏逼得一叶白头之后 今天 再一次被一个弱小的女人 逼到了墙角 退无可退 当她的手 无意中抓了一把头发 却发现 手中竟然多了数十根落发 时 差点吓得惊叫起来 何苦来在 给 不就是三千万吗 又不是三个亿 三十个亿 没什么大不了的 欧纳臣猛然下定了决心 挥手让金银茉莉出去 然后 给陈大头打了一个电话 哥 他应该被他要求吧 尽快和他办清手续 钱也花给他 一分也不欠他的 可是 陈大头哪里甘心呢 一个贱女人 我养了他这么多年 别说给我生孩子了 我连玩都没有玩过他 还有给他三千万 他他娘的太占便宜了吧 就是包一个大明星 也不值这么多钱呢 是啊 我是这么说呀 但现在形势不允许再拖下去了 否则 很容易节外生枝啊 欧纳臣比陈大头更痛心 陈大头能有今天 全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 而且 陈大头 没有后代 所有的家产 其实最终还有归他 所以 杨备拿走三千万 和从他身上割肉 没有两样 我的意思是 先和杨备划清界限 然后他再出了什么事情 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陈大头一下明白了什么 找个人办了他 欧纳臣一脸阴沉 一阵冷笑 想从陈家 空手套白狼拿走三千万 不付出巨大的代价 岂不是显得 陈氏兄弟太无能了 一周后 杨备离婚案 再次不公开开庭 陈大头做出让步 划翻名下全部资产的一半 到杨备名下 杨备共分的财产 三千二百余万元 仅仅过了两天后 杨备注册成立 贝祥商贸有限公司 以三千万元的代理费用 和全美邮期签订了总代协议 成为全美邮期授权的 国内唯一的总代理 消息已经传出 顿时轰动了整个冷室 太戏剧化了 太经典了 手腕太高明了 要知道 陈大头可是 战主期的 华北地区总代理 陈大头的前妻 拿着离婚之后 分得的财产 全部注入全美邮期 成为全美邮期的 国内总代理 不说代理费用 是不是过高 也不说前景如何 只是整个事件的 象征意义 以及事件背后的 猫腻和故事 就足够让人 浮想连篇 足以让人猜测上 三天三夜 也琢磨不透 简直就是一出 不可思议的人间喜剧 已经不能用 当面打脸来形容了 完全可以说是 杨备当着 全老是人民的面 直接在陈大头 和熬了陈的脸上 狠狠地吐了一口 同时还十分想亮地 打了站住其一个 实实在在的耳光 陈大头当时 正和几个朋友 吃午饭 消息传来 他当场愣住 然后发疯一样 先翻了桌子 破口大骂 杨备是 忘恩负义的婊子 无情无义 当面一套 背后一刀 欧腻沉的反应 比陈大头更激烈 他先是呆了班上 然后一下站起 只觉得 一阵头晕眼花 差点摔倒在地 随后 就被人送进了医院 经医生检查之后 得出结论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差点引发心肌梗塞 换句话说 差点没被杨备气死 如果说 杨备担任全美 尤其总代理的事情 只给市民增加了谈资的话 对于站住期 却是致命的一击 仅仅在消息公布 24个小时之后 许多站住期的中低层经销商 纷纷转头到 全美期的阵营之中 迅速和杨备签订了 供销协议 短短一天之内 站住期的经销商 损失了四分之一 再加上以前的流失 差不多 有接近三分之一的 站住期的经销商 被全美期成功地策反 由此 全美期没有花贩 一分钱的广告费用 在还没有正式投产之前 已经声名远扬 在国内打出了响亮的名气 不管是不是关注建材的人士 都因为老实的一出 一彩分成了大戏 而知道了 全美游戏 全美创造的业内奇迹 可以说是 一举成名天下之 左腾差点没有气的 连欧拉臣也一起骂了 先是打电话 臭骂了一顿陈大头 嘲讽他连老婆都管不住 不是一个男人 随后他又打电话给古相国 向古相国叫驱 说是 站住期在朗市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如果市委市政府 没有给一个说法的话 站住期不排除班里朗市的可能 对于左腾的施压 古相国只能是 耐心相劝 并且细心地解释一番 却没有拿出 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事情都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 他身为市长 必须要维护一个 表面上的可观公正的立场 难道说 他能以市政府的名义 严令禁止经销商 转投全美期的阵营吗 开玩笑 他敢这么说 下想就敢 到省委告他一撞 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不管杨备的背后 是不是站着下想 没有证据 古相国也一心认定 肯定是下想的主意 有一点他必须承认 下想的手段 完全符合市场规律 虽然也有投机取巧的嫌疑 但也不得不说 无懈可击 古相国除了懊恼 还是懊恼 下想没有直接向他出手 是让他喜忧参半的一面 另一方面 下想通过杨备的离婚案 再次触动了 欧纳臣敏感的神经 又利用全美期 敲动了站住期的利益 朗诗的局势 再一次复杂地 让人眼花缭乱 同时也让人看不清 下想到底包藏着什么样的祸心 头疼呀 头疼 古相国还真不知道 该拿下想怎么办 关键是 下想最狡猾的地方在于 他不让你抓住他的狐狸尾巴 就算你知道他是幕后主使 但也没有真凭实据 一点也奈何不了他 难道只有最后一条道路可走了吗 古相国突然下定决心 放下佐藤的电话 直接又打给京城 首长 我有两个不成熟的建议 您看 我是不是向您汇报一下呀 呃 又有什么想法了 如果近期京城哪个部位有空缺 看能不能调我入京 我想沉寂两年好好学习一下理论知识 古相国艰难地说出了心中所想 又犹豫一下 补充说道 或者是哪个地势有了空缺 掉下想过去担任市长 也有利于老师经济工作的开展 电话一端沉默了十几秒有余 才又轻轻地说了一句 事态严重到了这种程度吗 也不全是 我也是从老师的大局出发 不想因为我和下想同志之间的理念不合 而影响老师的经济建设 其实古相国的真实出发点是 想在首长面前博取同情分 能挪开下想最好 不战而屈人之兵 才是上策 不料首长却又呵呵地笑了 哈哈哈哈 相国啊 本职工作要做 必要的斗争也要面对 对了 我还要开会 就这样啊 古相国一脸灰白地放下电话 他知道 眼前的一关必须挺过 否则他在首长心目中的位置 就会一落千丈 到底下想的杀手键在哪里 什么时候出招啊 古相国在房间中来回踱步 思来想去时 忽然房门本人推开 秘书刘林妍气喘吁吁地说道 古市长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三十六集 亮剑 剑奏偏方 古相国眼皮一跳 心中一紧 下想点火了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不像话 古相国假装镇静 任何时候 市长的风度都不能丢 刘林妍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我刚接到消息 英诚和丽妃 吊草到教堂的全部卷宗 带着教堂 还有相关证人 连夜前往阴市去了 此时天色已晚 夜色已经降临 英诚和丽妃突然离开朗市 就说明了一点 下想拔剑了 陆红战呢 让古相国懊恼的是 陆红战身为视觉一把手 没有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就是天大的失职 不 不清楚 没联系上录剧 刘林妍见古相国脸色灰白 表情阴森的吓人 心中怕得很 声音就小了下去 听说 听说陆局最近 和三夫人经常在一起 三夫人是指 冷职方四位夫人之中的第三位 名叫尹芝平 今年33岁 肤白貌美 又一个七岁的女儿 古相国知道 陆红战平常人五人六 装得挺像 其实 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就是最喜欢寡妇 冷职方四位夫人之中 三夫人尹芝平最有自私 陆红战即工作之便 和他勾搭成奸也可以理解 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还有闲心和女人一起鬼混 这个老陆 真是蠢到家了 古相国立刻打通了 陆红战的私人手机 告诉他 下想已经动手了 陆红战大吃一惊 不出古相国所料 陆红战 却是在尹芝平家中鬼混 陆红战刚等尹芝平的女儿睡下 他正在洗澡 正打算洗澡之后 就成就好事 古相国的话 如同当头一盆冰水破下 浇了他一个透心凉 毒 准 狠 以上陆红战对下想出手实际的评价 评价之后 他又倒吸一口凉气 清楚了一点 他和尹芝平之间的关系 早就被人摸得一清二楚 因为人家正是趁他鬼混的时候 从容出手 连夜 带人离开了朗世 离开朗世的用意很明显 就是不想给他插手的机会 上次 是将他滞留在掩饰 这次倒好 直接就带人去掩饰了 总之 手段不一样 目的却相同 就是要让他靠边站 别捣乱 陆红战的激情顿时笑退 穿好裤子 不顾尹芝平 双眼如雾地挽留 急急赶回侍卫 和古相国密谋 此时 距离英城带人离开 已经半个小时了 想要派人追回 也来不及了 陆红战就打电话给英城 关机 再打给丽妃 展现 一连打了半个小时 始终展现 就气得他摔了电话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一百公里都出去了 陆红战知道 灰天无力了 他不甘心 又打电话给省厅的熟人 交代几句之后 才想起 焦电案件 想要翻案 必须要经过省高院 就想起了他在省高院的熟人 副院长 高雁东 陆红战和高雁东 通了半个小时的电话 心中稍微心安了一些 就又和谷相国商议一番 决定 再从朗世入手 绝不能让焦电反案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将证据作死 谷相国也联系了不少方方面面的关系 等松了一口气之时 才发现 已经深夜了 他也不顾市长的身份 又给杨福打了一个电话 在得知杨福的儿子杨明 已经出国 并且 加入美国国籍之后 谷相国总算长出一口气 想想算是鲜血白费了 就算能替焦电反案 杨明如果赖在美国不回 也很难被引渡回国 杨明不回来 不亲口招供 想要翻案 简直就是笑话 然而让谷相国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中午 就从省高院传来消息 省高院对焦电一案十分重视 将于近期重新受理 下午 又从省机委传出风声 冷职方贪污受贿4000多万元 其中大部分受贿款项 已经掌握了一手证据 请相关当事人 主动投案自首 将是情节轻重 给予减免处罚 如果15日不自首 省机委将联合省检察院 实施抓捕 不管是省高院的消息 还是省机委的风声 都不是正式渠道流出的 但空穴不会来风 显然是有人故意放风 是真的针对行贿者 还是说给有心人听 就全看个人的领悟能力了 谷相国知道 风声真的紧了 第一波冲几波 即将到来 而与此同时 站住期和全美期之间的风波 愈演愈烈 到底全美期和站住期之间的扩招 是一次巧合 还是 有意为下想的出手 制造迷阵 谷相国不得其解 但又不得不分出部分精力 来关注事件的进展 让他不明白的是 全美期一次简单的人事任命 不知为何 又触动了佐藤的神经 导致佐藤 奇迹败坏地 亲自前来找他 非要他出面 干涉全美期的决定 这就让谷相国十分为难 不理解佐藤 为什么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事情的起因是 全美期对外宣布 任命魏弘清 为全美期的市场总监 负责全美期 面向全国的推广和销售工作 外人或许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纳门 魏弘清是何许人也 怎么会突然从 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 一下子越升为 全美期的市场总监 到底他有什么来头啊 佐藤和魏弘清之间的恩怨 谷相国并不知情 甚至可以说 全老师也没有几人知道内情 但有些那几人之中 恰恰下想是知情者之一 而佐藤又清楚地认识到 魏弘清担任全美期市场总监 绝对是下想的手臂 温泉时当凶一刀的做法 比打脸更狠 如果说 杨贝拿陈大头的钱 和站住期作对 让佐藤感到的是愤怒 和好笑的话 而魏弘清担任全美期市场总监的举动 就让他愤怒地几乎失去了理智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就让他感到了一阵阵的心寒 下想的手段太犀利了 也太会抓住每一个人的软肋了 杨贝是陈大头的软肋 是凹那陈的软肋 同时也是站住期的笑柄 而魏弘清 虽然无人知晓他是何许人业 但他却是他的软肋 是他一不小心就会惊醒的噩梦 佐藤出离的愤怒了 但他又不能对古相国言明 说他当年强奸了魏弘清 而且魏弘清还毅然带来了他的孩子 他只是以搅乱市场为由 强烈要求古相国以市长身份出面 要求全美期停止利用站住期的名声 炒作自己的无耻行径 古相国现在自顾不暇 又不能理解佐藤的要求到底有什么意义 就只好含糊其词地打印 等佐藤一走 他就打电话给欧那陈 想问个明白 欧那陈大概知道 佐藤和魏弘清之间的纠葛 就含蓄地一说 最后感慨地几句 下乡此人手段犀利而下手极准 往往一出手就打在人的痛处 让人又难受又有苦说不出啊 顾市长 我们现在太被动了 得想个办法还手才行啊 古相国本来想将他的手段留在最后 打下乡一个出其不一 但现在看来 再拖下去 说不定就没有机会施展了 就说 你有什么想法 先说来听听 欧那陈也想好了对策 就没有隐瞒 河盘拖出 古相国挺了 对欧那陈的计划不知可否 而是直接说出他的计划 想想在下马区办到白湛墨的时候 留下了隐患 后来白湛墨也查明了真相 当时 故意又骗他上当的女人 叫从粉 现在从粉人在京城 在有名的京城冷美人的 肖家的公司工作 白湛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可以证明从粉故意造假 他的目的就是 即使他翻不了案 也有扣一丁屎盆子 到下相头上 欧那陈大喜 哦 真有这样的事情吗 哈哈 太好了 不管用什么手段 只要从分承认 是下相只是他骗了白湛墨 下相相害党位一把手的罪名 要是落实了 他就后果严重了 哈哈哈哈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欧那陈又惊叫一声 啊 从不上在肖家的公司工作 是不是 肖家和下相 也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啊 我听说肖美人 一直没有结婚啊 好像还有了孩子 他背后的男人是谁呀 我想 如果我花一百万 去查清谁是孩子的父亲 重赏之下 必有永福 会不会调查出来一个 让人惊喜的结果呀 欧那陈的想法 也让古相国眼前一亮 如果下相真和肖家 有什么奸情 还有了孩子 嘿嘿 下想想不倒台也难呀 又有欧那陈主动出钱出力 何乐而不为呢 古相国就对欧那陈的想法 大家赞赏 鼓动他立刻下手 刻不容缓 欧那陈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 放下电话就着手去做 派他最得力的手下 前往京城去调查肖家 只是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调查肖家 不但真正惹怒了下相 也让他品尝到了肖家的手腕 事后他才追悔墨迹 因为他打开的是一个 潘多拉墨盒 第一波浪潮之后 朗世似乎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平静 下相照常上班下班 和艾成文之间又恢复了以往 还算密切的关系 经常可以见到下相的身影 出现在艾成文的办公室内 而每次艾成文都十分客气地迎送 市委书记对待常务副市长的态度 比对待市长的态度还要来得热切 明言人更可以看出 夏市长除了和艾书记关系密切之外 和张书记之间的互动也有所加强 以前虽然也听闻张书记和夏市长 常有立场相同的时候 但两人工作之外的来往并不是很多 现在却不同 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 也不知道在商谈什么要事 英诚和立飞到那阉事之后 才向陆红站汇报的工作 陆红站虽然十分不满 但也不好指责两人什么 一是因为 两人有下相和张英吉的默认 再向上说 甚至还可以抬出艾成文 就让陆红站知道多说无用 二是陆红站很清楚 他有把柄落在两人手中 虽说 敲敲寡夫门 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他是政法委书记 有伤风化 有损形象 还是不要再有什么非断流长才好 尽管被人抓住了把柄 陆红站还是不后悔 上了饮制品的床 他得承认 尹之瓶确实有一套 不但身材一流 功夫超群 而且还昧到了骨子里 就让他食随之味 欲罢不能 几次干柴烈火之后 他连死在尹之瓶的床上的心 都有了 陆红站感觉 他焕发了第二春 才知道 以前也经历过不少女人 但和尹之瓶一比 都是散流祸色 他甚至还庆幸 冷脂肪死得好 要不 他没有机会享受一场意外的厌妇 同时他还嫉妒冷脂肪 竟然一个人左拥右抱 娶了四个女人 一个糟老头子 居然还霸占了尹之瓶好几年 真是丧尽天良的老东西 沉浸在温柔香之中的陆红站 对于古相国的提醒 和目前的危险处境 没有清醒的认识 最终让他错失两极 差点酿成大错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其实 不管是不是英雄 只要是男人 都难过女人观 要不 古往今来 多少男人 都栽倒在女人的怀中 陆红正的收权行动 进行的本来还算顺利 但因为他意外收获了饮食瓶 对于下一步的布置 也就没有用心 就正好让表里得了空子 审理了一起 令人啼笑皆非的强奸案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之所以说是啼笑皆非 是因为 吊耳郎当的强奸犯 在被审讯的时候 本来还得意洋洋 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一样 最后 当他听到受害人名字之后 不敢相信地 要求干警再重复一遍 干警见他的样子 实在有点滑稽 就勉为其难地 又重复了一遍受害人的名字 结果犯人一下子痛哭流涕 声称 强奸错人了 干警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蠢的强奸犯 不过 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对方 是有目的地实施强奸 可能案件的背后 另有案件 是报复作案 不是冲动作案 就加强了审讯力度 结果就审出来一起 暗中暗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本想强奸的人 是杨卑 结果阴错阳差之下 喝点酒 跟错了人 再加上 他又有点一忙着 晚上实施作案的时候 只看到衣服穿的一样 就将人拖到了树林之中 实施了犯罪活动 其实当时 他完全可以从容脱身 但感觉到 受害人反抗不太激烈 似乎还有一点配合的样子 他就色心有气 准备实施第二次抢奸 正好 被两个过路人发现 当场抓获 一听到犯罪嫌疑人 想要强奸的人是杨卑 表里就立刻意识到 案情重大 当即决定 逐审此案 正好此时是陆红战 正乐不私属之时 就让表里抓住了 一个重大的机遇 也是活该沉大头倒霉 他本想只是人强奸杨卑 想要摧残杨卑的身体和心理 不承想 杨卑早在下想的提醒下 有所防备 每天出门 必有司机随行 还请了保镖 当时幸好犯罪嫌疑人 盯错了人 如果他盯上的是杨卑本人 别说他能得手 不被当场打得残废就不错了 但凡事总是凑巧啊 正是因为犯罪嫌疑人的 瞎打误状 不但让下想找到了 剑走偏锋的欺辱点 也让他抓住机会 从侧面出击 让他和古相国之间的交手 虚中有识 实中有虚 完全成了一出 出人意料的大戏 一开始犯罪嫌疑人 还负语顽抗 不肯招供 只说是贪图杨卑的美貌 哪怕坐上几年牢 也要办了他 后来 架不住表里的公事 慢慢地被突破了心理防线 承认了受人指使 就是要毁掉杨卑的清白 最后他心理防线崩溃之后 完全交代了实情 说出了 是受陈大头所托 而且还说出 听人私下来议论 杨卑还是处女的传言 陈大头的隐私 没有经杨卑之口传出 却意外经过一个混混之口 传到了外面 最终让陈大头 成为老师的小饼 表里大惊 当时就绕过路红站 直接向艾成文 汇报了案情 艾成文很清楚 眼下正是下响和古相国较量的关键时期 他在经过一份深思熟虑之后 又向京城打了一个请示电话 随即就约下响见面 进行密谈 在下响和古相国之间过招的事情上 艾成文本来一开始所持的是中立的立场 但刚刚和京城通过电话之后 接到了新的指示 让他尽量暗中配合下响的行动 因为古相国和下响之间的对峙 已经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中央高层之间已经达成了妥协 具体达成了什么妥协 上头没有透露 艾成文自然不敢多问 但有一点他心里清楚 各大派系之间的较量 在即将到来的省部级干部的大规模调整之中 已经初见胜负 但在朗世 还有一次具体而为的政治斗争 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或者说 作为省部级后辈的厅级干部 如果不经过残酷的政治斗争 也不可能真正入得了高层之眼 况且下响和古相国之间的交手 已经到了无招胜有招的地步 基本上 已经接近了省部级之间交锋的手腕 胜者有望成为省部级的储备 败者可能从此沉沦 艾成文不管他的幕后人物 和下响的幕后人物 达成了什么妥协 反正上头有了明确的知识精神 他就完全执行 在和下响密谈十分钟之后 艾成文当即决定 从侧面配合下响的出手 立刻以叫缩罪的名义 抓捕陈大头 火上浇油 朗诗的举世陡然紧张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三十七集 霍心 引火烧身 就在表里不止抓捕陈大头之时 陆红战还在尹之平的家中 沉睡不期 也是啊 他年纪也不小了 经不起脸翻折腾了 但又贪图尹之平的美色和能耐 就勉为其难地再接再厉 就难免劳累过度 尹之平怕吵响的女儿 也是为了留陆红战 安心地过夜 他就趁陆红战睡着之际 关了他的手机 因此 市局地抓捕行动 陆红战一点也不知情 他的亲信 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急得跳脚也没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表里 行使了局长权力 大摇大摆地 连夜带人前往陈大头的家中 再说犯罪嫌疑人 在市局还被关押审讯 在他被受害人指认时 当他看到受害人的项目的第一眼 当时 他是直接从后面 将受害人扑倒 根本就没有看清 长得什么样子 他连死的信都有了呀 因为受害人 表情呆滞 明显是一个智障女 智障就智障好了 还明显带有花痴的倾向 关键还有 他的相貌之仇 比起后世的凤昧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犯罪嫌疑人追悔莫及 一见之下 哇哇呕吐 心里防线全线崩溃 入夜的老师 因为夏天的缘故 灯红酒绿 一片繁荣长盛 大街上 来来往往的女人们 要么涂脂抹粉 要么衣着暴露 怪不得夏季 历来是强奸案的高发期 许多强奸犯事后照顾 不是他们性冲动 是女人太暴露 太挑逗了 一个巴掌拍不下 女人暴露 就是要穿给男人看 但他们要的是男人的欣赏 而不是入侵 但女人又不明白男人的心理 男人欣赏就是为了得到 陈大头知道 今天晚上杨备将会难逃一劫 他心中既有报复的快感 又有恶毒的猜测 希望小五能将杨备 狠狠地摧残一通 小五正是他从奥纳臣的手下中 找到的一个外表干瘦 但某方面能力超强的小伙子 因为他一个月的收入 不到两千元 其中一千五百元 会花在赵小姐的身上 根本就是一个人形的马达 已经晚上九点了 小五应该已经得手了 一想到杨备 被小五死命地蹂躏 陈大头就觉得 三千万也不那么肉疼了 他约了两个朋友 在家中喝酒 一边喝一边等小五的电话 喝了七八分醉意的时候 还没有等来报喜的电话 他就有点急躁 一阳婆干了半瓶酒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妈妈咧咧地说道 不会一对狗男女 狗大成奸 弄个没完 又去开房了吧 妈的 老子真是亏大发 又破了财 又带了绿帽 都他妈什么事啊 他拿出电话 就要打给小五 忽然就听到有人敲门 陈总在家吧 陈大头痛恨杨备 也痛恨魏弘青 他知道魏弘青和杨备 关系很好 不过现在 两个人都站在他的队里面 要抢他的生意 夺他的地盘 他就琢磨着 在收拾杨备之后 再好好地问候一下魏弘青 对杨备可以性伤害 对魏弘青 就要抢走他的心肝宝贝 他的儿子 陈大头的想法是 找人暗中弄走魏弘青的儿子 然后卖给人饭子 让魏弘青精神崩溃 敢和他作对 在浪市 有胆量和他明目张胆叫板的人 还没有 两个臭女人 就敢跳出来打他的脸了 放了他们了 陪陈大头喝酒的两个人 是陈大头公司的两名手下 他们多少还清醒一点 听到有人敲门 就警惕地问道 是谁 陈总不在家 怎么不在呀 我在家 陈大头没想那么多 上前就去开门 他哪里会想到 事发得会如此之快 刚将门打开一条缝 就从外面 一涌而入几名便衣 其中两人将他双手背在后面 靠上了手铐 陈大头大叫 你们抓错人了 我是陈大头 是欧那陈的哥哥 你们头是谁 让他来见我 他还一脸嚣张 又嘴里不甘不敬地骂了几句 一只拳头重重地落在他的肚子上 疼得他弯下了腰 骂人的话再也说不出口 冷汗哗哗哗之流 另外两人见识不妙 都站着有凹的陈丞腰 上前要为陈大头出头 其中一人还拿出手机拍照 说是警察打人 他要发到网上 几名警察上前 一把抢过手机 摔个粉碎 又一人毫不客气地左右开工 打了两人几个耳光 并且气势地说道 提到群众举报 你们聚众赌博 酗酒闹事 现在拘留你们 两人平常微风挂了 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啊 一下就被打晕了 双腿打颤 再也扭气不起来了 随后 警察风卷残余一样 将现场收拾一番 然后将陈大头 连同两人一起带走 带走两人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不让他们 给欧那陈通风报信 凌晨一点多 欧那陈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其实也不能说是吵醒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睡着 欧那陈感受到他前所未有的压力 虽然这一次下想出手 大概是一种润雾细无声的手法 远不如上一次雷厉风行 但上次虽然来势汹涌 他心中不慌张 直到最终还会收场 但此次确实不同 他总是心中惶恐 直觉告诉他 下想可能下定了决心 要将他连根拔起了 因为下想的出手 呼东呼西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同时 反而更加的心中美敌 呼东呼西 不是下想抓不住重点 没有方向 是他固步迷阵 故意让别人找不到 他的见风所指之处 究竟在哪里 下想太坏了 太精明了 他的手段 也太层出不穷了 倒退半年 欧那陈也不用担心下想 能拿他如何 他自是后台强硬 再朗时又是根深蒂固 不会也不可能有人 有能力动摇他的根本 但现在完全不同了 他心中 竟然抑制不住恐慌 总觉得下想 在若无其事的外表之下 包藏着一颗 想要将他赶尽杀绝的祸心 他怎能安然入睡 电话一响 他就翻身起床 半夜时分 绿色的来电显示屏上 一串熟悉的号码 正是谷相国的私人手机 欧那陈眼皮大跳 急忙接听了电话 谷市长 出了什么事 妈的 这个老陆啊 真是色名一心窍 关键时刻靠不住 不是个东西 谷相国没有了市长风度 上来就是一通脏话 狠狠地将陆红站骂了一起 才说 陈大头被抓了 什么 欧那陈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 他的清歌陈大头 再次被捕 一下子就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情急之下 他也嚷了起来 嚷有什么用啊 谷相国没好气地 呵斥 欧那陈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 非要招人去强奸养辈 人头猪脑 都什么时候了 还意外添乱 不是自己送把柄给别人吗 我说老陈啊 你平常挺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现在总出昏招啊 其实谷相国埋怨归埋怨 也清楚 欧那陈的如意算盘 如果得手的话 扬背备受打击之后 也许 就会从公众的视线之中消失 对于全美气的崛起 确实是重重的一击 虽然手法恶多了一些 不过 也不失为一条 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关键是 又失败了 失败了也没有什么 大不了来一个死不认证 但第二个没有想到的是 艾成文下了狠手 直接绕过路红站 抓捕了陈大头 抓捕陈大头 意义重大 一是造势 再次将凹的陈 逼到风口浪尖之上 让他丢脸 二是 陈大头是站住期的大代理商 他的背部 对站住期的销售 绝对会带来致命的负面影响 事态的发展 越来越有失控的迹象 古相国心中的底线 也开始动摇了 但现在不是埋怨和指责的时候 而是同心协力 联手反击的时候 他就不等奥纳臣回答 又说 陈大头已经被控制了 我也暂时插不上手了 只有等老陆从事局内部想想办法了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不能自乱针脚 你在京城的安排 有没有消息传来啊 奥纳臣已经安排专人到了京城 正在暗中下手调查肖家 但毕竟时间还短 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传来 古相国其实也清楚 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有什么收获 他也是新交了 想了一想 又说 单纯的从生活作风上没下手 想扳倒下想也不容易 顶多弄他一身脏 让他收手倒是有可能 主要也是 下想做事情太小心尽身了 我们抓不住他的把柄啊 奥纳臣的心里清楚 并不完全是因为下想行事小心 而是下想确实还算行得正 站得直 女色方面不好说 或许是他没有发现 但在经济方面 下想确实十分自律 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可以拿来大做文章 奥纳臣就说 唉 只有两条路可走啊 一是 利用当年下马区的事情 打做文章 二是 想办法从上面施压 能掉走下想最好 掉不走的话 也要让他知道 省力的领导 对他的不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奥纳臣的提议很实用 也正是谷相国心中所想 放下电话 谷相国又前思后想一番 觉得有必要 亲自向范书记汇报工作 当面交流 总比电话交谈 更有诚意 也容易联络感情 只是 陈大头被抓 影响太恶劣了 对站住期的前景 绝对是灭顶之灾 谷相国忧心忡忡 一夜未睡 第二天 他就借汇报工作的名义 驱车前往淹室而去 其实谁都清楚 谷相国是向省力求救去了 以前从来眼高过顶 只看京城眼色 不听省委指示的谷相国 现在万般无奈之下 不得不向省委求援 此一时彼一时 也是颇有讽刺意味啊 谷相国刚走 陈大头被捕的消息 就已经全面传播开来 顿时引发朗世 所有站住期经销商的恐慌 短短几个小时内 站住期的退货率 大涨 退货还好说 主要是经销商 纷纷去站住期而去 转投了全美期的阵营 才是最大的损失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 销售渠道最重要 因为只有有合理有序的销售渠道 才又全面扑货 销向全国各地的通途 现在经销商纷纷离去 相当于堵死了销售之路 站住期接连召开高层会议 一筹莫展 又向日本总部汇报情况 引起日本总部的震惊 不止日本总部大伪震怒 就连老师站住期的内部 也是人心浮动 对今后的前景忧心忡忡 基本经过几次经销商的波动 站住期大概有二分之一的经销商 坐地转为全美期的经销商 所谓坐地转变 就是店面不变 位置不变 就是变了门面 换了牌子 现在全美期正加班加点的施工 预计一个月后 就可以正式投产 倒是货源铺开的话 销量一上去 才是站住期真正的剧痛之时 左腾焦头烂额 算是真正体会到了 下想的厉害之处 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下想的手法就是 下想不动声色 手段全部用在明处 不用任何阴招 就生生逼得 在中国垄断十几年之久的站住期 束手无策 还既是借力 迅速炒红了全美期 手腕之高 方法之妙 是他平生所尽见 但从商业角度出发的话 下想也足以称得上 商业天才 左腾以前从来都认为 中国人没有什么头脑 尤其是中国的官员 最好应付 要么贪财 要么好色 往往一顿饭一吃 一个红包一塞 就完全可以摆平 现在 他在下想身上 再次体会到另一种中国人的力量 也是中华民族 屹立于世界之灵五千年不倒的根源所在 聪明 隐忍 大气 并且立场鲜明 左腾决定找下想面谈 想当面认输 请求下想放占主期一马 如果占主期在老师没有了立足之地 对占主期是巨大的损失 对老师经济发展来说 也不是利好的消息 就在古相国前往省城求援之时 下想却浑然无事一样 先是主持召开了政府常务会议 部署了下半年的政府工作重点 提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注重保护环境 为子孙后代留一片碧水蓝天 又针对老师的八大支柱产业的侧重点 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一些明显是西洋产业的支柱产业 尽量减少投资 保持现有规模即可 不再新批相关的项目 随后 下想接见了赵小峰一行 赵小峰以投资商的身份 前来老师 有意投资一点二亿 在老师兴建一座家具厂 家具产业 是老师的支柱产业之一 前景广阔 下想就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赵小峰的投资意向 表示热烈欢迎 并且亲自陪同他 考察了老师的家具市场 老师作为华北最大的家具生产基地之一 生产的家具 畅销国内 还远销海外 赵小峰投资家具也 可以说是一笔风险投资 因为进入门槛高 市场虽然有前景 但打开销路不易 成也许会大赚一笔 败也许会血本无归 赵小峰很清楚市场 也许是因为赵全新的实施 而憋了一口气 非要赌上一把 考察完毕 就当场拍板 决定投资 下想代表市政府 和赵小峰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下想的沉稳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热情 让市委不少人看在眼里 心中都暗暗敬佩 只斗争不见识的人 只能是政客 因为斗争带来的多半是破坏 不是成绩 会整人是本事 在革命年代还行得通 但在今天 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 只有斗争手腕 没有商业头脑的官员 只能是一个跛脚 走不稳 也走不远 古相国担任市长以来 虽然也做出一定的成绩 但他为了和艾成文争权夺利 为了巩固地位 扶持欧纳臣 在市政府加强个人权位 利用图云当即先锋 政治斗争有声有色 但经济建设上面的成绩 乏善可陈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古相国去省里 可不是汇报工作去了 而是联络感情 向范书记 诉苦求助去了 经过综合对比 人人心里都有一感成 就越来越觉得 相比之下 还是下想主持政府工作 更有前景 因为夏市长不仅仅有政治手腕 他还有过人的商业头脑 能为老师带来实际的意义 为老师带来投资 就是为在座的每一个人 带来实惠和政绩 每一笔投资 都能带动老师的经济向前迈步 都代表着大量的税收和就业 身为父母官 谁在内心深处 没有自豪感呢 下想的形象 逐渐在众人的心目中 清晰 并且明朗了许多 当然 也有不少人认为 下想是在作秀 是在故意掩盖 他背后的手段 肯定在送走赵小枫之后 他也会前往京城 或省城求助 不了 赵小枫一走 下想 就又在王强威的盛情邀请下 视察了 王强威在武唐市的房地产项目 武唐市委书记吴小明 和下想 同为常委 从级别上讲相同 因此 他是不是出面做陪都可以 基本上 武唐市长出面陪同就不错了 但让人不解的是 不但武唐市长出面陪同 吴小明 也全程出面陪同了下想的视察 人人都清楚 吴小明和爱晨文之间的密切关系 吴小明此举大有甚意 等于是向外界传递了一个 十分明显的信号 爱书记和夏市长之间的关系 密切程度超出了大家的预料 难道说 在这一次的持久战志中 爱书记 要对夏市长支持到底了 一边是下想在老师全心全力的工作 引进投资 视察工作 一边是 古相国在省城 足足有两天未回 不少人心中的天平 开始向下想倾斜 然而 第三天 忽然从省城传来两个惊人的消息 一好一坏 都和下想 有切身的相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你收听 由西望南亚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好消息是 天泽市长到点了 省里有一调下想 到天泽市担任市长 与现在的常务副市长职务相比 等于是直接辅证了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件莫大的好事 为官之人 都想担任正职 谁也不愿意为副手 况且想想现在 才担任不到一年的常务副市长 就能一步服政 绝对是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虽然说 天泽市和张成市 并列为燕省两大穷市 张成市在京城西南 天泽市在京城正北 但毕竟市长是正直 一般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提拔机会 以下想而言 却另有看法 他很清楚 第三次放出 你要调他离开朗师的风声 不仅仅是一次试探 而是极有可能动了真格 真有人想要搬开他了 天泽市长不好当 是燕省所有市长的共识 因为天泽市山多 草原多 唯独地少 整个天泽市的发展定位是 旅游 资源 区位 说是好听 实际上 只有旅游一条路可走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工业和农业方面的优势 甚至矿产资源 也比不上张成市 天泽市长出正气的少 基本几届市长 都是五十多岁过去 一直赶到退下 相当于 占完最后一班岗 先不说风声的放出 是不是真心让他去天泽市 就是真的一直掉令下来 他也清楚 目的不是为了提拔他 而是 为了捧杀他 如果说所谓的好消息 并没有给向想带来任何期待的话 与好消息 同时传出的坏消息 就更让他心中一惊 知道对方 为了挪开他 或者说扳倒他 无所不用其极 坏消息是 前下马区委书记白站墨 向省纪委提交了一份证据 证明当时 有人私有他上当 而诱惑他的女人的幕后主使 正是他的政敌 谁不清楚 当时和白站墨不对付的人 正是下响 两条消息 犹如两枚重磅炸弹 再老是 引起了渲染大波 实际很敏感 不让人怀疑背后的用心动难 而处在风口浪尖之上的下想 并没有和众人想象的一样惊慌失措 而是 依然闲庭信物 该主持工作 就主持工作 该接见投资商 就接见投资商 甚至还忙里偷闲 到郊外视察了 杨威的观光农业项目 并且提出了许多可行性的建议 众人就大火不解 不管是哪一条消息 只要有一条属实 想想生也好 贬也好 现在在老师的所作所为 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他又何必不肯放手 还一直在为老师的经济建设 担惊截律呢 别人的不理解 下想也没有必要解释 他的信念就是 他不能容忍古相国和冷制方 联手制造冤假错案 不能容忍古相国 再充当凹那尘的保护伞 必须将古相国挪开 还朗师百姓一片清明 只还清明还不够 还要给朗师百姓 真正带来实惠 不管他是走是流 只要他还在朗师一天 就必须做好 手头的每一件工作 不能虎头蛇尾 就像在霸县也好 在阴市也好 在安县也好 在夏马区也好 他当年经手了项目 现在80%以上还在盈利 而且还有越做越大的取势 夏夏明白一点 政治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官场就是名利场 较量在所难免 但较量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 而不仅仅是打败对手 然后升官发财 最重要的一点 他也知道 想吊他离开朗师 想救世重提 让白战末暗中黑他一把 不管是哪一种手段 都别想轻易地得逞 他不是没有实力 也不是没有手腕 对方只放出风声 而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就说明了一点 对方没有底气 也没有把握 否则也不会干打雷不下雨了 夏夏就不理会 对方的虚晃一枪 按部就班地 做好手头的工作 正好趁古相国不在 他大道阔斧地 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 小范围调整了一些政策方针 并对站住期 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坚决回绝 市政府在夏夏领导下 风气为之一阵 就连古相国最坚定的跟随者 少丁也很少发表反对意见 第二天中午 古相国从烟石回来了 一回来 就第一时间召开了工作会议 通报他在省委 向省委领导汇报工作的具体情况 能在会议上做通报的 都是官样文章 不值得一听 无非官话套话 不过也有影射之处 比如 古相国就再三强调 省委领导特别指出 朗世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不能改变 及时牺牲部分经济利益 也要维持一个安稳的局面 朗世作为烟上的桥头堡 必须以良好的治安 和良好的政治氛围 给省委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等于是向下想暗示 不要做得过头了 不要惹省委领导部高兴 下想表面上 古相国怎么说 他怎么听 暗中却是一阵冷笑 朗世安定团结 朗世一团大好景象 欧纳臣就是朗世的大毒瘤 古相国就是毒瘤的保护者 朗世的黑恶势力如此长绝 古相国视而不见 反而指责他 破坏朗世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真会颠倒黑白啊 颠倒黑白 不仅仅是古相国说说而已 第二天 省委就通知下想 即刻前来省委开会 形势比预料中更加严峻 对手反击之犀利 也是让下想暗暗心惊 不过转念一想也可以理解 在面临世上世下的重大抉择面前 所有人的反应都是 无所不用其极 只是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时隔一年之久 白战末也来凑凑热闹 想要拿他一把 他还有脸出现 下想在前往烟尸的路上 给萧家打了一个电话 说到了 白战末又跳了出来 让从凤小心一些 不要被白战末抓住了把柄 让下想大感意外的是 萧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从凤这些天 不知道一直在忙什么 他听说白战末跳出来 脚尸的风声 我劝他老是待在公司里 他不听 憋得一股劲 想让白战末好看 我是劝不住他了 你有时间再劝劝他 下想无奈 从凤表面上柔弱 其实极有个性 也非常倔强 估计就是他出面 也劝不住啊 再加上他现在 确实抽不出时间 也就打消了 和从凤联系的念头 只是交代萧家几句 让他注意安全 留心周围 有没有陌生人的出现 下想刚要挂电话 萧家却突然想起什么 说道 你别说 这两天 我还真发现身边 多了可疑的人 一开始还没有留心 您说 我又想起来了 萧家所在的小区 是经常一处 非常高尚的住宅 平常进出 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 外人通常进不来 但萧家自从有了女儿后 喜欢带女儿 到门前的一处 街心花园散步 似乎是从前天开始 总觉得身后有尾巴一样 萧家自认在京城 没有得罪什么人 再加上 他近年来 淡出了公众视线 基本以前 许多生意识的朋友 和对手 都不知道 他还住在京城 怀疑之后 他又留心观察了一番 又觉得 可能是他多心了 街心花园 人来人往 经常有陌生面孔出现 也不足为奇 但今天下想一提醒 他再仔细一回想 越发觉得 确实有几个陌生的面孔 总是在他不远处徘徊 萧家早年经历复杂 虽然近年来一直很顺利 但还是保持一个警觉之心 尤其是现在 下想面临着对手 轻压的紧要关头 他就立刻意识到 有可能 有人想利用他和下想的关系 大做文章 放下下想的电话 萧家看着熟睡的女儿 心中涌动着幸福 他伸了伸腰 扭了扭胯步 现象 有几年没有活动收缴了 没想到 现在他安稳了 还有人敢打他的主意 想当年他一人在京城的生意 刚刚有起色之时 有多少有头有脸的人物 用种种方法 拉他下水 违逼利诱 他都没有妥协 从容应对 见招拆招 现在他想过平静的生活了 竟然还有不长眼的人 来打他的主意 想从他身上 下手对付下想 想得美 萧家一直认为 他没有为下想做过什么 现在机会来了 他决定顺藤摸瓜 出手斩断身后的黑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萧家当即叫来李沁 李沁一直想跟在下想身边 在朗世开展工作 但朗世的形势一直不太平顺 在出过萧武和卫心事件之后 下想就让李沁回到了秦城 李沁一听就顿时怒火上冲 不过他终究是一个理智之人 冷静下来之后 就为萧家谋划了一系列的反击手段 萧家拥有亿万的财富 又在京城经营多年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他一声令下 立刻就有无数人行动起来 只用半天时间 就查明了事实真相 果然有人追踪 并且查到幕后主使是欧纳臣 欧纳臣是下想最大的对手之一 萧家自然清楚得很 欧纳臣派人追查他的行踪 用心不言而喻 萧家多少年不生气了 秦天终于怒了 李沁也怒了 朗世的险恶 他曾亲身经历过 直到下想在朗世 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 不承想 对方还想利用萧家 大做文章 就让他再也忍不住 骂了一句脏话 狗东西 想害人 不收拾你才怪 萧家和李沁两个人 密谋了一个晚上 在了解了 欧纳臣在京城的 全部产业的分布之后 制定了一系列的阻击计划 李沁天才办的商业头脑 从和夏想经历过 夏马去阻击袁明亮之后 一直就没有用武之地 现在终于等来了机会 他几乎要兴奋莫名了 欧纳臣在京城 也有不少的产业 其中房地产就占了大头 恰好 萧家在京城房地产业 拥有呼风唤雨的影响力 战火 游浪市 蔓延到了京城 并且大火冲天 最后将不少人烧到外角里 夏夏到了烟室 直接就到了省委 他接到的是省委办公厅的同志 本想一进省委大院 就先找宋朝渡商一下对策 不料刚进门 就被王鹏飞看到 于是他就最先迈进了王鹏飞的办公室 马部长提议 要叫你去天泽市担任市长 宋省长持反对意见 我还没有表态呢 王鹏飞没有任何客套 开门见山的就直奔主题 我的看法是 虽然有挪开你的嫌疑 但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可以顺势下坡 既得到了好处 又让人成了人情 要不是想想知道王鹏飞的立场 还以为他在为谁当说客 诚然 王鹏飞的出发点 也是为他好 由副厅到正厅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 有时许多人终生无法跨越 也并不是说 所有的常务副市长 都一定会担任市长 但想想 不想现在离开朗市 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给后来人 主要是 他太清楚 朗市的普通百姓 是多么地渴望 一片朗朗晴天 欧那陈在朗市横行太久了 毫不夸张地说 现阶段 只有他 能从正面瓦解 欧那城的庞大帝国 而且 他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 现在放弃 太可惜了 对不起自己的理想抱负 对不起朗市人民的期望 虽然说 曾经的年少激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植物的提高 有所消退 并且有所忍让 但下想就是下想 不变的是他为国为民的情怀 不变的是他一心追求的理想帝国 秘书长的看法也很有道理 不过我做事情一向有始有终 天泽市长是一个很优人的职务 想想我一停顿 犹豫着 是不是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 抬头见王鹏飞 一脸浅笑 就一下有了信心 我希望您支持我 留在朗市 继续完成没有做完的事情 王鹏飞呵呵地笑了 好吧 既然你有血腺做下去 我会支持你的选择 王鹏飞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私下里 征求一下下想的意见 既然下想 还愿意留在老师 他就会支持 因为在王鹏飞的办公室 耽误了时间 下想就来不及先见宋朝渡 而是 直接去了范瑞恒的办公室 范瑞恒就任省委书记之后 没有搬进叶士生原先的办公室 而是 新腾出一间办公室 进行了装修 装修风格和叶士生的风格 大相径庭 也暗示着 范瑞恒的执政风格 和叶士生相去甚远 其实平心而论 范瑞恒为人和叶士生 倒有不少相似之处 爱惜羽毛 注重名声 不太强势 相比之下 叶士生的性格更柔软一些 也重情 范瑞恒行事讲究策略 但比较刻薄 想想在秘书的引领下 第一次迈进了范瑞恒的省委书记办公室 以前也去过他的省长办公室 但范瑞恒就任省委书记之后 想想还是第一次公事公办的在办公室之中 和范瑞恒面对面 想想进来 范瑞恒只是微微欠了欠身子 执意点头 来了 先坐 想想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范书记 然后坐在沙发上 敬候省委书记的指示 实际上 以下想的级别 想见省委书记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多少市委书记和市长 排队想见范瑞恒一面 而不能如愿 他倒好 直接被省委书记召唤前来 也算是难得的荣幸了 范瑞恒在打电话 也不知道是谁在汇报工作 说着说着 范瑞恒就发火了 冲着电话一顿咆哮 然后气欲呼呼地扔了电话 第一次见到范瑞恒失态的一面 想想多少有点明白 范书记 也许是故意发火给他看 要的就是 给他一个含蓄的警告 省委对你在老师的工作 十分满意 认为你在老师兢兢业业 为老师经济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呀 不出所料 上来就先给他扣了一顶高帽子 明显是抬高的语调 随后 范瑞恒又一脸浅笑 正好天泽市长到电了 马肖同志向省委建议 你调你到天泽市 担任市长 今天找你来啊 省委就是想征求一下 你的意见 考核干部 是组织部的职责所在 征求他的意见 也应该省委组织部出面才对 甚至连马肖都不用亲自出面 顶多一个副部长 就足够给他面子了 现在倒好 直接省委书记出面 和他面谈 还真是天大的荣耀啊 想想却没有收闯若惊的感觉 因为他清楚 范瑞恒之所以放低姿态 将尊于贵 并非是真的平易近人 而是上次刘俊事件 带来的巨大影响 让范书记心里 明白了一个事实 他不是一般的 可以任人摆布的副厅级干部 他在阎上的关系网 错综复杂 想随意拿捏他 有许多人会不高兴 就算是范瑞恒是省委书记 也能真切地感受到 下下是多么一个 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 仅仅一个宋朝度 就足够让他头疼了 何况现在 还有王鹏飞和高进州 更有李延红 范日恒先是抛出了一个诱饵 不当下想表态 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最近有些不好的说法 我是不太相信 但省里有些领导 却认为有必要追查下去 这件事情 可能你也听说了 就是白詹默同志 指责你在背后 指使他人陷害他 如果属实 想想同志 背后陷害党委一把手 可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 党纪国法 都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文武之道 一张一尺 围观之道 萝卜大棒 范日恒先许致一力 拿出一根红彤彤的胡萝卜 一转眼 又抬出白詹默 明显是 威胁和施压 威逼利忧的手段 运用得十分显熟 范日恒以为 他放下身段和下想面对面谈话 又摆出了足够的诚意 下想必定会立刻妥协 给他身为省委书记 应有的尊敬 不料下想的回答 让他勃然大怒 决定强行通过提议 将下想从朗氏挪开 战火 由朗氏蔓延到了烟氏 并且将许多人 烧得体无完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三十九集 刑事 僵持不下 说实话 下想很想答应范瑞恒 他和范瑞恒之间 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也有私人感情在内 而且 他和范征之间的友情 一直维持得还算不错 从内心深处讲 他多少也感激范瑞恒 曾经对他的帮助 包括此次范瑞恒 降低身份 以省委书记之尊 和他面谈 但人情是人情 原则是原则 他不能无原则地退让 此为其一 其二 他和范瑞恒之间的立场 不尽相同 范瑞恒既然接受了 谷相国的请求 出面向他施养 就证明 范瑞恒 和谷相国的后台 走的是同一条路线 但显然 调他来老师的幕后人物 和谷相国的后台 有理念上的分歧 他要的 不仅仅是证明给幕后人物看 更有他始终坚持的原则 和不能退守的底线 至于范瑞恒为何顶峰出面 非要拿捏他一番 想象暂时没有多想 也顾不上深思背后的内情 谷相国必须倒台 老师必须恢复清明奇效 欧那臣也必须败走 行百里者 半九十 他在老师 苦心经营到了今天 要的就是 为老师人民 盛起一片清天 苟立国家生死以 起因或伏必趋值 是他的政治理念 也是他的从政的底线 如果仅仅因为上面的压力 而轻易地放弃理想和追求 下想就不是下想了 他也不会还在观察上还记 还不如利用他的聪明才智 大赚一笔 过逍遥自在的生活 首先要感谢 范淑义的好意 我觉得 我的自力尚浅 无法担任天子市长的重任 下想也没有让范淑恒等多久 直接就说出了他的本性 至于白真默同志 对我的诬陷 相信组织上 会还我一个清白 我深圳不怕影子鞋 一些人自身有问题 还想拉别人下水 手段很恶劣 请范书记 相信我的为人 范淑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眼睛撞了几转 最后还是不甘心地说了一句 想想同志 也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 更要相信组织的公正 也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离开范淑恒的办公室时 尽管历日当空 下想内心却是一片秋意 经此一事 他和范淑恒之间 虽然还不至于当场翻脸 但也差不多形同陌路了 尽管早就预料到 会有这么一天 但真正到来了 下想的心中 还是不太好受 越往上走 政治理念上的不合 越容易造成对立 如今他和范淑恒之间 渐行渐远 也是因为坚守原则 还有政治理念上的不同 同时 也有各自队伍的立场的考量在内 剩下的山伟大院 绿树成荫 高大的白羊树 给人寂静而寥远的感觉 下想却无限欣赏 古老的省委大院之中 难得的沉寂一刻 他来到宋朝度的办公室 在和宋朝度 进行了一番推心之腹的谈话之后 他迈出省委大院的步伐 是前所未有的建地 下想并没有在省委停留多久 当天下午就返回了朗市 他前脚刚走 后脚就从省高院和省公安厅 传来消息 交电案件取得了最新进展 获取了最新的证据 将会于近期重新开庭审理 想到于是 宋朝度很犀利地 针对范日恒举动的一次反击 消息传到老时 古相国一人呆坐了半天 黯然无语 他的致命伤在哪里 他很清楚 双管齐下 还拿不下下想 怎么可能呢 随后 他又向省理打了一个电话 得知白站目的举报材料 已经到了省机委副书记的桌子上 他心中少安 又接到一个喜讯时 马骁 已经正式向省委提议 逆调下想 任天则市长 赛瑞恒已经初步表示同意 并将召开书记办公会进行讨论 形势进入了僵持阶段 下想从省委回来之后 一如往常一眼工作 没有半点异常 就让古相国 就让古相国也暗暗 佩服下想的战境 不过在佩服之余 也不无得意地想 不管如何 下想在老师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他的努力 终究要白费了 下想一走 老师还是他的天下 下想不该又能如何 政治本来就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游戏 打不倒你可以挪开你 还有白战末的证据 是不是能给下想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古相国并不是十分在意 他现在要的不是打倒下想 要的就是让下想收手或者绕路 不管是哪一种 只要能让他安然度过危机即可 下想在引进了赵小峰的投资之后 又在扬威的介绍之下 接见了几名来自京城的投资商 洽谈了几笔合作意向 投资意向涉及烟草 电子信息 房地产 以及配件制造业 又为老师拉来了将近四亿的投资 尽管还没有真正落实 但想想所作所为 还是为他迎来了声誉和尊敬 让他在市政府之中 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人 甚至在一些人眼中 他比古相国更有魄力 当天中 魏先从美国飞回国内 在京城 只停留了一个小时 就匆匆赶来老师 和夏祥见面 夏祥再见魏先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幸福 将魏先接到家中 刚刚安排妥当 还没有说什么话 夏祥就接到了省委的来电 是高靖州 高靖州的电话很简短 告诉了夏祥 一个决定他命运的会议 书记办公会 马上就要召开了 威夷停顿 又补充一些 关于白战末举报材料的情况 白战末的证据不是很充足 但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估计 还是会被人拿来做文章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夏祥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在谢过高靖州之后 他专门请了半天假 来陪魏先 魏先精神状态算不错 没有任何病态的流露 神色也算正常 只是一双眼睛之中 不时流露的眷恋 让夏祥心伤 在他的追问下 魏先将他的病情 具体结果说了出来 其实还和以前一样 没有什么正式的结论 但有一点 医生在了解的魏先 曾经受到的撞击之后 给出的答案就是 有可能就是因为 意外的撞击 引发了魏先的病情 也就是说 罪魁祸首 还是麻羊天 麻羊天已经复发 但和麻羊天 有着复杂关系的骨相果 还在逍遥法外 就在下想像没事人一样 请假在家中之时 在老时 有一条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 如流感一样 传遍了大街小巷 陈大头兴无能 包那陈是结巴 陈是兄弟 是一对残疾人士 消息传播速度之快 令人震惊 半天时间 就在整个老时 闹得沸沸扬扬 王大臣正在着手想法 如何捞陈大头出来 没想到办法 还没有想到 就被人揭穿了隐私 踏着气得暴跳如雷 他也清楚 消息未必就是 下想收益放出的 毕竟以下想的为人 还不至于 拿陈大头 和他的暗机说事 事局 应该是消息的源头 以前他和陆红战 没少打压事局一些干警 得罪的警察不在少数 现在人家翻了身 报复一下他 也可以理解 是能理解 但咽不下这口恶气 上不了台面的小道消息 虽然恶俗 但却有杀伤力 直接的后果就是 再次影响到了 站住气的销售 和经销商的人心浮动 同时 也让奥纳辰的地盘上的混乱事件 直线上升 一直被他压制的一些 小骨的团伙 又在蠢蠢欲动 想要抢回一些 原本属于他们的地盘 欧纳辰再一次体会到了 焦头烂额的感觉 与欧纳辰的焦头烂额相比 省委组织部长马修的感受 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他没有想到 今天的书记办公会 差一点 成了针对他的批判会 事先 马修已经向梅生平 范瑞恒通了气 也征得两人的默许 书记办公会一召开 他就提出 经组织部考核 拟调夏祥同志 任天泽市长 华刚说完 宋朝杜就提出了 措辞强硬的反对意见 我认为现在 调任夏祥同志到天泽市的决定 太草率了 夏祥太年轻 在朗世的工作时间又太短 才刚刚在朗世 做出一点成绩 就要挪地方 马部长 组织部的考核 是不是太儿戏了呀 好嘛 宋朝杜一上来就呛了一句 马修就心中气氛难平 平常宋省长说话 比较讲究风度 今天是怎么了 当然人都有发作的时候 但不要第一次发作 就冲他来好不好 但很不幸的是 马修的担忧成真 今天 宋朝杜真的将火力 全部对准了他 三日恒也以为 宋朝杜会大而化之的 大讲道理 也没料到 宋朝杜一上来 就直接对马修开炮 就让他明白了一遍 下想的政治手腕 是不是和宋朝杜一脉相成 不好说 但宋朝杜的政治手腕 和下想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日恒本想插话 但又一想 宋朝杜直接指责的是组织部 他出面打圆场 就显得太维护马修了 画到嘴边 就又验了回来 今天的书记办公会 一共五个人参加 范瑞恒 宋朝杜 梅生平 和马修 王鹏飞 马修见没人接话 只好硬着头皮 再和宋朝杜礼了 宋朝杜 组织部针对 下想同志的考核 也是经过一系列的程序 完全符合组织部 的用人规则 考核过程严谨 有度 我认为 不存在儿戏的问题 再说下想同志 在老师的成就 有目共睹 引进投资 打击黑恶势力 成绩匪人 完全符合提拔的条件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话说的不错呀 可是马肖同志不要忘了 下想同志在老师的大部分工作 才刚刚开了一个头 宋朝杜似乎很气愤的样子 脸色不善 提拔他是好事 是组织上对他的重视 我对下想同志很了解 也相信他会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但下想同志 是一个做事情有始有终的同志 你让他放下手中 才有点起色的工作 去添泽式 从他个人的感情上不好接受 同时向深力教 既不理于老师以后的经济建设 也不理于添泽式的工作开展 马肖同志 你想过没有 个人要是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但如果组织上的决定 不能同时给老师和天泽式 都带来好处的话 何必非要多此一举 调动下想到天泽式呢 我认为下想同志到天泽式 符合老师的利益 也符合天泽式的利益 马肖还想继续分辨 却被宋朝杜又强行打断 我认为你的想法太想当然了 宋朝杜的话很不客气 等于是完全否定了他身为组织部长的权威 调动副厅级干部是大事 必须征求本人的意见 要是让党政干部带着情绪去工作 对国家对人民 以及对他本人的成长都没有好处 组织部不是机械的摆布干部的部门 既要从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发 也要考虑到每一个的具体情况 要有人情味 要了解党政干部的所思所想 而不是画一个条条框框 就对照标准去对比 如果事实都按照标准来 直接便写一下电脑程序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组织部 马肖脸上发烧 强词夺理的说道 提拔干部是好事 宋政长不要胡乱指责 我也是本庄爱护下响同志的出发点 好了好了 马肖同志不要吵了 范瑞恒只好神兽 直指着马肖继续争论下来 他看出了形势 宋朝都要的就是 快刀斩乱马 上来就要在气势上压马肖一头 他就不得不站出来 替马肖撑腰 我也征求了下响同志的本人意见 他表示个人资历不够 但同时也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向小同志还是更愿意留在老师工作 王鹏飞发言了 漫不经轻的看了眉生平一眼 目光很复杂 老师也需要下响同志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调走下响 毁掉老师现在的大好形势 毁于一旦的 组织不考虑问题时 要综合全局考虑 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 打击一个干部的积极性很容易 夏夏同志 明明在老师的工作有声有色 好好的 为什么要突然叼走他呀 马萧同志 你的理由很牵强啊 王鹏飞说话 一扬顿挫 很有特色 同时语速不快 为戴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虽然不标准 但言辞很犀利 马萧又被呛了一下 他明白过来了 宋朝渡就是风向干 上来就将火力对准了他 王鹏飞也就紧随其后 指责他身为组织部长 一是工作不认真 二是出发点不端正 马萧就火了 鹏飞同志 请救世乱世 不要人身攻击 我哪里人身攻击了 马萧同志 不要太敏感了吗 王鹏飞反倒笑了 搞宣传出身的人 就是爱扣字眼啊 你 马萧气得差点拍案而起 却被范瑞恒的目光制止了 他强忍一口恶气 鹏飞同志 请你尊重组织部的工作 王鹏飞却没有再和马萧继续争论 而是又抛出一个议题 其实我认为啊 高海同志 更适合担任天子市长 高海现在是淹市的常务副市长 郑厅 担任天子市长只是平调 但毕竟是正直了 而且 高海资历深厚 在天子市长的位置上过渡一下 随后就可以担任市委书记 甚至还有望在退下来之前 进入副省级 高海的性格持重老成 很适合在天子市过渡 不求有功但求无果 而下想的性格又激进了一面 天则是 乌是他的好去处 梅生平自从会议开始之后 就一言不发 和往常一样 目光紧盯着天花板 似乎在研究 天花板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奥秘一样 其实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他确实可以真正做到至神示威 但现在是以范瑞恒为首的一帮人 要摆弄下想 而以宋朝度为首的另一帮人 在力挺下想 他身处中间左右为难 平心而论 他对下想还是大有好感 一心认定 下想是一个可交的朋友 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官员 但站在家族的立场之下 他对下想 在远离家族势力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深感失望 在下想和梅家 邱家 关系密切之时 梅生平还以为下想 即使不是家族势力的支持者 至少也是同行者 不至于站在对立面上 但自从下想 调任老师之后 他的所作所为 越来越清晰地表明 他的位置越高 就越有可能对家族势力不利 甚至还会采取打压的手段 从长远纪 梅生平自然不想扶持一个 有可能对自己利益 造成损害的人 即使他是下想 也不行 但从另外的角度考虑 下想对家族势力 在感情上 又有天然的亲近 和其他对家族势力 深恶痛觉的人 不一样的是 他和家族势力之间 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想要割断也不可能 如果一味地打压下想 不让下想上位 也总会有别人乘虚而入 万一取而代之的 是家族势力的坚定反对者 还不如让下想上位 至少下想还温和一些 同时也会念及情意 不会太过分了 梅生平在如何对待下想的问题上 犯了难 拿不定主意 更让他担心的一点是 以前下想和傅家 敌对到了 你死我活的底部 现在快一年了 他和傅家之间相安无事 就让梅家和邱家的分量 在他心目之中大减 关键还有 吴家现在 又有和下想走近的趋势 就更让梅生平琢磨不透 下想的政治立场 到底倾向于哪个方向 下想吊响当时的幕后退手 可是彻底的 反家族势力的代表人物 梅书记 说说您的看法 正当梅生平 神思飘远的时候 马骁的话 打断了他的思绪 梅生平惊醒之后才发现 四人扒双眼睛 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知道 双方势均力敌 又到了 他一言定乾坤的时候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南亚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四十集 施压 各有谋划 朗诗的局势 就如剩下的麦田 波浪起伏 随风雷舞 六月天 也和孩儿脸一样 说变就变 可能刚刚还晴空万里 一转眼 就会乌云密布 陈大头被抓 站住其的经销商 群龙无首 乱成一团 全美其 乘机大肆受变 又拉拢了不少 站住其的经销商 站住其终于坐不住了 日本总部出面 向日本驻华大使求助 驻华大使 向外交部施压 外交部向国务院转达了日本大使的担忧 于是 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电话就打到了朗诗 要求朗诗从大局考虑 要顾及国际影响 切实维护好一个良好的吸引外资的经济环境 方方面面的压力如期而至 与此同时 交电案件进入了重新取证阶段 沈高院也正式通知朗诗中院 要求重新审理交电案件 务必做到公正 公平 公开 朗诗市局即刻采取的措施 对当事人杨甫杨蒙监视居住 防止他们意外逃脱 并且通知国际刑警 要求将杨明遣返回国 接受调查 国际刑警很快给予答复 将于近期将杨明遣返回国 顾向国接到消息之后 推然坐在椅子之上 面如死灰 怎么可能呢 他最不敢相信的就是 美国的国际刑警 怎么会这么好说话 老实市局一召回 对方就立刻同意 遣返扬明 几乎是 让人难以置信的快捷 美国人什么时候 回到国际刑警的请求 是一回事 不解归不解 但是是摆在眼前 不由古相国不心惊肉跳 一旦杨明返回国内 只要他开口招供 一起言行逼供的冤假错案 就会大白于天下 而他身在其中的 不光彩的影子 也会暴露在阳光之下 肯定在劫难逃 先是省委的书记办公会 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想挪开下想的意图 没有成功 也让古相国大感郁闷 当然 更让他预计破案的是 明明梅生平说好了 要和范瑞恒立场一致 为什么在最后时刻 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站在了范瑞恒的队里面 当最后所有人都一脸期待地 看着梅生平时 梅生平犹豫片刻之后 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相比天则是 朗诗更需要下下同志 我的意见是 下下同志 还需要在副厅的位置上 打好基础 打好基础的说法 让人浮想连篇 不知梅生平是不是另有所知 但梅生平的言外之意 当时在场的几人都没有在意 因为所有人都将注意力 落在书记办公会的结果上了 没有人过多地去琢磨 他话里话外的寒意 最后 范瑞恒搁置了马萧的提议 同样 王鹏飞提出的 由高海担任天则市长的提议 也是不了了之 表面上看 是没有胜利者 实际上 宋朝度胜利了 马萧失败了 或者可以说 范瑞恒的意图 没有得到省委之中多数支持 对他一把手的威望 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真要说到 谁是最大的失败者 当属马萧 马萧担任组织部长以来 正要重新树立威望 培养一批势力之时 先是在两次访出风声的时候 被宋朝度打压过一次 又在此次书记办公会上 被宋朝度 王鹏飞 联合倾压 就更让他颜面大事 而且也让马萧认清了一个事实 范瑞恒身为省委书记 对省委的掌控力度不强 起码 宋朝度的一关不好过 以前宋朝度隐忍 低调 但现在 担任省长以后 渐渐露出强势 而手腕高超的一面 范瑞恒想压死宋朝度 以眼下的形势看 没有一点可能了 所有人都忽视着一句话 想想却记在心里 梅生平的暗示 很隐秘 是在告诫他 别太早地站队 因为现在的局势还不太明朗 就算在中央高层之中 家族势力 也是十分的庞大 过早地表明立场 站好队伍是好事 也是坏事 好的一面是 可以在迈入政厅的时候 有人力挺 不好的一面 当然是 也有人会竭力反对 下想在事后 就给梅生平打了一个电话 含蓄地点了一点 他和老谷之间的一次交流 一再告诉梅生平 他对家族势力的看法 还没有完全定型 也正在摸索和研究之中 梅生平终于又向下想 展示了他招牌式的哈哈大笑 国务院的压力 还是让老师感受到他紧张的气氛 毕竟全国地势众多 没有几个地势 能很荣幸 可以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直接关照 现在老师的局势 呈现了一种复杂而混乱的无序状态 一方面 焦点案件正在重申 是最让股项果担忧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 占助期和全美期的纠纷和矛盾 不但让国务院也投来关注的目光 神威也多次指示 要妥善处理外资企业的诉求 营造良性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极致 其实说到底 都是偏向占助期 在为日本人说话 可见日本人在国内高层之中 还是大有市场 还有陈大头的被抓 现在还在关押之中 欧纳陈四处活动 也无济于事 艾成文也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 要求市局不办人请案 依法办事 绝不手软 正是因为 有了市委书记的指示 陆宫站也就被约束了手脚 不敢顶风犯事 尽量不明目张胆地插手 按键的审理 当然 欧纳陈的反扑 古相国的后手 也始终没有停手 白帐幕的举报材料 现在还在省继位 准备上报省委的时候 被李延红压了下来 省纪委副书记 刘雅 十分不满 但也没有办法 李延红在省纪委内部 权威极高 牢牢掌控了大局 他还没有胆量 直接越过李延红 上报给省委 欧纳陈 除了在京城暗中调查萧家之外 听手下说 差不多有了进展 近期将会有证据到手 他还准备在老师 准备一次反击 他不敢再对下想动促了 因为每次动促的下场 都会让他损失惨重 他决定要文斗 不要武斗 上次利用杨贝色诱下想 最终惨败而归 就让他一时还真找不到下想的缺点 难道说 下想不喜欢女人 不可能啊 他是正常的男人 不可能不喜欢女人 杨贝的失败 只能说明一点 杨贝一直不坚定 被下想成功策反了 难道说 非要让他的宝贝女儿出马了 就在欧纳辰犹豫不决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了意外 且让人震惊的消息 国务院副总理赵全新 前来朗诗视察工作 并且点名 要下想陪同 都来朗诗下棋了 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欧纳辰觉得 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赵全新并退在即 临退之前 前来朗诗视察工作 既有力挺下想的用意 也是投桃暴力 对下想和赵小枫之间的合作 释放了善意 同时 也有替朗诗 化解来自方方面面压力的用意 可谓一举数得 再怎么着 赵全新也是副总理 他的来访 还是让燕省省位 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赵全新明确地告诉省位 不需要省位出面做陪 赵全新 在市委书记艾成文 市长谷向国 常务副市长下想的陪同下 视察了 老师的家具生产基地 对老师家具基地的广阔前景 寄予了厚望 赵全新在老师 只停留一个多小时就离开了 而且只视察了家具基地 对其他支柱产业提也没提 却单独点名了全美油漆 指出要大力扶持国产品牌 打造国产品牌的战略 争取早日 让中国野出品牌 出名牌 走向世界 政治上的风向 向来都是各有表述 各有内涵 照全新临时起义的视察 大有深意的讲话 立刻让不少人 嗅到了风声 直到老师虽小 但老师的斗争 不是下想和古相国之间的过招 而是高层之间的一次第三方的教授 原先许多打算支持欧纳臣和古相国的人 立刻改变了主意 保持了中立 神仙打架 烦人遭殃 躲得远远的还来不及 凑什么热闹啊 胜利了 有没有好处还两说 失败了 当替队羊的可能性确实很大 还是老实地躲在一边看戏好了 没有实力 就别上窜下跳了 可以说 照全新的举动 为老师局势的明朗 扫清了一些隐患 许多躲在暗处的古相国 和欧纳臣的势力 都打消了浑水摸鱼的念头 老师的回归的本位 不再想着出来捣乱 尽管说来 夏夏在老师的正面形象 越来越清晰 但有关他在下马区 担任区长时 陷害区尾书记的传闻 还是在老师 悄悄地蔓延开来 而且 传闻大有愈演愈烈之事 传得有鼻子有眼不说 还有一些 让人不得不相信的细节 比如 当时陷害白战梦的女人 名叫丛奉 他也曾经陷害过夏夏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夏夏没有报复他 比如 丛奉通过某种渠道 得知了白战梦的个人喜好 邀请白战梦出去后 故意用语言和身体挑逗 还将白战梦灌醉 白战梦在失去理性的状态下 被人偷拍了视频 实际 当时他已经不是清醒状态了 完全是被人摆布 如是等等 细节之详实 会胜会色 让人如身临其境 显然是有些人 故意散播的流言 要的就是 不管是不是 能动摇下想的地位 也要恶心恶心他 然而 下想的表现 让某些人大失所望 下想既没有极其辩解 又没有采取高压手段 让市委出面 制止流言的传播 更没有暗中调查 是谁在有意散播 而是若无其事地 继续做他应做的工作 和投资商签订投资一项书 帮赵小峰的家具厂选址 处理债权纠纷等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而且下想 还做了一件让欧纳臣 心惊肉跳的事情 他在理财员的安排下 会见了崔健 崔健现在 重新拿回了老师三件 几年来 他一直四处奔波告状 从未放弃 要告到欧纳臣的努力 尽管他的同行者 不是被欧纳臣威逼利诱 中途退却了 就是被欧纳臣 打伤住院 再也不敢出面 只有他 被欧纳臣威胁过 也差点被人打死过 依然是咬牙坚持 发誓 总有一天 让欧纳臣付出代价 在欧纳站掌控市局 冷知方担任院长的时代 崔健想在老师犯案 难如登天 现在不同了 欧纳站逝世 冷知方死掉 下想逐渐控制的局面 崔健就知道 他的机会终于等来了 其实 不管是英诚还是丽妃 和崔健私下的接触 一直没有停止过 之所以老师三件的事情 引而不发 还是因为 证据不充足 时机不成熟 现在 崔健由幕后 走到了台前 就证明了一点 他即使不是压垮欧纳臣的 最后一根稻草 至少也可以 给入狱的陈大头 背后致命的一刀 陈大头当年 曾经担任过 老师三件的法人代表 老师三件当时的一手 本来就一笔糊涂账 但现在 要算清楚的话 陈大头的罪名清不了 因此 崔健和下想见面的消息 传到欧纳臣的耳中 欧纳臣就知道 他一直担心的噩梦 就要成真了 下想想要的 不是将他大败为之 而是 要让他一败涂地 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 欧纳臣知道 是该撕掉伪装的时候了 事关生死大事 还装什么文明人呢 他决定 铤而走险 不得不说 有关下想陷害白战梦的留言 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下想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 就被古相国 含沙摄影地提及此事 还当众问下想 是怎么一回事 大有 逼下想下不了台的态势 下想只是古相国 略带嘲讽的笑容 一脸平静地说道 故事上 政治上捕风捉眼的事情太多了 在省纪委没有结论之前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件事情 当年白战梦统治 暗中策划火树大厦事件 害我住院半个多月 事后 我没有向市委和省委领导教区 更没有告他的状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 他又就是重提 反咬一口说我陷害他 到底谁是谁非 相信组织上 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现在老师各项经济建设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我们不讨论老师的经济前景 却要占用宝贵的开会时间 谈论没有意义的事情 故事长 您觉得合适吗 下想的话 和声细语 一点也不犀利 但反击准确 一下切中要害 就和打脸没有两样 谷相国顿绝脸上发烫 大敢丢脸 幸好少廷及时解了围 插话说道 谷市长 也是出于关心 下市长的好心吗 下市长 不要误会了 几名副市长 怯怯思语 小声发笑 更让谷相国恼羞成怒 拂袖而去 今天的会先开到这里 再会 谷相国一走 下想端正不动 所有人都不敢起身 下想就冲击人点了点头 同志们 白这么同志向省纪委反映我的问题 现在省纪委还在调查实时真相 我不想多说什么 是非取之 以后自有定论 就是我现在在老师的所作所为 上 对得起国家 下 对得起百姓 下想置地有声 慷慨陈词 说完之后转身离去 再也不肯多说一句 在场众人 面面相觑 有惊讶 也有敬佩 最近想想 为了老师的经济建设 奔波忙碌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心中有数 时间进入八月份 八月的老师 天气炎热而多余 真正进入了夏末 各处植被疯涨 包括杨威的观光农业 也开始接待了第一批 来自京城的客人 一炮打红 正好第一批客人到来之时 天色阴沉 飘起了细细的小雨 为炎热的夏天 增加了凉爽 站在原野之中 举目似望 绿意无边 尤其是 经过人工栽质的庄稼 横平树脂 十分好看 既给人赏心悦目的美感 又让人心旷神意 将城市带来的疲惫 一扫而光 再有雷雷说过 给人丰收的景象 还有 瓜熟果红的圣景 确实喜人 第一批组团前来观光的游客 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 杨威乐开了花 与杨威的高兴相比 赵小枫的家具厂的投资 也已经到位 并且开始东宫兴建 赵小枫心情忽上忽下 对前景还是充满了担心 但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也没有退路了 他就投入全部精力 决定放手一搏 是啊 人生能有几次搏呀 夏夏出现了赵小枫家具厂的开工仪式 仪式结束后 赵小枫私下里告诉夏夏 赵全新即将隐退 同时 他还想想想 透露一个绝密的消息 赵锐恒惹了高层不高兴了 起因就是 范锐恒插手了老式事务 上次范锐恒 有意调他到天泽市 下想就有所猜测 按说高层之间 已经达成了默契 互不插手老式事务 为什么范锐恒还自作主张 横插一手 不过 身居范锐恒的位置之时 必然眼界开阔 而且他的所思所想 夏夏也不好枉加判断 因此 当时只是想了一想 并未深思 赵小枫 却另有渠道得知范锐恒的倒计 是因为 范锐恒在京城的后台 正在逝世 在新一轮的省部级干部的大调整之中 损失惨重 范锐恒正好借谷相国向他靠拢了机会 想借机认识谷相国的后台 以便寻找靠拢了机会 显然 范锐恒此举 是向谷相国的后台示好 不承向 他的举动 不但惹了他的后台的不快 也让谷相国的后台十分不满 因为随后赵全新意外到朗诗市场 几乎相当于 正式宣告了 中央高层 在暗中介入了朗诗的局势 赵小枫及时透露的消息 让向想心中大定 他知道 差不多事情 就要全面明朗化了 果然 仅仅过了三天 就有人落马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希望南亚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八百四十一集 落寞 四面楚歌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第一个被波及之人 不是欧那臣 不是阎省省省委的任何一人 也不是老实施委的人 而是远在京城 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白站墨 如果白站墨 老老实实地 在农业铺待下去 或许会有一个平安退休 安度晚年的结局 但他偏不 非要跳出来 兴奋左浪 也许是他认为 实际到了 自认手中有一点证据 就想给下响 当头一棒 不承认 他的搅局 反而给自己 带来了灭顶之灾 白站墨 举报下响的证据 一直压在李延红的手中 李延红的态度很坚决 证据不足 不无风捉影 不语立案 就让白站墨气急败坏 但又没有办法 他就找到傅献丰 想请傅驾 想办法自上而下的试业 能让省纪尾立案最好 即使不能立案 至少也要做做样子 给下响试业 让下响乱了阵脚 但白站墨光外 没有想到的是 傅先锋竟然不肯出面 傅先锋可不是因为下响 救了傅先仙的原因 而对下响不再仇视 而是因为 傅家在省部级干部的调整中 得了事 此时正是需要保持低调的时候 所谓树大招风 而且他现在还背着处分 才不肯现在挑出来 成为焦点 再说 在此次下响和顾向国对抗的问题之上 傅家没有利益在内 没有必要出头 没有利益可得 就算能让下响吃鱼 也不划算呀 当然更主要的是 傅先锋心里清楚 下响和顾向国之间的过招 牵涉到了高层的较量 傅家能置身室外就不错了 傻瓜才会跳进去 因此 傅先锋不但没有同意 帮助白站墨 反而劝白站墨收手 低调务实 沉寂了年再说 白站墨却没有听进去 反而自己在京城四处找人 想要借机将下响搞臭 他太清楚 古相国背后的人物是多么厉害了 并且认定下响不是古相国的对手 他为古相国添一把火 古相国肯定会记住他的号 为他以后的翻身 打下良好的基础 白站墨还准备 从从缝身上入手 也是存了和欧能臣 调查傻家一样的心思 认为从缝和下响 肯定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不想 他还没有出面找到从缝 从缝却又主动找到了他 事情的具体经过 就白站墨来说如同一场噩梦 事后都不愿再回忆 只有一点他心里十分清楚 他栽了 又栽在了从缝的手中 和上次不一样的事 上次只是摔了一个跟头 这一次却是帅得体无完复 究竟白站墨怎么找到从缝的道 怎么就被从缝再次摆弄一番 没人知道具体的内情 就连下响也是不得而知 因为从缝就是不说 他也不好意思追问到底 想象之时 十分感谢从缝的帮忙 正是因为从缝的意外插了一手 才导致了白站墨跌落尘埃 从此彻底告别了官场 而且还沦为了阶下囚 白站墨是在一处宾馆 被人抓获的 被抓时 他还在紧紧抱着一个女人 浑水不醒 女人是人间天堂的明觉 出台费用高达万元 当然 如果仅仅是嫖娼 还不足以对白站墨 有致命的打击 现场还有录像带 上面录有白站墨 丑态闭露的床上表演 也有他酒后吐真言 透露出他故意整治下想的真相 如果以上 只能让白站墨身败名裂的话 现场还有摆放好的 大量白站墨贪污受贿的证据 甚至连他才经常拥有一处 价值连城的四合院的防证都有 铁证如山 白站墨清醒之后 看到身边的女人换了人 想起清醒之前的经过 知道他再见难逃了 也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人灾了 白站墨被直接双开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他的下半生就会在狱中度过了 消息传到阎省 李延红立即召开了 上纪委的内部会议 慷慨激昂地将白站墨的举报材料 举在手中 通知现在有不少和白站墨一样的 居心不良的人 本身有问题 还诬险好人 颠倒黑白 制造麻烦 简直就是党员中的败类 干部中的垃圾 刘牙 刘牙 以及几名和范瑞恒走得过近的 省级委的中层领导 都低下头 一眼不发 还有什么好说的 举报别人的 被开除的党籍和公职 本身就是莫大的讽刺 谁还敢相信他 举报材料的真实性 李延红的权威 在省级委 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白站墨事件 对范瑞恒来说 如同被人在背后踢了一脚 让他心情极度郁闷 首先 他本想见挪开下下事件 和古相国背后的人物拉上关系 却看错了形势 毕竟他不是政治局委员 根基也不是十分牢固 对于中央高层之间的默契 认知程度有限 结果导致两边不讨好 落了一个一无所获的下场 就已经让他十分难看了 其次 他实际上也有个人私心在内 想利用下想事件 削弱宋朝度在省委中的影响力 在他看来 宋朝度始终如一把 隐藏了光芒的利剑 虽然不是那么锋芒毕露 但不经意见流露出的气势 总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寒意 也是 不心寒不行啊 联想到宋朝度当年 隐人两年度之后 终于找到机会 才将高城松搬到 其心性和毅力 非一般人可比 而且在下想的辅助下 宋朝度在省委之中 支持者比他的还要多 就让他省委书记的权威 落不到实处 也是最终促使他赌上一赌 借打压下想的机会 想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 不曾想 功败垂成 然而 三日恒在挪开下想事件 之上失利之后 就通过某个渠道 隐约得知了京城高层的心思 吃惊不小啊 忙又打电话 给首长表了忠心 首长也原谅了他的失误 别说省委书记会失误 最高层的决策 也有失误的时候 谁也不能一眼看 经历史的趋势 并且告诫他 在下想和古相国之间的 政治斗争上 最好保持中立的立场 范瑞恒不服气 他刚刚就任省委书记 高高在上的 燕省第一人 连一个副厅级干部都动不了了 省委书记的权威何在 但首长的话 他必须慎重对待 尽管首长正在逐渐实施 但迂违还在 而且肯定比他站得高 看得远 三瑞恒就十分倾幸 没有出面干涉省纪委 压下白詹默举报材料的事情 先前 古相国再三请求省委 出面介入白詹默举报下降一事 三瑞恒都不知可否地没有理会 他不能再维护古相国了 因为如果古相国不能充当他和京城某人之间的桥梁 古相国在他眼中就没有任何用处 还有一点 他对宋朝度已经产生到顾虑心理 不敢轻易再和宋朝度产生矛盾 虽然心中不太好受 换了谁也不好受啊 身为省委书记 还和担任省长时一样 感到束手束脚 他也知道 高承松时代省委书记 一家独大的时期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中央 已经多次出台政策 限制党委一把手的权力 也是给予以前太多的经验教训 高承松作为一个特例 不可复制 当然 高承松的下场也很悲惨 就算把他归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也是太扎眼 太张狂了 幸好没有多事啊 当白丈母在京城落马的消息传来 范瑞恒还是暗暗庆幸 当初的明智决定 尽管他的心中 还是郁闷难安 如同被人在背后 踹了一脚一样难受 因为他当初 还拿白丈母举报一事 来威逼过下场 现在回头想想 当时下场的震惊 范瑞恒 暗暗佩服下场的沉温 一个年轻人 面对省委书记之事 不焦不燥 在省委书记的强势之下 还能撑得住气 就不仅仅是政治涵养的层面了 还是因为他心中有足够的底气 有人力挺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可能也是他自视一身清白 没有什么让人诟病之处 想想 在几次政治斗争之中 毅力不倒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他自身够硬 没有漏洞 让人抓住 经此一事 范瑞恒反而吸取了经验教训 以后省事 得更加小心谨慎 在以后数字和政敌的矛盾中 都没有让政敌抓住漏洞 说起来 他还要感谢下想 给他带来的启迪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白詹默落马的消息 传到老师之后 有关下想陷害白詹默的流言 不攻自破 反过来 白詹默就成了千夫所指的败累 众人以为下想肯定会细腥于色 不料下想还是一如往常 依然一门心思 投入到本职工作之中 最近下想常往武堂市跑 因为江山房产 天安房产 以及王强威 都将经历投入到了 武堂市新规划的 京东新城项目之上 京东新城 是武堂市在市南 画出一片广阔的地皮 距京城直线距离 不过二十多公里 准备用来打造一座 住宅新城 专门提供给京城的购房者 此举也是响应省政府 对老师 在大京城经济圈中的定位 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 江山房产和天安房产 即投资大学城项目之后 在此各拿出近五亿巨资 准备大举进军 武堂市房地产市场 王强威也打算投资十亿 在武堂市的京东新城项目之中 也要抢占一席之地 而向来是老师房地产业 龙头的欧纳臣 在此次招商之中 却落了人后 迄今还没有动静 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状况 其实欧纳臣 并非不想在武堂市投资 非不想也 实不能也 欧纳臣在老师经营多年 也有过人的眼光 岂能看不出来 武堂市的京东新城项目 是一块诱人的蛋糕 以前他在老师房地产业内的地位 就如达财集团 在烟市的地位一样 拥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和实力 甚至可以说 再加上 他在老师政坛的影响力和地下实力 他在老师 比起达财集团在烟市 更有说一不二的权威 倒退几个月 江山房产业号 天安房产业号 就算是王乔薇 想要从容进军 朗世的房地产 他不点头 有下想在市政府大力支持也不行 只是此一时彼时 现在古相国收敛锋芒 他被下想几次出手 打压得元气大伤 但即使如此 按说以他现在的实力 也有足够的能力 阻止江山房产和天安房产 不费吹灰之力 就进军了房地产业 还有王强威 也是趁机一点点的 吞噬他的势力范围 让他感到一阵阵的肉疼 但现在他不是不想反击 而是没有力气反击 也疼不出手来 因为他在京城的省医 出了大事 欧纳辰派出的 暗中调查萧家的手下 前几天还传来消息说是 有望拿到确凿的证据 当时他还十分高兴 以为有机可乘了 不料突然有一天 一直保持联系的手下 突然失去了音讯 欧纳辰一开始还没有慌乱 以为只是一时失去联系 不料一天过后 到了晚上 还是没有回音 他就知道 坏事了 欧纳辰的预感很准确 他的手下 确实被人控制了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紧随其后的雷霆抱负 让他第一次品尝到了 有苦难言的痛处 欧纳辰名下产业众多 但大头还是集中在房地产上面 尤其是以京城的房地产项目 所占的比重最大 不过他采取的是 控股或参股的形式 直接以他的名义 进行的投资并不多 即使如此 几乎他所有名下的项目 都遭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封杀和抵制 凡是他参与的项目 都无一幸免 可见对方对他了解之神 早已将他的底细 摸得一清二楚 封杀 最先从他在京城再见的一处 投资近五亿的 高尚住宅区开始 本来命名为兰院小区的项目 销售数据一致不错 一路走高 不料从昨天下午起 数据突然变得不正常起来 一连几个小时都没有成交一例 不但没有成交 还有不少交到定金的客户 要求退房 怪事啊 天大的怪事 项目经理当即将数据汇总之后 上报给了奥纳辰公司 在京城的总部 总部此时 已经乱成了一团 因为 复制一处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先是成交量大减 然后 就陆续又退房的客户出现 而且态度都很坚决 不停权 坚持要退 短短几个小时内 奥纳辰在京城的所有房地产项目 无一不遭遇了成交下降和退房危机 奥纳辰在京城的生意 少说也有近十年了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的情况 他隐约猜到 肯定是有人在幕后操作 按下黑手 会是谁呢 难道会是肖家吗 联想到突然失去联系的手下 以及一系列相关事件的相续发生 他立刻断定 肯定是肖家出手了 但问题是 肖家在京城的房地产业内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奥纳辰不敢相信 也难怪奥纳辰忽略了肖家的影响力 肖家退出公众视线 少说 也有两三年了 现在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不要说两三年 一两年就会被人遗忘 他就没有神想 肖家还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 现在体会到之后 已经为时已晚 第二天 不但奥纳辰名下所有房地产项目 全显失手 被人封杀 并且上了业内的黑名单 销量持续下降 而且还在圈子内传出了不好的名声 不仅如此 下午 笔直行动就开始蔓延到了 奥纳辰在京城中的其他产业 只要是他涉足的行业 要么被人封杀 要么被人恶意收购 总之 无一处不是烽火四起 焦头烂额 狼狈不堪 奥纳辰几乎无法形容他的心情 他要抓狂了 尽管奥纳辰在京城 也有强有力的后台 甚至还可以请动副总理 但问题是 副总理不可能对市场上 正常的商业行为 指手挂脚 更不可能发表讲话 要求市民都购买奥纳辰旗下的房产 就是针对恶意收购和抵制 也没有任何办法制止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了 政治权力有时无限大 但有时又无限小 全看市集和场合了 两天后 奥纳辰在京城的产业 封杀之下 损失惨重 遭遇抵制的利润锐减 被恶意收购的转手他人 七零八落 遍地狼藉 初步顾及 损失在数亿以上 好一场声势浩大的阻击战 尽管估算下来 对方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但从长远及 还是奥纳辰的损失 无法估量 因为极大房地产项目 占用了他大量资金 如果销售不长 他资金无法及时回笼 严重的话 有可能造成资金链的断裂 后果不堪设想 恰恰在此时 王强威 江山房产和天安房产 在朗世程序而入 开始了一系列 攻城掠地的布局 奥纳辰想从正面阻击 没有了实力 想从暗处下手 没有了底气 两相结合之下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原本属于他的项目 拱手让人 被王强威笑纳 被外来的江山房产 和天安房产 纳入囊中 欧纳辰追悔莫及 毁不该出手惹了肖家 结果证据没拿到 在京城 却被肖家一系列的手腕套牢 翻身不能 脱身不得 苦不堪言 此时肖家和夏小之间 到底有没有关系 欧纳辰一点也不操心了 他一门心思所想的是 要怎么样 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陈大头被抓 目前看来 没有放出来的可能 说不定还要判刑 流言四期 关于他和陈大头的 影集的传闻 路人皆知 站住其正准备 单方面和陈大头 结出代理合同 寻找新的合作者 仅此一项 就让他一年 至少少赚上千万以上 四面楚歌呀 欧纳辰急地在房间中 转来转去 犹如一头困狼 慕然 他又想起夏小的致命武器 催剑 种种迹象表明 夏小采用的 包抄加围剿的战略 目的就是 置他于死地 不给他留一点活路 怎么办 拼了 来一个鱼死网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 感谢您的收入